星海浩瀚,灵气复苏,万族肆虐 少年夜晨三年寒窗苦读,挑灯夜战 本应该考上星空第一舞蹈学院 当放榜那天,金榜第一却是班级里布学无数的五二代 而自己却连职业技术学院都没考上 加起来不过百分的成绩单是如此刺眼 舞蹈不公,但夜晨没有选择抱怨 语终,一名中年男子朝着夜晨伸手 少年,我看你意志坚韧,是否愿意从军 斩尽星空万族,成为万人敬仰的将军 夜晨把手搭上,还有选择吗? 雨停了,少年眼里的狠力一闪而过 一赶星渊长枪出现在她的手中 命运不公,她就要逆天而行 学历被偷,她便要复仇 舞蹈不公,她手里的长枪撕碎一切 001董事的妹妹,苏雪的礼物 江南基地市,扬州城 接天小雨润如苏,烟雨江南的清晨 带着朦胧的雾气 身像里的农家小院中传来阵阵清脆的破空声 夜家庭院 一名长相可爱的林家女孩 揉着眼睛,从房间走了出来 哥,你修炼狂啊,高考都考完了 你还在练我 我们家公鸡都没你起得那么早 是吧,大黄 哥哥哥 一只浑身黄色毛发的公鸡 温顺地享受着女孩的抚摸 看到来人,夜晨收起手中的剑 拿着挂在旁边晾衣杆上的毛巾 擦去额头上细密的汗珠 一日之际在于晨 无道之路永无止境 小月,你明年也高考了,想好接下来的路了吗 面前只比自己矮一个脑袋 身高一米七多的可爱女生 是夜晨的妹妹,夜如月 当然了,有你这么一个学霸哥哥 我压力也很大的呀 哥,明年我也要上星空第一舞蹈学院 虽说妹妹有时候爱睡懒觉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她在舞蹈上的天赋也不错 按照现在的成绩 将来也有很大的机会 能考上星空第一舞蹈学院 那做自己努力了三年的最高学府 夜晨憧憬已久 也付出了三年的汗水与努力 那你要加油了,我等你 再过两个半小时就放榜了 哥,你是不是紧张了 夜如月看出了夜晨的反常 夜晨轻轻点头 和夜如月并肩坐在一起 咬了一口手里的包子 说不紧张,那肯定是假的 但我有信心 高考那天算是正常发挥 以我平时的成绩,应该不难 那就提前恭喜了 哥,听说考上星空第一舞蹈学院的学生 将来最差都能在我们扬州城当的村长呢 我也想穿好看的小裙子 夜晨扭头 望见妹妹那张布施粉袋的笑脸 眼角莫名一酸 他们家境一般 父母都是普通舞者 只能在附近的新能加工厂 干一些脏活累活 起得比鸡早 睡得比狗晚 早出晚归 只为了供他们兄妹上学 家境贫寒的他们 乃来的闲钱 给妹妹买漂亮衣服 妹妹的很多衣服 都是远房亲戚穿就剩下的 或是隔壁邻居赠予的 夜晨伸出手揉了一下夜如月的脑袋 肯定的 以后哥哥我专门给你 置办一间大衣柜 保证比我们现在住的地方还大 而且 商城里的衣服 你随便挑 哼 我才不要 那多浪费钱啊 要是被爸妈知道 又要说我了 苏雪姐姐家里的那么大步 一半大就够了 小姑娘坐在长板凳上 摇晃着雪白青葱的双腿 懂事得让人心疼 忽然 门外响起敲门声 谁啊 我 苏雪 轻亮的声音响起 苏雪姐姐来了 门没锁 苏雪姐姐 你自己进来吧 老舅的木门 吱压一声被推开 一道曼妙的倩影 映入眼帘 雪蓝色长发下 如同冰霜结晶透明般的瞳孔 熠熠生辉 还有半小时就放榜了 一起走吧 雪儿姐姐 你今天好漂亮 与夜家一身朴素的舞蹈服不同 苏雪身上穿着高级的皮质作战服 将她玲珑有质的曲线勾勒出来 放榜日会有我们江南市的大人物降临 那个 你等着我 夜晨疑惑 夜如月回到房间 拿着一个珠珠储钱罐跑了过来 哥 这是我平日里攒下来的零花钱 都给你 一定要给大人物留下好印象 小月 这怎么行 你留着花吧 眼前逐渐有些湿润了 哥 你眼睛怎么尿尿了 夜如月试图用俏皮的玩笑话 岔开话题 只是风有点大 被沙子迷了眼睛 你们两兄妹 不要再秀了 夜晨 这个给你 我在外面等你换好出来 夜晨望着苏雪离去的身影 有些出神 而旁边传来一声惊呼 哥 苏雪姐姐对你真好 我听说 只有情侣才送对方礼物呢 这套B级作战服 可不便宜 B级作战服 爸妈起码要打半年功 才能勉强拿下一套二手的 这礼物太贵重了 我拿去还给苏雪 夜晨出门 听到动静 苏雪回头 你换好了 嗯 怎么没换 太贵重了 我不能受 这不是我给你的 你不是在我家武馆打工 是黑鹰馆主赠予你的 夜晨打开 才发现 里面有张小纸条 嘿嘿 夜晨老弟 这件作战服 就当作提前庆祝你高考了 放榜日有许多强者现身 你好歹 也在我们黑鹰武馆打工 不能丢了我们的脸 以后就是大学生了 可别看不上我们这个小小的武馆 记住 黑鹰武馆的大门永远为你开放 馆主 苏雪 替我向馆主道谢 苏雪轻轻点头 那张冷淡如同冰山的脸露出一丝笑容 那瞬间绽放的笑颜 令路边的花朵都黯然失色 苏雪内心暗道 若不是用礼馆主的名义 你恐怕不会接受这份礼物吧 平日礼你倾囊相授 这就算是报答吧 苏雪的性格 如同一座孤傲的雪山 亲自开口送礼给男生 自然不好意思开口 就想了这么个主意 武道境界 武者 武师 武将 武宗 武王 武皇 武尊 武帝 武圣 武神 002 金榜皆小 天塌了 人靠衣上马靠庵 夜晨换上一袭干净的武道服 整个人气质变得更加出臣 心目见眉 白衣胜雪 合适吗 苏雪面无表情 顿了一下 还行吧 听到这个评价 夜晨嘴角忍不住上扬 这位在学校里被称作冰雪女神 能得到这评价 已经是极为不易了 不愧是B级材质的武道服 材质柔软 贴身清爽 比他之前穿的D级学校制服好多了 那件衣服都包僵了 夜晨也舍不得换 舒服合身吗 不合适 可以退货再换一件 挺好的 稍微有点紧 半年前刚好合身 不过 B级作战服材质的韧性和弹性也凑合 苏雪喃喃自语 这半年 夜晨锻炼比以往更刻苦了 肌肉比之前大了一圈 他给夜晨选购的尺码 还停留在半年前对夜晨的认知 平时穿着学校统一的制式武道服 看不出来 没想到 夜晨身材竟然意外的不错 穿着武道服 那匀称的线条 让路人不断侧目 一路无话 两人走到学校门口 军部的舞者 两人走到校门口 就被两名气息强大的舞者拦住了 他们穿着军部的深绿色迷彩舞道服 请出示学生证 或者其他相关证件 两人对视一眼 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学生证 进去吧 两名士兵面无表情 夜晨却十分惊讶 刚才那两位 比王老师气息还要强大 王老师是武宗 这两位恐怕 苏雪剑是更广 气息外放 比李叔比黑鹰武馆的馆主弱一点 但肯定踏入武王境了 夜晨你很疑惑 为什么馆主级别的强者 来看守大门吧 其实很简单 对于他们来说 这就是军部的任务 高考放榜日 可能会有一族奸细混入 不过 那也是前几十年的事情了 自从在放榜日 有天骄遭到一族刺杀之后 安保秩序就强大了许多 江南基地市 比武王境更强的强者 都会降临 两人已经来到了广场 这便是武道石碑啊 我们江南基地市 前百名舞者的名字 都会被刻上这武道金榜 广场中央 矗立着一尊古老的石碑 夜晨望着武道金榜 眼里露出一丝野望 按照我往常的成绩 进入前百 应该是没问题的 但星空第一武道学院 只招收精英 所以我必须前十才行 夜晨有点把握 但在成绩没出来之前 也显得紧张 手心已全是汗水 苏雪忽然开口 夜晨 你准备报考哪个学校 星空第一武道学院 苏雪眼前一亮 她有点诧异 之前江南第一军官学院 专门来邀请你了吧 福利挺好的 可以给你家提供一套小区房 毕业之后 就能在军部任职 苏雪知道 夜晨家境贫寒 夜晨平时也很孝顺父母 会去她家旗下的武馆打工 这些消息 她一问李叔 便轻易知道 那是之前了 军官学院也很不错 我是江南市本地人 将来也可以回来任职 可是 星空第一武道学院 是我们下国最高学府 甚至能接触到浩瀚的宇宙 一个人的眼界和实力 和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若能进入前十 我一定会冲第一武道学院 很有志气嘛夜晨 可是 就你那三脚猫的功夫 也配上星空第一武道学院 突然一个尖锐的声音 令夜晨皱眉 她转头 迎面走来三位青年 中间那位 身着金丝武道服 很明显就是富家子弟 高天赐 我夜晨能不能考上星空第一武道学院令说 但你这种只靠家里的废物 凭什么有资格嘲讽我 好了伤疤忘了疼吗 前几天 被我一只手打翻下擂台 还想找虐吗 听到这里 高天赐捏紧拳头 将指甲扣进肉中 夜晨说的是事实 苏雪在一旁 靠近夜晨 小声提醒道 夜晨 你最近变了 以前高天赐挑衅你 你都置若罔闻 我刚想问 前几天你为何主动出手 夜晨审笑一声 之前忌惮高天赐家里的势力 不太自信了 高考都结束了 我最差 也有江南第一军官学院保底 难不成 就这废物家里的势力 还能渗透进这几个高等学府 苏雪也笑了 这一笑 是提夜晨高兴 以前的夜晨有傲骨 现在却是将傲骨变成了自信 夜晨就是在高考之后的独自进修中 领悟了许多 怕东怕西 怎么能成大气 女神对我笑了 卧槽 我们学校的冰山女神 竟然笑了 好美 高天赐愣神 他针对夜晨 自然和苏雪有一定关系 就凭这小子扎实的五道基础 苏雪在一年前 就和这个穷酸小子 腻歪在一起 这让他极度心爆棚 一直挑衅夜晨 怒气到了极点 高天赐反而笑了 夜晨 你这好运的小子 就继续高兴吧 怕是 也高兴不了太久了 这次 我能冲到前百 而你这个学校的风云人物 会被我踩到脚底 说完后 高天赐露出 诡异般怜悯的眼神 然后从夜晨身边离开了 那种快意的样子 让夜晨有种不安的感觉 嘴炮有什么用 这小子能前百 要不是 他爸有点小钱 都进不了 我们江南一中 江南一中 只收纳全是 最有天赋的年轻舞者 他和苏雪 都是一中最好的班级 火箭班学员 这位高天赐 是走了后门进来的 夜晨没把他当回事 但离开时 高天赐诡异的表情 让夜晨觉得奇怪 别多想了 等到放榜就知道了 也许 这五二代 只是在坏我到心 轻笑一声 夜晨感觉自己心境又有提升 身旁的苏雪美眸中 一彩连连 夜晨 他的心境 又升华了 还有三分钟 金榜揭晓 各位静静等待 前百名舞者的名字 会化作红字 携刻在石碑上 并且获得石碑灵气赐福 好刺激 凭视我的排名在200名徘徊 希望这次 我能超水平发挥 101名和100名 失智的飞跃 只有前100有10倍刺服 谁能得到刺服 那就起飞了 上一届听说 有人得到超强刺服 当场从舞者镜 突破到舞师镜 且没有任何副作用 最有希望的 还是火箭班那几位 我听说了 前几天在黑鹰舞馆 火箭班的舞蹈学习委员夜晨 一人和三位舞馆高级学员 站了个平手 这么强 高级学员 都是舞者镜九阶以上 那岂不是 夜晨已经有舞师镜战斗力 夜晨家境可不支持 他购买灵力药剂 他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 达到舞师镜战力 前十都有希望啊 可不是 他的舞蹈基础 就连舞蹈世家 出身的苏雪 都要找夜晨讨教学习 他们就在那里 俊男美女 好般配 虽说已经通知 但怎么可能不议论 夜晨也听到了 周围讨论最多的 便是他 半年前 我本来 只能考上江南第一军官学院 可每天佩戴着这块血色玉佩 我的心境和修炼速度 大幅度提升 挑衅我 我便出手证明实力 一人占三大高级学员 他们以为我是舞师镜 但其实我还是舞者 高天赐 言语乱我心境 可笑 等我考上星空第一舞蹈学院 便可得到下国最大支持 暂时获得的好处 没江南第一军官学院多 但我有信心在一年内 都得到那些 苏雪 李叔的信给我知道 这作战俘 肯定是你的手柄 他们都说我配不上你 若是我进入金榜前十 有着神秘学玉佩 几年后 他们还敢这么说吗 叶诚感觉着得到这血玉佩后 性格变得更加丰锐 但他却没太过在意 实力增强 因为原生家庭带来的自卑感 也在消失 变得逐渐自信强大 这些都不是坏事 五 四 三 二 一 天空中倒计时停止 金色耀眼的光芒 如瀑布一般 从石碑头顶洒落 金色的河流长阳 出了 名字出来了 哈哈 我九十九名 四福来了 一百个名字 出现在石碑上 一百团大小不同的 金色光团 从石碑中射出 涌向在场舞者 苏雪一眼就看到了 自己的名字 第三 还不错 他的光团 足足有一颗篮球那么大 是全场第三大的光团 十分引人注目 不远处传来一声 嚣张至极的声音 哈哈 榜眼 第二名 我高天次要进入 星空第一武道学院了 高天次生怕 全世界不知道一样 而笼罩他的光团 比苏雪的 还要耀眼炫目 叶辰 你这废物 连前一百都没进 击败高级学员又如何 还不是废物一个 怎么会 叶辰肯定比高天次强啊 这小子 平时都在风流场所 风花雪月 怎么可能 能拿下高考第二 旁边有人质疑 高天次大笑道 哈哈 我坦白了 之前都是我低调 只为了高考一举成名罢了 而那叶辰只是小丑 怕是私下里服用了灵力药剂 拔苗助长罢了 靠外力人前险胜 叶辰 你这废物 有什么资格站在苏雪身边 原来如此 马德 叶辰这小子 骗了我们好久 原来平时的努力 都是装出来的 金榜石碑绝对不会骗人 没想到高天次隐藏那么深 而平时努力勤奋的好学生叶辰 只是个偷奸耍滑之辈 听到这些 苏雪忍不住皱眉 想要替叶辰解释 可金榜不会骗人 她转过头 看到失魂落魄的叶辰 她眼神呆滞 周围的谩骂声 她都听不见了 当成绩出来的那一刻 她的天塌了 可爱懂事的妹妹 舍不得买裙子 在高考前 把零花钱 给自己买了昂贵的 补充伶俐的药剂 父母这几个月疯狂加班 都有了白头发 而自己的努力 只为了考上好的大学 将来也能报答亲人 过上更好的生活 这一切 随着金榜赐福的结束 一切都化作泡沫 如果这是一场梦 就让我醒来吧 在金榜成绩出来的一刻 叶辰感觉她头上的天 塌了 世界清醒 但周围只则嘲讽的声音传来 苏雪手足无措的样子 叶辰看得清楚 她很想问叶辰 但千言万语 终究是保持了沉默 苏雪轻咬朱唇 她的脸色也苍白了一些 对于少女来说 这一刻 她也在做一个鼓起勇气的决定 只是 少年终究是看不到了 少年面色苍白 吐出一口黑色的心血 然后整个人承受不了这种打击 愣愣地失去意识 压在她身下的血色玉佩 也随之破裂 化作一抹血光 融入少年体内 003 重拾武道之心 或心渊长腔 江南市中医院 303病房门外 一对身着功夫的夫妇 带着一名少女 脚步匆匆赶到 三人喘着粗气 脸上带着焦急的神色 苏雪姐姐 五哥怎么样了 小雪啊 叶辰 她没事吧 我和她爸听到她在学校晕倒 就马上过来了 叶父没有说话 但眼神中的焦急 却出卖了她此刻的心情 叔叔阿姨 小月 我知道 你们很急 先别急 叶辰 她没有大碍 只是陷入了昏迷 忽然 病房门打开 一名身穿白大褂的医生走了出来 叶父第一时间拉住了医生的手 大夫 我儿子有没有生命危险 众人聚了上来 放心吧 病人生命体征已经稳定 只是 陷入了未知昏迷 你们可以进去看她了 病房内 叶辰已经醒了 但却依旧躺在床上 她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 眼神空洞无神 出身贫寒的她 自然比其他家的孩子懂事 在武道上修炼得更加刻苦 除了家境贫寒 其他方面 她可以说是别人家的孩子 本来以为 自己从小吃苦 心境早就十分强大 可她也只是个 意气风发的18岁少年 今天 放榜日 可以说是夜沉人生的至暗时刻 平日里打心底瞧不起的五二代 成为了榜眼 当众嘲讽自己 比平时自己对她的暴击 伤害还要高 同校学生认为自己服用灵力药剂 损毁五道根基 高考原型毕露 有好感的同班女神 复杂的眼神 最重要的是 看台上 那些大人物失望的眼神 她连前摆都没进 之前答应她的江南第一军官学院 也和自己无缘了 我 我的前途毁了 总排名已经发放 我连绩效都没考上 我已经尽力答题 就算没进入前摆 为何我连绩效的分数线都没达到 心如死灰的夜沉 却十分疑惑 周围传来小声的交流声 虽然声音不大 但夜沉却听得十分清楚 隔壁床位来了个小伙子 你看新闻了没 那个小伙子 就是新闻上的焦点人物 没看 什么事 难道是军部的天才 在前线战场上立功受伤 被表彰了 呵呵 错了 这个小伙子 和我姑娘是一个学校的 很有名 今年高考有希望进入前十 但被爆出来高考作弊 作弊 他之前的成绩 都是用了灵力药剂拔苗助长 金榜石碑自然不可能容许作弊的存在 听着两位大妈在聊天 夜沉心情更加烦躁 干脆闭上眼 他心中冷笑 肯定是高天赐买通了通讯部的 损毁我的名声 若是我上了金榜 他绝对不敢这么做 可我现在百口莫辩了 舆论的造势 没人关心真相 而高天赐 获得了江南市第二的好成绩 他家里自然是对他于己于求 在学校和夜沉有过节的 只有这么一人 咔嚓 有人进来了 夜沉闭着眼 忽然感觉到 有人来到他身旁 这个时候 他才反应过来 我什么时候听力这么好了 我突破了 真正的武师镜 夜沉有点猛逼 恐怕是血色玉佩的原因 这血色玉佩消失了 我宁愿不要境界突破 血色玉佩 也是夜沉如此心灰意冷的原因之一 拥有血色玉佩 是长期的助力 这绝对是具有特殊作用的辅助道具 夜沉暗自神伤 即便落榜 血色玉佩还在 我就还有机会 现在 我的未来在那里 哥 小陈 夜沉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他没有回应 夜沉不知道要怎么面对父母 小陈 一开始看到新闻 说你作弊 我很气愤 夜府的声音传来 夜沉感觉鼻子有点酸涩 他的父亲 身材不高大 只是附近新门工厂的 一名底层老员工 武道资质一般 只是一名舞者进酒街 到了四时 不服用特殊药剂 已经没法提升了 只能在工厂干苦力活 实力不强 但从小 给夜沉灌输的就是 做人一定要脚踏实地 他一直作为信条 实力虽然早就超过了父亲 但这个一手撑起 整个家庭的男人 却是夜沉心里的榜样 但我不相信我夜国强的儿子 是这样的人 就算全世界都不相信 你爸一定站在你这边 哥 你快醒来 不是说好了 要给我买好多漂亮衣服吗 我现在不要了 只要你能好好的 我们一家人健康快乐就好 老实说我进步很快 我明年也能上金榜 小陈 爸妈不怪你 尽力就好 你这孩子 我知道你压力很大 你才十八岁啊 爸妈养你十八年 以后还要等你暴打我呢 夜母说着说着 便哽咽了 夜沉很想伸出手 抱抱家人 可是却最终没有任何动作 苏雪站在一旁 神色复杂 时间差不多到了 让病人休息吧 外边医生提醒道 夜沉吐出的那口心血 五道根基受损 陷入昏迷 是很有可能变成植物人的 只有夜父故作坚强 夜母和夜如月 早就哭成泪人了 苏雪没走 而是坐在床边 由于许久 她趴扶在病床上 靠近夜沉耳边 轻声说道 这半年时间 我经常找你切磋 提高自身五道基础 我清楚你的实力 全世界都不相信 但我愿意信任你 我会替你澄清舆论 你也要答应我 一定要醒来 你的身后 还有关心你的家人 你要是不醒来 他们怎么办 这恐怕是夜沉 听到苏雪话说的 最多的一次了 你醒不来 我以后哪里有 免费的陪练啊 说完后 苏雪见夜沉没反应 叹息一声 也离开了病房 听到房门关上的声音 夜沉才睁开眼 泪水顺着眼角滑落 浸湿了床单 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是味道伤心处 夜沉握紧双全 我真是懦夫啊 即便没了血色玉佩又如何 辅助神器再好 也只是外舞 舞者真正强大的内心 若是内心都崩溃了 怎么追寻舞道寂静 家人和红颜的真心吐露 令夜沉心灰意冷的心 重新点燃 叮 条件达成 恭喜宿主完成主人 设下的考验 破镜重圆 重拾舞道之心 机械般的声音响起 夜沉还在疑惑中 又是一声爽朗的笑声 仿佛要将夜沉的脑袋 炸开一般 哈哈 小家伙 当你听到我声音的时候 我恐怕已经陨落了 这是我的一则法则传音 没想到 天下真的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我照某人 游荡宇宙 奇闻怪事 见不太多 却从未听说过 有人舞道之心破碎 还能再次重拾 若是你没有完成我设下的考验 修炼到神境 这块血液 会寻找下一任主人 我收徒的要求极高 能完成我的要求 你的舞道意志 定是十分强大 我素未谋面的徒儿 血液只能算作高级之宝 真正的传承 是这敢陪我征战多年的老伙计 其名为星渊 你要好好待他 夜沉还没听完 一股磅礴的精神威压 瞬间侵入夜沉的实海 本来就脑袋疼得他 差点晕过去了 啊 好疼 这种疼痛 是冲着夜沉的实海去的 人的大脑实海 是最脆弱的 夜沉迷迷呼呼间听见 行渊 精神力至宝 对宿主精神力要求极高 切记 传承结束之前 不能失去意识 这是为师 对你最后的考验 004蜕变 军部邀请 那股肃杀血腥的力量 仿佛要将夜沉搅碎 朕 杀 不要杀我 我不想死 我死得冤啊 我才刚上战场 准备建功立业 为什么偏偏是我 被这杀星给杀了 逃啊 快跑 杀星疯了 被星渊击杀的无数命魂 同时咆哮起来 哈哈 夜沉头痛欲裂 抱着脑袋 身上的灵器 不受控制的外泄 病床直接被暴虐的灵力摧毁 旁边两名长蛇大妈 被吓得连忙呼救 快来人啊 有病人发疯了 救命啊 听到动静的苏雪和夜家 所有人都进来 此时的夜沉浑身轻筋抱起 面色十分扭曲 病房里 早就一片狼藉 夜母捂住了嘴 不忍心地看着 哥 你怎么了 夜沉 什么情况 几人担心地问道 夜沉还在苦苦支撑 仅存的意志 让他还能坚持 但没法回答亲人好友的话 我一定要变强 你们只不过是枪下亡魂罢了 都给我破 夜沉发出痛苦的嘶吼 一致瞬间暴涨 脑海中尸山血海的画面 全部都被他强大的意志给镇压 无数亡魂被无情撕碎 一杆长枪冲天气 融合进夜沉的石海 带着要变强的执念 夜沉在意识模糊的最后一刻 达到了承受心冤的意志 快叫医生 病人疑似得了类似狂犬病的症状 陷入暴走 再一次醒来 夜沉身边围坐了许多人 四人表情各异 哥 你终于醒了 夜如月第一个扑进夜沉怀里 小女孩也长大了 这冲击力令夜沉虚弱的身体 一阵咳嗽 哥 对不起 我没事 只是有点虚 哥 你没事他好了 夜如月破涕微笑 夜沉看着小姑娘 拿出纸巾给他擦了下鼻涕眼泪 对不起爸妈 我让你们失望了 当夜沉重拾武道之心的时候 他已经释怀了 只是 面对父母 他仍然十分愧疚 气氛一下子沉默了许多 夜赋板着脸 哼 你也知道错了吗 等出院了 明天我去问问老刘 看他那里还缺不缺人 说完后 他转身走出了病房 夜沉知道 刘伯伯是附近新能工厂的工人 他的父亲 准备让他进去 一块学手艺 爸 别听你爸的 厂里哪有前途 妈帮你问问你 七大姑八大姨 有没有适合你的工作 谢谢妈 傻孩子 没事就好 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 哥 以后 我养你 夜沉没说话 只是淡淡笑着 此时他哪有心思沉浸在悲伤 众人不知道 他却十分关心 那感兴冤的存在 苏雪忽然开口 你突破五者禁了 夜沉愣了一下 旋即轻轻点头 嗯 恭喜 夜沉你技术很好 若是不介意 可以继续在我家武馆里当武师 武师 也是一种不错的职业 我再考虑一下 苏雪没再说话 他感觉 夜沉的心性和以前不同了 内心稍微遗憾 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 不在了 我想一个人待一会 可以吗 几人出了病房 只剩下夜沉一人 心渊 夜沉召唤出心渊 一柄长枪出现在他手中 袖极斑斑的枪间 枪身已是征战多年的模样 就是这么一柄不起眼的武器 夜沉却知道 却是他那个神秘大能师父的 至强至宝 得到武器的那一刻 心渊的所有信息 我都知晓 心渊 战场神兵 击杀任何血肉生命 都可以获得心渊能量 老是死亡的时候 心渊等级清零 需要我重新酝养 杀戮之兵 击杀敌人 武器成长 我也可以获得部分转化的心渊能量 提升武道境界 不愧是神兵 夜沉抚摸着枪身 他知道 自己融合心渊 身体也发生了大幅度变化 也获得了神秘大能的传承 传承分为无数个部分 我现在境界太低 只能解锁第一部分的传承 不过这些都是宇宙中的知识 对我现在没用 之前的我 还是不够沉稳 金榜不会骗人吗 得到了心渊和宇宙传承 夜沉的眼界 早就提升了无数倍 任何武器 都是强者打造 江南市的武道金榜 恐怕是某强者遗留的一件宝物 留在江南市这么多年 恐怕已经被炼化掌控了吧 那要进行修改 也不是不可能 只是因为从小耳濡目染 我过于相信眼界之物了 习惯真是一件可怕的事 夜沉心境和意志的提升 让他想明白了很多事 我的惩戒 和高天赐肯定有关系 这小子 之前来挑衅我 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 我可忘不了 忽然 夜沉手里的心渊动了一下 他心意一动 将心渊收进石海中 有人来了 不多时 门外响起敲门声 谁 请问这是夜沉同学的病房吗 我就是夜沉 请进吧 房门被推开 一名中年男人走了进来 虎背熊腰 走路的时候 气势十足 万圣伟提着一袋果蓝 坐到了夜沉旁边的床位上 他带着淡淡的笑容 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 强者 比之前学校门口的士兵 还要强大许多的存在 夜沉判断不出他的境界 夜沉同学 恢复的速度很快啊 万圣伟一眼便看出 夜沉突破到50境了 并且和外界的信息不太一样 有意思 这位现在处于风口浪尖的少年 身上有秘密 有兴趣 参军吗 005 王虎营 苏雪的隐瞒 住院部小树林 微弱暗淡的灯光下 两条人影被拉长 出手吧 全力攻击我 万圣伟朝着夜沉勾了下手指 示意他攻击自己 夜沉心意一动 一感长枪出现在手中 你用枪 一寸长一寸强 枪其实挺适合在战场上拼杀 你不用兵器 哈哈 你全力出手就好了 放心 你还伤不了我 万圣伟发出爽朗的笑声 丝毫不在意 他要是能被一名武士伤到 那他恐怕要被那些老战友笑死 夜沉点头 脸上写满了严肃的表情 内心暗道 刀剑无眼 这位万将军肯定很厉害 可星渊不是反品 他果然看不出星渊的特殊 夜沉也就放心 这把长枪十分不起眼 可只有他知道 这可是一把神器 那我来了 万将军 夜沉双脚弯曲 扎实下盘 将整个力量都凝聚在手上 一枪刺出 虽然没学习过枪法 可夜沉在获得星渊传承之时 就无师自通一般 原本风轻云淡的万圣伟 被这气势逼退了一步 他漫不经心的眼神里 也多了一丝震惊 而那位坚毅的少年被震飞 夜沉有点沮丧 好强 此时 天空忽然飘起了雨点 没多久 便下大了 雨水落在少年脸上 他的眼神依旧坚毅 你的是我听说了 放榜当日我也在 当时我也可惜 你那天表现得很差 可是 我和他们想法不一样 越在乎 才越害怕失去 夜沉抬起头 万圣伟的眼神里 写满了沧桑和故事 只有在平时 付出了常人无法企及的努力 才会在失败的时候 被五道之心反噬 今日一见 更加验证了我的猜想 你的身法很扎实 基础不错 枪法伶俐 不过还很稚嫩 万圣伟欣赏的笑容忽然严肃 之前我只是爱惜人才 今天测试过后 我正式邀请你 加入我猛虎英 夜沉 你愿意吗 夜沉把手搭上 他还有选择吗 高考成绩被篡改 军部大佬赏识 进入军营 是他现在最好的选择 想好了 就来报道 一块令牌 被丢到了夜沉手里 滴答的雨声 逐渐停止 夜沉抓着令牌 眼中很力一闪而逝 我失去的 我会亲自夺回来 回去换套衣服吧 他往回走 和楼道里的夜如月撞上了 哥 你怎么 我先回去换个衣服 然后我们回家 我有重要的事情 要和你们说 夜家 哥 怎么回事 你没事了 小月 爸妈 我要参军 怎么这么突然 刚才 有军部的大佬看中我 来邀请我加入军部 夜沉有点忐忑 毕竟这么大的事 没和父母商量 小辰 这个大佬靠谱吗 不会是骗子吧 夜母担心地问道 妈 放心 军营重地 没人敢冒充呢 夜如月也补充道 妈 你是关心则乱 冒充下国军方 那是贤命长了 夜母闹了得脸红 夜沉有些忐忑 而夜夫露出爽朗大笑 你爸我以前就想当兵 不过人家看不上 虎父无犬子 爸的心愿 就靠你小子实现了 不当将军的士兵 不是好士兵 当不上将军 就别回来见我 夜沉悬着的心放下了 那我就收拾一下 后天我就出发去报道 小辰 这么快 夜夫呵斥道 军营肯定有规矩 妇人之人不可取 我这不是舍不得吗 虽然夜母不舍 但她还是很开心的 望着喜笑颜开的一家人 夜沉去房间里收拾东西了 留一天时间 和家人好好玩一天 然后就去报道 变强 刻不容缓 夜沉知道 只有自己进入军部高层 她才能查清高考的真相 洗完澡 她躺在床上放空自己 明天好好玩一天吧 我一直都太紧绷自己了 以后无论发生多大的事情 我都会有一颗强者之心 泰山压顶毅然不折腰 一日 父母请了一天假 夜沉陪着父母 还有妹妹去逛了御寿园 傍晚 几人欢声笑颜回家之后 门口站着一位家人 苏雪 小雪姐姐 哥 我们先进去了 雪儿 一会儿留下来吃饭 夜母热情地拉着苏雪的手 伯母 不用了 我一会儿就走 回去晚了 我爸妈会担心的 夜晚威风轻浮 两人坐在街边石凳上 苏雪 有结果了吗 抱歉夜沉 什么都没有查到 可能是五道金宝 出了什么问题吧 苏雪的眼神有些躲闪 夜沉笑着起身 谢谢你苏雪 那我先回去吃饭了 苏雪欲言又止 虽然上不了最高学府 在军部一样有发展前途 别让这件事 影响了自己的心态 有些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这也算下国对你的补偿 你进入军部 千万别展露出自己的部分 夜沉点头 经历了这些之后 他也不是那种单纯的少年了 经历过新冤任主之后 他知晓了宇宙中的环境 比下国要残酷多了 放心 实力才是一切 你能明白就好 那我先走了 望着苏雪离去的背影 夜沉心中暗道 雪啊 你隐藏得很好了 但这大半年的相处 你的性格我很了解 你是一个做事 很干脆的女生 今天这么紧张 肯定是查到了什么 夜沉的眼中一片冰寒 对方的背景肯定很大 夜沉已经有了猜测 只不过 还缺少关键性证据 即便知道证据还不够 实力还是一切 在没有实力之前 就不断提高自己 回家吃完饭 夜沉收拾完行李 便早早休息 为明天的报道养精蓄锐 军营定是十分残酷 接受幸运的记忆之后 战场的残酷 他已经有了深刻感受 006羞辱 龙啸小队的下马威 凌晨三点半 天还没亮 夜沉就收拾好行李 捏手捏脚地出了房间 夜色朦胧中 夜沉瞥了一眼 这个他生活了18年的农家大院 我怕我舍不得 也怕你们舍不得 所以夜沉不告而别 一路小跑 来到报道的地方 50公里的距离 夜沉以五十镜五者的素质 跑到了天亮 时间刚好 夜沉身上微微出汗 长期坚持沉练 让夜沉的耐力 比一般的五者镜 都要好很多 小子 你怎么找到这个地方呢 军营大院 禁止无关人士入内 一路跑过来 夜沉就看到了 不少异样的眼神 因为 所有人都穿着军部的制服 就算样式 可能有细微差别 但大同小异 一下就成了最亮的仔 这是万将军给我的令牌 哪个万将军 这 其中一位士兵 认出了 这块令牌 我抄 蒙虎营的令牌 你小子可以 蒙虎营 什么时候有个万将军了 我也不认识 但这个令牌扫描出来 显示蒙虎营 我们没有全线知道 蒙虎营的相关资料 夜沉被放进了军营 带在军营内的士兵 其实不多 大部分的将士 都在前线 抵御一族入侵 整个军营 其实就是下国人族 后方的基地 得到星渊传承之后 夜沉对战场的了解 很多 走在军营 很多东西 在传承里 都有介绍 夜沉就好像 在逛自家后花园 应该就是这里吧 夜沉远远就看到 肩膀上 佩戴着蒙虎袖章的 蒙虎营士兵 夜沉小跑过去 就听到三男一女 在议论自己 将军怎么想的 竟然让刚高考完的小娃子 塞到我们队伍里 那名女军官 是对夜沉最不满的 他把厌烦的表情 都写在了脸上 也许 有背景吧 我们龙啸小队的成员 个个都是从底层 拼杀上来的 而且一来 就让他当副队长 你们少说点吧 人家来了 一名男子无奈地说道 哼 知道又怎样 我就是说给他听的 我们龙啸小队 是和一族生死战斗的 新兵 就先去新兵营待着 夜沉看到这一幕 面色淡定 内心却是暗斗 我那位便宜老师 就是从军队体系中出来的 我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关系户 确实是军队里面 最遭人厌恶的 可 这位长官 军令如山 你可以不信我 但万将军的命令 你也违抗吗 夜沉从容无比 他知道 这是万圣伟 给他的第一个考验 他不生气 这反而代表 万将军 看好自己 夜沉以为 这句话 能压制一下 这位女士兵的脾气 但没想到 对方一点就爆 就算万将军 轻点 又如何 我就是不服你这个关系户 有天赋又如何 更何况 是你这个高考作弊 被金榜石碑 检测出没有实力的家伙 拔苗助长的家伙 不知道是脱了什么关系 小白脸 听说你和武神之女的关系 很不错 凤凰男 靠自己脸皮后 踏上武神的船 武神自然对自己的女儿 疼爱有加 给你一次机会 我说的没错吧 一句一句话 让夜沉面色逐渐难看 旁边两人面色变了 王倩 你少说点 这是万将军安排的 队长都没说什么 就像夜沉说的一样 军部规定 一定要服从 难不成 你还要和他约战 王倩 顺着他的话对道 约战 这小子敢吗 他只敢平时作弊 从象牙塔出来的小白脸 有杀过异兽 见过血吗 不屑的表情 任谁看了 都会愤怒 一股无名之火 涌上心头 几人一唱一鹤 女舞者唱黑脸 其他唱白脸 夜沉都清楚无比 演戏给谁看呢 若是你们两位 真的服案将军的决定 就不会任由那 叫做王倩的女舞者 说出那种难听的话了 接人伤疤最可恶 夜沉知道 今天这事 没法善了 王倩 你不就是想惹恼我 让我上头 和你进行军部的约战吗 我答应你 夜沉平静地说道 手中出现一把心冤长枪 几人动静不小 周围的一些士兵 也聚集了过来 什么情况 赶在军营里掏武器 是龙啸小队的 那边貌似是新人 我倒是知道 一点内情 这新人脾气 也不小啊 竟然接受王倩的约战 王倩可是龙啸小队的一只花 龙啸小队的副队长 他本身实力一般 武师进七阶 但他的男友 傅天祥 龙啸小队的队长 可是武将巅峰的强者 周围的议论声 都被夜沉听在耳朵里 原来如此 是我一来 就等于是 抢走了王倩的职位 他的男友没出现 恐怕就是为了避嫌吧 哼 这龙啸小队 演得一出好戏 就是为了羞辱我 然后激怒我 给我来一次下马威吧 若是这次吃亏 以后再龙啸小队 也不好浑下去了 而且处理不好 万将军也会看清自己 夜沉心中暗道 真是会出难题阿万将军 我才出入武师进 便让我和武师进七阶 有战场经验的舞者对战 不过 王倩冷哼一声 也亮出了自己的武器 一把桃花长剑 新兵 也不说我欺负你 他一把将剑扔到地上 我赤手空拳 就足够对付你了 用剑 他怕刀剑无眼 真把夜沉伤了万将军那里 不好交代 而且 用拳头 更羞辱这位天才 夜沉冷冷道 救你吗 你还不配让我 军部规矩 我若是将你脸刮花了 可怪不得我 军部 残酷无比 本身是战友 那内部的竞争 可不是学院能比的 军部约战 只要不打死人 都无所谓 这话 让王倩怒了 好好 你一个新兵这么猖狂 你想找死 我不拦着你 既然你知道约战规矩 刀剑无眼 若是我控制不住力道 你胳膊被我卸了 也和我无关 王倩露出狠利的眼神 他要让夜沉知道 惹恼女人的下场 007 那一枪的惊艳 给我傅天祥一个面子 一男一女站在擂台上 虽说言语间 满是对夜沉的瞧不起 但踏上擂台之后 王倩身上 却是爆发出惊人的战意 身着青色铠甲 他身上 一股浓重的血煞之气 在空气中弥漫 夜沉只是皱眉 身上仅有一件苏血 送他的B级软式战甲 防御手段 我不如他 我穿着的战甲 虽说是B级 但比起军部那种铠甲来说 防御力差太多了 铠甲适合战斗 我这个只能算是休闲服级别的 刚在战场上厮杀结束吧 这一族的血腥味真重 恐怕是故意的 就是为了让没上过战场的小家伙害怕吧 不过 这个白镜的小伙子 竟然眉头都没皱一下 在心性方面 异于常人 有意思 嘴上说着 要让着对方 却全力以赴 王倩 你还真是阴险啊 周围议论声不断 有人就看不惯王倩欺负新人 闭嘴 战场上 谁会保留实力 既然他说了 不需要让他 那我就成全他 王倩丝毫没觉得害臊 手上拿着剑 冰冷地指着夜晨 他内心已经想着 要怎么夺回面子 真是看得起我 夜晨没小瞧对方 军部的武者 比学院派西命多了 军部武者都知道 在战场上活着 才有未来 精神上蔑视对手 但每次战斗 都全力出手 这就是军部武者的战斗风格 只要活着 便是最好的战斗方式 夜晨也在续积 自己的力量 这场战斗 是他的自正之战 尤为关键 哈哈 小伙子 我看好你 早就看王倩他们不爽了 对付一个新人 用这种手段 只要你能不受伤 我裂空小队 愿意招募你 对 虽说不可能打败他 你保证自己不受伤就行了 最毒负人心 他的那个相好 在军中全是不敌 他肯定想着 要废你一条胳膊 或者一只腿了 旁边不少人提醒道 多谢各位提醒 我会注意的 闭嘴 旁观者 说什么话 哼 夜晨 就算给你知道我的想法又何妨 我就是要废一条胳膊 你现在后悔也晚了 军中约战一旦开始 谁也阻止不了 否则就按照违抗军令处理 既然 被其他军中将士道出自己的性格和作风 王倩也就不装了 我让你知道 口嗨的下场 夜晨依旧是淡定无比 经历过金榜事件 他的心境早就得到了升华 现在的他 内心坚韧无比 这种言语和气势的干扰 对夜晨无用 星渊传承时候 那些亡魂可比王倩很利百倍 我连那些大意志者的威压都可以抵抗 就你王倩这种以强欺弱之辈 不足为惧 夜晨对王倩十分不屑 只不过对方纸面上的战斗力 确实看着比夜晨要强上许多 境界上 王倩是五十进七阶 夜晨只是出入五十进 而王倩一身青色铠甲 是一套完整的A级铠甲 夜晨只有一件B级的民用作战服 只相当于C级的军用作战服 在场没人认为夜晨能赢 只有些许人觉得 夜晨能保命 就足够让他们欣赏了 夜晨一眼望去 看来没人觉得我能赢吧 之前我和万将军切磋的时候 他一定能判断出我的实力 这考核不可能是完不成的任务 我上次没尽全力 他也觉得我能解决这次危机 加上 只有我知道心冤的强大 这把其貌不扬的长枪 看着像是废弃工厂捡来的武器 实际上却是宇宙中的至宝神器 万将军 恐怕是要考验我的胆破吧 准备战斗前的十多秒时间 夜晨思绪万千 夜晨 王倩副队长 你们两个都准备好了吧 作为裁判的是龙啸小队的队员 我准备好了 你去问那个小白脸 准备好受死了吗 现在退出 主动认输当逃兵 还能保证自己身体完好 毕竟是万将军派来的 王倩还是给了万将军面子 给了夜晨台阶 他心中暗道 长面话说完了 若是之后万将军问责 也怪不得我 不管是哪个选择 夜晨都废了 当裁判的那个小队长 都感觉恶毒 他来到夜晨面前 小声提醒一句 夜晨 你斗不过王倩的 你虽然有万将军帮忙 可我们队长 势力也不小 万将军厉害 但军部很残酷 他可能很看好你 给你设下这个测试 一会儿不敌 直接装作认输 主动飞下擂台吧 没人看不起你 我知道你可能之前是天才 很骄傲 在军部 骄傲没用 命才是一切 不经意地提醒之后 他朗声问道 夜晨 你准备好了吗 夜晨愣了一下 他倒是没想到 看来 龙啸小队内部 并不是那么团结啊 这个小队 没他想象的那么糟糕 刘向东 只是畏惧强权 并没有真正信服王倩 所以 好言提醒夜晨 夜晨笑着道 我准备好了 随时可以开始 刘向东多看了夜晨一眼 大声道 那我宣布 战斗开始 他退下场去 王倩没动 叹息一声 我给过你小子机会了 你自己不把握 他不着急 作为一名猎人 带宰割的猎物 什么时候杀都行 王倩一步一步朝着夜晨走来 万将军吹见你 你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吧 我是知道某些天才 能爆发出超越境界的战斗力 嘴上这么说着 但他却没从夜晨身上 感觉到那种威胁的气息 天才这个世界上 从来就不缺 他王倩在军中大笔上 见到的那些年轻兵王 一个个身上 有着骇人的气势 夜晨很明显 就不属于高手 只是他不知道 真正的高手 是不险山不漏水 不会让你感觉到危险 只会在你松懈的时候 给予你致命一击 星渊是战场杀戮之兵 夜晨获得宇宙军神传承 自然也继承了 那种军神的气质 围观的将士 不少人摇头 小子 你进攻啊 弱的一方 主动出击才有机会 完了 一点气势都没有 这是被王倩身上的气势 吓傻了吧 果然是学院里出来的 新兵担子 被压制了 夜晨内心不及 这些将士和王倩都一样 跟着感觉走了 这个距离 夜晨看着王倩 距离自己越来越近 这便是最好的机会 他身上默然生腾起 一股威胁的意志 枪间上一点寒芒 渗透出骇人的威力 什么 这好强的气息 不好 这个小子在扮猪吃虎 真阴险 我们都没看出来 这一枪好霸道 我怎么感觉要被吸进去 风向转变 只在一瞬间 身处于战斗中的王倩 是感受那股意志最深的人 他的身体 应急般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 不可能 怎么会 给我破呀 他运转起自己最强的一击 想要抵抗 可是他的剑法 只能抵挡心冤一部分的威力 夜晨手一抖 原本奔着王倩 心脏而去的枪尖 却洞穿了王倩的手臂 将他钉在了地上 从枪尖伤口处 流出的鲜血 将肋台染红 这一枪 击碎了王倩的骄傲 也让周围的议论声停止 只剩下了倒吸凉气的声音 夜晨将长枪抽出 王倩吃痛 好疼 望着那森冷的眼神 王倩脸上的骄傲 被彻底击碎 别夜晨你不要乱来 我未婚夫是龙啸小队队长 他爷爷是 闭嘴 他爷爷就算是下国之主 也和我没关系 好疼 周围人望着夜晨的眼神变了 刘向东也是内心一阵发出 太狠了 伤口二次伤害 这种疼痛 谁受得了啊 我怎么感觉 夜晨比我们这些老兵还成熟 看到现在的他 我仿佛看到了军神 刘向东摇头 露出无奈的表情 天才干啥都厉害啊 这夜晨 是先天军神圣体吧 冷酷 隐忍 这些军神的特质 夜晨都具备了 王倩这回是彻底害怕了 再来一下 他手臂肯定就要报废了 我错了 夜晨 我不应该得罪你的 你饶了我吧 我不想断手 王倩恐惧了 他不笨 女人最有用的武器 就是身体 若是手臂断了 他就搭不上傅天祥那条大船了 夜晨可能会出事 但他也会被抛弃 你别乱来 天祥他的爷爷是武圣 刘向东也开口了 夜晨 你也发些怒气了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 另外一名龙啸小队的成员 内心暗爽 但也出声阻止 够了 夜晨 你只是一个新兵 不要把事闹大 闹大了 对你我都没好处 万将军不会出手帮你的 他看重你 但军部 不需要刺头 你已经表现得够好了 就 夜晨稍微皱眉 然后将长枪拔出 别夜晨 你会死的 天祥他有这个能力 你别以为在军部 仗着自己天赋可以 郭躁 在夜晨即将动手之际 一道声音 从远处响起 远方一人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叹息一声 嗨 夜晨 这件事 是小倩做得不对 我接到消息 就马上赶过来了 住手吧 给我傅天祥一个面子 008 得罪了又如何 星火小队的邀请 傅天祥来了 有好戏看了 今天的事情 应该就这么结束了 一名身着金丝滑服的男子 朝着夜晨等人走来 王倩欣喜 天祥哥来了 夜晨 你这狗崽子 你完蛋了 我现在让你打 你敢打我吗 看到自己在军中 有权有势的未婚夫来了 王倩又嚣张起来了 而夜晨 也丝毫没惯着他 众目睽睽之下 竟然 一枪刺穿了王倩的手臂 三次增伤 酸爽超级加倍 好疼 夜晨 你你怎么 敢的 王倩瞪大眼睛 疼得在地上抽搐 星渊锋利无比 比下国任何一把武器都强大 给敌人造成的伤害 也更加强大 无数人震惊了 疯了 傅天祥都来了 他怎么敢动手的呀 你没看 傅天祥脸都黑了吗 牛叉 胆子够大 傅天祥脸上的笑容 瞬间消失 他快步走到擂台上 一股威压意志 瞬间冲击夜晨 可夜晨一直早就蜕变 武将巅峰的精神威压 根本就是 在给夜晨挠痒痒 夜晨也不担心傅天祥出手 这可是军部 他不敢明着来的 混蛋 傅天祥脸色不断变换 夜晨 第一天入伍 就重伤队友 这件事 我会上报到军事审判所 哼哼 别拿军事审判所压我 我们两个正常约战 只要没人死亡 都符合规定 本来傅天祥想 利用夜晨刚加入军部 不了解规矩 夜晨那一脸不在意的样子 他没想到 这名新兵 对军部内部的规章制度 还挺熟悉 翔哥 你一定要帮我报仇啊 好疼 我的手 没事 我治好你的 傅天祥阴冷着脸 转头朝着夜晨喝道 新兵夜晨 不服从军令 重伤占有 向东 王月 给我把他拿下 叶晨鼓掌 冷笑道 好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你们可要知道 我本身就是来认知 龙孝小队的副队长 我为何要服从王倩的命令 而且 你之前在场吗 就给我定罪 夜晨表情十分不屑 刘向东 王月 你们敢吗 那位傅天祥是军少 他爷爷是武圣 他当然敢 可你们 敢和万将军作对吗 我现在能斩了王倩手臂 你们一点不害怕吗 王倩要挑衅我 你们真敢动手 就不会让王倩 真和我约战了 况且 你们可以试一试 问问我手中的长枪 你一个小队长私自下令缉拿战友 我有权正常防卫 就你这个废物家伙 以你武将巅峰的修为 早就可以过来阻止我了 若不是你的自傲 你未婚妻 能被废一条手臂吗 被人指着鼻子骂 你这废物 敢动手打我吗 夜晨高考本身被夺走学历 内心就憋着一团火气 继承新冤之后 夜晨有了底气 自然是不须这位军中太子爷 一套连招 让傅天祥面色难看极了 这么多人看着她 的确不方便出手 废物 你们两个动手啊 抱歉了副手 我两边都得罪不起 这 傅天祥强忍着怒气 朝着夜晨吼道 夜晨 你可敢和我约战 夜晨用看白痴的眼神盯着傅天祥 你傻叉吧 我武师镜 你特么武将镜巅峰 都修炼到武将镜了 看来没有修炼脑子 很好 小子 你彻底惹怒我了 走吧 夜晨 我记住你的名字了 记住 你只是副队长 傅天祥拉着王倩要走 翔哥 你给我报仇啊 我的手 你武将镜巅峰 怕他干啥 啪 傅天祥一巴掌 甩在了王倩脸上 翔哥 你打我 王倩猛了 傅天祥露出了自己的本性 给你脸了 贱人 今天要不是你 我傅天祥怎么会这么丢脸 我不要面子的吗 一巴掌 让王倩老实了 走之前 傅天祥反而对夜晨 什么都没做 会咬人的狗不可怕 毒蛇会在暗中 给你致命一击 这傅天祥是忍者神龟啊 真能忍 他要是打我 我直接躺地上 直接提一套江南市的别墅 和一套S级的作战符了 夜晨说得很大声 没走远的傅天祥 肯定听到了 等到傅天祥走远 几个战友给夜晨竖起大拇指 哥们 你是真牛逼 我第一次见到这位爷吃扁 你打了傅天祥 他之后肯定会报复你的 夜晨 你小心点 自求多福吧 军中 不是你有实力就行的 有人提醒 也有人觉得 夜晨要倒大霉了 夜晨意志和心静 早就沉稳了 他既然敢这么做 就不惧怕傅天祥的报复 五圣爷爷又如何 我的复仇之路 背后也许是更强大的家族 连金榜石碑都能控制 傅天祥背后的势力 不一定有高天祥背后的势力强 夜晨几乎可以断定 是高天祥动的手脚了 狮子多了 也无所谓了 他内心暗道 万将军 我这表现 你可满意 摇头 夜晨朝着刘向东说道 刘哥 借不借意 带我了解一下军中日常 刘向东愣了一下 然后点头 夜晨 你这是让我难做呀 不过 行吧 这些你迟早也是 要知道的 不过 我不会偏帮任何一个人 都是大神啊 刘向东谁也惹不起 军营水太深了 他只想度过这两年 顺利退伍 放心 我只是 了解一下军营规则 不会让你难做的 这没问题 刘向东内心暗道 马德 我来了大半年了 都不知道你说的那几条规则 只是表面上 他自然也不敢 和夜晨嘴炮 两人朝着小队宿舍里走 一个人挡住在了前面 你就是夜晨吧 刚才的战斗我看过了 你的枪法很厉害 有一丝宗师的神韵了 有兴趣加入我们星火小队吗 我是星火小队的队长 林晨 你是 星火小队的队长 你就是那个战斗疯子林晨 旁边的刘向东 听过他的名字 看来我还挺有名的 我都去三星战场三个月了 基地里 还有人记得我的名号啊 怎么样小伙子 待在基地里 也没意思 和我们星火小队 拼杀一阵子 感受下战场 刚才那傅天祥 也没法在战场上使唤 基地内小打小闹无所谓 在战场上对战友同胞出手 没人能脱罪 旁边的刘向东提醒到 夜晨 这位林晨 军队里有名的战斗疯子 在基地里居住的时间 加起来不足一个月 但在战场上 已经有好几年的经验 三个月之前 他就已经拿下六星勋章了 真实境界 起码是五宗境 五宗境 不用怀疑 在战场上厮杀 提升境界是最为迅速的 天才在成年之前 都在提升基础 几年内 迅速提升境界很正常 加入星火小队 对你好处很大 还可以避开傅天祥的抱负 刘向东比林晨还积极 不断向他介绍 进入星火小队的好处 若是夜晨进入星火小队 对刘向东自己 也好处很多啊 夜晨待在基地 他怕夜晨和傅天祥两人的争斗 殃及吃鱼啊 一个背靠 有五圣爷爷的开国元勋 另外一个 背后是万将军 都是他惹不起的人 待在他们身边 刘向东感觉自己很危险 都被你身边那位说完了 怎么样 夜晨 有兴趣加入吗 而夜晨思考一番 摇头拒绝了 抱歉 多谢凌晨队长赏识 我有点事情要解决 不便加入星火小队 而且 这是万将军 亲自安排的职位 不再考虑下吗 万将军那边 我来替你处理 凌晨队长 你的好意 我心领了 我现在刚加入军营 暂无军功 只能等你下次猎兽归来 我再请你吃酒赔罪了 凌晨听到这句话 露出豪爽的表情 好 我凌晨出手 也被拒绝了 要是被其他人知道 恐怕要被嘲笑了 我出来的时候 可是信誓旦旦 不过 你下次 一定要请我喝好酒啊 不然这件事没完 下次一定 不聊了 我先走了 凌晨告别夜晨之后 来到基地内的酒吧包厢中 一名中年男子 早早就坐在那里等待 进入包厢后 凌晨恭敬地行了一个军礼 禀告将军 夜晨小子 拒绝了我的邀请 什么 拒绝了 万圣伟有些出乎意料 他用将军当借口 不过 我感觉 事情没那么简单 这小子比我还虎 竟然 凌晨早就在暗中观察 他便是万圣伟派去观察夜晨的人 听完凌晨的话 万圣伟笑了 拍了下桌子 好小子 比我当年还虎啊 倒也算机灵 懂得扯我这个虎皮 哈哈 将军 这小子 很对我胃口 本来你说 考核通过要让他进入我星火小队 我本来不愿意的 您看好的舞者 果然不一般 就算是我 当初放到和他一样的处境 我也不一定做到 有他好 就是我担心 他继续待在龙啸小队 傅天祥 可能会动用家族势力 进行报复 万圣伟白首 你当初和他不一样 你的性格比较纯粹 所以我给你的考验 他多是在战场上 你只需要一路拼杀 锻炼自身就行了 而叶辰他出身贫寒 生长环境不同 性格也就不同 就让他先待在龙啸小队吧 至于傅家 我们虎营 还不是他们能说了算的 009 前往98号一星战场 警告 军营宿舍 只有两个床位 叶辰正在收拾床铺 旁边的刘向东也在帮忙 怎么宿舍救我们两个人 刘向东把自己的杂物 都放到地上 傅天祥因为他爷爷的关系 和王倩住在高级军营 刚才邀请你的战斗疯子林辰 也是住在高级军营 刘向东看了叶辰一眼 不少人看在傅天祥爷爷的份上 会讨好他 甚至有一些和林辰一样 实力的舞者 会和傅天祥称兄道弟 他叹了一口气 叶辰 你刚才为什么不答应林辰 出门在外 靠的是朋友和人脉 你是天才不错 过刚一蛇 叶辰笑了笑 没有解释 刘哥 这就不用你担心了 刚才回来 叶辰已经向刘向东 讨要了一份江南市军营基地的指南 他加入的是蒙虎营 直属上司是万圣尾 和其他基地相比 蒙虎营的规矩比较松散 没有要求舞者 每天必须要训练 我现在只是新兵 且才刚踏入武师境 有一个月的新兵保护期 只要待在基地内进行训练 安全无比 不过 我有新渊 是必须要上战场杀敌的 叶辰坐在床上 擦拭着新渊 他的长枪早就饥渴难耐 来到基地 新渊就已经有些雀跃 一人一枪早就灵魂相接 武器有灵 并不是死物 下午我有空 我就带你在基地里逛一逛吧 你是万将军的人 他其其互短 你在基地内的权限 应该不低 不用了 我下午约了别人 那行 晚上要一块吃饭吗 刘向东 其实是偏向叶辰这边的 毕竟 在龙啸小队里 他是老人 叶辰一来就展现了自己的天赋 在天才弱小的时候 和他们结交 好处是最大的 只是 他也不想得罪有权有势的傅天祥 看情况 回来我喊你 刘向东点头 也理解 恐怕叶辰有其他背景 不然也不会拒绝凌晨 应该是自己家里的关系 刚来军营也要应付 收拾完床铺 叶辰就独自一人离开宿舍 盯着叶辰的床位 刘向东按道 新队员 很有个性 也很神秘 叶辰独自一人 前往战场登记处 你好 有什么事情 能为你服务的吗 我要前往战场 好像第一次见过你 出示你的相关证件 叶辰把证件交给女士官 并且扫脸登记注册战场系统 新兵啊 第一次进入战场免费 之后需要交付一些费用 但你放心 这些军工费用 是提供战场临时基地补给的 若是你不花费 抵押的军工就会返还 叶辰点头 这些规章制度 他从刘向东那里了解到了 叶辰新兵 我建议 第一次前往战场 选择最简单的一星战场 危险少 遇到危险 可以随时退回基地 这几个一星战场区域 危险最少 最适合新兵锻炼 每个战场都十分危险 若是一开始 冲动选择难度危险 极高的战场 不是自信 而是骄傲自负 即便是一星战场 也可能会出现 相当于人类武将近高阶 甚至于武宗近 领主及异兽的存在 很多异兽不是单独行动 他单人行动 本来就很危险了 谢谢 那我就选择98号区域吧 总共100多个区域 数字越少的区域 越危险 是人族与万族的主战场 叶辰区的98号区域 是最外围 最安全的那几个一星战场 等到叶辰离开之后 前台女士官拿出手机 拨打电话 傅少 你关注的那个叫做叶辰的新兵 前往了98号一星战场 谁和他一块去的 傅天祥此时正躺在女人的肚皮上 王倩手被废了 他生气是因为脸面问题 转头就去会所找女人 发现怒火了 他一个人出发的 傅天祥目露凶光 冷笑道 一个人我知道了 你不是想要调回家乡 只要我确认你消息无误 一星期内总基地就会有回复 女士官激动地道谢 真的吗 感谢傅少 你去忙吧 傅天祥挂断电话 穿上衣服 朝着外面走 傅少 这就走了呀 轮家还没满足呢 嘿嘿 小柔 下次我再来 好好干 傅天祥随手扔出一张银行卡 多谢傅少 身着小吊带的小柔 亲了傅天祥一口 浴火被勾上来的傅天祥 又和小柔温存了一番 才满意离开 他走出明月会所 掏出手机 按下一串特殊的号码 少爷 怎么了 家主对你最近那件事很不满 张叔 我要调兵 98号区域内的 十名武将近战士就行了 这点要求没问题吧 想少爷 家主早就猜到了 你是要对付那叶臣吧 这次不行 他是万将军的人 万将军刚走 家主特意嘱咐我的 张叔 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这次那叶臣打我脸 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 这次 真的不行 万将军虽然境界不高 但是身份可堪比武神 比你爷爷地位还高 他在人类战场上 做过大贡献 叶臣是万将军看好的人 少爷 收手吧 挂断电话 傅天祥面目猙獰 可恶可恶啊 刚换的最新款手机 被傅天祥直接摔烂了 爸 这是你逼我的 就一个受伤的老东西 你怕他我可不怕 只要叶臣死了 就算我有嫌疑 可一个死掉的天才 就没有价值了 010出入战场 星渊之力的特殊作用 98号 异星战场 踏入真正的战场中 那股血腥气味 瞬间扑鼻而来 陌生又熟悉的感觉 陌生是因为 叶臣第一次进入 熟悉是因为 星渊已经饥渴难耐 跃跃欲试了 星渊 需要击杀血肉生命 稀释鲜血进化 在蓝星 恐怕会被称作邪兵吧 但在宇宙中 十分常见 宇宙很残酷 杀戮是主旋律 弱肉强食 叶臣早就体会到了 新兵 需要组队吗 小帅哥 我看你长得挺俊的 要不要姐姐带你啊 一名长相普通 但性格妖娆的女性 盯上了叶臣 这只小队全是女性 说话的那位勘战位 就知道是队长 算是众女中气质最好的了 身材不错 脸蛋却长满了雀斑 四人小队 其余三女 一肥头大耳 另外两位是飞机场 小平板 她凑到叶臣耳边 只要你晚上和姐姐们 姐姐们 你就可以加入我们队伍 98号战场我们熟悉 你的军功少不了 叶臣身上那股桀骜的气质 让这些女兵们有征服欲 叶臣露出无奈的笑 抱歉各位姐姐 我已经有约了 可以先留个联系方式 哈哈 没鬼姐姐 你就别逗她了 这小伙子 还挺羞涩的 叶臣的处理方式 很到位 拒绝了 但是并没有让几女反感 而那位队长 露出了正色 刚才是逗你玩的 现在我正式邀请你 加入我们火烈鸟小队 如何 这可是别人挤破头 都没有的机会 为什么 哈哈 叶臣 你的事情 我们刚好听说了 走走走 那位副少爷 可是快要发疯了 你有胆量 姐姐就喜欢你这种 有胆量的小鲜肉 叶玫瑰队长长得不丑 身材也好 有一种独特的魅惑气质 不了 既然你们都知道 我不想连累你们 我自己一人进去 有空再联系 哥哥哥 小帅哥挺有气质的 叶臣没有在补给安全区逗留 拥有地图的他 直接进入了战场内部 等到叶臣离开后不久 一队人马 大约十多人 朝着叶臣离开的方向前进 风角兽 二阶翼兽 一只长着蓝色独角 体型像牛一般的翼兽 出现在叶臣不远处 总共有三只 都是二阶翼兽 相当于人类五十镜 躲在草丛里 叶臣探出脑袋 第一次战斗 叶臣不敢大意 差不多 应该是在 我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守战 叶臣不希望自己的对手太弱 当然 若是不在自己掌控范围内 那就是自大 找死 观察周围 没有其他异兽 叶臣便直接跳出草丛 一枪刺向正在休气的风角兽 吼吼 风角兽的弱点 在头上的独角 叶臣一枪 便是针尖对脉盲 将风角兽坚硬的独角损伤了 那只风角兽 愤怒地召集其余两位同伴 挨得正好 一只实力受损 和两只气息强大的风角兽 令叶臣战役十足 另外两只风角兽 竟然有默契的同时 朝着叶臣扑来 看上去 这几只风角兽 战斗经验也足够丰富 叶臣将星渊一横 阻挡住两只风角兽 他手中一震 星渊枪身 爆发出一股恐怖的能量 将两只风角兽的独角震碎 风角兽的独角 是他们进攻 强大的武器 但同时也是弱点 独角被摧毁 他们就如同任人宰割的羔羊 叶臣一枪一只风角兽 那只受伤的风角兽 想要逃跑 但速度哪里赶得上叶臣 被他一枪刺中心脏 呜叶一声 呜呼毙命 星渊比我想象的还要强大 守战才能如此顺利 叶臣欣喜 而被星渊撕碎的血肉 化作一股金色能量 融入星渊之内 还有一部分 没入叶臣的石海中 使得叶臣精神一震 这是 传承中提到 星渊可以转化 血肉生命的能量 化作星渊之力 使舞者变得强大 精神力竟然也能提高 太逆天了 他以为星渊之力 只是能提高 自身身体素质 却没想到 这股神奇的能量 不仅能稳固 修为境界 连精神力也能增加 按捺住内心的喜悦 叶臣迅速切割风 角兽身上有用的部分 尤其是破损的毒角 价值最高 之后 再遇到疯角兽 我要保留其毒角 完整的毒角 价值最高 初战担心 自己实力不足 叶臣便想起了 损毁毒角 削弱其战斗力的办法 现在看来 自己的担心 是多余的 能击败王倩 以及一人战三只二阶异兽 令叶臣对自己的实力 有了自信 和更准确的判断 整个处理过程 不超过三分钟 星渊相当锋利 切割这种等级的异兽 不费吹灰之力 不拖泥带水 叶臣马上离开 这里的血腥之气 会吸引来其他的异兽 15分钟后 一只十击人 气势强大的小队降临此地 这里爆发过战斗 老七 老八 交给你们两个了 五只异兽 正在吞食 三只疯角兽的尸体 看到他们过来 这五只二阶异兽 就要逃跑 但这只小队人多势重 这些异兽插尺难飞 末几分钟 五只异兽 就被全部杀光 他们身上 值钱的部分 被收集走 三只二阶封角兽 死亡时间 不超过半小时 切割痕迹平整 好锋利的切割锐气啊 有高手 看来是摧毁掉毒角 击杀这封角兽 如果是单人 老三 你能做到吗 难 我能杀死三只封角兽 但没法这么干脆 起码是五将近强者 不会是目标人物夜晨 他才刚成为武师 虽说击败王倩 枪法很强 可长枪武器 没这么锋利吧 切割这么锋利 一般都是战刀 或者剑的武器 他一个高中生 刚毕业 枪法如此惊人 哪来的时间 学习其他武器 领头人点头 应该是一个用刀的高手 或者是一支 武人的武士小队 线索断了 那夜晨去哪里了 SOUL 军部提供给夜晨的地图 就在这个范围内 我们也拥有地图 迟早会碰上的 一行人 随便选择了一个方向 而那个方向 正好是夜晨离开的方向 011 大胆的想法 心渊境界 知道心渊之力的特殊作用 夜晨整个人兴奋无比 只要击杀异兽的数量越多 我的实力就进步越快 而且 不只是身体素质 精神力和武道境界 也能被心渊之力强化 这才是关键 精神力越强 修炼越快 而且还可以转修精神念力师 我本来修炼速度就不算慢 等到不断被改善 我就会完成真正的蜕变 实力是一名舞者的底气 知道自己可以快速提升实力 夜晨身上的压力 小了许多 武道之路不可松陷 继续杀 战场上很残酷 98号区域 算是比较靠后的战场了 夜晨在外围 最多一次碰到三阶的异兽 他拥有心渊 遇到危险 可以第一时间躲避 心渊真乃神奇啊 这还是被削弱了 我境界太低 不能发挥出他的威能 但神兵本身有危机预警功能 判断出我不可战胜的目标 心渊会提醒 夜晨的灵魂已经融入心渊中 心渊只是一个阵战 他就能感受到心渊的想法 只是离着我上千米 心渊就开始报警了 三千米开外 那是内部 有四阶异兽生命 不过一般 他们不会离开自己的领地 异兽也有灵质 若四阶生命踏入外围战场 驻扎在98号区域的 镇首使会立马出手 98号区域的镇首使 起码是五王境实力 相当于六阶生命 直接可以秒杀 所以 我在外围战场 暂时是无敌的 这些念头 只是一瞬间 夜晨开始四处寻找 二阶异兽生命 以他现在的战斗技巧 配合上心渊 他的极限 是同时对战六只二阶异兽 没有危险 但夜晨从来就不甘于平庸 若是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战斗 那我的进步会缓慢 他盯着面前 超过十只二阶的金刚熊 内心中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我拥有心冤 若打不过 也可以逃命 怕个毛 就是有可能受伤 但在战场上混 迟早要受伤 金刚熊 防御力极强 但移动迟钝缓慢 我的战斗风格 刚好刻着他们 金刚熊比风角兽难杀 他们的毛皮很值钱 足够数量的熊皮 可以做成熊皮战衣 相当于S级的战衣 没有犹豫 计划制定完 夜晨便从树上一跃而下 一枪从一只金刚熊的眼睛 刺穿了这个大家伙的脑袋 心冤之力 顺着枪身 流入夜晨体内 这股能量 让灵魂都愉悦起来 而夜晨的站位 也是有讲究的 他进场的位置 肯定不是在中央 那会遭到群熊围攻 好好 好好好 群熊愤怒了 夜晨身旁的几只金刚熊 朝着夜晨扑来 一次性五只 夜晨大脑飞速运转 心冤抗住四只金刚熊的攻击 被强大的作用力给震飞 顺势弱点 就是另外一只金刚熊 利用这种反冲力 直接戳爆了金刚熊的脑袋 鲜血四箭 又解决一只 还剩九只 比计划顺利 但这九只金刚熊 都合围了过来 接下来就是拼硬实力了 枪 刺势最强的单体攻击 但也可以横扫 威力小了很多 但可以解决围攻的威胁 夜晨身上的作战符 等级太低了 绝对不能被这些笨熊近身 他手腕连斗两下 爆发出血盲 重伤两只 剩下七只 横扫 击飞另外五只金刚熊 然后强行补刀 杀掉那两只 失去战斗能力的金刚熊 但人力有限 夜晨已经尽力 还是被另外两只金刚熊熊找命中 划破了作战符 鲜血 染红了白色的作战符 也更加刺激了夜晨 死吧 畜上 迅速爆发 夜晨仍然冷静无比 双腿弯曲 扎在地上 这样的姿势能爆发出更强的威力 一枪直接将两只金刚熊的脑袋 穿在一起 最后五只 已经不足为惧了 受了点伤 但在肾上腺素的刺激下 夜晨感觉不到疼痛 连续击杀金刚熊 反而让他更加兴奋 一枪挑起一只金刚熊 然后将另外四只横扫击飞 夜晨跳向前方 或是贯穿脑袋 亦或者将其心脏搅碎 击杀一百只二阶一兽 心冤一阶之力解锁 心冤爆 消耗气血或者心冤之力 爆发出最璀璨的一枪 终于解锁了 心冤爆 我可以消耗心冤吸收的心冤之力 遇到生死危机 可以调动我浑身的气血之力 给予敌人致命一击 终于有杀手锏了 平时也可以主动消耗部分心冤之力 当作武技使用 夜晨露出笑容 武技对一名舞者相当重要 之前都是靠着基础枪法 杀敌显的吃力 正在切割这些金刚熊的夜晨 感受到了心冤在不断颤抖 这一次比之前都要剧烈 有一只十三人 全部武将近的舞者 朝着我这里赶来 夜晨顾不得收拾战利品了 朝着东南方向 全速逃离 人心比异兽更危险 虽然是我击杀 且有军部记录 但若是他们起了歹心 我又受伤了 他们恐怕会对战友下手 先走为妙 虽然很不舍金刚熊身上的材料 但夜晨更惜命 留得青山在 才有未来 在夜晨离开后不久 十多人也全速赶到现场 听到激烈的打斗声 他们就朝着这里过来了 战斗已经结束了 算他们运气好 尸体都没来得及处理 真谨慎啊 老大 你看 这尸体上的豁口 和之前那个小队一样 哈哈 白捡的钱啊 大家动手吧 众人开始忙碌起来 不对 这些熊的死状几乎一致 都是一人出手 不是一个团队 独行侠 众人对视一眼 然后望向领头人 夜晨的事先放一放 我们又不属于军队 追 我们杀手组织 本来就是靠杀人越货赚钱 这位独行武者 手段不简单 定是有特殊的武器 搞了这票 说不定比击杀夜晨报仇更高 还特么富少 我们要是被军方发现 命都会丢 就给我们那点报仇 要不是看待他老爸的份上 谁愿意帮他 老四我们私下 说说就行了 只是击杀一位 出入武士境的武者罢了 没什么难度 追吧 这名武者的实力 肯定不如我们 不然不会 不要战利品 就仓皇逃跑 夜晨心冤爆发的威能 让这只杀手小 对起了夺宝之心 012包围 反狩猎计划 怎么回事 那伙人还在 夜晨有好几个小时 没碰到那伙人了 以为他们 已经离开了 一枪迅速 破开剑吃虎的胸膛 夜晨准备离开 但忽然 他脸色大变 被包围了 前方是主战区 最外围都是三阶的异兽 后方那十几个人 已经形成扇形 要将我包围 这几个小时 夜晨也没闲着 不过 外围的战区 异兽数量不多 我现在的实力提升不小 但勉强也只能对付 三阶出七的异兽 现在的情况就属于 前方有狼 后方有虎 训练有素 他们就是为了包围我 围杀我 夜晨很确定 从一开始 到现在 这支小队 就像是带着目的 在这98号战场 寻找目标一样 他猜对了 包围圈逐渐逼近 留给夜晨的时间不多了 身后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但都被人欺负到头上了 我还当缩头乌龟吗 夜晨妈撒手中的心冤 眼中闪过力芒 你们把我当猎武 可若是猎武 有反抗能力呢 他现在的实力 刚好可以抗衡一支三阶的异兽 也就是武将近的武者 那边是十三人里最弱的一个 就先拿他开刀吧 夜晨不躲避 迅速急驰而去 朝我来了 杀手小队中 最弱的那位 有些恼目 运气好 还是有特殊的武器 知道我的实力 是队伍中最弱的 他也没法继续思考了 因为 夜晨已经主动对上了他 看到猎武的模样 杀手十三 大写 夜晨 天堂有路你不走 自己送上门来了呀 没想到 那位神秘高手就是夜晨 这都给他碰上了 看来 你手中的枪 不是反品啊 杀手十三 面色火热 杀死夜晨 然后夺取神兵 一举两得 早该猜到 敢独自一人进入战场 你这个新兵 肯定是有祸的 夜晨冷哼一声 你觉得 稳胜我 若是我没点底气 我敢现身吗 碰到其他人 我可能还会有些担心 但你这个唯武将境 还不配 对着我指指点点 杀手十三 敢怒不敢言 夜晨一眼便看出 此人是强行提升到武将境 这是摧毁武道根基的事情 强行跋升到武将境界的武者 气息上 比寻常武将若太多了 很容易就辨别出来 呵呵 唯武将又如何 我终究是武将境 武将和武师 横跨一整个大境界 我最恨的 就是你们这种天才 天才给我死吧 一把带有剧毒的匕首 从他袖中飞出 你们这些天才 恐怕不会用这种阴险的行为吧 趁着你和我对话 给你致命一击 若是击中 就算夜晨不死 也要中毒 这种特制的毒 一旦染上 短时间内 就会失去战斗力 任人宰割 而夜晨 却像是早已预料到一般 脸上的表情 丝毫没有变化 手中长枪 轻轻一别 匕首便被弹飞 而那含有剧毒的匕首 以更快的速度 在杀手十三 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刺入他的大腿 一瞬间 那骨麻痹感 让他都来不及叫喊 整个人 双腿发软 跌坐在地上 一柄长枪 没入他的心脏 运气好的是 那强烈的麻痹感 让他没有丝毫痛绝 不幸的是 他没法继续作为人 待在这个世上 比想象轻松 这家伙的暗器帮了大忙 他说的对 唯武将也是武将 这一口心冤之力 相当于十个二阶的一手 不错 夜晨感觉自己 太过高看这些 杀手组织的人了 这些人境界高 但比如这个杀手十三 甚至不如王倩 带给他的压力大 精英级别的武师 近高阶武者 比这种维武将近的要强 境界高 有点用 但可以用其他来弥补 难怪那么多人 喜欢杀人越货 这收获不少啊 这位杀手组织的成员 好东西还不少 夜晨还发现了一本 B级武技 两张不记名的储蓄卡 不是我们军部的 这是杀手组织 有人雇佣他们 来杀人 夜晨瞬间联想到 自己前面刚进来 后脚 杀手组织就来人 傅天祥的报复 现在没有证据 但是概率很高 真嚣张 竟然敢对战友下手 不过 你恐怕很自信 派出13位武将近的豪华阵容 杀我一个 出入武士境的武者 很够用了吧 将战利品收进背包里 夜晨开始了自己的反狩猎计划 013 龙翔八荒 灭杀武将近巅峰武者 老大 目标就在前面 代号杀手七的武者 发现了属于夜晨身上的气息 集合 都给我朝着老七的方向感 一起上 不要给他反应的机会 全力把他杀死 然后夺宝 杀手组织众人 朝着那个方向前进 进行合围 我距离有点远 应该没我什么事了 没你是吗 谁 一个声音冷不丁的出现 让代号老八的杀手 浑身汗毛竖起 长枪刺出 卷起漫天烟尘 没死 不愧是主修防御力的武者 真是狗啊 为什么你知道 我主修的路线 杀手老八大惊 死人 不需要知道那么多 以防御为主 那么 在速度上 和力量上 就会弱上许多 一击命中 第二枪如同索命一般 如影随形 你是 临死之前 老八看清了夜尘的长相 只是他的喉咙 被锋利的枪头刺穿 再也没法发出声音了 第五名杀手 新冤二阶觉醒的技能 新能探查真好用 吸收了足够多的气血之力 这把长枪上的血煞之力 越来越浓了 枪身愈发的鲜红 二阶觉醒的武技 在枪身触碰到对方的时候 可以探查到 关于那名武者擅长的武技 境界实力等各种信息 七人去追赶了 还有一位落单 再杀一人 新冤应该能突破三阶了 真期待 第三阶会觉醒什么样的武技啊 老大我到了 老七 你先别动手 这名武者实力应该在你之上 等我们一起到再动手 老大 没有发现那名武者 但发现一只受伤的三阶异兽 我们被骗了 可恶 你等我们过来 这个时候 老二想要召集其他人 却发现 嘿嘿 你们是在找我吗 对讲机中传来一个笑声 此时 剩余七人都待在了一起 而另外六人的对讲机 正距离他们 只有不到几十米的距离 不好 老八 老师他们恐怕遭遇不测 我要夸你一声聪明 不过 你们聚集起来 真是方便了我 不然恐怕会放跑你们其中一位 这句话说完 一股强大的气息 从天而降 众人齐刷刷抬起头 他们找了半天 都没想到 夜晨会来一招天降正义 都去死吧 龙翔八荒 越阶击杀第七位杀手 夜晨终于解锁第三阶枪技 龙翔八荒 枪身上裹挟着一只五爪金龙 扑腾向杀手组织众人 这一枪 威力是夜晨攻击力的八十倍 他正常攻击 都可以击杀出入武将境的武者了 这招命中 杀手组织死的不能再死了 这招威力很大 也有缺点 势大力尘 需要提前续积威力 适合在战场上 群杀 不过 这些家伙 恐怕没想到 我射局了 他这个局 就是故意弄出伤口 让那只异兽携带着夜晨身上的气息 果然骗到他们 发现自己气息忍不住围攻了 若是夜晨打不过 可以直接往反方向逃跑 回到安全区 然后禀告军方 让他们来处理这些杀手 但觉醒了三阶五技 龙翔八荒之后 夜晨就临时想出了一个 将他们一网打尽的计划 六股汽血之力 化作星渊能量 提供给夜晨 嗯 六股 应该有七人 还有一位没死 五技命中的一瞬间 六人的境界和信息 都进入夜晨的脑海中 武将近巅峰 零号杀手组织老大 真是舍得呀 花费大量金钱 购买保命内甲 他身上的五技 还有身上穿着的作战服信息 都能被夜晨知晓 内甲破碎 但自己保住性命了 零号杀手组织老大一阵庆幸 还好我当时购买了这件保命内甲 这可是 能承受一名武宗权力一击的装备 竟然直接破碎了 死了 都死了 他知道 自己那几个兄弟 自己差点也死了 究竟是谁 当看清来人之后 他被震惊了 夜晨 怎么会是你 你只是刚加入军部的新兵 你身上的气息 也是武师进二阶 怎么会如此的强 这 忽然 这位老大笑了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你 那把特殊的武器吧 他盯着夜晨手中赤红的心晕 露出了贪婪的目光 你能发出如此强大的一击 恐怕消耗了巨大的能量 哈哈 你的计划真的很缜密 把我其他几个兄弟 一个个杀了 然后利用受伤的异兽 想要将我们一网打尽 这位杀手不断鼓掌 只可惜 其诧异着 我有特殊作战衣物 没死 你也很聪明 没有第一时间逃跑 若是逃跑 恐怕就暴露了 自己是强弩之末 可我有了防备 你一名武师 能折腾起什么水花呢 出其不意 才能倚弱胜强 但他有了防备 夜晨还想发动攻击 以他武将境巅峰的实力 一定能反应过来 夜晨轻疑一声 不愧是零号杀手组织的老大 刘琪 你猜对了大半 听到自己名字 刘琪震惊了 你怎么知道 我名字 我不仅知道你名字 还知道是傅天祥派你来杀我的 刘琪的表情 给了夜晨答案 炸出来了 恐怕这位杀手组织的老大 到死都想不到 我怎么知道的吧 难道 周围 有埋伏 刘琪听到夜晨说出自己名字 和傅天祥的时候 第一时间 想到的是有高手埋伏 这才能解释 为何 自己的兄弟 被一个个击杀 他想逃窜 但夜晨的枪更快 你如果不逃 我还有点棘手 记住 在战场上 不要把后背交给敌人 心 元 爆 储存的心渊之力 凝聚在枪间 爆发出无尽血光 刘琪被庞大压缩的心渊之力 给瞬间戳爆 气血被心渊吸收 武将近巅峰 提供了不少气血之力 不过 距离四间还差不少 你猜对了前半部分 那招龙翔八荒 我确实利捡 但击杀了你的几个兄弟 气血之力瞬间得到补充 这个刚创立几年的零号杀手组织 团灭 此时天色已晚 叶晨捡起刘琪的遗物 没来得及检查 看了一眼内部战场 他的眼中露出挣扎之色 零一四焦躁的傅天祥 叶晨的提升 先回去吧 夜晚太危险 叶晨虽然实力提升不小 但权衡利弊之后 还是选择了压下心中的悸动 返回了基地安全区 98号安全区门口 叶晨被拦住了 他从背包里挑挑剪剪 拿出一只异兽的佐尔 扔给守卫 然后便安然进入了基地内 这是新兵吧 怎么感觉对我们基地规则 还挺熟悉的 这三阶异兽的佐尔 这小子运气真好啊 恐怕是恰好遇到了 两只异兽战斗 然后捡漏了吧 守卫当然不可能觉得 夜晨可以击杀三阶异兽 而夜晨只是在背包里 挑了一个体积小的 战利品都混在一起 他怎么知道 哪个高阶低阶 太晚回来了 糟糕了 夜晨来到酒吧门口 自己一背包材料 可是没积分 进不去 白天的夜玫瑰队长 刚好和队友一块出来 他看到夜晨 眼前一亮 夜晨弟弟 要不要陪我进去喝一杯 手臂上传来的感觉 让夜晨身体略显僵硬 不要你出钱了 第一天能不受伤 已经很好了 这个点回来 恐怕有点收获 不然 守卫不会放人的 小弟弟 第一天就击杀异兽了 不错呀 旁边的女队有附和道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明天我就兑换材料 把今晚酒钱 还给夜玫瑰队长了 而夜玫瑰阳路道 好啊 你这是不给我面子吧 我夜玫瑰请客 你下次请回来就好了 那就多谢了 夜晨不再矫情 而夜玫瑰 挽着夜晨的手臂 进入了酒馆内 周围传来各种杀气 夜玫瑰刚喝了几杯 脸上有些驼红 虽说长相不是绝对的惊艳 但身材绝对是 98号基地最劲爆的 加上他身上 带着的野性气质 给男人一种极强的征服欲 夜玫瑰队长 他们怕是 要把我吃了呀 你怕了 那有什么好怕的 都是两条胳膊两条腿 夜晨还搂了 夏夜玫瑰纤细的腰肢 然后朝着霸台喊道 老板 你们这最劣的酒 来两杯 酒壮耸人胆 一口烈酒下肚 夜晨内心中的小野兽 就不再隐藏 那种杀人后的胸闷不安 消失不见 夜玫瑰小声地 在夜晨耳边语 杀人了 夜晨一愣 夜玫瑰继续道 不用怕 在基地外 你怎么做都无所谓 夜晨也在夜玫瑰耳边低语 坏人 我杀了 问心无愧 两人亲密举动 被其他人看在眼里 喝完一杯 他又把夜玫瑰喝过的那杯 灌进嘴里 在之后的事情 他就不知道了 模糊中 自己靠在一个柔软的物体上 醒来时 房间中只有一股心香 还有一条红裙 昨晚 我做了什么 断片了 但这条红裙 不免让人想如飞飞 只是出了基地之后 没见到人影 我要在基地待好久 下次见到 再请回来吧 对于这个素不相识的女队长 她还是挺有好感的 但也仅限于好感 她的心里 早就被别人占据了一个位置 先去换点积分 在基地战场里 无论是购买食物 还是住 都需要消费积分 进出一次基地 也需要消耗对应时间的积分 如果新兵 第一次在基地外战斗 没有积分 那抱歉 你就别想回基地了 残酷 但是这种悬在头上的压力 才能激发武者的战斗潜力 三号战场 某军营 万将军 叶辰进入98号战场的第二天 就兑换了1080积分 这个点应该是处理昨天的积分 这小子击杀了起码十只二阶一兽 或者一只三阶一兽 对于出入战场的新人来说 是挺不错的战绩了 万圣伟笑着说道 这小子之后的动向就不用你处理了 你把他的数据调到我这里来 是 万将军 七天过去了 这小子搞什么 整整七天了 没有兑换过积分 也没有返回安全基地的记录 98号安全基地守卫处 哈哈 你说了 我就说了 这小子是运气好 不然怎么可能第一天就拿出三阶的一手耳朵 靠北 我以为被叶玫瑰看上的男人 是真有特殊之处呢 男人不情不愿地交易积分 肯定有特殊之处啊 某个地方也许特长呢 两人聊天中 一个声音冷不丁响起 吓了他们一跳 刷卡 我要进机店 守卫没反应过来 但还是给这个野人 扣出了积分 放行 身上好重的煞气 这是 杀了多少一兽啊 这背影 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 那个房间 不是叶玫瑰的吗 这家伙是叶玫瑰的男人 叶辰回到房间 就禁止走向浴室 葬死了 身上太难受了 不然还能继续战斗 花洒开启 叶辰身上的血液和泥土 被冲到地上 整个浴室 就好像遭遇了世界大战一般 行冤前三阶解锁容易 但这第四阶 我击杀了很多三阶的一兽 却始终无法突破 也许需要一个契机吧 叶辰索性不再多想 顺其自然吧 现在前三阶也够用了 只花了一周的时间 我就踏入了五十进五阶 这种提升速度 恐怕没人能做到吧 哈哈 我在修炼上的天赋并不强 但心冤给力啊 战斗疯子 恐怕也不如我疯狂吧 明天去换积分 然后搞一套好点的装备 五将镜 估计用不了多久 等下次回江南市基地 就找傅天祥约战 恐怕傅天祥到时候的表情 会很精彩吧 而且 他派出去的杀手都没消息 我还活着 他恐怕已经慌了吧 叶辰猜得没错 傅天祥已经好几天没吃好 没睡好 十分焦躁 那几个家伙 怎么没回消息 这么久了 电话也打不通 可恶 父亲不让我探查 98号区域的信息 混蛋 什么 叶辰回基地了 一定是万将军派人 暗中保护他了 应该查不出来 我通话用的是别的号码 他们也不敢 曝出我的身份 就算曝出来也没事 我不承认就行了 证据是没有的 015 和夜玫瑰组队 异兽巢穴 洗完澡 拿着沉甸甸的背包 走了出去 叶辰就好像第一次 成为爆发户一般 装满了异兽材料的背包 不离身 背包也需要更换了 杀了很多异兽 只挑选了体积最小 最珍贵的材料 我杀了上千只异兽 好多材料都带不回来 叶辰觉得一阵肉疼 这些异兽身上的材料 可以兑换基地积分 回到江南市基地 还可以兑换军功 也可以换取滑下壁 打开浴室门 夜晨抬起头 望见了一张盛世容颜 小伙子 身材不错吗 夜玫瑰调戏道 夜晨那种略带炽热的眼神 让夜玫瑰发现了不对劲 他顺着夜晨的视线 低下头 然后面色羞红地 遮住了重要部位 不准看 夜玫瑰把毛巾 甩在夜晨脸上 然后冲进了浴室中 那一幕强烈的冲击 让夜晨一晚上都不在状态 浴室门打开 夜玫瑰裹着浴巾走了出来 帮我吹头发 哦 夜晨愣愣地 按照夜玫瑰的要求去做 你小子 这次回来 便强了不少 短短一周 夜玫瑰感觉到了 夜晨身上的气息 便强了许多 身上那股煞气 不知道猎杀了多少异兽 夜晨没注意到 夜玫瑰 偷偷地把夜晨的背包给打开了 天呐 夜晨 你这是去哪里进货了 这么多异兽的佐尔 随便一看 就是数百只异兽 夜玫瑰是知道 夜晨他是单人在野外 独自击杀异兽 这比他们团队 效率还要高了 夜玫瑰队长你 平时化妆了 原本普通的夜玫瑰 但今天洗完澡出来 皮肤雪白 容貌极佳 可以称得上是 顶级美女行列了 当然了 不化妆 基地里那些恶狼 恐怕要把我烦死了 夜晨点头 确实 你化妆 都有那么多追求者 你把我看光了 是不是要对人家负责 我不是故意的 我把一兽材料分你一半吧 夜晨也不在意 那些材料了 留一半 也可以换新装备 我才不要 这些都是你辛苦打到的 我白拿了 我心里也过意不去 但是 你占我便宜 明天开始 和我组队 我们按需分配 你不和队友组队了吗 和他们一块 还没你一个人赚得多 夜玫瑰转身 露出可爱的小虎牙 行 那你帮我一个忙 我把这些材料给你 你帮我换下积分 我需要购买 一套作战服 还有一个探测雷达 以及通讯设备等 灵力药剂帮我买一些 还有一些小物品 我都列在清单上了 最重要的是 帮我换一个 带有空间加层的背包 积分都花完也没事 夜玫瑰已经换完便服 在夜晨面前 他没有伪装自己 夜晨也和那些臭男人不一样 虽说也偷偷看自己 但并不猥琐 多看一眼是尊重 一直看 是一直尊重 好 交给我 夜晨 你要的这些 我都没考虑到 我都怀疑你 不是新兵了 夜晨笑了下 略有了解 明天兑换处才开门 先休息吧 可是 只有一张床 你不会想让我这样出去吧 被别人发现 我现在的样子 又要被烦了 夜晨弟弟 挤一挤呗 你是男的 还怕我吃了你啊 夜玫瑰是一点不害羞 直接躺在了床上 而夜晨也累了 很快便昏沉睡去 起床了 你想睡到什么时候 夜晨迷迷糊糊起身 夜玫瑰已经穿好作战服 脸上画了个普通的妆容 把自己浇好的容颜 隐藏起来 我去外面等你 夜晨换上夜玫瑰 给他购买的一套 S级作战服 这背包不错 带有一部分简易的空间加层 比我之前那个大二十倍 走出房间 夜玫瑰朝着夜晨走来 挺精神的吗 夜玫瑰眼前一亮 你用枪 本来想买那套白龙铠甲的 不过实在是太贵了 等你之后自己换吧 你给我买的这些东西 已经超过我赚的积分了吧 就当你欠姐姐我的 我不差钱 就当投资了 你以后自己看着办 夜晨也没矫情 多花的钱 肯定有好处 起码 他这一套装备 还有背包的空间 也比他预想的 要好多了 这次 我们可能要待很久 做好准备 不就是七天吗 我都准备好帐篷了 就是洗澡比较难受 夜晨笑了笑 没说话 这一次 做好准备 可不只是在野外待七天 那么简单 夜玫瑰把夜晨当作工具人 夜晨何尝不是 多个人 多装点东西 夜玫瑰队长 跟我来吧 夜玫瑰 只是我的代号 喊我宇飞姐姐 或者宇飞学姐都可以 宇飞学姐 跟着我 兮兮 我们去哪儿啊 夜玫瑰跟着夜晨 夜晨按照记忆 回到之前杀戮的地方 天哪 这么多尸铁 看到遍地的异兽尸体 夜玫瑰震惊惊了 还好 没人经过这脸 这些异兽尸体 被捡走 我要心疼死了 这么多 夜玫瑰和夜晨 开始分尸 你的长枪好锋利 比我的S级战刀 还要锋利 夜玫瑰发现 夜晨的手法熟练 长枪一下子 就将异兽尸体切割开 赶紧清理尸体吧 我们的目标 不是这些异兽尸体 而是前方的异兽巢穴 016摧毁兽神像 疯狂地开端 两人花了半小时 清理战场 从头到尾 夜玫瑰脸上的表情 没有停下来过 太可惜了 这么多异兽啊 我们的背包空间 还是太小了 够了 剩下那些价值不高了 除非我们有空间戒指 不然根本搬不走 这么多东西 空间戒指 夜玫瑰呢喃 别想了 空间戒指 基地是有 但是 只是一百平米的空间戒指 兑换就需要一个亿的积分 就算把地上这些全部换了 也不够 夜玫瑰没说话 仿佛在思考什么一般 夜晨看到 却能理解 当初他也是 纠结了好久 蚊子再小 也是肉啊 到时候 你可以喊基地里的守卫 来拖走这些 可以获取一部分的积分 夜晨说完后 便拉着愣神的夜玫瑰 朝着内部走去 你小声点 不要惊动了里面的异兽 夜晨竖起食指 放在嘴边 做出虚声的姿势 周围血腥 野性的气息 让夜玫瑰清醒了许多 夜晨 我们这是在哪里 马上就到了 这里是我发现的一处 异兽巢穴 上次我无意中闯入 我不知道 有没有人发现过 但这处异兽巢穴 数量非常多 夜玫瑰好奇地问 有多少 夜晨表情凝重 起码这个数 夜晨比了一个手势 五百吗 确实挺多的 我们两个不好解决啊 你在想啥 刚才我们走过来 我独自解决的异兽 没有八百 也有一千了 我说的是 大概有五千多只 夜晨拥有心冤 异兽的数量 很容易就算出来 五千 夜晨你疯了 你这是分开杀的 这是聚集在一起的五千只异兽 我们怎么可能一次性解决 除非 你想集合基地内的其他强者 不知不觉中 夜玫瑰已经被夜晨 带领到一处小树丛 夜晨用手掰开面前的杂草 露出一个小洞 他先将眼睛凑过去 然后把夜玫瑰的脑袋 贴在自己的脸上 夜玫瑰一开始 对这种亲密接触 内心十分害羞 可当他看到面前场景 一张翘脸变得惨白 他们所在的杂草丛 在断崖边缘 正好俯瞰底下的场景 夜玫瑰将夜晨拉了回来 数千只一阶一兽超过五百只二阶一兽 还有几十只三阶一兽 这不是我们能对付的吧 你要喊人 夜晨摇头 与非学姐 发布消息给基地 我们就拿不到多少油水了 当然是我们两个吃下了 夜晨的眼里闪烁着疯狂的目光 如果你昨晚告诉我的那些信息 都是对的 我就有把握 我观察了好几天了 一阶一兽大概有3900多只 二阶一兽有900多只 三阶一兽有100多只 夜晨还没说 有几只异兽王者 是四阶的存在 我有群攻范围技能 还购买了许多灵力炸弹 加上你的底牌 我们就算不能全灭这个 异族部落 起码也能一次性击杀好几千 如果我没猜错 与非学姐 你来自大家族吧 可以接到空间戒指吗 我们只有一次机会 到时候 你直接用空间戒指大范围 将这些异兽尸体吞吸过来 我们不就赚大了吗 夜晨的话语 就好像魔鬼的诱惑 起码上千具尸体 就算都是一阶的 也有起码一百积分 这就十万军功了 二阶异兽 起码值一千积分 这一票 起码几十万积分 我们损失的那些 可以瞬间回本 夜晨竖起大母哥 与非学姐 聪明 两人对誓一眼 确认过眼神 那我回去找爷爷 借空间戒指 他最疼我了 肯定会戒我 夜晨点头 这样最好 你获得这么多异兽尸体 有家族背景 基地的人 也不敢质疑你 你快去快回 喂 我在这里不准 刘宇非点头 火速联系家族 刘家 乖孙女 有人欺负你了吗 一名头发花白的帽蝶老人 担心地问道 不是的爷爷 我想借一个空间戒指 就这样 等会儿我派人 给你送一个过去 我要很大的 多大 可以容纳 容纳一万只 一寿左右的空间戒指 电话挂断后 夜晨询问道 宇非学姐 怎么样 当然没问题了 我爷爷最疼我了 搞定 行 一切准备就绪 就等空间戒指到了 夜晨比刘宇非 还要激动 他不止 能获得明面上的好处 这么多的心冤之力 能解锁到基阶啊 连续突破 三个阶级 还是 四个阶级呢 不到一个小时 刘宇非回到基地 然后就回来了 夜晨 要怎么干 我听你的 你就这样那样 富贵显中求 那我开始了 刘宇非正中点头 那就来吧抱吧 夜晨的手 在虚空中一握 两人望向下方的 异兽部落 最高的那个建筑 发出一声剧烈的爆炸声 随着蘑菇云升空 那雕刻着兽神的石像 轰然坍塌 化作碎石 四散飞扬 所有异兽 都发出愤怒的吼叫声 那吼叫声响彻云霄 又要把人耳膜撕裂 夜晨早就戴上耳塞 并且用双手 将刘宇非的耳朵堵住 他用眼神示意刘宇非 然后将他揽在怀中 纵身 一跃而下 零一七 打开杀戒 星渊连续突破 兽神雕像 在夜晨得到的传承记录中 代表着信仰 异兽信奉的神灵像被摧毁 所有异兽 都迅速跑到倒塌的兽神雕像附近 无数异兽怒吼咆哮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计划很顺利 夜晨和刘宇非安全着陆 由于大部分异兽 都跑到雕像附近 夜晨他们周围 形成了一个真空 宇非学姐 嗯 怎么 刘宇非略显慌乱地 从夜晨的怀里跳出 像只受惊吓的兔子 掩饰着自己的害羞 没事 接下来怎么做 刘宇非明显心不在焉 不过夜晨满脑子 只有团灭这些异兽的画面 没有看出来 他拉着刘宇非的手 朝着大量异兽的方向前进 你你干嘛 刘宇非声音太小了 夜晨没听清 他自顾自地讲述自己的计划 等会儿你 千万别吝啬灵力增幅 全力出手 不要想着省钱了 舍不得孩子 套不着狼 把辅助道具全用了 然后我全力出手 兽神雕像被摧毁 只能吸引一小会儿的注意力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 距离他们越近 能击杀的异兽就越多 宇非学姐 你是武将近七阶强者 你来重伤他们 我的龙翔八皇武技 负责收割 收割非常重要 因为夜晨还不是武将 林立海并不绵长 他的计划里 刘宇非打输出 把人头让给自己 他击杀一兽 可以获得心冤之力 补充灵力 只要不断击杀 他就能不断使用武技 好好 这个计划 刘宇非早就记住了 他面对数千亿兽 都没那么紧张 反而是从小到大 还没被男生牵过手 更让他心跳不已 臭小子 还挺让人有安全感的 刘宇非转头看了一眼 夜晨帅气的侧眼 夜晨经过战场洗礼 气质提升了不少 手提长枪 帅气又撒爽 嘿嘿 还好吧 计划要是有一环出错 五千多只一兽 围攻上来 我们恐怕要葬身于此 宇非学姐 你很重要 若是情况不对 你立刻捏碎传送水晶 带我们离开战场 刘宇非内心中 有些异样的感觉 我很重要 对夜晨来说 这是一场豪赌 离开实际不对 他们也可能命丧于此 不告诉刘宇非 有四阶一兽的存在 是害怕他不参与这次计划 夜晨内心暗道 抱歉了宇非学姐 这次豪赌 对我而言太重要了 这是一次 能赚取巨额心冤之力的 大好机会 错过了 就不知道何时能遇上了 两人速度不慢 很快就到达了雕像坍塌处 就是现在 宇非学姐 动手吧 刘宇非吞咽了一下口水 他还没见过这种大场面 乌鸦鸦 数千只异兽 围绕着被毁掉的兽神雕像石柱 发出乌叶低鸣 他的手忍不住发抖 夜晨见状 抓住了刘宇非的御手 刘宇非转头 感觉到一股温暖 能让人感觉到平静的能量传来 宇非姐 冷静下来了吗 嗯 夜晨笑了 心冤本身就有让人镇静的力量 这也是 夜晨第一次踏入战场 能表现的如此优秀的原因 经由他的双手 刘宇非也能共享到 心冤的镇静作用 我要上了 刘宇非知道 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 他使用的是双剑 刘家 鼓舞家族 擅长用剑 他暗中蓄力 空中 飘起了白色花瓣 梨花剑雨 由灵力编织而成的雪白花瓣 漫天飞舞 看似杂乱 目标却是那数千名异兽 吼吼 阿吴 避避 各种异兽的惨叫声 此起彼伏 他们纷纷用凶恶的眼神 望向刘宇非 他小脸顿时被这些面目猙獰的异兽 吓得有些惨白 于非学姐 厉害啊 你的控制之下 竟然没死几只异兽 干得漂亮 现在轮到我了 叶辰的夸赞 转移了刘宇非的注意力 等他回过神来 叶辰手持长枪 只留下一个帅气高大的背影 于非学姐 别停 给我施放辅助武技 好 零剑阵 开 刘宇非站着不动 从他脚下 开始扩散一个古老的阵法 身处于剑阵中 叶辰速度 力量都得到了提升 面对异兽 他速度不减 小心 刘宇非看着要撞上异兽群 被撕碎的叶辰 担心不已 只见 叶辰一个近乎贴脸的灵针腾空 手中长枪 在地上擦出火星子 他整个人腾空而起 枪间对准异兽群 一只庞大的血色巨龙 遨游而下 龙翔巴慌 爆 他瞄准的 正是被刘宇非重伤的异兽 本就重伤 瞬间就被叶辰手中的长枪 收割掉生命 叶辰可没有留守 体内灵力一瞬间枯竭 但死亡的异兽提供的星渊之力 一瞬间就补充满 爽 星渊直接五阶了 甚至是五阶大圆满 就拿你们这些畜生 来检验一下新武器的威力吧 悬在空中的叶辰 将长枪举起 在空中盘旋 龙落惊雷 枪身上 盘旋而出带起的雷弧 看着就害人 最后化作一只雷霆巨龙 呼啸而坠地 恐怖的雷电灵力 将地面砸出一个巨坑 那些异兽死的不能再死了 六阶了 又解锁新武器 这一次 叶辰吸收了星渊之力 整个人如同自烈焰地狱 走出的火焰魔神 浴火而出 原本不满雷弧的枪身 冒着炽热的烈焰 烈火燎原 一片横扫 直接将方圆几十米内 扫出了一片真空地带 三招 直接杀死2617只异兽 一半的异兽 被叶辰一人杀死 而且杀死异兽 又瞬间补充星渊之力 叶辰身上的灵力 又补充满了 除了有点累之外 没什么副作用 星渊 真是逆天啊 兴奋 叶辰如同一尊杀神 兴奋地盯着这些猎物 而异兽们 竟然被叶辰 杀得不敢靠近了 忽然间 一道声音响起 让叶辰脸色瞬间变了 大胆 可恶的人族 竟然敢破坏我族身相 还杀我的孩子 死 我要你死 叶辰大惊 五接异兽 快走 宇飞学姐 快将我们传送走 018别眨眼 这一枪会很帅 计划有变 若是只有四接异兽 叶辰倒也不担心 打不过就跑 可五接异兽 对于他们两个来说 太危险了 虽说还有一半的异兽没杀 觉得可惜 但财富城可贵 生命价更高啊 只有活着 才有未来 人死了 你赚了再多 难道留到地府花吗 刘宇飞已经来到了叶辰身边 手中的空间戒指 疯狂吞袭战场上的异兽尸体 我们现在就走吗 可是我没感觉到 五接异兽的气息啊 刘宇飞的话 提醒了叶辰 我也是有些着了道 这五接异兽 若是在我附近 心渊早就察觉到了 不过 这五接异兽 擅长空间大盗 还是要小心点 叶辰拉住刘宇飞的两只手臂 让他缠绕着自己 叶叶辰 你干嘛呀 刘宇飞猛了 这次是真的和叶辰贴贴在一块了 从叶辰身上传来的男性荷尔蒙 让他脑袋有些晕眩 宇飞学姐 多有得罪了 但这样 效率最高 五接异兽 随时都可能降临 我们可以立即传送走 刘宇飞双手还着叶辰的腰 脑袋靠在叶辰的肩膀上 一口一个宇飞学姐 谁不迷糊啊 叶辰昨天才刚到五十进四接 今天三枪 就直接靠心渊之力 将境界提升到了五十进五接巅峰 叶辰暗道 宇飞学姐啊 多亏你在 不然我绝对不敢这么嚣张 五接异兽随时都会降临 但现在 他可以随时跑路 希望你晚点来吧 叶辰喊道 宇飞学姐 报警了 这一枪 动静会有点大 刘宇飞下意识地报警了叶辰 然后周围无风自动 吹乱了他的长发 刚才一枪灭杀异兽 心渊已经解锁了第七阶的五级 风动 风起云没 这招不如前几招华丽 就连五级明都烧显文艺 一枪出 狂风如刀 杀人于无形 动静不大 但威力极强 锋刃不破坏异兽体肤 而是将它们内脏震碎 无数异兽吐出鲜血 数百只异兽 当场死亡 滚 滚出去 人类 你激怒我了 这次声音微压 只朝着叶辰一人而来 心渊镇守灵魂 叶辰根本不被干扰 这次能感应到了 在数千公里外 朝着我这个方向 不断空间跃迁 不过只是 初亏空间秘法 按照这个速度 还需要十多秒 第四强 叶辰跨入五十进六阶 他并没有满足于此 剩下的异兽 都是精锐 死亡的基本上 都是一阶一兽 那几十只四阶一兽 一个都没死 之前他们不在意 现在剩下的一千多只异兽 竟然摆出了架势 看起来防御固若金汤 不再是一盘散沙 恐怕是那只五阶一兽下令吧 这只五阶一兽不简单 空间秘法 还能给我传音 只不过 太感谢你了 竟然将他们聚集到一起 叶辰小嘴一歪 比AK还要难压 若是分开 我还不知道怎么办 你们靠得这么近 防御能力自然是增强了无数倍 但不知道 能不能顶住我这最强一击呢 叶辰轻轻拍了一下刘雨飞的后背 雨飞学姐 别眨眼 这一强会很帅 刘雨飞转头 便看到了那绚烂的一幕 叶辰甚至消耗了 自己不少气血之力 脸上都苍白了许多 可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无数异兽 身体被强大的力量炸飞 如同烟火一样爆开 血雨如破 叶辰单手抱着刘雨飞 心中暗闹 可惜了 这一招新冤爆 威力太强了 这些异兽尸体 都不完整了 而刘雨飞 却是没了恐惧感 只感觉今天发生的事 让他这一生都难忘了 叶辰不知道 他这一系列举动 对一名女生的杀伤力有多大 他只知道 一股强大的气息 瞬间降临 人类 你 易兽语气愤怒 甚至不惜消耗自身气血之力 连续施展空间秘法 比叶辰预计的早到了几秒钟 雨飞雪茧 走吧 被叶辰公主抱在怀里的刘雨飞 捏动传送卷轴 两人的脚下 闪出一个空间密纹法阵 在快离开的时候 易兽抖了 叶辰看清了他的身影 这是一只类似麒麟一般漂亮的生物 他身上的羽毛 是彩色的 看着十分漂亮 只不过 他那高昂骄傲的头颅 却显得十分愤怒 寿卫道 找先至 那带有空间波动的四天一找 威能极强 差点将空间给撕裂 威压很强大 但单手暴昧的叶辰 却挑衅地朝着易兽笑了 同时挥手说再见 一爪子扑了个空 叶辰和刘雨飞 两人已经安然回到了安全基地 望着熟悉的天花板 叶辰终于是松了一口气 装逼一时爽 结束之后 只有自己才知道多累 虽说灵力还是充盈状态 可叶辰不断使用大招 就像是不断把身体掏空 然后嗑药复活 再掏空 一直掏空 谁受得了啊 叶辰累得想睡一觉 刘雨飞担心地问道 叶辰 你受伤了 受伤? 那些异兽根本没碰到我 怎么可能 但放松下来 身体上所有的感知 疲倦 涌上心头 那疼痛感 自然是从手臂上传来 那一找竟然真的切割空间 将我手臂划上 刘雨飞焦急地取出医疗道具 帮叶辰细心包扎 雨飞学姐 怎么了? 刘雨飞帮叶辰 包扎完伤口 忽然意识到 之前他就是被叶辰抱着 现在两人靠得很近 气氛十分暧昧 他在基地内待的时间比叶辰长 许多战斗杀戮回来的男舞者 通常都需要发泄火气 而现在 似乎很符合这种情况 他还没有准备好呢 不过 若是叶辰的话 他其实也没有那么抗拒 019星空第一舞蹈学院 交换声名额 74万积分 在刘雨飞浮想连篇的时候 被他压着的叶辰 竟然传来了平稳的憨声 叶辰累到睡着了 这让刘雨飞休脑不已 他想揍这个臭小子一顿 但是还是 把手给收了回来 哼 看在你是病号的份上 就饶了你了 不过 我要收你点利息 叶辰醒来 还是在白天 不对劲 我感觉我睡了很久 最后那一枪 让我直接突破到了 五十进期间 心冤差一点 还在期间 门被打开了 刘雨飞端着一盆热水 走了进来 叶辰 你醒了呀 刘雨飞直接走到浴室 把一盆干净的热水 给倒掉了 叶辰低头 发现自己的衣物 全都被换过了 他瞬间瞄动 朝着刘雨飞说了一声 谢谢 你醒了 就来分赃 真谢谢我 我就多拿点积分 没问题 当初说好是五十五分 要不我三 你七吧 刘雨飞皱眉 我开玩笑的 我都没怎么处理 大部分异兽都是你杀的 我三 你七 我都觉得占便宜了 他身为古武家族刘家 族长之女 做不出贪末之事 那还是一半一半吧 你也别推脱了 若是没有空间戒指 就没法获得那么多异兽尸体 最后也是 靠你珍贵的传送水晶 才救了我一命 你若是不接受 下次就不要和我组队了 叶辰霸道的发言 刘雨飞只能点头 刘雨飞知道自己是占大便宜了 那我把赚到的积分 划分一半到你的账户里 刘雨飞直接把自己名下的资产 公开给叶辰 然后划分了七十四万给他 一下子就付了呀 叶辰笑得像得得到糖果的三岁小孩 刘雨飞看着叶辰这么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忍俊不惊 叶辰 你是不是缺钱 缺啊 我家境一般 有了这些积分 我回去可以换几十万下币 我父母可以轻松点 妹妹还在念高中 也缺乏营养 刘雨飞看着刚才在战场上意气风发 如同战神附体一般的叶辰 获得了几十万没出息的样子 非但没有看不起 内心反而更加心动了 我不差这些积分 还是多分你点吧 这可不行 一码归一码 那我直接转你下币 积分很重要 你换现金太亏了 在军队里 兑换奖励 比外界便宜太多了 很多东西 只能用军工兑换 就当我借你的 我都能拿出空间借着 我还差你这几十万下币吗 刘雨飞威胁地说道 你要是不答应 我以后也不理你了 叶辰哭笑不得 但心头浮过一丝暖意 好 以后我再还你 她确实需要这笔钱 到时候寄回家去 妹妹考上星空第一五 的概率将大大提高 父母也就不用那么辛苦 可以买一些保健品 延长寿命 普通舞者寿命太短了 他们天天干活 早就透支了身体 我又反悔了 我借你一百万 以后我要你帮忙 一次抵扣十万 那也行 叶辰起身 换上一身备用的作战服 看到叶辰的举动 刘雨飞皱眉道 叶辰 你大病出狱 又想继续进入战场了 嗯 我昏睡了三天 伤已经好了 现在 我强得可怕 等会儿去兑换一套 S级铠甲 实力又能增强不少 你小心点 我得回学校了 我不能再请假了 这是我的手机号 有空了要联系我 雨飞学姐 你在哪个学校上学 星空第一五到学院 怎么了 刘雨飞看到叶辰的表情 明显不对 我本来也是报考 星空第一五到学院的 不过没考上 你这实力 比我还强了 既然没考上 我感觉我这一年都白读了 刘雨飞惊讶无比 这高考也才刚结束 而叶辰可是能灭杀 数千亿兽的狠人 招生半瞎了眼了吧 当时没发挥好 我会去找你玩的 你是不是很想去 星空第一五到学院 刘雨飞忽然露出 俏皮的表情 当然了 叶辰要复仇 而那个偷了他学历的家伙 就在星空第一五到学院 那你有机会啊 下个月 军中会有一个交换生名额 你拿下第一就能过来 叶辰眼前一亮 那我会努力的 加油哦 我看好你 那我先走了 刘雨飞离开了 叶辰去积分兑换处 换了一套S级的铠甲 花费了21万积分 然后花费了30万积分 买了一套S级身法5G 剩下的钱 购买了一些药剂卷轴 以备不时之需 钱赚得快 花得更快 SS级的5G 就需要100万积分起步了 我一个都买不起 先买S级的5G凑合一下 弥补一下身法上的劣势 S级5G流云布 分为三重 第一重提升爆发力 第二重提升速度 第三重 身法大成 移动如流云幻影 用枪战斗 不如剑灵活 身法走位很重要 还有一个月时间 我要抓紧尽量提升 一定要去星空第一舞蹈学院 不然 这人情我怎么划呀 脑海中浮现起 刘雨飞的漂亮脸蛋 这个小富婆 借给了自己100万下笔 还把空间戒指 留给了自己 这可是一个异具款啊 就不怕我拿了 跑到境外 走出兑换处 夜晨发现 基地内骚动不已 嗨 哥们 发生什么事了 夜晨随便抓住一个人问道 兄弟你刚回基地吧 有一头五街异兽发疯了 竟然跑到了外围战场 他出来容易 想回去难了 基地内的高手都出动了 这只异兽 似乎还领悟了空间秘法 基地里的王级高手 全都出动了 这异兽也是真能逃 重伤了 却依靠空间秘法 不断逃窜 现在基地内 除了一些实力太弱的 基本上都出动了 毕竟 我们收服不了 但是发现异兽所在的坐标 也能获得十万积分的奖励 020签订契约 麒麟虎臣服 要不要一块去 人多几率大一点 不用了 谢了兄弟 夜晨婉拒了对方的同行请求 他有心冤 很容易就可以探测到 五街异兽的存在 和别人组队 根本没必要 出了安全基地 夜晨朝着人少的地方走 这个五街异兽狡猾得很 上次为了伤我 不惜燃烧气血 使用秘法 他比其他异兽 聪明太多了 夜晨脚踩流云布 朝着人机罕至的地方 搜寻五街异兽的踪迹 五街异兽啊 杀了他 行冤肯定进阶 听说他被几位武王进高手 联合重伤 现在实力 恐怕实不存一 我并不是没有机会 夜晨眼里闪过力芒 差点我就死了 要是这异兽再快一步 他的那招四天一招 我扛不住 朝着人群相反的方向 走出了几百米 还真让夜晨有所发现 距离我四十公里外 有一只五街异兽的气息 而和这只异兽境界相当 基地内的武王强者 在相反的方向 真会躲 一般都会躲在主战场中 那里战斗更加激烈 可能更安全 而这只五街异兽的光点 如同萤火一般微弱 伤得很重 夜晨压制住内心的激动 这是他报仇的机会 他朝着星冤的指向 飞奔前进 一处破败的洞穴 入口被石块堵死 里面的气息十分微弱 五街异兽舔势着伤口 可恶 我唯一的兽神雕像啊 明明用空间密法掩盖住了位置 为何会被发现 那些愚蠢的人类 恐怕觉得 我会躲在主战场吧 最危险的地方 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损失惨重 可恶的人族小子 杀光了我的手下 我记住了他的气息 等到他再次出现 我定要将他击杀 洞穴中 一只毛发雪白 如同麒麟 又好像老虎的生物 趴在地上 他的周身 空间密纹不断升起 在帮助他恢复伤势 忽然 洞穴被破开 他愣神 望去 眼睛瞪大 什么 你是之前那个人类 你怎么发现我的 穿着雪白铠甲的叶辰 将心冤背在身后 叶辰笑了 又见面了 没给对方反应的机会 叶辰突失冷剑 背后的长枪 骤然轰出 强大的力量 将整个山洞都给崩碎 你人类 你不讲武德 妈了 太卑鄙了 自己本就受伤 这个人族小子 还搞偷袭 原本伤势已经 很重的麒麟虎 瞬间便奄奄一息 如同砧板上的鱼肉 任人宰割了 武界一兽 麒麟虎一族 擅长空间密法 他现在的气息 相当微弱 只相当于武士静 催动空间密法 需要庞大的灵力 他现在做不到瞬移了 叶辰一步一步 朝着麒麟虎靠近 麒麟虎虚弱的声音传来 人族小子 别杀我 我还不想死 我愿意和你签订 人寿平等契约 即便是到了现在 麒麟虎也没有 低下高傲的头颅 他们麒麟虎族 血脉高贵 天生便吸得空间密法 成年之后 更可以施展大范围 顺移传送 到了期间 就算是人类武神 也没法抓到他 平等契约 为什么不是主仆契约呢 混蛋 人族小子 你不要得寸进尺 我麒麟虎族 生来高贵 要不是遇到死亡危机 我肯定不愿和你签订契约 麒麟虎大眼眸子 十分傲娇 由于麒麟虎现在 其实才刚出生不到十年 传音给叶辰 他听到的声音 是奶声奶气的 叶辰感觉 他在装大人一般 如果你要被迫 让我签订主仆契约 那你还是杀了我吧 我族 从未成为人族的仆人 我也是瞧你小子 有点手段 你的枪很特殊 要不是你有特殊传承 我不可能签订契约的 面对这只傲娇麒麟虎 叶辰反而充满了兴趣 我们算不打不相识 以后就是伙伴了 现在麒麟虎气息虚弱 叶辰也不怕他伤到自己 主动用枪尖在手指上轻点一下 麒麟虎健壮 也是用锋利的爪刃 划破掌心 一大一小的血滴 融合在一块 两道法阵 在一人一兽脚下旋转 过了一会儿 叶辰感觉到 和面前的麒麟虎 麒麟虎族太一 原本漫不经心的麒麟虎 在和叶辰灵魂相接的那一刻 胡手震惊了 什么 行冤 脑子好疼 这叶辰 你竟然接受了如此逆天的传承 麒麟虎趴在地上大口喘气 叶辰终止了共享传承 现在对你还太早了 以后你想要锻炼意志 可以随时来找我 太可怕了 这才是真正的战场 我们生存的这片大陆之外 还有浩瀚宇宙 那才是真正的血腥图 麒麟虎太一 收起了自己那点骄傲 难怪你想和我签订主仆契约 那样 我和你才是真正的灵魂共享 我的意志也可以得到蜕变 叶辰发现 这只小老虎还挺能脑补的 我就随便问问 不过这样也好 就算是宠物 也应该有自己的思想 空间密法很神奇 我目前还无法学会 当然了 主人意志强大 我们麒麟虎一族 是天生空间的宠儿 可惜了 认主之后 我要重新修炼了 你成为我的宠兽 也能共享到心愿的加持 想要重新修炼回来 也要不了多久 麒麟虎点头 叶辰把身上一些灵力药剂 拿给麒麟虎太一 恢复伤势 你能变化形态吗 很多人见过你了 主人放心 我战斗的时候 用五彩神光 掩盖自身本体形象 我现在才是原本的模样 他们认不出来的 叶辰这才放心 现在的麒麟虎 体型小了很多 在没恢复到原本实力的时候 麒麟虎更像一只白虎 身上麒麟的特征很少 主人 我想恢复实力 行 我带你升级去 之前还傲娇的麒麟虎 低下了高傲的头颅 让叶辰骑在虎背上 叶辰强大的意志力 得到了麒麟虎的认可 自然就甘愿 让叶辰骑成 主人 坐稳了 我知道 哪里瘦最多 那你带路 021 白虎枪王的真实身份 江北升值 有麒麟虎太一这个叛徒在 加上心愿的定位功能 叶辰可以趋利避害 他一个人 反而比那些团队 效率要高 而且 几乎遇不到危险 就算临时遇到危险 麒麟虎这一战宠 弥补了叶辰之前速度上的不足 有强者 可以瞬间开溜 叶辰击杀的异兽 获得的心愿之力 还要分一部分给麒麟虎 而麒麟虎 本来就是五阶异兽 只是和叶辰签订契约之后 战力被削弱了 但是没几天 两人疯狂杀戮 麒麟虎反倒在境界上 反超了叶辰 重新回到了三阶 叶辰经过几天的杀戮 自身境界 也突破到了五十进八阶 但星渊却没动静了 还停留在第七阶 主人 星渊想要境界 必须斩杀四阶以上的异兽 才有作用了 叶辰点头 正常杀戮 我们还可以获得星渊之力 可星渊想升级 就需要别的条件了 现在解锁七阶的星渊 已经足够逆天了 第八阶解锁的五阶 只会更强 那么 条件苛刻些 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半个月时间 这片战场外围 和主战场边缘的地方的异兽 基本上被我们俩杀光了 剩下的异兽 都缩回去了 嘿嘿 主人 要不要去里面逛逛 虽然危险了点 但是提升很快 我就是在里面 提升到五阶的 反正 你有星渊 而且我也熟悉地形 应该问题不大 不入虎学焉得虎子 若害怕挑战 怎么可能成为强者 走吧 叶辰戴上头盔 骑着白虎 大摇大摆 前往主战场附近的安全基地 叶辰骑着麒麟虎 来到基地门口 白虎 你是白虎枪王 叶辰刷卡 进入了基地内 靠近主战场 无者比外围的多了不少 叶辰一进入基地内 就吸引了众人侧目 好俊的白虎 又有新人来了 我抄 这位不是在外围战场的杀神 白虎枪王吗 好多人都以为 白虎枪王 只会在外围虐杀弱小的异兽刷分 没想到他进入了主城 打脸了吧 叶辰骑着白虎 引起了一阵小骚动 一个小队来到了叶辰面前 叶辰拍了下麒麟虎的背 太一才不满的急停 感谢白虎枪王 救了我们小队一面 没事 我还有事 先走了 从头盔里 发出一声温润的嗓音 叶辰便朝着积分兑换处前去 只留下一众舞者的义润声 听声音 好年轻 赶来主战场 是条汉子 看来他并不是恶意刷分 真想看看他头盔下的真面目 能将外围战场的义兽杀怕了 真正实力也不会太弱 这些议论声 叶辰都听到了 头盔下 叶辰表情有些无奈 没想到 我踩武士镜 就有武王才有的封号了 白虎枪王 还挺帅气的 嘿嘿 主人厉害 你虽然踩武士镜 寻常武王镜的人族 也无法一次性屠杀将近郭万的义兽 名气越大 就越需要伪装自己 叶辰若是暴露自己的样貌 恐怕会引来一些人的侧隐之心 在兑换处 叶辰犹豫了一下 还是选择了兑换积分 白虎枪王 你竟然踩武士镜 兑换处的工作人员猛逼了 外界所有人都觉得 叶辰是武王 不然怎么可能达成如此恐怖的战绩 能帮我保密吗 叶辰摘下头盔 露出一张阳光年轻的脸 而他身下的太医 张开虎嘴 露出獠牙 你人话都威胁了一下 然后便趴扶在地上休息 行 能在安全基地内 当公职人员的都不蠢 叶辰如此年轻 财武士镜便造成如此轰动 那坐骑都如此不凡 怎么比平时久那么多 好了 叶 白虎枪王 这是给你结算的积分 叶辰接过属于自己的信息令牌 打开查看之后 皱眉道 不应该啊 我算过了 你是不是算错了 没算错 白虎枪王 你猎杀的异兽材料质量都很高 自然系统判定的积分价值 就高了许多 对方的笑脸让叶辰瞄懂 多谢了 不用客气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你可以随时联系我 在基地外 若是你有想出售的材料 也可以来找我 价格绝对让你满意 叶辰才武士镜 但江北早就把叶辰当武王镜看待 甚至比对待普通的武王更加殷勤 白虎枪王 你要兑换什么吗 叶辰摇头 现在没有想换的 不过出去基地之后就不一定了 听到这话 江北就知道 自己示好的行为没有白杆 这位白虎枪王虽然很年轻 却深谙人情世故 叶辰满意地走了 这位江北主管会做人啊 给我的整体异兽材料 价值提高了10% 1000万的积分 多出了100万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比得上 自己刚开始消灭的5000只异兽了 在基地内 我没有什么想兑换的了 1000多万积分 等出了战场 回到江南市总基地 直接兑换成军功 可以换更多好东西 心渊之力不断补充灵力 我不需要什么药剂了 只要异兽足够多 我就是勇动机 太医 接下来可能会有苦战 嘿嘿 主人 敌人越多 我越兴奋 将实力恢复到4阶 我就回我巢穴 拿回我的东西 我便随你离开战场 98号战场太小了 主人你可要带着我去数字序列 排名靠前的战场 那里 才是我应该发挥的舞台 麒麟虎 十分好战 异兽骨子里 便是嗜血无比 江北答应了夜城保密 可转头 就拨打了专线 报告万将军 有夜城的消息了 什么 他去98号战场主城基地了 万圣伟诧异 在夜城前阵子 有一笔几十万消费的时候 他就震惊一次了 这一次 手里的茶杯 差点打翻了 夜城 他就是最近98号基地的风云人物 白虎枪王 他刚才在我这里 兑换了一千多万计分 听完后 万圣伟沉默了 接着便压低嗓子说道 这件事保密 不能再告诉除你我之外的第二个人 肯定的 将军 那我 你先去三十 不对 你先去九号战场报到吧 九号 谢万将军提拔 挂断电话 江北感觉被彩票砸中 九号战场 可是燕京都城战场 难道 零二深入异寿腹地 算计六阶寿皇 来到主城基地第七日 夜城郁闷地回城 守卫看不到夜城的表情 但看到夜城身下 白虎沮丧的表情 他便瞬间明白 发生了什么 白虎枪王 今天又被针对了 嗯 我服了 这些医生太怂了 看到我就跑 谁让你白虎枪 王生命远播了 你进去吧 不需要你逃入城废了 守卫放行 夜城进入城中 夜城跳下虎背 太义将身躯缩小 变成一只小猫的大小 然后随着夜城进入了酒吧 那姐 来一杯醉生梦死 这可不便宜 虎王弟弟 这杯我轻蔑 你对我看一眼 真容如何 一名风妖水蛇的女子 调好一杯粉色的鸡尾酒 别调戏我了 已经很难受了 夜城喝了一口烈酒 气愤地说道 不就是杀了他们一些族人 就抱团 看到我 要么就迅速逃命 要么就是数万三接 或者数千四接 这打个锤子哦 接着 夜城将烈酒一饮而尽 这杯酒 不仅是因为 异兽群的针对 还喝下了这阵子 遭遇的种种不公 喝下一杯醉生梦死 夜城反而更加清醒 她抬头 望见两女一男 坐到了自己身边 小娜 来一杯蓝色星光 娜娜子姐姐 我要一杯果汁 给我来一杯和她一样的 夜城转过头 她身边 一位身穿蓝衣的温婉女子 朝着她露出田径的笑容 等到烈酒端上 夜城抢过 一饮而尽 蓝兵 你又没烦恼 喝什么酒 只允许你喝呀 这酒馆又不是你开的 我怎么就不能有烦恼了 旁边两位 身材娇小的红衣少女 抱着太一 把她当做小猫逗乐 另外一名壮汉 露出一副笑容 夜城还是第一次 看到这位书香世家的大小姐 情绪变化 娜姐 酒钱给你了 太一 过来 麒麟虎太一立马 挣脱小女孩的怀抱 窜到夜城肩膀 主人啊 蓝兵 对你有意思 若花有意 流水无情 我现在 还没资格 谈男女感情 酒是好东西 小卓怡情 是我心急了 太一 先去你的巢穴 拿回你的东西 既然万族一兽躲着我 那不如我以身为耳 主动出击吧 不破不力 一直这样下去 夜城剩下的一周 实力提升 也不会太大 蓝兵轻咬嘴唇 最终还是没有起身追出去 蓝姐姐 为什么不追出去 虎王这个家伙 真是不懂风情 我都看出来了 他还这样 背着巨斧的肌肉壮汉 也走了过来 这样好吗 小蓝 蓝兵视线还留在门口 他又不傻 我都这样暗示了 巨斧汉子摇头失笑 便不再管这破事 独自喝酒了 太一 准备好了吗 夜城这一回 眼神十分坚定 杀气十足 当然了 我迫不及待 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了 全速前进吧 一人一虎 在战场上狂奔 那是 白虎枪王 他怎么往万族 异兽腹地去了 疯了 疯了 腹地可是有六阶异兽的存在 主城基地外围 六阶不敢动手 但进入腹地 六阶异兽 就没这个限制了 白虎枪王上头了 六阶异兽 他肯定对付不了 这就是异兽的计谋 白虎枪王还是太年轻了 年轻气盛 可惜了 夜城带着麒麟虎太一 已经进入了万族腹地 星渊感受到了 万族异兽的变化 全都缩回来了 果然开始针对我了 夜城眼神里 闪过力芒 我难道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吗 我就是故意入局的 走吧太一 先去拿回你的东西 是 主人 跟我来 一人一兽来到了一处小溪 太一 你小子太贼了 竟然把东西藏在溪流的石块下方 这谁想得到 这可是我全部家当 肯定越隐蔽越好 主人 拿到手了 我们走吧 走不了了 虎手抬起便望见 密密麻麻的异兽 将夜城包围在中间 白虎枪王 你很狂妄 竟然真敢进入我 万族异兽的地盘上 我不佩服你的勇气 你要为自己的愚蠢 付出生命的代价 一只六阶兽皇 飞行异兽 带着数万手下 将夜城团团围住 夜城 却丝毫没有慌张 手中长枪 摇指空中 发出爽朗的大笑声 你们万族异兽 看到我只敢抱头数窜 你实力比我强大 还要用群海 战术对付我 我即便葬身于此 也是我赢了 就你这怂样 一辈子也只能待在六阶了 那只突鹫异兽 冷笑一声 成王败寇 死了 再勇猛又如何 小的们 杀 将人族天骄撕碎 击杀者 我承诺 给予他提升到五阶的所有资源 这个奖励 足以令万族异兽 疯狂了 突鹫才不想自己动手 他就享受这种 掌控全局的感觉 手下死再多都无所谓 这位白虎枪王 十分不凡 我本就不是善战的六阶兽皇 若是受伤 其余兽皇 恐怕就会争夺我的地盘 异兽之间 也有领的斗争 太义传音道 主人还是你厉害啊 这老徒子 之前就一直压我一头 但是 他是真的怂 这都不敢自己动手 还得多亏你 让我知晓异兽内部 也是有领地之争 那我才敢执行这个计划 其他兽皇 可能会动手 但这位突鹫兽皇 是所有六阶兽皇中最弱的存在 他一定不会动手 要是本身实力被削弱 和我对战 被我拼死拖到重伤 他性格谨慎 肯定不会亲自动手 舞台已经搭建完毕 该我上场表演了 这个时候 突鹫兽皇 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当你觉得胜券在握的时候 就会轻敌 而我叶臣 白虎枪王的名号 就是一枪一枪 戳出来的 你们这些畜生 都忘了 我最擅长群攻吧 叶臣举起心冤 恐怖的雷霆之力和熊熊烈焰 附着在枪身 两道枪技 几乎同时发出 龙落惊雷 烈火燎原 火花带闪电 威力超级加倍 一大片的异兽 葬身于火海之中 023 自爆精神力小球 惨烈 庞大的心冤之力 涌入夜尘体内 试验成功了 果然 双五季七出 威力要更大 夜尘感觉 这是组合技的雏形 两者相加 也许能创造出一门 一加一大于二的强力武技 一招下去 数百只异兽死亡 将近两千只异兽 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势 突袖兽黄盘旋在空中 观察下面的局势 他忽然瞪大眼睛 发出惊讶的声音 怎么可能 一招就灭杀我800多部将 情报错误了 这段时间 白虎枪王 实力也提升太快了 之前的夜尘 只是能同时对付 几百只二阶异兽 可这一枪下去 死亡的二阶异兽 在六百左右 三阶异兽 也有二百多啊 等到突袖兽黄意识到 自己策略错误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夜尘可丝毫没有停歇 这么好的机会 他怎么会错过呢 刚结束攻击 这些异兽踏着同伴的尸体 继续朝着里面杀过来 外围的异兽 可不知道什么情况 突袖兽黄 没来得及发出指令 夜尘便打了异兽群 措手不及 龙翔八荒 那放大了无数倍的雷龙 席卷全场 收割速度极其迅速 果然 虽然只是 用之前的武技 也可以附带 后续武技的一部分威能 他身下的麒麟虎惊讶无比 主人 你这也太牛了吧 功法融合 这需要极高的悟性 你竟然已经开始 做这种事了 夜尘没听清麒麟虎太医说的话 他的所有注意力 都放在异兽群身上 此时已经进入了 另外一个境界 整个人如有神柱 沙 风起云没 狂风夹杂着火焰 火焰灼烧之后 经过狂风的煽动 逐渐蔓延 原来如此 武技之间 进行组合 可以爆发更强的威能 我之前单一的使用 效率极低 若是被其他舞者知道 夜尘评价自己效率极低 恐怕要骂娘了 你腿还低 白虎枪王 战场收割机 积分赚到手软 麒麟虎也无语了 主人哪都好 就是有时候 很容易让人自卑啊 还好我不是人族 我安心躺赢就行了 嘿嘿 主人击杀易兽 我能吸收到 百分之二十的心渊之力 三枪扫出 数万易兽群 没了小大半 这个时候 突救兽皇才开始着急 马德 这小子 究竟是什么境界 武王也不应该有 这么庞大的灵力海啊 我被数万部下包围 也只能仓皇逃跑 这人族小子 杀了我一半部下了 突救兽皇心在低血 他为自己的谨慎买单了 小的们 快撤退 这人族小子 有战场兵王的潜力 他一人就是一个部队 全都撤 只能让我来杀 突救兽皇看出来了 叶臣是那种属于人来疯的 拥有一人抵万军实力的武者 虽然单打独斗 不如六阶 可叶臣一人 就相当于一万名武王境强者 这种武者 具有兵王前置 必须斩尽杀绝 看到头顶突救兽皇 开始发号施令 叶臣露出不懈的笑容 现在才想要逃 晚了 烈火燎原 给我烧 叶臣眼里闪烁着疯狂 手中枪出如龙 枪影化作无数火焰 开始焚烧异兽 同时 他手中的空间戒指 开始吸收大量的异兽尸体 尸体大范围消失 徒就更愤怒了 我徒就受皇 能狗到现在 就是因为 我有吸收尸体的天赋神通 我培养这些手下 就是为了让他们送死 你把尸体都收了 我不亏妈了 可转念一想 他的眼里 又露出贪婪的目光 不对 这大范围的吞吸 这小子有空间戒指 人族的天骄 有空间戒指很正常 只要杀了他 就一本万利了 叶晨身下的麒麟虎太医提醒道 主人 快跑 那个老兔子亲自下场了 你现在还不是他对手 叶晨是冒险 但不是送命 他知道自己 悠悠比武王还强的混战能力 可叶晨一点都不膨胀 他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我才武士进巅峰 能勉强击杀四阶一兽 就很不错了 五阶一兽我一个没杀死 只是 他们看我范围伤害广 觉得我有媲美武王实力 实际上 我一个武王进 或者五阶一兽 都打不过 只是直老虎罢了 秃就兽黄俯冲的速度很快 而叶晨干脆混入兽群中 可恶 这人族小子太狡猾了 杀 这些手下 没什么用 叶晨在异兽群之间 闪转藤罗 太狠了 还好可以混淆视听 这秃就不擅长地面战 这根本没把自己手下当兽看 太医附和道 是这样的 我们异兽 天生是杀 没有感情可言 只有利益 这秃就 本身就是靠吞噬异兽进化 也只有碰到他 我们才有机会逃命 差不多了 再这样下去 其他兽黄也要来了 太医 直接燃烧气血 跑路 你付出的代价 我再帮你杀回来就是了 叶晨当机立断 麒麟虎太一松了口气 他就等着叶晨下达指令 他和叶晨 虽然杀了数千只异兽 可这些异兽 不是外围寻常的一 二阶异兽了 大部分都是三阶 四阶 都是精兵汉将 殊死一搏 也让叶晨和麒麟虎 身受重伤 只不过有心冤之力补充 他们才能强撑着 燃血 顺移 麒麟虎太一 直接燃烧气血 发动空间秘法 他的身上 亮起五彩神光 这个时候 突就兽黄愤怒吼道 太一 原来是你 可恶啊 空间秘书 我要是早知道 是你这只小老虎 我一开始就下死守了 他恨啊 自己的麾下损失惨重 还要被他们凉跑了 空间秘书 这只小老虎天赋出众 他们主战场的兽黄 都想控制他 可太一血脉高贵 自然不愿意服从 就是靠着这一手空间秘法 躲避这些异兽的追杀 这次叶晨给太一 购买了装备进行伪装 所以 突就兽黄认不出来 而太一碰到了 拥有至宝心冤的叶晨 才运气差 被迫签订契约 太一朝着距离不足 他百米的突就兽黄嘲讽道 老兔子 你这废物 当初被我咬断一只爪子 这次被我主人杀了一大半不下 你还能保住自己地盘吗 继续躲在阴暗的角落扭曲爬行吧 上不了台面的老兔子 可恶可恶啊 突就兽黄破防了 阴暗爬行 这是他最无法忍受的 可他的确天赋不强 只能靠狗着 成为兽黄 他现在的实力 就是一次次被刺一兽 从尸体堆中 捡垃圾成长起来的 闭嘴 我是兽黄 你是什么东西 被人类俘虏 我要你死 突就兽黄发疯了 只要保住一条命就好 我能靠天赋秘法再次起来 人类的空间戒指 还有麒麟虎的血脉 这些都是我的 他彻底疯狂了 不好 太医大惊 这老东西发疯了 竟然要自爆金河 什么 叶辰知道这是啥 就是将自己修炼的本源自爆 等于自费修为 他瞬间便明白了 突就兽黄的想法 太狠了 自爆所有修为 然后击杀我和太医 获得我的空间戒指 然后崛起 叶辰也咬牙发狠 马德 就你这个老东西 会自爆是吧 谁还不会了 叶辰本来还高兴 自己的精神海 吸收了新渊之力 已经名为固态 固态 可代表精神力天赋极强 才会由精神海 转化为固体金色小球 到时候 它可以成为精神力念师 精神力 可以成为叶辰一大杀手锏 可现在 没办法了 老子和你拼了 就算没法修炼精神力 也没事 总比被这兽黄自爆弄死强 叶辰没有犹豫 从石海中 将精神力小金球分离出 他精神一阵恍惚 这个过程也是极其危险 稍有不慎 他也会变成傻子 这是什么 突救兽黄 也看到了这个金色小球 去死吧 老畜上 叶辰将金色小球抛出 然后意念一动 固态精神力 小球自爆的威力 抵挡了金河自爆的威力 甚至 精神力小球更胜一筹 他的身体离开之前 一枪轰出 还准备杀死突救兽黄 吓得突救兽黄 将部下抵挡在身前 不断送死 才保住性命 这也让叶辰 吸收了不少心冤之力 在自爆精神力的那一刻之后 他出枪也是一瞬间同时发动 可之后 他整个人 还是遇到了最坏的结果 精神力 与武者的灵魂 有紧密联系 自爆精神力 会对灵魂产生不可逆的伤害 叶辰在一瞬间 差点变成傻子 而突救兽黄 自保的行为 也救了叶辰一命 心冤之力及时地补充 才让叶辰保住一条命 一人一虎 没有回到安全基地 而是出现在主战场中的 其中一个区域 还好 已经出了负地 叶辰松了一口气 太医 带我回主城基地 而麒麟虎太医 发出虚弱的声音 主人 我为了传送出异兽负地 已经是一滴灵力都不胜了 叶辰睁开眼 望见浑身是伤的小老虎 无奈苦笑道 心冤察觉到 有一名气息 不弱于四阶异兽的生命 在朝着我们靠近 太医也是倒吸一口凉气 露出比哭还难看的表情 主人别沮丧 万一是五王金的人族呢 叶辰叹息一声 人类的贪婪更可怕 我们毫无战斗力 且我身怀空间戒指 身受重伤 怕是要付出不小代价呀 若是交出宝物 能保命还算好 就怕 024 价值5200万的永恒之心 离开 罢了 既来之则安置 太医 若是人足我来游说 若是碰到异兽 就靠你了 放心主人 我知道异兽想要什么 异兽还好点 我足血脉高贵 我之前境界是五阶 可以虎一虎那四阶异兽 叶辰反倒安心下来 不管是哪种情况 应该都能保命 其他一切都无所谓 只要心冤在 一切都能重来 精神力又得重新积累 不过 他五道境界 已经达到五十境巅峰 叶辰和太医 紧张地听着脚步声 逐渐靠近 双足 是人类 叶辰更希望是异兽 尽量说服对方 心冤也可以作为筹码 反正 我已经认主 对方又看不出来 谁能想到 我用的武器 是一箭至宝 对方应该没有这种眼界 失去武器 空间戒指也可以交出 到时候 给与非学姐当牛做马算了 叶辰苦笑 外物都无所谓 保住性命就行 叶辰在思考着对策 丝毫没发现 那名舞者 已经走到叶辰面前 直到一声娇柔的声音响起 他才回过神来 虎王 你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 叶辰艰难抬起头 望着那担心的面容 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太好了 蓝冰 碰到的是你 太医也是咧着虎口 蓝冰美女 这运气 主人 我们的运气无敌了 说来话长 蓝冰 可以给我一瓶灵力药剂 叶辰艰难抬起胳膊 索要灵力药剂 蓝冰却没有动 伤得严重吗 还好 只是体力透支了 听到这话 蓝冰沉默着 走到了叶辰面前 蹲下身子 摘掉了叶辰的头盔 一张略显苍白 白净帅气的脸庞 映入蓝冰眼帘 叶辰感觉 蓝冰的笑脸 比平时多了一丝别的味道 蓝冰笑着说道 兮兮 不打开你头盔 我没法 为你灵力药剂 叶辰本来想说 自己动弹手臂 还是可以的 最后还是没说出口 让蓝冰亲手喂她 太医调侃道 主人 要不 你从了吧 虽然与非学姐的空间戒指很香 不过 蓝冰姐姐是我们救命恩人 这是缘分啊 你和蓝冰姐姐在一起 也许运气会变得更好 叶辰无视了太医的话 喝完灵力药剂后 她的身体 蓝冰也给旁边的麒麟虎太医 喂服了灵力药剂 一人一虎 恢复了战斗力 叶辰骑上虎背 可太医却罢工了 太医 走啊 等等 主人 我在帮你呢 帮我 忽然 叶辰感觉身后一沉 嘿嘿 主人 快夸我 麒麟虎太医 妖攻式地说道 那渐渐的语气 让叶辰哭笑不得 叶辰摇头 然后朝着身后说道 速度可能有点快 抓住我的腰 蓝冰犹豫了一下 然后照做 叶辰没有太医那个心思 但是这小子 比叶辰还会套路 狂奔之后 瞬间急停 啊 忽然的停止 让蓝冰整个人 贴到叶辰后背上 太医又继续重启 又急停 蓝冰整个人脸都红了 而叶辰直接猛拍虎脑袋 太医 你小子 叶辰转头 朝着蓝冰解释道 蓝冰 不是我干的 太医露出委屈的小表情 对不起蓝冰姐姐 不是主人让我干的 我保证 不是主人让我干的 都是我自愿的 蓝冰更害羞了 没有说话 只是双手紧紧 抱着叶辰结实的腰部 主人 不用奖励我 和你没关系 蓝冰姐姐要怪 也只是怪我 奖励你个头 你再敢不经过 我同意自作主张 我下次 就取消心愿和你的联系 叶辰黑着脸 刚才自己绝对是被误会了 都是这小色虎 绝对被蓝冰当作登徒子了 别啊 主人我错了 下次不敢了 他一被吓得一击灵 他太委屈了 明明做了好事 还要被教育 都说半君如半虎啊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虎 但主人还挺像的 两人很快便回到了主城基地 哟 白虎枪王回来了 守卫热情地打着招呼 他看到叶辰做起白虎的表情 就可以知道他今天的收获 似乎是不错 小白虎走路都带着风 叶辰点头 当他们进入主城时 两人望见了叶辰背后的那道歉影 这不是蓝家的大小间吗 白虎枪王太有实力了 这才刚来主城多久啊 就把蓝家天才少女拿下了 背着巨斧的男人 露出了老父亲般欣慰的笑容 这小子终于开窍了 虎大爷太憋屈了 他很想昭告天下 不是主人厉害 而是他虎爷神助攻啊 只可惜 若是他在军营基地内开口 会得主人惹大麻烦 憋死他了 周围异样的眼神 让蓝兵害羞 却又内心中有些小窃喜 叶辰也懒得解释 误会就误会吧 轻者自轻 他也不在意 他带着蓝兵去兑换处 兑换了积分 这一次 江北都忍不住震惊了 虎王 你去打劫异兽老巢了 真被你猜对了 差点挂了 叶辰玩笑般的语气 让江北肃然起敬 真是狠人 我终于知道 你为何能崛起如此迅速了 是真不要命啊 我江北这辈子 没佩服过几个人 万将军算一个 你是第二个 真男人 你真配枪王这个称号 之前只是一个称号 知道叶辰真正实力的江北 不以为意 叶辰严肃了许多 我知道你是万将军手下的人 这次真不能说 哥 这些你拿着 给嫂子买点好吃的 我 你看得起我 就收了 以后 我们就是好哥们 好吧 兄弟 哥收了 你的军功记录 都在万将军那里 放心 别人不会知道的 叶辰放心了许多 他也知道 江北是在公职范围内 给予叶辰最高的积分 叶辰不傻 不能让别人一味地付出 也要让江北长点甜头 这部分 只是临头 叶辰还是赚的 属于是合作共赢 这样 合作关系才能长久 叶辰 拿着一个多亿积分 离开了 出了兑换处 他快速来到蓝冰身边 蓝冰 这次谢谢你了 要是没遇到你 碰到其他人 我恐怕这次损失惨重了 蓝冰点头 他也很开心 两人关系有了实质性进展 我知道 你主修兵属性功法 本来有把兵属性战斗挺不错的 但是和你战斗风格差太多了 我挑了一会儿 只有这个最适合你了 大男不死 叶辰选择破财消灾 叶辰拿出了串水晶项链 这太贵重了 你真要送我吗 叶辰没注意到 蓝冰忍不住上扬的嘴角 没多少积分 只是个小玩意儿罢了 你不喜欢吗 那我换战刀了 不是 很漂亮 蓝冰怕叶辰反悔 一把夺过水晶项链 然后戴在了雪白的脖梗上 怎么样 合适吗 项链华丽 人更美了 谢谢 叶辰挠头 今天是我谢谢你 下次见面 我请你吃饭 蓝冰听出了叶辰话语中的不对劲 他试探性地问道 你要走了 叶辰点头 嗯 你见过我模样了 我就不瞒你了 过几天不是有新兵大笔 我有一定要去燕京的理由 他的视线望向远方 心渊似乎也体会到了 叶辰复仇的心情 微微颤动 原本准备隐忍一段时间 这次进步迅速 能尽快复仇 他可不想隔夜 蓝冰 你要替我保密啊 我暂时还不想让别人知道 白虎枪王只是一名新兵 你你是新兵 虽然你长相很年轻 可我从来没往这方面想 五王镜是不能参加大笔的 你 我可从来没说自己是五王镜啊 这称号 都是他们给我取的呀 蓝冰才意识到 面前的少年 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优秀 那我先走了 等等 叶辰在虎背上 转过头 夕阳下 少女搏梗上的永恒之心有些刺眼 叶辰眯着眼 没看清少女的动作 只听到蓝冰的声音 我能去看你比赛吗 当然可以啊 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叶辰笑了笑没回答 将心冤背在身后 骑着白虎 朝着蓝冰挥手告别 白虎枪王 不可能岌岌无名 蓝冰笑了 真臭屁 这么自信 能拿第一吗 蓝冰单手背在身后 摸着脖子上挂着的永恒之心 露出痴痴的笑容 真当我是傻姑娘吗 永恒之心 可是要五千二百万积分 才可以兑换 我可不管你知不知道 送女孩子项链的含义 偷走女孩子的心 可是犯罪 025回江南市基地 怎么是他 离开主城基地后 骑着太医大摇大摆的 在外围战场横行 见到白色铠甲 拿着血色长枪的人族 易兽纷纷避让 夜晨周围数千米内 都不会有易兽存在 易兽这种行为 让夜晨哭笑不得 和我想的一样 98号区域内 没有易兽敢靠近自己了 太医骄傲地抬起头颅 嘿嘿 这些易兽 都被主人和我杀怕了 还剩几天就新兵大笔了 待在98号战场 没有意义了 我现在的实力 还没法伸入腹地 外围的易兽 已经认识我了 看到我就跑路 回去将积分兑换成军功 准备新兵大笔吧 走远了 夜晨就脱掉铠甲和头盔 太医回宠物空间里 可以不回吗 主人 里面好黑好无聊 之后 给你找一只母老虎 陪你做伴怎么样 主人我要两只 三只吧 进去吧你 还三只 老老实实待几天 去了燕京 再放你出来 麒麟虎太医 目标太明显了 江南市基地内的 其他人看到白虎 一下子就会联想到 自己是白虎枪王 现在还不是 暴露身份的时候 靠近战场出口的时候 夜晨一阵枪声 血色如漆般的长枪 瞬间恢复 不起眼的模样 站住 出战场 请出示你的积分卡 给你 那名守卫 望了夜晨一眼 新兵夜晨 第一次进入战场 待了27天 不错呀 赚了一万多积分 运气好 本来应该扣除 2700积分 新兵第一次福利 减半 好好加油 未来是属于你的 多谢长官 我会努力的 夜晨一副 积极向上的态度 让守卫点头很满意 而在宠授空间 观察一切的太医 笑得肚子疼 主人 你太坏了不行 我受不了了 要笑死了 一名武将近的小守卫 竟然对着 大名鼎鼎的白虎枪 王指指点点 这种实力的 主人你一根手指 就能击杀 夜晨伪装的 也很辛苦 谁让我只是 一名新兵呢 多亏了江北大哥 给我设置了一个 独立的账户 要是一个一积分 可能要把这个守卫 吓死了吧 他现在 一个是白虎枪王的账号 另外一个 就是新开设的 夜晨新兵账号 有万将军 当后台就是方便 可以在军队里 搞特殊化 你们人类真麻烦 还要隐藏实力 一寿中实力为王 我要有主人 你这种天赋 和实力 早就统治 整个98号战场了 夜晨却是摇头 太医 你还是太年轻了 木秀于临风必摧之 你要是真那么嚣张 敢统一战场 我人族 就会派更强的武者 把你消灭了 战场需要平衡 当另外一方打破平衡 外力就会干预 小太医 你要学的战场之道 还有很多 夜晨虽然精力的少 那奈何 自己有个好老师啊 虽然这个好老师 已经陨落了 但留下来的传承 是一辈子的财富 夜晨出了战场之后 踢着长枪 站在原地等待 万将军早就 安排了专人 来接夜晨回基地时 一辆军用越野车 停在了夜晨面前 夜晨连忙占好军资 虽说他现在回江南市 兑换完军功 可能比接待他的军官高级 但万将军 提前嘱咐自己 这名军官 身份不简单 背后是整个下国 十大家族之一的子弟 不了解对方的脾气之前 还是恭敬一些 低调一点比较好 当一名身穿浅蓝色 净装的女士官 走到夜晨面前的时候 夜晨愣住了 长官 蓝兵 怎么是你 蓝兵巧笑奄然 抬起仙仙玉手 将披散在耳垂旁边的发丝 撩拨到耳朵后面 没大没小的 喊长官 是 长官 夜晨露出无奈的苦笑 蓝兵左肩上 刻着五条杠 代表着 蓝兵的军功达到了五星 地位 堪比武王进军官 上车吧 新兵 会开车吗 还没学 夜晨一直在努力修炼 哪有时间 学习怎么开车 你还要让长官来开车 怎么搞的 抱歉了 蓝兵长官 哼 回到基地市 再喊我长官 这里没外人 我们关心那么生疏吗 女人心还抵振 刚才还让自己喊长官 现在就翻脸了 万将军说的那位军官 没想到 是你啊 怎么不在战场中 待着了 怎么了 我就不能出来了啊 上级的命令 我也没办法 这次江南基地市的新兵大笔 由我来主持 夜晨点头 他也知道 身为军部将士 每隔一段时间 需要完成上级 派发下来的任务 他只是新兵 等到他回到基地市 兑换完军功 也会接到一些任务 只是夜晨没想到 一个层面 蓝兵背后 可是十大家族蓝家 他其实并不需要 遵循军队中 这些条条框框 既然让长官开车 回江南基地市 我罚你请我吃饭 没问题 长官 嗯 好的蓝兵 你是土豪 我就不客气了 我要吃酸菜鱼 狮子头 纹丝豆腐 蟹黄争叫 蓝兵一连爆出 十多道菜鸣 看来你提前做了功课呀 西西 我就是要把你吃穷了 两人聊着天 很快就到达了 江南市基地 蓝兵直接把车 开回了夜晨的宿舍附近 这不是军用 五系战狼吗 哪个大人物降临 我们猛虎赢了 兑换五系战狼 起码要四星军衔 而且 起码要一千万军功 牛逼 你小子懂得挺多 从车上下来的军官 要么就是背井通天的军二代 夜晨离开98号区域的时候 傅天祥就早早来到 猛虎营等待 他这几天都没怎么睡好 夜晨没死 但零号杀手 组织那些人失联了 大概率是死了 一定是万将军搞的鬼 不然夜晨必死无疑 可恶啊 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 车子停在了他们 龙啸小队的门口 一个他最近 日思夜响的人 出现在了傅天祥的面前 怎么是他 零二六 羡慕的众人 夜晨的选择 千万不能得罪 这个年轻士兵 记住他的样子 牛逼 不仅开武系战狼 就连司机都是美女 还是五星军衔的大佬 我们猛虎营 来了个不得了的大人物了 不过 这家伙长得好眼熟啊 夜晨经历过 将近一个月的战场洗礼 气质早就发生了蜕变 只见过一次夜晨的舞者 没有第一时间就认出来 忽然有人惊呼 这不是新兵夜晨吗 什么夜晨 你之前不在基地 就是那个龙啸小队的新兵夜晨 我想起来了 就说 怎么这么言熟 他第一天就斩了副少爷的未婚妻一条手臂 我也记起来了 好浓的血腥味和杀气 从战场回来 一下子认不出来了 夜晨和蓝兵下车 那股血腥气味 让众人不适 这两人究竟杀了多少一兽 这血腥味好自逼 应该都是那位美女士官杀的吧 可是 怎么我靠近那个新兵 我好难受啊 夜晨可以掩饰标志性的长枪和身下白虎 可从尸山血海中杀出来的杀气 却无法掩盖 傅天祥注意到了人群中的夜晨 夜晨自然也第一时间发现了傅天祥 他早就用心冤标记了武将进巅峰的舞者 猛虎营总共只有13人 而在龙啸小队营地旁边的武将进巅峰 就傅天祥一人 傅天祥皱眉 好漂亮的妞 他压制住了眼神里的贪婪 因为 蓝兵肩膀上的军衔 代表了他不简单 五星军衔 在军营中 要当作武王进强者来对待 这个女人 估计就是万将军派来保护夜晨的保镖了 竟然这么有气质 蓝兵不仅漂亮 还有一股大家闺秀田径的气质 月女无数的傅天祥 一下子就勾了魂 但理智告诉他 控制不住下半身会死得很惨 能让我上一次 做鬼也风流啊 先忍住 这小子知道 我可能会报复他 请了万将军 喊来美女军官保护他吧 蓝兵站在夜晨旁边 皱眉道 那位就是你们龙啸小队的队长吧 他眼神好猥琐呀 那我替你揍他一顿 看到夜晨和蓝兵有说有笑 傅天祥更嫉妒了 忽然间 一声冷喝声响起 傅天祥 你给我滚过来 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 吓了一跳 傅天祥愣了一下 然后走到了夜晨面前 臭小子 你这么和队长说话吗 夜晨冷冷地开口 谁特别让你用狗眼看我女人了 就你也配 你女人 你在搞笑吗 这么漂亮的五星女军官 怎么 而在他惊讶的目光中 蓝兵顺势勾住夜晨的手臂 整个人小鸟一人地靠在夜晨身上 羡慕了 这个新兵 竟然有一位五星军衔的军官女朋友 我酸了 让我交一个这样的女朋友 你让我开豪车 住别墅我也乐意啊 傅天祥脸都黑了 这小子凭什么啊 靠女人算什么本事 夜晨 没有万将军在背后撑腰 你什么都不是 有本事 和我单挑啊 夜晨还没说话 他旁边的蓝兵 却忍不住笑出了声 不吃 你认真的啊 蓝兵心里暗道 要是这个猥琐男知道 夜晨在98号战场上弄出来的动静 恐怕会被吓得失禁了吧 他望向夜晨 知道为何夜晨要隐藏实力了 女人 你要插手吗 我不会 我相信 我的男人肯定会赢 对吧 夜晨抱住蓝兵的腰 霸气地揽在怀中 傅天祥 擂台上剑把 蓝兵 你当裁判 没问题 但 你能不能放开我 抱歉 夜晨松开了红着脸的蓝兵 周围男舞者 都投来羡慕的眼神 傅天祥比夜晨 还要提前来到擂台上 夜晨才姗姗来迟 同样的擂台 上一次是傅天祥的未婚妻 这一次 他本人站在了擂台上 傅天祥早已摩拳擦掌 眼神阴狠 杀气十足 夜晨 我不知道是谁给你的自信 在女人面前逞威风吗 我要让你知道装英雄的代价 我只要不杀了你 就算把你打成残废 我顶多就被我爷爷惩罚而已 而你 变成残废 你的女人会离开你 万将军也不会为废物再为难我的 如果我是你 我绝对不会答应的 太蠢了 还是太年轻了 傅天祥阴冷的表情 就像一条毒蟹 夜晨掏出心冤长枪 自信一笑 把你的话还给你 你以为你背后靠山是五胜 我会害怕吗 而且 我一名武士静 为何敢和你越战 夜晨摇头 傅天祥有点脑子 但不多 蓝冰 我准备好了 说完后 夜晨朝着蓝冰挥手 听完夜晨的话 傅天祥心境有点乱了 而夜晨在开战前最后的一番言语 彻底让傅天祥到心崩溃 你派来杀我的零号杀手组织 已经被我团灭了 不可能 你一个武士 肯定是靠背后的强者 承认了 我就算废了你 你也不敢报复我 否则 我就把你找人暗杀我的证据 交给审判司 你就等着上军事法庭 夜晨表情冷漠肃杀 辈子同伴 绝不被原谅 死刑 一个月之前 夜晨面对傅天祥 只能避其锋芒 但现在 武将进巅峰 也就是三阶巅峰的异兽而已 这种异兽 夜晨都杀了上万只了 蓝冰丝毫不担心 望向傅天祥的眼神 充满着怜悯和悲哀 他听着旁边舞者的讨论 也清楚了夜晨和傅天祥之间的矛盾 白虎枪王杀四阶异兽 都像是碾死一只小虫子 可这位傅天祥 背后有一位武圣爷爷 虽说背靠万将军 但虎王只是普通家庭 战场上 你是白虎枪王 在异兽群中 七进七出 但 面对这种情况 你要怎么选呢 蓝冰和其他人一样 望着擂台上的夜晨 而夜晨在回到江南市基地之前 早就做好了决定 027废了傅天祥暴怒的白虎枪王 战斗开始 也很快就结束了 傅天祥想过 会很快结束 但没想过是这种结局 他还没来得及出手 整个人就仿佛被猛虎盯上一般 便感觉小腹一痛 便被一杆长枪钉在了地上 浑身麻痹无力 现场鸦雀无声 只有蛋碎的声音 这个蛋 不是物理意义上的蛋 而是傅天祥的丹田 丹田是舞者的命门 被击碎之后 武力全尸 以后就是一名废人了 叶辰 你怎么敢的 傅天祥怒吼道 而叶辰不声不响 低下头 将长枪拔出 你可以报复我 我已经把证据交给万将军了 叶辰的手拍打在傅天祥愤怒的脸上 让傅天祥迅速清醒过来 你可以尝试报复我 但我或者我的家人出事 你也一定会死 虽然你现在是废人 但你爷爷是武圣 有办法搞到 让你恢复修为的办法的 活着 总是有希望的对吧 叶辰那种笑容 在傅天祥眼里 就如同恶魔一般 太医在宠兽空间中 望着傅天祥恐惧的脸 忍不住说道 可怜的孩子啊 得罪谁不好 非要得罪主人 连本虎爷都不敢捂逆的恶魔枪王啊 威胁完傅天祥 叶辰擦拭着长枪 走向蓝冰 走吧 蓝冰 我请你吃饭去 蓝冰轻盈地 挽住叶辰的臂弯 两人离开了现场 出了猛虎营 蓝冰才害羞地松开了叶辰的手臂 然后担心地问道 虎王 你冲动了 傅天祥有个五圣爷爷 你废了他唯一的孙子 就算他再顽固 管教孙子 也不应该轮到你 你打脸一位五圣 五圣的报复 可是很可怕的 望着蓝冰的关心 叶辰心里一暖 解释道 我知道你很急 但先别急 傅天祥派杀手组织来暗杀过我 还是在战场上 你觉得 这件事爆出 会出现什么样的影响 蓝冰听完 稍微放心了一些 那你有证据吗 有没有证据不重要 傅天祥 傅天祥的爷爷 和他们的家族 不敢赌 不聊这个了 我们吃饭去吧 不要为了这种烂人 影响好心情 叶辰还有一句话 没和蓝冰说 他就光脚的 怕个毛 至于他的家人 我已经联系万将军 等到军功结算之后 如月和父母 都会被安排到特殊小区 那个小区 绝对的安全 我就可以放心 完成我的复仇 傅天祥这个算啥 那个偷走他学历的小偷 才是叶辰要对付的重点 锦云轩 天字包香 叶辰包下了一整层 一大桌饭菜 都是按照之前在车上 蓝冰所说的安排到位了 望着一桌子的菜 蓝冰笑得很灿烂 他心中暗道 白虎枪王 在战场上战绩彪悍 但我刚才报的菜名 他一个都没有落下 不合胃口吗 叶辰把一块鱼肉夹进嘴里 丝毫没在意形象 惹得蓝冰眼嘴偷笑 吃慢点 没人和你抢 蓝冰潜尝辙止 叶辰是真饿坏了 在军营里 没啥好吃的 大部分易瘦的肉并不好吃 军营内 主打一个吃饱 能打就行 餐饮水平 一言难尽 忽然 楼下传来吵闹声 两人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蓝冰叫来服务员 你好 楼下怎么了 没 没什么 二位继续用餐就行 我们店老板的孩子 和一位女生发生了冲突 二位 别多管闲事 吃饭就好了 服务员说的隐晦 叶辰和蓝冰等人对视一眼 走吧 下去看看 叶辰感觉手里的饭菜不香了 身为军人 叶辰和蓝冰 是无法纵容这种事情发生的 尤其是叶辰 他最讨厌这种 恃强凌弱的行为 二楼 许多顾客不敢说话 一群身穿学校制服的学生 站在一块 满桌的食物 被掀翻在地 身着朴素的女孩 捂着脸 眼里擒着泪水 叶如月 你别给脸不要脸 叶如月眼神却十分坚毅 顾雨轩 你做梦 旁边的狗腿子 阴阳怪气道 顾少看上你了 你跟了他 每天吃好喝好 享受荣华富贵 就你父母天天在场里打螺丝 能有几个钱 你能吃这顿饭 还不是顾少请客 一名女生抱住了顾雨轩 娇媚的说道 小月啊 多少人想得到这个机会 可惜我没你这么好的皮囊 顾少看不上我 顾雨轩冷冷的说道 我顾雨轩想得到的东西 在扬州城 还没几个人能阻止我 你若是不答应我 你父母明天就下岛了 你觉得你不答应我 还能在学校顺利毕业吗 顾雨轩听到顾雨轩的话 气得浑身发抖 就靠你那个高考作弊的哥哥吗 加入部队又如何 那地方没有背景 只会沦为炮灰 顾雨轩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当我的女朋友 我能让你在扬州城横着走 你父母说不定也能升职 在军部我叔叔也有点关系 顾雨轩是软硬兼师 她看到顾雨轩眼里的挣扎 利用这种平寒家庭女孩子的善良 不是第一次了 她内心暗道 装清高 最后还不是要迫于我的淫威之下 早答应 都不会挨我一巴掌 这漂亮的脸蛋 都红肿了 夜如月急得快哭了 不答应 她相信 这个顽固少爷 肯定不会放过她 主要是 还会连累到父母 蓝宾在楼梯口看到这一幕 气得手臂发抖 太过分了 这位顾家少爷 也太猖狂了吧 夜晨 她转过头 望见夜晨一拳干在墙壁上 拳头在不断低血 蓝宾被夜晨此时的样子吓到了 认识夜晨以来 即便是面对数万亿兽群 她也是保持着从容镇定的姿态 夜晨 你怎么了 夜晨嘶哑着声音 那边被欺负的女孩 是我妹妹 看到夜如月被欺负的时候 夜晨脑子感觉就被炸开了 她强行压抑住自己的情绪 因为 她不仅要保护家人 还需要证据 现在 证据收集到了 她再也无法压制自己的怒火了 没有使用心冤 因为这个人渣还不配 夜晨一个剑步 在场所有人 除了蓝宾 都没人看清夜晨的动作 她用尽自己的权力 一脚 直接踢在了顾雨萱的两条腿之间 028 当场被革职 霸气万将军 咔嚓 仿佛鸡蛋被打碎的声音响起 在场其他男士 皆感觉有一股凉风浮过 下意识地 将用守护住重要部位 啊 好疼 顾雨萱疼得在地上打滚 生理上的疼痛是一方面 一想到 自己以后都没法快乐了 顾雨萱心如死灰 接着便是无尽的恼怒 涌上心头 夜如月先是震惊 然后望见 那熟悉的身影 她一眼就认出了来人 这一刻 故作坚强的女孩 再也绷不住了 内心无尽的委屈 化作泪水奔涌而出 哥 我好害怕 不用怕 哥来了 夜晨轻轻拍打着妹妹的背 安慰到 蓝兵也跟了过来 顾雨萱在狗腿子的搀扶下 坐到了椅子上休息 你完蛋了 封锁整个酒楼 今天谁也别想走 你 夜如月 还有你哥是吧 当兵回来了不起 敢对我用天残酒 我要让你知道 惹我的下场 很快 整个酒楼的安保人员 把这一层所有的出口拦住 顾雨萱拿出手机 打了个电话 说 我被打了 你快带人过来 在哪 自己酒楼 挂断电话 顾雨萱用那奸细的声音 指着夜晨的鼻子 威胁道 你就是夜如月 那个废物哥哥吧 当兵回来 就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 我二叔是江南基地市 蒙虎营的副营长 扬州城军部的二把手 你们完蛋了 夜晨皱眉 朝着蓝宾问道 听起来挺牛逼的 蓝宾 这个顾家废物少爷的二叔 什么来头 夜晨加入军部的时间太短 对扬州城的势力等级划分 没那么了解 挺能吹的 一般般吧 有我在 问题不大 蓝宾的话 让夜晨放心了下来 小月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个 在军队里认识的朋友 既然他这么说了 那就别怕 夜如月抬起头 就望进了温婉漂亮的蓝宾 好漂亮的姐姐 看上去好温柔 容貌不比苏雪姐姐差 好有气质 蓝宾露出田静的笑容 初次见面 小月妹妹 放心 若是那位军部的副营长训司 会得到惩罚的 我们军部 不会容许执法犯法的事关存在 他平静的语气下 隐藏着男眼的怒气 夜晨的妹妹 就是自己的妹妹 欺负大妹子 蓝宾怎么可能轻易放过顾雨轩 就顾雨轩会打电话 蓝宾也悄悄打电话摇人 没过多久 楼下传来哒哒哒的脚步声 军绿色武道服的士兵 鱼贯而入 几十名拿着武器的士兵 把夜晨等人包围 顾雨轩激动地喊道 二叔 就是那位的三个人 当众心胸 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顾天成皱眉 他知道自己这个侄子 是个什么货色 不过 来人 把他们三个拿下 帮亲不帮礼 他不是第一次 给自己这个侄子擦屁股了 蓝宾沉着脸 拿出自己的军官证 你们谁敢 五星军衔 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自家人误会自家人了 顾营长 这怎么办 其他士兵 都不太敢动手 当众抓捕一位 五星军衔的女士官 女武者 如此年轻 能有这个军衔 背景恐怕不简单 旁边的顾雨轩连忙说道 二叔 和这位女军官没关系 是那个男的 他弄伤了我 还有 那个女孩也是帮秀 他凑在顾天成耳边 这个女孩是我的同学 而这男武者 是女孩的哥哥 他们没什么背景的 家里父母 我早就调查过了 都是扬州成兴能工厂的底层工人 顾天成皱眉 你确定 那位女军官的气质和军衔 不简单 得罪了大人物 不仅是你 我都要被连累 顾天成还是有点眼力见的 虽然在江南基地市 没见过蓝兵 可他身上散发的 大家族子弟气质 却很明显 顾雨轩却没有顾天成的顾虑 继续怂恿到 二叔 你看这女孩和男生穿的 就很普通 这家伙叫叶晨 之前高考作弊风波的公众人物 你用手机 现在还能查到新闻 才入伍一个月 我估计 他是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花费所有积蓄 想要勾搭上这位女军官吧 脸蛋这么白净 恐怕在军营里 就没有好好修炼 整天想着走捷径 顾天成在心中暗倒 你回我下半身幸福 我就让你没脸见人 我不会直接搞死你的 我要让你知道 得罪我的下场 让你一辈子 活在绝望和后悔中 顾宇轩的一响 还有那么几分道理 顾天成拿出手机搜索 还真直接搜索到 有关于叶晨的信息 竟然是真的 这小子这次调查的 吸取了之前的教训 这位叫做叶晨的舞者 没有任何的背景 顾天成便不再有所顾忌 抱歉 我们要抓的 只是你身边的那两位 还请你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 顾天成眼神示意 两位舞者 把蓝兵挤开 剩下的士兵 准备把叶晨拿下 慢着 忽然楼下 传了一声炎鹤声 一名高大威严的中年男人 忽然站在了顾天成的身边 所有人都没发现 他是什么时候到的 万将军 老营长 万叔叔 你终于来了 万圣伟盯着叶晨 露出满意的笑容 仿佛在说 有我在 叶晨知道蓝兵摇人了 但没想到 直接让万将军来到了现场 他还不知道 万圣伟本来还在三号战场 叶晨回来 他特意赶回江南基地市 顾宇轩完全猛了 这下 事情完全脱离了他的掌控 而顾天成 知晓这位上司的真实身份 已经汗流加倍了 万圣伟轻叹一声 老战友 我念在旧情 对你的事情 扔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你太让我失望了 老万 我 副营长的职位不适合你了 回家休息吧 万营长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那些坏事 都是我侄子做的 我也是身不由己啊 除了帮我侄子 我从未做过一件不法之事 而万圣伟的神情变得严肃 纵容家族小辈 任人为亲 再其未谋其职 你还有脸说吗 当年你替我挡枪 念在旧情我才多次放水 就是念旧情 我才没有重罚你 回去吧 军营重点 不适合你 零二九宣判死刑 当初执行 当万圣伟出现的那一刻 蓝兵就完全放心了 二叔 万将军 我 顾宇轩看到自己那个在扬州城 叱咤风云的二叔 都被隔职之后 彻底慌了 万将军没有理会这位纹固子弟 而是望向叶辰 叶辰 你觉得应该怎么判 他把问题抛给了叶辰 叶辰思考了一会儿 冷静地说道 顾宇轩 顾家少爷 利用长辈职权 想要强行抓捕军部五星军衔军官 这是奇异罪 第二 当众胁迫军部武者家人 罪加义等 且在定罪之后 无悔改之意 按照下国律法 死罪 听完叶辰的定罪 顾宇轩失禁了 直接跪在万圣伟面前 万将军我错了 叶辰 我不应该欺负你妹妹 你家境贫寒 我知道你很缺钱 我爸是景云轩的老板 我是独子 我二叔和我爸都很惯着我的 我爸会出很多钱 你们家庭一下子 就会过上好日子 我只想买我一条命 万圣伟嫌弃地将他踢开 顾宇轩就如丧家之犬一样 爬到叶辰面前 低三下四求饶 你杀了我 我爸他会发疯了 他已经失去生育能力了 我是顾家的希望 我保证 你放过我 我不敢再对叶如月 有任何非分之想 我真的错了 如月 你替我向你个求情吧 我混蛋 我不该对打你的 顾宇轩疯狂地扇自己巴掌 把自己扇成了猪头 只为留下一条狗命 单纯的叶如月 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拉着叶辰的手 小声说道 哥 要不我们还是算了吧 我担心 叶辰捂住了叶如月的眼睛 小月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你哥我根本就不怕他的报复 而且 你和爸妈 也会住进军方小区 你哥我能让万将军看中 还怕这小小的顾家吗 连他二叔都被革职了 你还怕什么呀 傻丫头 一枪刺出 顾宇轩便不在狗叫 失去了生命气息 他知道妹妹的顾虑 这并不是圣母同情心泛滥 而是担心自己的家人 叶如月才会这么说 他害怕连累到叶辰和家人 对万圣伟 叶辰还是蓝冰而言 都不在意顾宇轩的死 我们先出去 找个地方再谈吧 万将军 如果不介意 去我家吧 当然不介意 我想看看 究竟是什么样的父母 可以培养出如此优秀的舞者 蓝冰眼前一亮 紧张地捏了下裙摆 他拉着叶如月的手 安慰他情绪的同时 还旁敲侧击 小月 伯父伯母喜欢什么吃的 我先带你去商城逛逛吧 你衣服都脏了 叶辰和万圣伟 并接而行 白虎枪王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和我说 叶辰露出无奈的笑 万将军别调侃我了 我只是一名武士禁罢了 枪王 实在不敢当 哈哈 不必妄自菲薄 在战场上 你的作用 比真正的枪王还大 放心 你的档案被我划定为 S级绝密资料了 现在只有我能查看 你的军功 我也帮你兑换了 一枚五星军衔章 出现在万圣伟掌心 他解释道 军部规定你应该清楚 虽然你军功达到了六星 但白虎枪王 还是王级武者 最多只能获得五星军衔 等你白虎枪王 展现出来的实力足够 数据会自动更新 我明白 五星军衔足够了 那万将军 我现在的军功 足够我父母住进军部小区了吗 提到家人 叶辰说话都紧张了不少 他充满悉悉地望着万将军 内心紧张不已 万圣伟拍了下叶辰的肩膀 哈哈 我果然没看错人 战场上 你面对数万亿兽 眼睛都不带眨一下 家人受到危险 你却比上战场还紧张 万圣伟眼神里 全是赞赏和喜欢 好孩子 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家人就是我们如此拼命的原因 放心 只要我万圣伟坐镇下国一天 你的家人就不会有生命危险 新兵大笔好好加油 我就不去你家了 蓝兵这孩子我从小看到大的 我还第一次看到他对一名异性这么伤心 那八卦的眼神 让叶辰无奈 多大的人了 还操心这些 都说女追男阁曾杀 叶辰怎么会看不出来蓝兵的嗜好呢 只是 他现在还没法完全回应任何人 万将军 什么时候我爸妈能住进军区大院 我担心顾家和傅家的报复 以及高家的报复 事情才过去一个月 他肯定淡忘不了 下午就好 多谢万将军了 这都是小事 这次新兵大笔和以前不太一样 我知道对你没有威胁 但你一定要小心 万圣伟走了 而叶辰还在回味万圣伟离开时说的话 宠兽空间里的太医 变成一只小猫形态 趴在了叶辰的肩膀上 虽然这种形态 有损虎爷霸气的形象 但如果不这样 主人才不会放他出来 呼吸新鲜空气 主人 万将军不只是营长这么简单 他的实力很可怕 98号战场 坐镇着一位八阶地镜 我曾经见过一次 也不如万将军 给我的压迫感更强 地镜之上 那新兵大笔 真要注意一下了 蓝兵拉着叶如月的手 走了过来 叶如月的情绪 已经稳定了很多 哥 你养猫了 好可爱啊 被主人的妹妹 当作小猫蹂躏 有点不爽 但他虎爷 也只能默默承受 旁边的蓝兵眼嘴偷笑 在军营内不可一世的虎王坐骑 悲悯女孩当作宠物猫 还没有任何脾气 小月 我也要吸猫 三人朝着家里走去 父母早就做了一大堆的美食 看到蓝兵的时候 两人都显得有些无措 叶夫还特意把叶辰拉到一边 儿子 你和这姑娘什么关系 就站有关系吧 我能看出 这位姑娘家事肯定不简单 苏雪对你也很好 你别犹豫不决 选择一位 就要果断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叶辰知道老爸误会了 但是他没解释 只是点头应成 给足了老父亲面子 开饭了 爸 还有老哥 两人回到饭桌上 叶母和蓝兵 已经有说有笑了 好久没有一家人 坐在一起了 叶辰也很珍惜 这样的时光 尤其是家里的饭菜 让叶辰食欲大开 叶辰 你这孩子 慢点吃 又没人和你抢 让小蓝姑娘看笑话了 哥 你这样吃饭 是会找不到女朋友的 蓝兵只是眼嘴偷笑 挺好的 能吃是福 就在一家人 其乐融融的时候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030 新兵大笔 那一腔的风华 谁啊 可 不会是 叶如月内心忐忑不已 蓝兵握住叶如月的手 点头示意 让她放心 叶母去开门了 然后朝这里头说道 是军官来了 小陈 找你的 我出去一下 听到是军部来人 叶如月松了口气 叶辰在外面聊了一会儿 然后朝着众人说道 爸妈 小月 先别吃了 等会儿 我带你们去新家 这多浪费啊 那就打包过去 小陈 你说什么 新家 一时半会不好解释 不能让别人在外面等我们吧 几人上了战马三系军用车 行驶了半小时 来到新家 这小陈 你说 这是我们新家 按照将军吩咐 你们直接拎包入住就行 家具装修都已经齐全 不会存在假权问题 房子已经装修完两年 且每天都有人来 进行打扫 叶辰抬头 望向高档小区的门口 新城小区 走吧 叶辰拉着父母 蓝冰带着妹妹 跟着那位军官 进入小区内 父母一开始 有些没法接受 直到叶辰 拿出一张一千万的卡 小陈 你哪来这么多的钱 在军营里赚的 你们儿子天赋很好的 儿子 我知道你从小就很乖 也很努力 可 蓝冰在旁边解释 叶辰 他是我们军营最厉害的 而且比很多入伍了好几年的老兵 都要优秀 还救了万将军的命 万将军感激 也正好没孩子 就把叶辰收作干儿子呢 所以 万将军赠予他一座豪宅 叶辰十分孝顺 就让你们二老和妹妹住了 蓝冰边的还挺像那么回事 叶辰的父母也信了 临走时 一定要让自己感谢万将军 听万将军的话 回到蓝冰地战狼武戏中 还是武戏叔父啊 蓝冰今天的事情多谢了 不然我没法和爸妈解释 不客气 去了燕京再请我吃饭就行了 对了 我还没去过游乐场 带我去坐摩天轮 听说摩天轮上的风景很美呢 你也要去燕京 我本来就是燕京妹子啊 等你新兵大比比完 正好顺路回家 叶辰丝毫没察觉到不对 对我这么有自信啊 万将军临走的时候 提醒了我一句 我可是知道你 真是身份的 这次新兵大比 所有人的资料我都看了 最强的一位 也就武将静 怎么会有意外 我可是裁判 万将军什么意思 两人都十分疑惑 但两人都没发现 有什么不对 比赛名单 也没有临时进行更换 直到新兵大比前的一天晚上 叶辰隔壁床位 龙啸小队另外一名队员 刘向东躺在床位上 辗转反侧 他的内心十分挣扎 转过头 一张略带怒容的脸 把他吓得从床上惊坐起 大晚上 吓死人了 明天是我大比 你紧张什么 没没什么 刘向东可没叶辰那个大心脏 心里藏不住事情 说 叶辰的枪奸 就抵在刘向东的喉结处 不说就 我说我说 你别冲动 那冒着寒芒的枪奸 让刘向东感觉到了生命的威胁 你废了傅天祥 他们准备在新生大比上迎你 反正不是我说的 我睡觉了 说完后 刘向东躺下 睡得可香了 心里没事 自然倒头就能睡着 叶辰心里 更多加了一分心眼 一日清晨 军队准时敲钟 叶辰伸了懒腰 精神状态良好 刘向东诧异地说道 白担心你了 我怕我说出来 影响你心态 就这 他一笑了 这算个毛 主人连寿皇 数万一族大军都不怕 还会怕这个 担心也没用 谨慎一点就行了 我倒要看看 武圣要怎么对付 叶辰单枪附会 新兵大比 人倒是不守 赛制也很简单 这次比赛 总共有一千多人报名 第一轮 一千多人分为16个擂台 每个擂台 只有一人能胜出 然后进行16强 一对一 干到决赛 而叶辰一上台 就感觉到了针对 行员显示 这台上大部分人 对自己敌意很重 蓝宾正好就负责 他们擂台的裁判 他朝着叶辰提醒道 我知道哪里不对了 那名武圣 暗中动了手脚 现在 你这个擂台上的 都是那位武圣派系 或者被收买的舞者 他们看你的眼神不对 我感觉到了 你觉得我会输吗 那位武圣 还是低估你了 两者聊天风轻云淡 没把这种针对当回事 因为在真正的实力面前 这些阴谋诡计 都是虚的 战斗一开始 这些武者 都不装一下 数十名武者 有意无意的 攻击都朝着叶辰这边杀来 刀光剑影 针对性太明显了 这就是得罪了 军方大佬的下场啊 杨谋 你废了副武圣的孙子 他就在新兵大笔上 买通几十名武者 这攻击打在身上 不死也残废了 而且 你明知道是武圣的报复 可这在规则允许内 刀剑无眼吗 这么多人 还是混战 你缺条胳膊 或者断条腿 你也没法说俩 这谁知道 是哪个小子下的黑手 法不则重吗 没错 这就是武圣的报复手段 全军营的人都看出来了 但却只能无能狂怒 而叶辰却是轻蔑一笑 枪身涌动着紫色的雷霆 龙翔八荒 一条雷龙 将无数攻击 进阶吞没 盘旋的巨龙威力不减 将数十名武者 掀翻出擂台之外 本来还想隐藏一下实力 傅武圣 你这么搞 那我也没必要装了 叶辰轻松进击 潇洒走下擂台 跑到一边和蓝兵聊天去了 卧槽 叶辰牛逼啊 难怪敢费了傅天祥 好轻松 一枪就把数十名 和他武道境界 差不多的狠人秒杀了 一枪横扫 其他擂台根本没人能做到 后面都是单挑赛 挡不住他 有从98号战场回来的武者 惊讶无比 这枪法好熟悉 用枪 白色猫虫 而且和我们98号战场的 军花蓝兵走得那么近 这家伙不会使 0311一枪不够 那就两枪 燕京城 9号军营 数字序列不靠前 但9号军营 却是最为火爆的军营 原因便是 这里是最繁华的独城 下国的首都 某处军营 一名胡子花白的花甲老人 穿着铠甲坐在踏板上 面色苍白的青年 贵服在地 武圣大人 小的有事禀告 起来吧 那名被酒色掏空的青年 这才战战兢兢地起身 由于贵服时间过长 都差点站不稳 摔倒在地上 进来 一名身穿黑甲的战士 恭敬地走了进来 禀告大人 这是密信 网络很发达 但用手机联系 他们的手机都被军方监控着 越是地位高如这般 就管控越严格 换卡 都没用 只要通过IP设备 就可以通过网线 直接查到你的记录 你下去吧 是 大人 而傅麒麟 直接将信封 甩在傅天祥的脸上 我说了多少次了 你可以利用 我的身份 干任何事 千万别被别人留下把柄 我不让你用手机 你以为换了张卡 军方就查不到了 蠢货 不过 你这种等级的舞者 军方不会 特意查你手机 我已经都处理好了 那夜城肯定是炸你的 你就被他一句话 吓得跑来燕京找我了 傅麒麟太失望了 若不是这是他唯一的孙子 他就早把他放入最残酷的战场区域 让他被一手吞噬干净 再干净 也会留下污点 他傅麒麟能爬到这个位置 可不纯靠的武力 没脑子的舞者 终究是兵 成不了将帅 爷爷 我错了 傅天祥害怕的浑身发抖 他从小到大 就最怕自己这个严厉的武圣爷爷 在他面前 几乎就是本能的哆嗦 密信 你读给我听 傅天祥手抖的厉害 但依旧坚持拆开信封 信里说 夜晨在新兵大比第一轮 一枪就重伤六十人 两人当场死亡 十三名武者 手臂骨折 一四五宗进三阶左右的实力 这怎么可能 夜晨他肯定是武士镜 我敢保证 傅麒麟冷着脸 怒赤道 没什么不可能的 天祥 你真是被你父亲交纵坏了 躲在扬州城欢愉享乐 拿着那么多的资源 竟然被一个刚入营 一个月的新兵废了 傅天祥 瞬间变得唯唯诺诺 继续读 夜晨身边有一只白色猫虫 长相酷似白虎 而夜晨与燕金兰加兰兵关系 走得很近 疑似98号战场的红人 白虎枪王 白虎枪王 他是白虎枪王 傅天祥如遭雷击 兴致掉落到地上 傅麒麟好奇 白虎枪王是谁 夜晨伪装的身份 爷爷 白虎枪王是我们98号战场 最近很火的一名武者 据说 实力已经超越寻常武王 有人曾经看到他骑着白虎 一人一枪 灭杀了数万亿族 数万亿族夸张了 不过 能在战场上被人认可 且有称号的武者 都不简单 这情报肯定是假的 傅天祥被废 但也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 傅麒麟摇头 这号练废了 不仅沉迷酒色 还鼠目寸光 假不假不重要了 把夜晨当白虎枪王来对待 军方系统 不是没有这种天才 我就见过 天祥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我会恢复你的实力 以后每天按照我的计划来 若是被我发现你再去会所 我直接把你的腿打断 扔到魔窟里面 傅麒麟说的风轻云淡 傅天祥却是如坠冰窖 他知道 自己这个雷厉风行的爷爷 绝对不是在开玩笑 我知道了爷爷 我以后绝对会努力修炼 我要报仇 夺回属于我的一切 下去吧 傅谈祥一蹶一拐地离开了 傅麒麒麟难道 我留在江南基地市的这位新妇 汇报过数次 没有出现过偏差 若没有把握 不会给我这种情报 若是信上所说属实 一名刚入伍一个月的新兵 获得白虎枪王称号 这天赋太过惊人了 要么何天才交好 永不得罪 既然得罪了 就一定要斩草出根 傅麒麟眼里闪过杀气 用左手 写下几行歪歪扭扭的文字 江南基地市 一只黑色的鸽子 飞入了军营 无人在意 一名舞者 顺手打死了鸽子 将纸条取下 所有人的目光 都放在擂台上 根本没人发现 他异常的举动 傅老爷子 竟然 看完信封 他马上 把纸条吃了下去 太狠了 不过 这也是最保险的办法 比赛再继续进行 已经进行到了四强赛 太牛了 新兵之光啊 以后我不用见了 原来 耍枪这么帅 叶辰加油啊 一枪 从出赛到半决赛 叶辰解决对手 都只出一枪 他到底多强啊 叶辰对面的对手 如临大敌 运气真差 碰到你了 但我不会认输 你能击败他们 我也能 我不会让你一枪 就击败我的 叶辰淡定一笑 希望如此吧 又是一枪轰出 那赶枪在他眼里 不断放大 给我破呀 站在对面的舞者 身上青筋爆起 双脚用力 身陷进擂台 一声爆合声 手中的刀 迅速挥砍出 整个人不断爆退 差点掉下擂台 漂亮 拦住了 所有人都为他捏把汗 一枪不够 那就两枪 连挡一枪都那么费劲了 第二枪随便就将他扫下擂台 蓝冰露出笑容 叶辰 胜 就差最后一场 拿下新兵大笔冠军 就可以去燕京了 零三二 五胜的双重保险 麒麟虎已身救主 怎么一直喝水 紧张了 嗯 有点 蓝冰不理解 这一个必胜的比赛 叶辰为何会紧张 但只有叶辰知道 赢下这场稳赢的大笔决赛 他就能去燕京了 夺取他学历的小偷 替他在下国最高学府上学 他有机会复仇了 这让他怎么能不激动呢 叶辰也没和蓝冰解释 苏雪当时查到了 不想告诉我 恐怕牵扯极深 我也不想连累你 若是告诉你 可能会影响你的生活 叶辰决定先去燕京 探查当初的消息 实力变强了 一切阴谋便水落石出了 隔壁四强的最后一场也结束了 一名用巨斧的舞者 大战三十多个回合之后 艰难取胜 蓝冰健壮 轻松地说道 稳了 这家伙 顶多武将近巅峰的实力 放在网界的新兵大笔上 一个月时间 能成长到傅天祥 那个顽固那个实力 已经很不错了 只可惜 遇到你这个变态了 怎么就变态了 我只是 比普通人强一些吧 蓝冰懒得李叶辰 还好他心态好 叶辰这话被其他人听到 多少人要破防啊 叶辰恨不得立马跨入五神境 他就能直接复仇 只是他知道 这不现实 怎么回事 这个名叫张彪的舞者 去一趟厕所这么久 掉坑里了吧 害怕了呗 我估计想退赛了 毕竟这一届 太夸张了 武士进的叶辰 已经一枪 费了武将进巅峰 傅天祥那个酒囊饭带 最多相当于武将进高阶 不过 刚才两枪击败的 那个舞者 我认识 挺猛的 曾经自己重伤 击杀了一只四阶一兽 张彪大概率是打不过叶辰的 叶辰去星空 第一五到大学交流完之后 肯定会得到军部重点关照 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啊 台下的战士 几乎是一边倒的支持叶辰 年轻 还有实力 不少人都想加叶辰好友 只是他一直和蓝冰黏在一起 给人一种生人物尽的感觉 反而是刘向东 交了不少大老朋友 让他有点受宠落惊 在叶辰还没变强的时候 释放善意 和叶辰是 已成之后 再想交朋友 难度就大多了 叶辰也不着急 继续等待 而张彪姗姗来迟 抱歉各位 肚子不舒服 他脸上的笑容有些僵硬 蓝冰皱眉 叶辰 你小心点 我研究过心理学课程 这个张彪去厕所回来之后 表情不对劲 叶辰点头 我也感觉出来了 他的气息不稳 这个人 应该也是副武圣派来对付我的 不过 叶辰自信一笑 在绝对的实力碾压面前 一切阴谋都是虚妄 叶辰留给蓝冰坚定的背影 他摸了下脖子上的项链 不会有事的 蓝冰你的担心 肯定多余了 这名舞者 一看就不像是厉害的舞者 真正的天才和强者 即便是藏桌 也能让人感觉出不一般的气质 很明显 张彪不是 且叶辰 用心渊也没有感觉出来 他有什么特殊 心渊可以看透一切生命的本质 张彪 只是普通的武将劲巅峰舞者 气息有点虚浮 服用了灵力药剂不久 原本的好苗子 恐怕废了 副武圣啊 为了对付我 真是做了很多准备呢 女人的第六感 有时候很准 刚开始 叶辰一枪 就把张彪碾压了 众人纷纷无语 不少人支持张彪 这就结束了 张彪给力点啊 太霸道了 这枪 威力好强 都没感觉到叶辰的极限 得有一些老兵 才能逼出叶辰的极限了 战力横跨两个大境界 兵王之姿 无数人都觉得 战斗结束了 叶辰低着头 喃喃道 该出来了吧 叶辰 对不起了 去死吧 你不死 我妹妹和家人就要死了 张彪忽然大吼道 泪水无声滑落 他手中佩戴的戒指 忽然爆炸 这么近的距离 叶辰根本来不及躲闪 其实他有机会 可以不被卷入爆炸中 可 星渊是何等之暴啊 早就探测出来 你空间戒指里藏人了 真是舍得 富武尚 这可是 空间戒指 体积小的 也要数千万军功 傅七灵是不知道 叶辰能提前看破他的计划 但叶辰知道 这是个火坑 却也不得不往下跳 我离开擂台 就自动叛復了 一名武王 藏在空间戒指里 然后出来 刺杀我肯定不行 会有蛛丝马迹 若我是傅武圣 那么 就应该是自爆了吧 毁尸灭绩 一名武王 竟巅峰的武者自爆 威力足够杀死我这个 武士竟无数次了吧 叶辰叹气 他不是不知道 自爆威力多大 这一次机会 他不想错过 不然军部的系统安排 他不一定能去燕京 兴冤 爆 叶辰也使用最强一击 进行抵挡 可以削减大量威力 而忽然 叶辰感觉到附近空气 都稀薄了许多 太医从宠兽空间出来了 主人 这是六阶皇兽的金盒啊 这老屌毛 是真怕杀不死你啊 什么 六阶异兽核心 马德 这种东西 兴冤检测不到的 他肯定知道 白虎枪王是我了 什么时候暴露的 虽然不知道 什么时候暴露的 但如果不是知道 自己是白虎枪王 没必要浪费 这颗六阶兽核 老大 你虽然平时 对我要求很苛刻 但是和你在战场上 经历了那么多 很多人族 只是把宠兽当做猫狗 而你是真的 把我当成朋友一样相处 你要干嘛 你若是用那招 会毁了你五道根基的 我们签订的是 平等契约 若是我死了 契约自动解除 太医没说话 老大 我相信你 我可能要睡一会儿了 跟着你 我以后肯定更强 本命计 虚空漩涡 给我吸 太医变大 身上出现一个五彩漩涡 将大部分伤害 抗下了 但他因为体内 所有气血耗尽 陷入了无止境的沉睡 虽然抵挡住了 大部分伤害 可五王进家 六阶兽核的威力 还是很大 夜晨准备硬扛了 麒麟虎太医 为他拼出了一线生机 就在此时 一道倩影 抱住了他的后背 咔嚓 清脆的碎裂声 混合着爆炸声响起 世界瞬间安静了下来 零三三死无对证 遵循本心 蓝冰 你没事吧 没事 就是 你送我的项链 坏了 看着蓝冰心疼项链更多 夜晨擦去他嘴角的血字 傻姑娘 你人没事吧 永恒之心 本来就是防御类视频 可以抵挡三次致命伤害 你注入灵力 就可以修复表面伤痕了 蓝冰按照夜晨的办法 将灵力注入其中 诶 真的诶 就是里面多了一条小裂痕 还能用两次 一次一千七百多万没了 项链外观恢复 蓝冰笑得像是得到了糖果的小女孩 你没事 一千七百万算什么 一个一也值 听到这话 夜晨愣了一下 蓝冰也察觉气氛的暧昧 仔细回味了一下 这话怎么像是在表白呢 他瞬间变得慌乱起来 你别多想 我就开个玩笑 我的意思就是 人的生命哪有钱重要 夜晨也松了口气 刚才那种情况 他也不知道怎么应对 蓝冰背过身 摸着自己泛红的脸颊 内心暗道 疯了 疯了 我怎么会说出这种话 冷静下来 现场其他人都很猛 发生什么情况了 我刚才好像看到一只白色老虎 这爆炸威力好强 什么情况 夜晨没死 躲在角落观察的线人 浑身颤抖 他不敢相信 父老爷子可是动用了 双重保险 甚至都可以在 对方没有防备的情况下 杀死一名武皇了 可夜晨却只是受了轻伤 看起来一点事都没有 我要把消息传几夫老爷子 他想要在第一时间离开现场 只听到一声娇和 所有人都不能离开现场 所有人接受调查 看来走不了了 这名身穿黑衣的男子 自嘲地笑了笑 然后咬破牙齿里藏着的炸弹 一声巨响传出 他便自爆身亡 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燕京 傅家 傅麒麟回了一趟家 他正在书房看书 命这么硬吗 看来这位白虎枪王 在万将军心中的地位很高啊 能抗下 堪比武皇权力一击的攻击 是有高手在暗中保护他 还是 七阶护甲类装备 可惜了一名黑武者了 若是正常修炼 这名黑武者 可以修炼到武尊敬 成为我的帮手 若不死 查到我头上 暗杀军方天才 即便是我 也难逃惩罚 黑武士是必须要牺牲的 现在死无对证 即便有怀疑 我也能全身而退 傅麒麟放下书本 站在落地窗前 此时 外面飘起了 稀稀利利的小雨 若你在江南基地 是窝着最好 来燕京 可没人能保证你安全了 都已经付出了 这么大的代价 还没杀死叶晨 傅麒麟更不会放弃了 若是让叶晨成长起来 对他威胁极大 万将军第一时间 赶到了现场 知道叶晨遭到暗杀之后 立马发动了手下 开始对现场 所有武者进行探查 效率很高 半小时后 万将军 蓝冰和叶晨三人 坐在军营内 蓝冰 有结果了吗 蓝冰望着二人 摇头 在场1980人 都没有任何嫌疑 但查到 有一百多人 得到傅麒麟的好处 要在第一轮 对叶晨进行围攻 查到这个 并没有什么用 对付武圣来说 不痛不痒的 还有别的证据吗 叶晨本来就废了傅天祥 虽说合情合理 但傅老爷子 这么做 也能被理解 我需要实质性的证据 有什么可以判定 傅天祥想要杀死叶晨的 关键性证据 蓝冰摇头 唯一能证明的 可能就是那位 自爆了的武者了 但已经死无对证了 万圣伟严肃地说道 我能确定 就是傅麒麟干的 这很符合他的形势作风 他既然做了 就不会让你们抓到把柄 叶晨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万将军 您说 我本人是坐镇三号战场的 你要去燕京 他一定会报复你 那里是他的主场 傅麒麟的性格很阴狠 他不在意自己的孙子 但你废了他孙子 就是在打脸他 今天的事情 就是他的报复 叶晨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确实太狠了 若我没有各种后手 今天都死了八百遍了 他是感觉到了 这位傅武圣的狠辣 我们都知道他的性格 但是他这种性格 非常适合在战场上当统帅 他在三号战场的威信力很强 仅次于三位武神 燕京有好几个战场 我建议你去另外几个先历练 一副麒麟牙字必报的个性 绝对不会把羞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去燕京 在你成长起来之前 先低调 万将军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三张信封 我这里有三张信封 一张是三号战场的 我徒弟坐镇一处区域 你若真要去 可以去找他 谢万将军 这都是小事 你现在展现出来的天赋 还可以加入战神营 这第二张信封 就是战神营的入营资格书 你要保管好 蓝兵也收到邀请了 他对这个了解 一会儿让他给你进行介绍 最后一封信 是我军方新兵大比的优胜资格 你拿着他 就可以去星空第一武道学院报到 当交换生 我知道你迫不及待了 叶辰结果三张信封 郑重地给万将军锯了个弓 我本来想收你为徒 可你练枪 我就不太合适了 燕京人才辈出 我就认识一位练枪的大师 他现在就居住在 星空第一武道学院的家属区 在燕大任教 我和他有些交情 他性格不太好 能不能成为他的弟子 要看你自己努力了 万圣伟交代完这些 严肃地问道 你确定要去燕京了吗 即便那里危险重重 杀鸡四伏 我能保证 你遭到的危机 都不会低于这一次 而你留在江南市基地 半年后可以进入战神营 你的将来一片辉煌 一条是布满荆棘的复仇路 另外一边暂时隐忍 等到几年后便有机会复仇 将军 我知道按照理智来说 第二种是最好的选择 武者修炼 就应当遵循本性 我知道 我现在不去燕京 我会后悔的 我本来就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没什么好怕的 零三四 单枪复精 修复太医灵魂 好小子 乱世出英雄 不甘于平庸 才能争上游 去吧 潜水怎能出蛟笼 闹吧 闹得越大我越好 我知道你心中不愤 我曾经因为一些约定 无法亲自去燕京 若是因为这些人搞得我下国人族乌烟瘴气 还是要有人站出来的 叶辰心里有些感动 却仍然保持着少年舞者的骄傲 万将军 虽未曾拜师 但叶辰知道 万将军一直在暗中照顾叶辰 以后有事 叶辰一定会第一时间前来帮忙 不到万分危急 性命攸关 我不会开口 晚辈争取 一次都不让万将军赴京 万将军看着豪气万丈的叶辰 欣慰地点头 好 这也是你和我的约定 若去 就趁早 不要低估敌人的阴狠 我也迫不及待了 两人相识一笑 一老一少 不像师徒 更像是固有 将四封信 收进空间戒指中 叶辰没有通知家人 甚至不让蓝冰跟着 蓝冰顾不得害羞 拉着叶辰的手 为什么不让我送你去燕京 万将军都不避着我 我早就看出不对劲了 万将军的那些话 我才证实 你一定有深仇大恨要解决 一番谈话 让蓝冰能确定 不是自己没有魅力 自己那么明显地暗示 叶辰心思这么灵活的人 不可能看不出来 你不说 我也不问 你不能不让我跟着吧 你受伤了 以前我不敢说比你强 多个帮手 不好吗 而且我还有车 我是蓝家大小姐 他们不敢伤我 蓝冰心思细腻 叶辰右手绑着疗伤纱布 他就抓着叶辰的右手 理由有理有据 让人没法反驳 叶辰无奈地说道 你既然知道了 也知道我性格 我这次还真是徒步赴京 也算是万将军对我的一种考验 若是做战狼武器去 只有两种结果 第一种情况 安全到达燕京 第二章 赴武圣或者另外一方 势力下死守 我们无声还可能 本以为蓝冰会退缩 他却挽住了叶辰的手臂 好 那就不开车去 走路出发 你答应了就好 我的意思是 我们一起去 感觉徒步也很有意思 万将军忽然出现 我看不是徒步有意思 而是跟着一块徒步的人 有意思吧 万叔说 这件事是我的安排 你就别闹了 叶辰和你不一样 他一个人 可以有很多选择 我知道你也是从小生长在军区 不是娇贵的大小姐 但你知道白虎枪王 就应该知道 面对数万亿族 困境之时 他一个人可以创造奇迹 可若是你受伤了 叶辰这个重情重义的孩子 不会抛弃你的 你觉得 你和他一块去是帮他 还是害他 我 万圣伟一番话 说得蓝冰哑口无言 松开了自己的手 那你拿着永恒之心 这件灵气 已经和你绑定了 别人没用 那 蓝冰有些着急 望向万圣伟 万叔说 你给叶辰点保命装备吧 就当我求你了 我知道你说我父亲所托 肯定不会不管的吧 万圣伟都羡慕叶辰了 这小子给蓝冰灌了什么迷魂汤 可以把这位军花迷成这样 都开始主动求自己了 你不说 我也有准备 叶辰拿着这个 我不会告诉你他的作用 你戴在身上就行 关键时刻能保命 我被舞者 不可过度依赖保命道具 你就当没有这块玉佩存在 是 万将军 叶辰把行李都放进空间戒指 一个人趁着夜色 离开了军营 来实行夜路 去时 也实行的夜路 当叶辰踏上前往燕金路的时候 军营内 报告将军 叶辰 他离开了 蓝家大小姐跟着吗 没有 一个人 朝着东南方向走了 那里 就一条路 不愧是万将军的作风 对自己严格 对手下的弟子 也更严厉 姐姐 够疯狂 就看这位能不能活命了 通不过考验 那就死吧 两个半小时后 万圣伟听到清晨的鸟鸣声 一群候鸟正巧飞过 凡事不可能没有痕迹 傅其林你自以为能瞒天过海 我就是故意让你们知道 你们不动手 我也没有理由啊 燕金 好久没回去了 天际泛起一抹 雨堵白 叶辰行走在山路之间 磨练着身法 急行两个多小时 反而更兴奋 流云不成了 距离圆满还差点 那也够用了 收服太医之后 疏于对身法的锻炼了 吃了口军粮 休息下恢复了体力之后 叶辰手里拿着地图 朝着燕金方向前进 这条路线 只有军方知道 若是有人来截杀我 可以肯定是傅其林出手了 不知道高家势力 会不会渗透军方 叶辰越强 知道的越多 就越能感觉到 高考当天 那件事牵扯太大 万将军虽然只是营长 但也许当年发生了什么事 他的见识 恐怕在负武胜之上 连他都忌惮 金榜十倍都能修改 我现在还差得太远 这条路线上 对我来说如鱼得水 就在路上 突破到武将境吧 叶辰找到地图上标记的红色绝地 这里 就是万族异兽的聚集地 寻常人肯定会绕开 但叶辰却是主动出击 原本 叶辰的计划是修炼 因为 他没法沟通到太医了 这是灵魂受损 当他一枪 灭杀了数百虎群之时 他感觉到了 太医的生命气息 强了那么一丝 就一丝很微弱的生命气息 可让叶辰欣喜无比 我以为心冤之力 只能增强实力 增加精神力 也对 我的灵魂从来没损伤过 所以 心冤之力 就不会修复灵魂 这可是宇宙中的 至强至宝啊 叶辰都差点忘了 修复灵魂 算什么 把获得的心冤之力 都给太医 修复灵魂 一整天 叶辰不知疲倦 深入险地 有一次差点丧命 还好 叶辰最擅长群战 施展刘云布 利用蛇王的手下 补充灵力 成功逃命 逃脱蛇谷 叶辰有种 劫后余生的感觉 躺在地上大口喘气 痛快啊 我迫不及待 进入三号战场了 那里 是我下国人族 和万族最激烈的主战场 我的实力 会提升得很快 0355将近 一人一虎杀武王 一群隐藏在阴影 草丛中的舞者 忽然现身 搞什么鬼 我们蹲了一整天了 人呐 情报不会错误吧 黑衣刀疤男子 扭动了一下脖子 继续前行进阴影中 情报不可能错的 这是白虎枪王必经之路 嘿嘿 我最喜欢杀天才了 都给我打起精神了 我们提前不下杀战 叶辰也早就知道 有人会暗杀他 众人点头 继续浮身在阴暗中 叶辰倒是没这么多想法 他是因为给麒麟虎太医 修复灵魂 一直停留在绝地 击杀异兽 这么多的心冤之力 若是给我 早就突破到武将境了 修复灵魂之力 需要的心冤之力更多 两天时间 洗劫了六大绝地 一次差点被那花蛇兽黄 给留下了 但这一切 都是值得的 灵魂已经完全修复了 无法再吸收任何心冤之力 叶辰静静等待 可过了一个小时 怎么回事 灵魂已经完全修复了 可是 我还是联系不到太医 我对宠兽方面了解不多 去了燕京 自有办法 叶辰不懂 但燕京 肯定有宠兽方面的专家 他也不纠结于此了 前面 就是另外一处绝地了 太医没法修复灵魂了 叶辰就要开始 突破武将境了 忽然 一道箭矢 擦着叶辰的耳朵 穿梭而过 羞羞羞 叶辰施展流云部 躲过无数案件 就拿你们给我武将境奠击吧 叶辰怕暗杀 但不怕早有防备的暗杀 拥有新冤 他们提前的准备 都是笑话 都逃不过叶辰的眼睛 上 周围草丛中 数十名武者 一跃而出 将叶辰包围 总共五十三名武者 五十多位武宗 傅武圣 还真是看得起我啊 傅武圣是谁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是拿了钱 来办事的 我还以为要杀哪位武王境 只是一名武师 叶辰取出新冤 一股血腥之气 弥漫开来 好浓的血气 年纪不大 但手下亡魂不少 少废话了 如果只是你们 那就带着你们的赏金下地狱吧 叶辰也不和他们莫及 手中长枪 快如雷霆 横扫而出 夹杂着雷霆的枪风 贯穿过这些杀手的身体 一枪 所有人重伤 一半人团灭 什么 怎么会这么强 他们注定 要为自己的大义 付出代价 大量新冤之力 涌进叶辰体内 灵力如同雀跃的精灵 在叶辰身体表面 环绕了一圈 再次回到体内 武将境 成 出来吧 你以为我没发现你吗 叶辰杀完了人 反而是凝眉 望向一处阴影 可没有任何反应 叶辰直接一枪轰出 火焰之力 开始灼烧那片草丛 一人从阴影中跳出 他的脸上带着惊讶的表情 小子 你怎么发现我的 被发现 是一名杀手的大忌 寻常武王都发现不了我 你果然很特殊 难怪 需要我出手 武王进刺客 连我实力都能看出来 看来 你早就知道 我们在此地埋伏了 叶辰没说话 他不仅知道对方的境界 就连他的手段 身份都一清二楚 不是傅武圣派来的人 这是另一伙 应该是高家派来的 叶辰很快便确定了 这伙人的身份 高家应该也知道 我是白虎枪王了 武王进杀手都派来了 不过 这是擅长暗杀的武王 我有一战之力 叶辰已经突破到了武将境 且有心冤加持 实力又比之前在战场上 强了不少 影刺武王很快消失 潜入黑暗中 他快速闪身来到叶辰后背 可叶辰就像背后掌眼一般 用枪身挡住了致命一击 影刺拉开距离 再距离叶辰不远出现身 你果然知道 我的位置 你有特殊武技 或者特殊装备 可以破前行 而且全力出手 不弱于普通武王 我擅长刺杀 可面对你 几乎被你克制 刚才那一击 是我最得意的手段 你天生克制刺客类型的武王 我杀不了你 但你也拦不住我 影刺知道 很难杀了叶辰 准备离开 忽然 一道熟悉的声音 在叶辰脑中响起 主人 快上啊 我速度快 可以空间封锁他 他也会一点空间知道 所以你才抓不到他 哼哼 这点小手段 在虎爷面前 无所遁形 叶辰大喜 太医 你醒了呀 好 我们七星 杀了这武王 武王镜可是大补啊 杀一名武王镜 等于杀数万名 四接一兽 来了 就别走了吧 当这里是你自己后院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嘛 惹了不该惹的人 就要付出代价 听到叶辰的声音 影刺冷笑 救你吗 一名武师 能在我手中安然无恙 你已经足够自傲了 留我 未免太狂妄了吧 他准备施展密法武技逃离 可原本应该离开 却停留在原地 什么 王级空间密法失效了 你对我做了什么 叶辰冷笑 死人不需要知道 叶辰一枪轰出 心冤爆 最强一击 加上太医封锁周围空间 影刺必无可避 宠兽空间中 太医炫耀般的吼道 主人 我这刚领悟的封锁空间密法如何 很强 以后你负责封锁空间 我来灭杀敌人 嘿嘿 我们一人一虎 强得可怕呀 若是武皇境没有防备 也一样会被我们杀了 叶辰点头 他武将境 而太医 也就四阶巅峰 一人一虎 迷惑性很强 六阶异兽轻敌 真有机会越阶击杀 影刺本就不擅长防御 刺客行武者 主攻杀和隐匿 影刺被一击重伤 生命气息快速消散 他害怕了 这一枪威力堪比武王 禁武者的权力一击了 他的大腿被长枪贯穿 无法行动 别杀我 叶辰 我告诉你 幕后主使是谁 太医从宠兽空间蹦了出来 活着的感觉真好啊 人族真狡猾 你到现在还想骗我主人啊 死吧 他一爪子 将影刺身体贯穿 武王 于 零三六 反客为主 猎杀武王 原来刚才是有延迟啊 太医在关键时刻苏醒 帮了大忙 不然夜沉一人 拦不住那名影刺武王 也无法将心渊突破到八剑 星影 唯一觉醒的 不是杀伐类型的武技 我靠 主人 你这是真顺移啊 什么意思啊 星影类似顺移 可以进行小范围内的瞬间移动 主人 星渊觉醒的这个武技 我感受不到任何的空间波动 你是直接顺移到了一个地方 而刚才那位刺客 他施展的空间秘法 需要撕裂虚空 通过空间加层来移动 而我用秘法封锁了附近的空间 他就无法施展了 空间类秘术会被互相干扰的 而你刚才的瞬间移动 我感觉没有任何空间移动 就是无法被选中了 我知道了 我消耗了星渊之力 星渊之力 是一种更高等的能量 星渊之力 甚至可以修复灵魂 只要我的星渊之力足够多 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 叶辰笑了 在战场上 不是杀敌最重要 而是保命最重要 有了星影这一神迹 叶辰的生存能力 大大加强 击杀五王境之后 叶辰的境界 提升到了武将境二阶 嘿嘿 主人 我踏入五王境了 太医骄傲无比 差不多恢复之前的实力了 太医 你有什么提升 当然了 你还记得我 让你重伤的那一招吗 我的最强绝技 我也可以调动更多的空间能量 可以进行空间跃迁 而主人有星渊之力 给我补充能量 只要杀完一个人 我就可以继续快速移动 叶辰听完 眼前一亮 太医 我现在被追杀了 我已经给你共享星渊能量了 主人 我们签订主仆契约吧 这那若是我死了 你就真正死亡了 都一样 我也死了一次了 不怕 主仆契约签订之后 我可以完全共享到星渊 你也能领悟我的空间之道 我们两个都能变得更强 叶辰点头 接过太医递过来的兽神之心 这是太医的金和 一颗白蓝色的宝石 叶辰指尖轻点枪间 将血液滴在上面 一股对空间的清净感 瞬间袭来 这就是空间之道吗 我感觉我的流云布 叶辰每一步 都感觉十分轻盈 流云布完美身法 空间之道都领悟了 流云布这种低级功法 就很容易理解了 而太医 收获更多 哈哈 主人 你看 叶辰顺着太医的目光 由灵力幻化而成的虚影枪 忽然出现在空中 这长枪 就是星渊的模样 主人 我这是小星渊 也可以用武技 不过没你亲自施展的枪 空间之力 那我也 叶辰有了新思路 原来如此啊 多谢你了太医 空间之道和星渊融合 施展枪影 我现在也可以施展远程攻击了 恭喜主人 又变强了 我们合机 击杀武王 不是男士了 那么 该进行反击了 想要暗杀我 就该做好 成为猎物的准备 猎人和猎物的身份 也许只是在一瞬间就转换了 大哥 我顶不住了 昨天吃的蛇肉 有毒啊 我实在憋不住了 一名黑衣人捂着肚子 说话间 扑扑扑 不断 同时伴随着一股上头的味道 其余人嫌弃地捂住鼻子 快点去吧 你拉在这里 这么重的味道会引来某些有特殊爱好的异兽 快去快回 懒人就是屁事多 顾不上还嘴 他加快飞行 这个时候 不能相信任何一个屁 实在憋不住了 就这里了 已经够远了吧 扑扑扑 嗯 哈 舒服了 马德 多怪那夜晨 这都三天了 怎么还不来 不会太菜 提前在半路上 已经挂了吧 你在喊我 主人 这祸拉得真臭 我受不了了 一道空间神枪 精准从他的身后 进行了暴击 啊 血流不止 夜晨看了都呲牙咧嘴 太医 你这也太狠了吧 嗨嗨 有点下三了 但效率很高啊 别说 还真是这个道理 夜晨趁他菊花疼 要他命 等了好久 终于等到这个机会了 心冤上显示 还有另外三人待在一起 怎么让他们分开 主人 我有一计 你说 五分钟后 怎么动作这么慢 不至于吧 五王进强者 可以控制自身的器官 这得拉了多少 其余几人 一想到那个画面 别聊天了 都看紧了 要是让夜晨跑了 我们三个 谁都别想好过 老大 别那么紧张 一名小小的武师进而已 就算被夸张成白虎枪王 也只能说明他群战厉害 有兵王前置 可武师终究是武师 就算只有我们三个 也一样随便秒杀他 忽然 远方传来利和声 别跑 麒麟 我白虎枪王 收你当宠物 是你的荣幸 狗屁 老子才不给你这武师 敬当宠物 异兽尊严 不容侮辱 就算死 我麒麟一族血脉高贵 欺负我刚出生 我们麒麟一族成年 就算不修炼 最差也是九阶圣寿 你们人族武神来了 我能考虑一下 就你 要不是我和其他异兽 拼受伤了 能被你追杀 你想让我沉浮 做梦 叶尘追着身上 闪烁着五彩神光的麒麟 两人一前一后 化作两道流光 从他们身边经过 是叶尘 麒麟 比龙族还高贵的血脉 纯血麒麟狠手 但就算是杂血麒麟 也极强 那五彩神光 血脉绝对高贵 几人眼中露出贪婪的眼神 老大 怎么说 一男一女 两人望向队长 先追 三人很快就追上他们 叶尘见状 先是惊恐 然后愤怒地喊道 你们是傅武圣派来的吧 三明武王 可恶 不仅要暗杀我 还要派人对我下死手 若我不死 死仇不死不休 叶尘不再追杀麒麟 而是转身 朝着另外一个方向 施展流云部 疯狂逃窜 三人面面相去 而队长 没有犹豫太久 立马下达了指令 娇娇跟着我去追叶尘 陆虎 你去追麒麟 女舞者有点犹豫 但陆虎眼里 爆发出贪婪的目光 连忙点头 没有任何迟疑 就追了上去 而两人去追叶尘 老大 你就这样让陆虎去了 你不想收服麒麟 而老大转头 露出不屑的表情 麒麟 他陆虎还没这么能力 这种高贵血统的异兽 还不是普通舞者能降服的 我去了也一样 我还不够资格 他收服不了 但是可以抓捕异兽 抓捕之后 献给傅大人 能获得好处 我们两人 杀死叶尘 才是重点 这位老大思路清晰 但叶尘和太一 三人组老大 站在第二层 而叶尘和麒麟虎太一 在第五层 追了一阵子后 两人快要追上 叶尘忽然停下 然后露出微笑 朝着两人挥手 再见了 等会儿再来找你们 叶尘使用 新颖加空间瞬移 直接消失在两人面前 不好 中计了 陆虎有危险了 零三七无赖打法 逼封两位武王 陆虎追着麒麟 眼里露出贪婪的目光 老大知道我契约不成 但不知道 我就等着这个机会 机会是留给 有准备的人的 我曾经在战场 某处一记 发现了一颗 红白相间的奇特道具 就是为了等待这一刻 陆虎将那颗球体 扔出 然后 球体打开 一道激光标示而出 什么 怎么会失败了 我抄 这神光好特殊 我刚才竟然毫无抵抗力 不过 我已经认住了 要是被你这种废物 给收服了 我绝对会在第一时间就自爆 麒麟虎太义一阵后怕 陆虎还沉浸在 保护失败的悲伤中 殊不知 危险即将降临 在意识到被耍了之后 猎杀组织的老大 猎空 立马给陆虎发了消息 陷阱 速回 陆虎转头 一把长枪 已经在他的眼里放大 刺中了他的心脏 叶 叶辰 想杀我 那就要做好死的准备 长枪刺入心脏 心冤之力 瞬间爆发 陆虎的心脏 瞬间被庞大的力量炸毁 死得透透的 他唯一的作用 就是提供心冤能量 让叶辰境界 一举突破到武将境三阶 太医把刚才发生的事 告诉给叶辰 叶辰感叹道 任何时候都不能大意 我有奇遇 其他无者也一样 那接下来 另外两个怎么办 他们肯定不会分开了 分开我们合理能击杀 但在一块 我们没有太好的机会 叶辰嘴角一歪 不过 他们可不会空间知道 我拥有心冤 知道他们的位置 我们是立于不败之地的 那就打完一下就跑 他们不是蹲我吗 那我们直接风筝 比他们更无赖 他依望着提出 这个想法的叶辰 浑身一凉 千万不能得罪主人啊 太狠了 能赢就是好手段 猎杀组织的两人 朝着叶辰他们这里赶 在半路上 猎空脸色一变 鹿虎死了 只剩我们俩了 那名女巫者有些慌了 怎么办 而猎空镇定无比 冷静地分析道 慌什么 不要自乱阵脚 若是叶辰他有灭杀我们的实力 就不会用计谋来对敌了 白虎枪王 这个名号 是靠他自身的彪悍打出来的 现在用这种计策 就是说明 在硬实力上 他还没有把握 对付我们 只要我们抱团 就没事 啪啪啪的鼓掌声忽然响起 分析得很好 下次不要再分析了 叶辰一枪 从虚空中轰出 而太一也是缩小版的心冤长枪 也轰出 两人的目标都一致 就是实力更弱的那位女巫者 老大 救我 而猎空反应迅速 帮忙挡住了攻击 一击未达到效果 叶辰和太一 就利用心影和空间秘法 逃遁 猎空愤怒无比 有本事 就别走 白虎枪王 就是个懦夫吗 打不过还留下 就是傻子 你们千万别休闲 我们随时都会来 两人绷紧神经 叶辰和太一 仿佛知道他们的位置一般 无论他们躲到哪里 叶辰总能精准找到他们位置 然后进行偷袭 就算是猎空 都有些疲惫了 而那名女巫者 十分不堪 头发凌乱 精神状态已经快要崩溃了 每次 叶辰和那只白虎 都只打他一人 虽然猎空会帮忙 可是不是 每次都能预判到 叶辰和太一出现的位置 老大 我受不了了 空间秘法 是很消耗灵力的 为什么他们 可以一直使用 我们就这样坐以待毙吗 叶辰可以利用心冤 击杀其他异兽 恢复体能 而他们两个 只能服用灵力药剂 苦苦支撑 我们离开吧 老大 猎空摇头 我们不能走 走了 那位的脾气你知道的 说话间 叶辰和太一 趁着夜色 再度突袭 这一次 猎空只闻到空气中 泣血的味道 死了 叶辰和太一现身 该结束了 猎空 你知道我名字 猎空那张面贪脸 都震惊了一下 我还知道 你是傅麒麟派来的 就剩你一人了 来吧 我也想看一下 我现在的实力 白虎枪王 你确实厉害 我认了 战吧 叶辰一直消耗 是可以耗死猎空的 但此时 他的眼里 充斥着战役 还是我认识的那个主人 可是那样 不是叶辰的风格 猎空用刀 叶辰用枪 叶辰身其白虎 更加灵活 而长枪 一寸长 一寸强 猎空虽然攻击力更强 更霸道 但却一直摸不着叶辰 他也不着急 等待机会 就是现在 猎空看到了叶辰的空挡 抓住麒麟虎躲避的时机 一刀劈出 命中了叶辰的肩膀 血花似箭 而叶辰眼前一亮 也是一枪刺出 好锋利的武器 猎空和叶辰对拼 可他 只是砍破了叶辰的铠甲 只是皮外伤 而叶辰 却是直接捅穿了他身上的王级作战服 爆 猎空只觉得 左手一阵脚痛 左手直接被炸成血沫 什么 糟了 你的武器 竟然能储藏能源自爆 这难道是圣极神兵 猎空失去了一条手臂 感受到了叶辰手里心冤的不凡 他若是早知道 叶辰武器能进行能量自爆 他绝对不会给叶辰以伤换伤的机会 可恶 没有叶辰武器的情报 我们大意了 跑 原本猎空有自信 实力压制叶辰和他的白虎宠物 但失去了一条手臂 鲜血和疼痛感让他的头脑清醒无比 持久战 我会因为失血过多 直接死亡 这次任务失败了 肯定会被惩罚 但不走 命就没了 猎空当机立断 刘德青山再不愁眉柴烧 想逃 太医 空间减速 是 主人 对付同样能使用空间密法的武者 封锁空间最有效 而对于这种 速度快的武王 可以扭曲他周身的空间 达到对他减速的效果 猎空感受到了空气阻力变大 整个人变得沉重 速度发挥不出平时的一半 不好 追上来了 猎空缓缓减速 眼神里露出一抹狠力 去死吧 038见到细笑花固慢 新射友 想自爆 先给我死吧 叶辰早就预判到了 猎空要自爆的想法 他的枪更快 先一步 将武王猎空灭杀 差一点 就赚不到星渊之力了 星渊之力 改造着叶辰的身体 武将进四阶 并且 星渊之力 直接稳固了叶辰的境界 叶辰的身体 经过星渊之力的改造 比寻常武将进四阶的武者 要强许多 之前只剩下一个 小水滴的精神力 现在又变成了汪洋 很快 又能形成固态精神力小球了 该离开了 叶辰骑着麒麟虎太医 全速朝着燕京前进 燕京边境 请出示证件 叶辰把自己的身份令牌 交给驻守边疆的将士检查 请收好 通过 叶辰骑着麒麟虎 经过了数道关卡 太医抱怨道 主人 你们人类好麻烦 几分钟就到的路程 搞了大半天 习惯就好了 这是为了检查 是不是一族假扮的 燕京 是我们下国的都城 安保比江南市严格百倍 半天的时间 叶辰终于能够进入燕京了 麒麟虎太医 化作小猫形态 趴在叶辰肩膀上 叶辰已经早到酒店住下 洗干净 换上一袭白衣 主人 你说 我们先找蓝冰姐姐 还是与飞学姐啊 太医 趴在叶辰肩头 调侃道 叶辰有点头疼 就你是多 谁都不找 先去星空第一五道学院 星空第一五道学院 大学真好啊 不愧是星空第一五道学院 灵力都比外界充裕许多 太医点头 不愧是 你们人族最高学府 有几处宝地 灵力浓度 堪比我们异族的圣地了 主人 我们快去杀了你仇人吧 别急 我们先去报到 没想到 还有机会回来啊 这里曾经是叶辰向往了三年的学府 重新回来 即便是变得强大的她 内心也不可能毫无波澜 忽然 一群穿着军训服的女生 来到夜晨面前 好重的血腥味啊 这个兵哥哥 近看更帅 小曼 快去啊 几个女生 把一名扎着双马尾的少女 推到了夜晨面前 顾曼第一眼 就对这个气质不凡的男生心动了 可被闺蜜怂恿过来 又害羞不已 原来一见钟情 是这种感觉啊 兵哥哥 可以加个联系方式吗 太医在旁边南南 主人 这位小美女 也很漂亮啊 身材比蓝冰 还有宇飞都要棒 夜晨露出无奈的笑 倒是没问题 小姐姐 你能带我去教务处吗 我是从江南市基地军部 来报道的交换声 哇哦 交换声 小哥哥 好厉害 小曼 加油哦 我们带你去 顾曼全程害羞无比 平时她挺能说的 可是 站在夜晨身边 却无比紧张 几女带着夜晨 来到报道处 星空第一舞蹈学院 汇聚了来自五湖四海的 优秀舞者 所以 专门设置了一个报道处 夜晨一来到报道处 他身上散发的气息 引人注目 我操 这个小哥 杀了多少亿兽啊 这身上气息好恐怖 我表哥曾经在战场上回来 都没他身上血腥味重 夜晨无奈 一直待在军部 虽说他身上杀气很重 可其他士兵 也都是从尸山血海中 磨砺出来的 而学院中的学生 大部分只是天赋好 并没有经历过生死战 夜晨那种恐怖的气息 还有太医身上的那种狠力 让他成为了全场焦点 他把自己的邀请信 交给了报道处的导师 江南基地市 新生大比第一夜晨 不错 那名导师点头 对这种年轻的战士 另眼相看 作为军部的优秀人才 你可以任意 挑选一个专业 进行学习 我想选择枪系 那位导师推了一下眼镜 抱歉了 枪系在前几年 因为招收的学员太少 就已经取消了这个专业了 夜晨皱眉 没有枪系 那您认识梁伟导师吗 我的一位长辈推荐给我的 梁伟导师 他是我们学院的荣誉导师 的确练枪 我们学校倒是有枪法抚修的课程 你可以选择其他专业进行学习 枪法 早就被剑系和刀系取代 若不是获得心冤长枪 夜晨恐怕也是选择刀法 或者剑道进行学习吧 那就武道指挥系吧 行 夜晨记得 苏雪高考的时候 报考的就是武道指挥系 你的宿舍学院 已经给你安排好了 你拿着这个号码牌 去找宿馆就行了 宿舍楼在那边 多谢老师了 我们家顾曼带着夜晨去就行了 我们知道宿舍楼怎么走 顾曼没说话 但是好闺蜜给了助攻 那就麻烦你了 顾曼 没事 那是顾曼 我抄 不是平时性格很开了 那么小女生 我都没认出来 我刚才就看到了 身材这么好 也就那几位了吧 真是顾曼 马德 刚来就把我们剑道系的校花给拿下了 早知道 我也去当兵了 太吃香了 听着旁边学生的议论 顾曼偷偷看了一眼旁边的夜晨 夜晨也正好看了顾曼一眼 要不要我解释一下 没事 我们又没什么 亲者自轻 走吧 我带你去男生宿舍楼 聊了一会儿 顾曼反而没那么紧张了 夜晨也从顾曼这里 了解到了不少关于学院里的信息 到男生宿舍楼下 我就不送你进去了 谢了顾曼 下次请你吃饭 好 夜晨从宿馆处领取了钥匙 然后回到自己宿舍 我靠 新舍友 你要请客啊 真是我们宿舍的 你小子 一来就把我们这些的小辣椒给拿下了 夜晨一进门 就遭到了新舍友的谴责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别解释了 你今天不请客 就别想走出这道门了 行吧 去明月酒楼 有口福了 嘿嘿 原本坐在那里看书的一人 站了起来 走到夜晨旁边 无奈地说道 他们几个就是这种性格 没什么坏心思的 这顿算我请的 零三九 三人组的震惊 得意的太医 不用 小钱 交个朋友吗 太医传音道 嘿嘿 这点钱不算什么 我家劳大可是亿万富翁 不至于这点小钱都出不起 对了 主人 要不要喊蓝宾姐姐 与飞学姐过来 你这几个新舍友 穿着打扮不简单 那个明月酒楼应该挺高档的 咱们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都是血汗钱啊 夜晨沉吟了一会儿 我打电话给他们 起码蓝宾是要叫的 我都到大半天了 不喊他 他恐怕要生气了 夜晨拉住戴着金丝眼镜 长得像斯文败类的宿舍长 秦峰 我喊个朋友 不介意吧 胖子假量凑了过来 是妹子吧 夜晨点头 是 比那位剑道戏笑话顾慢 还要漂亮的女生 另外一位吊耳郎当的无二代室友 做出夸张的表情 我举双手双脚同意 他躺在床上 真的举起了自己的双手和双脚 把夜晨等人逗笑了 这位五二代 不是不学无术的那种 三人 都是这儿八经 自己考进来的 胖子假量家里有钱一些 但他本身就经营着几家夜总会 夜晨你破费了 等会儿吃完饭 我带哥几个 去我的会所嗨皮一下 假量搂着夜晨肩膀 军队几率很严格吧 而且 笑话顾慢看着火辣 但内心肯定很保守 他的家庭很传统的 夜晨虽然不在意 童子宫是不是破了 但他脑子里 却没有这个心思 秦峰看出来了夜晨的尴尬 替他解围 小胖子 说啥呢 人家都有顾慢笑话清新 还有一位比顾慢 更漂亮的女性朋友 怎么会看得上 你会所那些胭脂俗粉 我都看不上 就你和老王不挑食 五二代王莽站了起来 说谁呢 我可不是那样的人 我每次去 都只是正经的按摩 假量给了王莽一个白眼 你小子脸皮越来越厚了 现在说谎都不脸红了 谁说谎了 那下次 不给你喊三号技师了 M 没有技师怎么给我按摩呀 两个人像火宝一样 夜晨很快就融入其中 他们坐着小胖子的 劳斯莱斯幻影 前往明月酒店 一路上 王莽抓着夜晨聊天 他对夜晨可热情了 夜晨直接看穿了他的想法 你是对我那个朋友感兴趣吧 太一笑了 小伙子怕是误会了 以为你和顾慢是一对 蓝冰姐姐 怎么可能会喜欢这个花花公子啊 王莽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 你都对那位顾慢那么高了 可你对那位朋友评价那么高 把我们期待感都拉起来了 我没有 秦峰 别带上我 我只爱看书 好吧 给个机会认识一下呗 夜晨露出怪异的笑容 你确定 他背景不简单 没事 你不打听一下 在燕京 我王家无管 一家独大 这点背景还是有的 那你自己聊吧 我不拦着你 太一趴在夜晨肩膀上 朝着王莽露出不屑的表情 哎 夜晨 你这小白猫 是不是瞪了我一眼 谁是小白猫 你全家都是小白猫 你虎爷是高贵的麒麟虎一脉 众人震惊了 会说话的战处 牛啊 夜晨 哪里买的 卖我呗 夜晨 我有钱 假量豪横地说道 夜晨摇头 太一是我战斗伙伴 我们经历过生死的 抱歉了 夜晨 我不知道 没事 夜晨知道他们没坏心思 劳斯莱斯幻影系列跑车 速度很快 十分钟不到 他们就到了酒楼楼下 蓝宾提前给夜晨发了信息 穿着一身漂亮的晚礼服 在楼下等着了 不需要化妆 她便是天生丽质 站在那里 温婉的气质 很难相信 她是天天待在军营内厮杀的女战士 有的人 上班是一种状态 但丝毫不影响她下班温婉有气质 像邻家文学少女一般 安静甜美 四人下车 朝着酒店门口走 诚哥 你那个朋友到了吗 他到了就在门口等着我们 没看到 嗯 那位不是 兰家的兰兵吗 他在等谁呢 这妖巧啊 你们认识兰兵 几人还没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认识啊 谁不认识燕京兰家的兰兵 他也是我们星空第一舞蹈学院的校花 兰家 一共三位武神 兰兵的爷爷 他爸 还有大哥 都是武神 一门三武神 叶尘 你要是娶了他 那是直接平步青云 在部队里可以横着走了 太医给叶尘疯狂传音 我靠 主人 快上啊 兰兵姐姐肯定会答应 你要报的仇 肯定没问题 三位武神啊 下国人族加起来 才多少武神 叶尘回道 太医 你别想得太美了 兰兵受到委屈 他的家人肯定会帮忙 他的夫婿就不一定了 叶尘你说什么呢 没啥 王莽 兰兵和我朋友差不多漂亮 你不试一试 王莽露出了难看的表情 我倒是想啊 你是不在燕京长大 我们这种圈子里 都见过几次面 有个比我还豪横的公子哥 想要追求兰兵 用了下三烂手段 第三条腿都被打断了 他看不上我的 我才不自讨没趣 秦峰快步走到兰兵身边 喊道 表姐 你怎么在这里 小枫啊 我等朋友呢 说起来 他也是你们学院的 他是从江南基地市过来的 军部交换声 秦峰听着 越听越不对 而表姐兰兵 在提到这位朋友的时候 表情里的娇羞和崇拜 他看在眼里 这 江南基地市来的军部交换声 不会这样巧吧 叶尘等人走了过来 而兰兵一眼就望见了气质不凡 穿着一袭白衣的少年 他小跑过来 带着一阵香风 在三人惊讶 震撼的目光中 挽住了叶尘的手臂 叶尘肩膀上的小家伙 憋不住得意地笑了 似乎被家人挽住手臂的 是他一样 昂首挺胸 嚣张得意地享受着 秦峰等人的羡慕 林四林苏雪遇难 十大家族 严加族长之子炎翼 秦峰的惊讶 王莽的羡慕 小胖子的崇拜表情 都被叶尘望在眼里 介绍一下 蓝冰 你们应该都认识了 哈 哈喽 王莽吞咽了一下口水 紧张死了 你们好 蓝冰的知书达理 在场男同胞 除了叶尘 没几个被他外表迷惑 他的温柔 只对叶尘开放 走吧 吃饭吧 几人上楼 叶尘他们提前订了包间 蓝冰 你想吃啥 就点啥吧 都别客气 秦峰 假亮 你们随便点今晚的消费 我来买单 秦峰诧异 他第一次看见自己 那个表姐 和一位男生 那么亲近 本来应该是 新设有见面会 蓝冰却拉着叶尘 一直在聊天 他们三个 都军训了半个月了 几人 没啥好聊的 饭菜很快上进 这一桌五人 四个人 都在燕京小有名气 门口停的两辆跑车 这四人 酒店经理 见过其中几位 能在燕京 开酒店的 都有点人脉 酒店经理早就 吩咐服务员 一定要照顾好了 后厨速度 要最快最好 这家店上菜还挺快 不会是 预制菜吧 不可能的 明月酒楼 是我们燕京 最大的酒店了 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 蓝冰笑了 这家 我也经常来的 他家的鲍鱼 非常不错 你吃一口 蓝冰青 自喂给夜晨 吃了一口鲍鱼 嗯 确实挺不错的 很鲜美 汁水也多 夜晨转头 看到身体僵硬的三人 他一条砍道 你们两个撒狗粮 我都看不下去了 夜晨这才注意到 蓝冰青 自喂给自己吃的 这位面 也太过亲密了一些 往往咬着勺子 桌子面前的燕窝羹 和大龙虾 一点都不香了 这一桌 三人没吃多少 光看着夜晨和蓝冰 撒狗粮了 你们胃口不好 蓝冰去上了厕所 夜晨感觉出来 三人不对劲 废话 你小子 没说你朋友是蓝冰 蓝大小姐啊 太牛了吧 难怪你看不上顾曼 细花怎么和小富婆比啊 秦峰挺正经 也难得开玩笑 调侃道 还是比细花更漂亮 背景无敌的小富婆 小胖子崇拜地 拉着夜晨的手 诚哥 你是秦圣啊 叫我泡妹子啊 他们都喜欢的是我的钱 不是我的人 几人望向他 差点笑出声 我教你 你先减肥再说 诚哥 不是我不减肥 你也知道正常舞者 都不会胖的 我这是家族体制 夜晨拥有心冤 一看就知道 这胖子说谎 气血之力 比花花公子王莽还虚 说明平时没少导管 聊啥呢 蓝冰踏着优雅的步伐 走了过来 没啥 小胖子 小风 你们几个 是不是要带着夜晨 去逛会所 啊 这 蓝冰翻了个白眼 不用解释 我们燕京最大的会所 不就是这小胖子开的 吃得快 我还不知道 你们去干嘛吗 小老伙 你帮我看着夜晨 这小子 要是赶紧就告诉我 好敌好敌 蓝冰姐姐 我保证完成任务 蓝冰拉着夜晨 我有件事 你耳朵凑过来 我和你说一下 夜晨没想那么多 以为是什么军事机密 不能让秦峰他们三人知道 他凑近 却觉得脸上一凉 夜晨愣愣地望着蓝冰 蓝冰被看得害羞不已 夜晨你不要想太多 我只是 只是在你脸上留个口红印 那些会所里的胭脂俗粉看到你 就知道 你明朝有主了 太医 小风 你们两个不准让夜晨擦掉 明白 了解 我先走了 回到跑车上 蓝冰摸着自己的嘴唇 天呐 我干了什么 还好我机智 编了个理由 这瘪脚的理由 就连太医这种 平时自称虎爷的 单细胞生物都不行 小胖子彻底服了 陈哥 请收下我的膝盖 我们只是你们小情侣之间 play的一环吧 秦峰扶着夜晨的肩膀 高手 姐夫 厉害 我服了 忽然感觉 人生没劲了 我往纵横情场 未曾一败 夜晨 你是最接近我的男人了 夜晨哭笑不得 走吧走吧 别感叹了 到了会所 就真的是简单的按摩 秦峰他们 真有些怕蓝宾 夜晨印象里 蓝宾就是面对异兽发狠 这都很正常 他没想到 他的几个室友视角里的蓝宾 蓝家大小姐 平时一脸严肃 都不带笑的 对夜晨 是完全区别对待了 秦峰等人 对能拿下蓝宾的夜晨 是充满了佩服 夜晨一下子 就成了宿舍的大哥 在小胖子的会所里 夜晨完全放松下来 享受着济湿按摩 带来的放松感觉 连小老虎 也都舒服地翘起了尾巴 他们这个包厢 隔音很好 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包厢中淡淡的昙花心香 可以舒缓心神 宿舍另外三人 都沉醉于花香中 甚至有轻微的酣声传来 夜晨也闭上眼睛 小眯了一会儿 醒来时 有些微醺的感觉 但身体相当舒服 之前的夜晨 给人的感觉 是一把灵力的剑 现在 他身上的杀气 和血腥气 被冲淡了不少 主任 你们人族的会所厉害啊 相当于进入我一族圣池 浸泡一次 身上疲惫一扫而空 嘿嘿 陈老大 怎么样舒服吧 谢了 小胖子 假量几枚弄眼 可惜了 你是蓝冰姐的人 不然我肯定让你体验一下 醉生梦死的感觉 夜晨无奈 走吧 再晚 就要错过门禁了 校规还是很严的 早知道不来星空 第一舞蹈学院了 半军事化管理 学分不够 没法毕业 没法毕业 乐子大了 要被钉在耻辱柱上 夜晨笑了 一流的大学抓学术 二流抓技术 三流抓纪律 而他们最顶级的学府 啥都抓 赶紧走吧 几人匆忙出门 撞上了另外一伙 身穿同样制服的 在路过的时候 夜晨停住了 一名长相妖艺的青年 想要把手搭在身旁 气质出尘的美女肩膀上 严手 请自重 苏雪 这次是你主动来找我帮忙的 收点利息 不过分吧 苏雪皱眉 你 严毅露出不耐烦的表情 装什么清高 你想知道 刘家陷害夜晨的消息 而我有关键性证据 你想知道 就不要反抗 苏雪眼神慌乱了 这位严毅 本身实力比他强 真要动粗 他反抗不了 他连忙拨通电话 严毅露出不懈的笑容 你想找你们指挥系的 那位学长求助 哈哈 你们的学生会长 早就把你卖了 整整一个月 苏雪 我没想到 你竟然还想着你们扬州乡下的那位小子 我只是试一试 竟然有意外之喜 这里是燕京 我的地盘 苏雪 你害怕的表情 也很动人呢 严毅伸出手 想要抚摸苏雪的脸蛋 零四腰 三个巴掌 我就等着你严家来人 苏雪感觉自己要不干净了 他害怕的歪过脑袋 身体下意识地抗拒 忽然杀猪般的声音传来 啊 疼死我了 太医恶狠狠地吼道 登徒子 敢轻薄我家劳大的大老婆 找死 然后他直接咬住了严毅的手臂 严毅转头 管好你家畜生 不要到处咬人 他还没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以为只是遇到了 没打狂犬疫苗的魔兽宠物 而苏雪睁开眼 看到了一袭白衣的叶晨 他顿时蹦不住了 扑到了叶晨的怀中 叶晨感觉到怀里的家人 身体忍不住地颤抖 他轻轻拍着苏雪光滑的后背 没事了 我来了 严毅眼里满是渡火 你们认识 你 叶晨 正是在下 马德 让这个畜生快点滚啊 严毅疯狂甩着手臂 拍打在麒麟虎太医身上 感觉自己的手撞上了铁板一样 麒麟虎太医 已经是五阶一兽 身体强悍无比 岂是这种武将劲的五二代 可以打得动的 太医也很烦 要不是主人没下令 他早就把这个家伙咬死了 他怀里的苏雪 提醒道 叶晨 他叫颜毅 是燕京颜家族长之子 颜家 是十大家族之一 有两位武神 他爸是武神颜罗 旁边的秦峰等人笑了 秦峰 嘿嘿 颜家有什么好怕的 叶晨的背后是兰家 王莽 这炎烨真过分 这么对嫂子 叶哥 要不要帮忙 小胖子在旁边 望着怀中暴昧的叶晨 这一刻 对叶晨的崇拜 达到了巅峰 就差 献上自己的皮燕子了 小雪 别怕 就这种货色 我在战场上杀得多了 太医 他哪只手想要碰苏雪的 就把他哪只手给我撕碎了 让他常常记醒 知道不是什么人都能惹的 惹我的人 需要付出代价 苏雪感觉到 他紧贴着的少年 身上传来一股肃杀的气势 这一个月的时间 少年发生了蜕变 身上那股灵力的锋芒 他只在自己那个沙发 果断的上位者父亲身上见过 啊 叶晨温柔地捂住了苏雪的耳朵 这声音穿透力极强 众人忍不住皱眉 你你怎么敢的 炎翼那张比女人 还要白进妖衣的脸上 不负俊俏 只剩下满脸猙獰 太医将断臂吞进肚里 断绝了炎翼重截手臂的可能 我的手 你这畜生 还有你们 都要玩 太医刺牙 露出凶狠的模样 难吃死了 这手臂太柴了 太医 回来吧 炎翼望着人多事众的叶晨等人 却仍然放狠话 叶晨 你今天有本事就杀了我 不然我就让你知道 什么是后悔 秦峰笑道 我们好害怕呀 燕京秦家 秦峰 这是我表姐蓝宾的男朋友 我的姐夫 你们炎家就两位武神 我表姐蓝家三位 他哥现在就在附近 我一个电话就能摇人过来 小胖子也硬气无比 在我贾家会所面前 对梁家女子欲行不轨 我们都是证人 影响我们贾家做生意 我们贾家和你们炎家 也有生意来往 我一句话 可以断了和你们炎家 30%的生意链 这么大的经济损失 你承担得起吗 王莽思考了半天 以后王家无管 炎翼与狗禁止入内 炎翼被这些人的一套组合拳 炎翼打得有点猛 夜晨揽着苏雪 来到炎翼面前 给了他一个耳光 你还不配让我家 小雪脏了手 这一巴掌 我带他打得 自身是十大家族 违背妇女意志 苏雪脸红 难难道 我哪里是妇女了 而夜晨仍然严肃无比 又给了炎翼一巴掌 这两巴掌 他都用上了70%的力 把炎翼门牙全打掉了 口水和血水流了一地 他猛逼且愤怒地问道 那这一巴掌 又是为何 我不服 是因为你大半夜 在金银的店铺面前 大喊大叫 扰乱城市秩序 炎翼何曾遭到如此屈辱 眼神里的凶狠 想要直接将夜晨杀死 瞪我干嘛 夜晨又是一巴掌下去 炎翼便像条死狗 躺在地上不断抽搐 小胖子把他拉起来 假量照做 而夜晨肩膀上的太医 一抛尿 把炎翼给自醒了 什么味道 太医嘿嘿笑道 虎爷的尿 味道好吧 马德 夜晨 还有这个畜生 你们活不过明天 郭躁 夜晨先用灵力 将炎翼脸上的虎尿清除 然后一巴掌下去 炎翼脸肿得像个猪头 你还敢打我 再狗叫一句 我还打 这一巴掌 把炎翼打老实了 他内心疯狂咒骂 你压的 就对着一个地方薅羊毛 知不知道 一直打左脸 很疼的 实在太疼了 他感觉左脸 都不是自己的了 整个人比吃了小药丸还要飘 三人小团体面面相去 得罪谁 都别得罪成哥呀 难怪我姐看上姐夫了 太猛了 我刚才还想摸小老虎的尾巴 既然是五接一瘦 我差点手 也要没了 山爽了 夜晨看到炎翼彻底害怕了 就没再继续动手 真打死了 他的计划 还怎么展开 苏雪看着这残暴的画面 关心地问道 夜晨 你把炎翼得罪狠了 接下来怎么办 他都没碰到我 你刚才那些罪名 很难站得住脚 但是夜晨 炎翼肯定会报复你 苏雪是武道指挥系的学生 对军事律法 理论知识 有些了解 傻姑娘 我刚才都听到了 你为了帮我 差点被这个家伙给祸害 我还有办法脱困的 我才没你想得那么蠢呢 苏雪平时都是一副淡定的样子 今天难得露出如此撒娇的语气 我才不允许 有人动你一根手指 你好八道 为什么别人不能碰我 我又不是你的东西 苏雪露出狡黠的眼神 夜晨无奈 我说不过你 反正只有我能欺负你 其他人不允许 而且 你不需要做到这种程度的 这件事很危险 你知道吗 看来 你都知道了 夜晨点头 嗯 接下来 交给我吧 秦峰看着像是小情侣 打情骂俏的夜晨和苏雪 内心摇头 表姐天将终究抵不过青梅啊 她终究是 站在自己表姐那边的 偷偷给蓝宾发了条短信 我能帮你的 就到这里了 接下来看你表现了 忽然 夜色中 周围亮起光芒 身穿青灰色 制服的舞者 将夜晨等人团团围住 零四二五黄境 强者的贪婪 蓝宾宣示主权 围首的统领 穿着青色制服 来到炎翼身边 把他扶起来 望着他被打成和死狗一样 口吐白沫 浑身颤抖 他强压怒意 先从口袋中 拿出一管浑浊的液体 灌入炎翼嘴里 炎翼左手的伤口 开始结痂 不再流血 新强接到炎翼的 求救短信 第一时间 就赶到现场 身为炎家的护卫统领 看到炎翼这样 他内心恐慌又愤怒 新强 身为武皇进 强者的气势 瞬间外放 那股意志威压 让在场的秦峰等人 一阵难受 差点跪伏在地上 而夜晨还搂着苏雪 他们二人受到的影响最小 谁干的 敢对我炎家少爷动手 武皇一怒 对于夜晨来说 就是怒一下 他拥有心冤 镇压精神本源 就算是傅武圣来了 想要用精神力威压 让他下跪 都做不到 明知故问 看不出来 是虎爷干的吗 谁在说话 你虎爷啊 新强找了半天 才发现 是趴在夜晨肩膀上的 小老虎在说话 他羞怒无比 畜生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是你干的吧 少年 新强望向夜晨 还有他怀中 国色天香般的苏雪 大概了解了是什么情况 以自家少爷的尿性 恐怕是想要霸占 这位绝色女子 但是碰到了硬查 小子 你知道 你打残的是谁吗 我知道 你自己不是说了 严家组长之子言议 你这人 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吧 我家太医说的一点也没错 你这智商 连畜生都不如啊 夜晨的一番话 惹得众人哄笑 麒麟虎太医 更是笑得在地上打滚 牙尖嘴利 心强被惹怒了 便掏出腰间的战刀 就要给夜晨一个教训 苏雪担心地喊道 夜晨 小心 你抱紧我的腰 苏雪紧紧抓住夜晨强壮的腰 上面一丝坠肉都没有 锻炼的棱角分明 苏雪暗道 比以前壮士了很多呢 而星渊出现在夜晨手里 枪间对上了锋利的刀刃 这一击 硬是扛住下了 只不过 夜晨整个人暴退了数十米 嘴角一出一丝鲜血 看来还是有点勉强呢 太医用了空间秘法 减弱了刀刃的气势 我才能勉强挡住武皇的一击 所有人都震惊了 我抄 星统领的攻击 竟然被那位少年挡住了 离谱 这可是武皇的一击啊 难不成 对面那个少年 是武王镜巅峰强者 他也就和颜少爷差不多大吧 我从未听说过 这么年轻的武王镜 颜少爷已经算是天才了 颜家全力培养 也才入武将镜不久 这位恐怕来头不小 废话 敢把颜家少爷 打成丧家之犬的人 能是擅长吗 星强怒吼道 都给老子闭嘴 这些颜家仆人 自然不敢再多嘴八卦了 星强内心的惊骇 比所有人都多 身上的气息和灵力等级 只是武将镜 我刚才那一刀用了八成力 却只让他受了轻伤 那把长枪 不凡 这位少年实力最低有武王镜 这种天才我却没见过 星强眼里露出贪婪的目光 没见过 就是没什么背景 自己有颜家保着 杀了就杀了 事出有因 他杀了叶晨 不仅不会被惩罚 颜家肯定也会死保他 我爆发权力 在这里杀了他 夺了他的宝物长枪 一股杀意 瞬间降临 星强再次出手 这一次不再留守 血沙斩 叶晨脸上 这才露出凝重之色 这位武皇 对我起了杀心了 叶晨还不能退 他可以轻松躲开 但 身后的秦峰等人 却没法躲避 叶晨准备 全力抵抗了 武皇的全力一击 他会重伤 但肯定不会死 太医 准备 全力阻止他 燃烧气血也要挡住 是的 主人 小胖哥对我们也不赖 看在按摩的份上 我虎爷也不能坐视不管 一人一虎 暗中蓄力 准备出手抵挡 那血色的刀光 染红了半片天空 即将落下的时候 一声娇鹤响响起 住手 秦峰松了一口气 表姐 你还算来得及时啊 白爷爷 快帮忙啊 蓝冰焦急无比 催促道 看到叶晨可能会受伤 他都没有了平时的淡定和阴气 白薄不急不慢 先是望了怀中 抱着一位少女的叶晨 打了一个响指 那血色的刀光 便瞬间消散 蓝冰小跑来到叶晨身边 虎王 你没事吧 没事 这位是 蓝冰很难不看到 叶晨怀里的苏雪 而苏雪这才满脸羞红地意识到 自己一直躺在叶晨怀中 站起身 整理了一下衣角 我叫苏雪 是叶晨的高中同学 高中同学啊 苏雪妹妹你好 我是叶晨的战友 蓝冰 也是星空第一五道学院的二年级生 原来是学姐啊 蓝冰学姐好 多谢学姐出手相助了 你们没事就好 太医 来我这里 把事情和我说一下 而麒麟虎太医 先是望了叶晨一眼 看他没什么反应 体型已经缩小的他 跳到了蓝冰的怀中 其他男同胞 羡慕地望着这个小老虎 果然 宠物是最容易吃到福利的一种生物啊 下辈子 投个好胎 当然哪有宠物香啊 而麒麟虎太医 却不傻 哪有心思享受大雷的福利 只不过主人没表示 他也就将事情给蓝冰讲述了一遍 麒麟虎太医 跟着叶晨这一段时间 乃会不知道 蓝冰这表面礼貌 实则是在宣誓主权啊 他可是跟在叶晨身边的战宠 却能被一个外人轻易使唤 那就侧面证明了 蓝冰和叶晨的关系不简单 苏雪没什么反应 只是安静地站在叶晨身旁 两女不论是谁 站在人群中 气质和样貌都是顶级 而心强绝招被化解 痛苦地蹲在地上 眼里写满了震撼 什么 递进强者 你们是谁 蓝家奴仆 白博 这位是我蓝家大小剑 蓝冰 而蓝冰听完太医的讲述 举起手中的剑 剑指心强 一竟敢对军部五星军衔战士动手 白博 把他抓起来 交给军部处置 零四三 武神偷袭 怒斥炎罗 五星军衔战士 也就是说 这个少年 真的是一名武王强者了 叶晨拿出自己的五星军衔徽章 亮瞎了在场所有人的眼睛 秦峰连忙走近 羡慕地说道 姐夫 能不能给我摸摸 你也太牛了 原本是三人组中最稳重的秦峰 此刻却异常兴奋 这倒没事 叶晨却疑惑地望向蓝冰 蓝冰巧笑奄然 我这个表弟 从小就被我表叔带到战场上魔力 他的心中 对军队国家的荣誉感很强大 其他人不懂五星军衔的含义 他却懂得最多 秦峰在宿舍看的书 也是关于军事方面的 蓝冰朗声道 对军部五星军衔战士下杀手 秦峰 你好大的胆子 心强已经汗流加倍了 这么多人都看着 若是被安排上这个罪名 他就完了 心强狡辩道 叶晨殴打我家少爷在先 我只是出手教训他 难道还有错 军部五者就可以殴打群众吗 群众 蓝冰翻了个白眼 严家族长武神之子 也叫群众 神特么的群众 严一是普通人 为何不是 他还只是一名学生 却被军部五者殴打 就因为我们是大家族子弟 就脱离了群众吗 叶晨不懈地说道 大家族就可以纵容子女 光天化日之下 对一名女子实施猥亵了吗 可这位女同学 却没有被施暴的痕迹 我怎么知道 你不是编的呢 别废话了 拿下先 蓝冰直接下令 让身旁老仆 拿下他们 一名武帝竞 是全场实力最强的了 拿下炎翼 心强等人 易如反掌 白博点头 是小姐 他大手虚空一抓 就要把众人给收进宝物中 心强面露恐惧 炎翼被抓不一定有事 但若是真出了事 自己绝对会成为牺牲品 我特么昏了头 早知道这个少年背景这么大 我就不来了 少爷只是被毒打 他是武神之子 肯定死不了 我意图击杀军部武者 怕是要遭殃了 心强后悔不已 忽然 另外一股吞吸之力 将心强等人拉扯回来 组长 心强恭敬的贵妇在地上 面露惺喜 组长来了 那他之前的行为 说明是要插手此事 炎罗朝着心强点头 你做得很好 我在这里 没人能动我炎家任何一人 谢 组长救命 炎翼喝了灵力药剂之后 身体恢复了不少 炎罗走到炎翼身边 爸 你要为我做 猪啊 炎翼猛了 这一巴掌 很痛 比叶臣给他的任何一巴掌都要疼 他的尊严 碎了一地 爸 为什么 你还问我为什么 我倾尽资源给你 却被一位来自偏远乡镇的小子 给摁在地上摩擦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些破事 回去之后 我冻结你的银行卡 给我老老实实修炼 别再给我丢人现眼了 这位冷面炎罗 炎家族长 炎罗对自己的儿子 一样凶狠严厉 若你真的全力修炼 现在已经踏入武宗 有我给你的炼鱼霸刀 怎么会这么狼狈 你真是给我炎家丢脸 嘴上炎力 但虎毒不食子 他还是拿出一颗灵药 扔给心强 带着少爷 回去吧 以后 你去给少爷当贴身护卫 他赶去封月场所 我就打断他的腿 心强心喜 谢组长 我一定努力办事 他这次选择队了 预料中的坏情况没发生 还升职了 这可比护卫队队长 有排面多了 炎家族长之子的贴身保镖 炎翼当然不会生自己父亲的气 一双怨毒的眼睛盯着夜沉 吃完小药丸的他 身上伤势恢复 只是断臂无法重生了 不过他并不沮丧 断臂不能重生 但是可以安装强大的一兽一支 心强带着炎翼准备离开的时候 炎翼还不忘了给夜沉露出抹脖子的阴狠动作 蓝冰娇喝道 炎武神 他们不许走 炎罗转身 一股武神的气势将蓝冰震住 白薄出面挡住了 却嘴角露出鲜血 白爷爷 你没事吧 小姐 我没事 蓝冰怒道 炎武神 欺人太甚了 不过愤我又没做什么 难道 我才死路边一只蚂蚁 也算罪过吗 蓝冰侄女 若是你父亲来了 有资格给我定罪 我儿中伤 我先带回去疗伤 至于今晚的事如何定责 我会亲自去找蓝将军 我们再进行调查 蓝冰一阵无力 什么律法 在武神面前苍白无力 规则是约束弱者的 对于强者来说 规则是他们制定的 蓝冰愤怒的吼道 蓝昊 都被人欺负到头上了 你还不出来吗 嗨嗨老妹啊 哥来了 一名长相眉眼与蓝冰 有几分相似的红发青年 从角落里走了出来 晚辈 蓝昊 见过阎武神 妹啊 我全力往这里赶了 白伯 多谢了 蓝昊无奈 自己这还不如别这么早道 没事蓝少爷 老仆应该做的 恕晚辈多嘴 阎武神 这次做事 有些欠妥呀 阎罗神色依旧严厉 我做事 还不需要你来教我 蓝冰见到蓝昊 没好气地说道 阎武神来了 爸怎么没来 这件事 恐怕有点不对劲 和这小子有点关系 临时有异兽朝攻打基地 爸必须坐镇军营 蓝冰没想到 蓝昊给了他这么一个答案 就在两人聊天的时候 旁边的麒麟虎太医 浑身汗毛乍气 变化成原来的形态 怒吼道 你这老掉毛 偷偷对我主人下黑手 叶辰眼神浑浊 鲜血将他的白衣染红 蓝冰迅速跑到叶辰身边 然后朝着天空中的阎罗骂道 阎武神没想到你如此卑鄙 你配当这个武神吗 蓝昊也是充满火气 小辈之间动手 阎武神你出手 难免落了下城了吧 我父没道场 你真当我蓝家没脾气吗 苏雪的眼泪 就像是不要钱一般 落在夜尘脸上 夜尘面色苍白 擦拭苏雪湿润的眼角 别哭了 妆都哭花了 这么多人看着呢 以后你笑话形象不保了 苏雪依旧是继续流眼泪 她是真心疼了 像那小女孩一般 哭鼻子 我没事 就是血吐的有点多了 污泥骗人 啜气声 吐这么多血 怎么会没事 真没事 夜尘从苏雪温暖的怀里挣脱 站起来 还勉强地跳了几下 她就是想在苏雪怀里多躺一会儿 没想到 小姑娘反应这么大 吓得她 不敢继续再装死了 然后她就听到蓝冰咒骂阎罗 要多难听有多难听 蓝冰姐姐 关心夜尘的方式非常彪悍 阎罗都猛了 然后开口 不是我干的 夜尘都吐血了 除了你 谁还 夜尘捂住了蓝冰的嘴 担心他惹恼了这位冷面阎罗 真不是他干的 有人偷袭我 在场众人震惊于夜尘的话 蓝冰冷静了许多 满脸血满了疑惑 那还有谁啊 有人偷袭你 白搏都没反应过来 恐怕 也是一位武神吧 夜尘你 什么时候得罪一位武神了 听到这话 苏雪若有所思 夜尘妄想飘在空中的阎罗 用平静的语气 说出最狠的话 我也不知道 不过 阎罗 你这个老东西 刚才明明可以阻止 却不动手 我家太医没骂错 你说什么 现场空气瞬间冷下来 所有人都盯着阵阵有刺的夜尘 零四寺院岂需要发现 不然就憋坏了 三人组 比身为主角的夜尘还紧张 秦峰三人眼神交流 秦峰 牛逼 不愧是能当我姐夫的男人 王莽 我家老爷子瞪我一眼 我放出去的屁 都要憋回去 小胖子 这么霸气 哪个女生看夜哥 眼神不拉斯啊 不过 脑子学会了 可是 夜哥的颜值 实力 怎么学啊 在线等 挺急的 兰昊站在旁边 不自主地点头 暗道 难怪能把我妹迷得不要不要的 这哪个女孩子不迷惑 以武师之境 当着众人面 骂一位武神是老东西 麒麟虎太医 是愤怒为夜尘发声 而夜尘知道不是阎罗干的 还怒斥阎罗 严一被吓到了 然后内心狂喜 敢这么和我爸说话 太好了 按照我爸的性格 一巴掌就能把他废了 无数人战战兢兢 等着阎罗武神发怒 阎罗却没有动手 冷冷地盯着夜尘 夜尘自威然不动 不卑不亢地和阎罗对视 阎罗那个千年不变的面贪脸 竟然笑了 不错 我儿不及你 确实被我交纵坏了 穷儿妇女 我阎罗一直不相信这种教育方式 今天你却倒脸了 我挺欣赏你的 不过 武神岂是你能侮辱的 阎罗用剑却手中无剑 一直点出天地色变 这就是阎罗剑 好恐怖的威势 传闻中 此剑一出便必有一兽死亡 阎罗点卯 这杀气已经宁为实质了 蓝兵焦急无比 白爷爷 帮忙啊 白爷博却无奈道 我没有资格 阎罗剑神不想让我出手 在这里 他的领域内 谁都没法帮夜尘 不过 也不需要帮忙 夜尘浑身站立 靠着星渊 强行站立在原地 整个人半截小腿 被压进了弟弟 队伍神不敬 我小事成见 你和我的恩怨 我不会插手 走 这次 没人再敢阻止阎罗 蓝家族长被困在军营 没法到场 这里 便是阎罗说了算 等到阎罗离开 那股恐怖的威压 才算消失 而夜尘才大口喘气 他不想在阎罗剑神面前 展现自己的狼狈 众人围了上来 蓝号道 别碰他 让他自己缓一下 白伯叹息一声 孩子 何必呢 就为了出一口气吗 夜尘半蹲在地上 强行直起腰 轻松地笑道 白前辈 我心中有口气 不吐不快 阎罗神不敢杀我 我只要不死 后悔的就是他 还好他没把事情做绝 若等我成长起来 我定会百倍奉还 该庆幸的是他 不是我 白伯愣住了 旁边的苏雪 既心疼又崇拜 他 还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狼 蓝冰眼里 也是夜尘的形状 这就是他轻慕的白虎枪王 即便面对武神 一如长枪一般 笔直不弯 宁折不屈 前辈 我心中有怨 这口怨气不发泄出来 恐怕要憋坏了 白伯哑然失笑 好孩子 过刚一舍 不过 能让武神吃扁 确实畅快 蓝昊走了过来 用力地拍了一下夜尘的肩膀 妹夫 不错 有我当年风范 蓝昊眼里满是欣赏 蓝冰却脸红了 哥 你说什么呢 什么妹夫 夜尘尴尬地笑了笑 没说话 这一巴掌 把夜尘血给拍了出来 蓝冰和苏雪一口同声 担心地问道 夜尘 你没事吧 没啥大事 也就筋脉全断 身上骨头断了一半而已 蓝昊惊了 我抄 妹夫 你是条硬汉 换我早就哇哇叫了 白爷爷 夜尘这要怎么恢复 服用最顶级的基因恢复药水 净养三个月 可以重新修炼 怎么弄到药水 我买 苏雪柔柔的声音 传出 白薄笑道 我蓝家就有 一瓶 十亿 蓝冰骄傲地挺起胸膛 我去找我爸要 我从来没求过他 他会答应我的 蓝昊在一旁助攻 妹夫 若是你答应入赘 我爸肯定会帮你的 你这天赋和实力 勉强及格了 旁边 苏雪轻咬朱唇 紧张无比 这个时候 他感觉好无助 叶辰咳嗽了两声 我真没什么大碍 你们把我送到战场去 过两天就看到我生龙活虎了 苏雪脸色变了 叶辰 你干嘛 不用在意我情绪 拧你入赘吧 蓝冰也是焦急道 哥 都怪你 你瞎说什么话 小雪妹妹 我哥就是开玩笑 什么入赘 我会找万叔叔和我爸 叶辰 就当你先欠着我们蓝家的 你要赚到十亿军功 又不难 千万别做傻事 麒麟虎太医 憋着笑 也是深情地劝说道 主人 我太医就算去给蓝将军 当做妻服役十年 也一定要给你换来恢复灵药 劝你的 你凑什么热闹 叶辰无语 太医知道 他进入战场 击杀易兽 靠着心冤之力 就能恢复自身伤势 小雪 蓝冰 你们 替我解释啊 不用解释了 小枫 你们找个担架 把叶辰抬走 别让他做傻事 我去找我爸 太医暗叹 可怜的主人啊 我看你 还是入坠蓝家吧 这样就不用背上十亿负债了 被抬走的叶辰 心在低血 十个亿啊 我要杀多少亿兽啊 十亿留着花多爽啊 苏雪站在旁边 叶辰悄悄地说道 小雪 你相信我对吧 苏雪点头 我刚才真的没说话 你要相信我啊 叶辰真诚的眼神 丝毫打动不了苏雪 送去医院的时候 给叶辰多挂个神经脑科的号 半小时后 叶辰穿着病号服躺在床上 闷闷不乐地吃着香蕉 主人 大嫂子睡着了 大嫂子就是苏雪 麒麟虎太医 已经把苏雪 当作叶辰的大老婆了 她私下里 给苏雪 蓝冰 刘雨菲 排了个顺序 苏雪 叶辰浑身被包裹成木乃衣一般 无法动弹 苏雪躺在叶辰旁边 现在是凌晨 她也哭累了 趴在病床上睡着了 东西都拿好了吗 放心 主人都在空间戒指里 那你出发吧 若是没完成任务 以后你就别上桌了 虽然夜晨动不了 但那种杀气 让麒麟虎太医 不寒而栗 包的 保证完成任务 趁着夜色 一只小白虎破窗而出 零四五 八阶恢复药剂 蓝冰的决绝 到了吗 还没 到了不 马上马上 不是 还没到 主人 你三秒钟前才问过我呀 哪有那么快 sorry sorry 我鸡鸡国王啊 太难受了 浑身被打上钢板固定骨架 痛死我了 你早点到战场 我就早点解脱 我到了 主人 战场有守卫 我要怎么溜进去啊 好问题 我了解过了 门口守卫有换班器 夜晨看了一眼墙上的钟 距离下一次换班 还有五分钟左右 你共享视野给我 一念一动 夜晨眼前一阵模糊过后 便拥有了麒麟虎太医的视角 时间快到了 走来两名守卫 进行换班 困死我了 晚上吃顿好的 烧烤还是路边摊 我说的不是这个吃的 晚上带你小子去开婚 嘿嘿 行人 恭喜你今晚 楚男毕业 几人交流间 一道黑影闪过 你们刚才 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闪过 笨蛋 专注点啊 那是灯塔的灯光 刚好照过来 几人觉得一阵谎眼 丝毫没注意到 一只小白虎 已经溜进了九号战场 主人 牛逼啊 计划一成功 接下来看你的了 九号战场很危险 你现在独自一人 会被人族舞者 当作异兽对待 麒麟虎没有丝毫松懈 躲进一处草丛中 对方不会空间密法 即便是五皇小队 也没法发现我的存在 开始狩猎吧 明白 主人 我早就极可难耐了 待在城市里 虽然安全 但这不是猛虎想要的生活 重回战场 这才是麒麟虎太医的主场 叶辰继续保持 和太医共享视角 猎物来了 不愧是主战场 这个地方 实力最弱的都是四阶异兽啊 叶辰的运气不算好 但也不算特别差 几只四阶异兽 从草丛经过 根本发现不了太医的存在 空间密法这一存在 隐匿能力太强了 上吧太医 我知道 你忍不了了 早该如此了 若不是主人你 我早就大开杀戒了 你别吹了 这片区域 七阶的都有 你要真敢大开杀戒 早被七阶领主异兽给抓住了 太医恶虎扑石 将三只四阶异兽直接撕碎 然后利用空间密法快速转移 叶辰调侃道 你不是要大开杀戒 怎么跑得这么快 哼 一时的撤退 只是为了更好的进攻 你懂什么 叶辰懒得和太医半嘴 这小老虎猴金猴金的 而他也感觉到 心冤之力的反补 嘿嘿 双手的骨骼在恢复 好痒 叶辰手骨在修复 将手臂上的钢板挤出体内 拆开手臂上的绷带 上面露出猙獰的洞孔 但叶辰却满是心血 太医 继续 我手臂恢复了 半小时后 叶辰将全身的绷带拆解开 又是一股心冤之力传来 他身上被钢板打孔的地方 也恢复如初 重新熟悉了一下身体 叶辰从病床上起身 将苏雪轻轻抱起 让他躺在床上休息 而叶辰脱下病号服 换上自己的衣服 从窗口悄悄离开 兰家 一脸疲惫的兰卫国回到家 爸 你辛苦了 喝水 兰兵乖巧地脱掉兰卫国身上的外套 然后沁了一壶茶水 兰卫国喝了一口 挤出笑容 不错 很提神 前台词 茶叶放多了 太苦了 兰卫国把茶杯放下 说吧 要求我什么事 嘿嘿 不愧是我们的兰将军 瞒不过你 兰卫国露出无奈的笑容 自己这个女儿 不是有事相求 哪里会这么怪 你呀 男的回家一趟 是因为那个男生吧 把爷爷都和你说了呀 小伙子不错 胆子很大 我会请最好的军医 去治疗他 不过 你也知道 武神威严不容侵犯 你让他不要冲动 暂时不要想着复仇了 兰卫国大概了解了事情的经过 你万叔叔也向我介绍过叶辰 等他伤好了 可以来我军营报道 不是这个 爸 你那里不是有八阶的恢复药剂 你原来打我这个主意呀 六阶 七阶的 我可以给 但是八阶的不行 蓝兵皱眉 叶辰浑身骨头都碎了 伤筋动骨一百天 还有武神之力的侵蚀 七阶顶级的恢复药剂 都没用 必须要八阶的 才能让他在短时间内恢复 你知道八阶的价值吗 我知道 十亿吗 叶辰他天赋很高 在江南基地市 一个月不到 就赚够了一亿军功 顶多给你打工半年 就能还上 蓝卫国惊讶 哦 那确实挺厉害 这种赚取军功的速度 不弱于一些武皇了 那倒是可以给叶辰使用 只是 今晚的战斗中 一位武神受伤 我已经答应 把八阶恢复药剂交易给他了 一位武神 和一位有武神之资的天才相比 肯定是武神更重要 况且 最迟半年 叶辰也能康复 蓝冰听到这里 沉默了 他情绪低落 半年都要躺在病床上 对于一位意气风发的少年 内心是多煎熬和难受啊 那些六阶 七阶的药剂 用处不大 对叶辰身体 伤害最大的 是阎罗留下 在他体内乱撞的武神之力 消除这种力量的 必须是八阶以上的恢复药剂 可八阶药剂很珍贵 就连蓝家 也是机缘巧合 才拥有这么一个 蓝卫国内心叹气 他太了解自己女儿的性格了 为了一件事 会投入百分百的努力 爱上一个人 也会投入自己所有的感情 若叶辰在床上躺半年 自己的女儿 也要受半年的罪啊 蓝卫国于心不忍 犹豫了一下 忽然说道 我知道 还有哪里可以获得八阶恢复药剂 蓝冰暗淡的眼神一下子亮了 爸 最爱你了 快告诉我 付出什么代价 我都愿意 你真的愿意吗 望着父亲严肃的眼神 蓝冰有种不妙的预感 刘迦有 刘迦 我们焉惊的刘迦 对 他们有八阶恢复药剂 你也可以轻易得到 只是 蓝冰轻咬嘴唇 脸上露出厌恶的表情 只是 要和刘迦那位联姻对吗 我不会逼你 娃娃亲 我也给你退了 我尊重你的意见 刘迦也知道 他们那位组长之子 不学无术 整日花天酒地 不过 那件事闹得我蓝家和刘迦不太愉快 最后 你割取了刘迦的大小剑 这件事才算作罢 告诉你 你也不会去求刘迦吧 蓝卫国太了解女儿的性格 对外表现的娇柔 实则外柔内刚 绝对不会允许自己 和那种废物在一起的 消息吧 我有点累了 你也不用烦恼了 我会请最好的军医 帮助治疗叶辰的 毕竟 你蓝叔叔也挺看好他 托付给我照顾 蓝卫国等了半天 女儿还站在原地 他捏紧裙脚 艰难开口 爸 我很需要八戒恢复药剂 你帮我联系刘叔叔吧 零四六 蛟龙地兽的追杀 虚空龙爪 九号战场 叶辰站在门口 和守卫扯皮 哥们 你一个武师来添什么乱 这六星战场区域 里面最低等级的异兽 也是四街 这不闹吗 是不是走错了 小伙子 隔壁才是你应该去的区 两名守卫 拿着叶辰的身份令牌 没有刷卡放行 他们以为 叶辰走错片场了 呃 没走错 我是来这里找我表哥的 我只在安全基地内 不出去 你表哥吗 那行 叶辰松了口气 混过去了 刷卡 扣了一千点积分 叶辰进入了安全基地内 太医 我进来了 主人 你终于来了 麒麟虎太医欣喜 小跑回基地 和叶辰会合 叶辰就是来接太医回家的 他进来容易 可是野兽形态 没有主人的战宠 是无法回到城市的 主人 给蓝宾姐姐打个电话报平安 他现在肯定回家族 去拿八戒基因药剂了 哦对 差点忘了 我现在完全好了 没必要负债啊 叶辰拨打了蓝宾的电话 却提示无人接通 打不通 太医调侃道 蓝宾姐姐的性格 不搞到药水 肯定睡不着的 老大 这回 你真要当打工仔了 叶辰蹂躏着虎脑袋 明天找蓝宾解释就行了 你小子 真想让我当打工仔 你也跑不了 我是打工仔 你就是打工虎 而且 我让你打工 我才不动手 你也能幻化出心冤 你喜欢看戏 那你就给我干活 太医猛逼了 他很想给自己一个大嘴巴子 但奈何 虎爪子太短了 够不到 自己嘴见干嘛呢 白天再给他们 一个惊喜吧 太医 走我们两个 如果偷袭 相当于武皇强者出手 我能用这个谎言 骗守卫一次 第二次可能就 没那么容易混进来了 叶辰抓紧这个机会 和太医 在草丛里 当个老六 两个老六 蹲在草丛里 抱着蹲到一个 就赚到的精神 还真给他们 抓到一个落单的 五阶巅峰异兽 太医差点要睡着了 他没叶辰 那么多的耐心 感动啊 终于有六上钩了 别大意 等他再凑近些 叶辰谨慎无比 而那只金角犀牛异兽 是跑出来 解决方便的 他刚对准隐蔽的草丛 两把长枪 一前一后轰出 这只金角犀牛 根本没有防备 静谧的夜空 回荡着凄厉的惨叫声 快走 两人得手 立马转移战场 尸体也被叶辰 收进空间戒指中 你这色虎 怎么想出这么阴险的打法 不过 确实好用 一击毙命 若是攻击其他部位 可不会触发暴击 管他阴招正招 干脆利落杀人 就是好手段 麒麟虎太一 反而相当骄傲地 抬起虎手 露出一副 求夸奖的表情 反正没人看到 夜晨也无所谓了 人多的时候 这招可少使用 不然会破坏 自己光辉的形象 一只五阶巅峰异兽 直接让我突破到了 五将近五阶 而且经验值拉满了 差一些 就能踏入五将近六阶 这是宝地啊 继续 只不过两人蹲到快天亮了 才遇到一只异兽 太一直接封锁空间 然后夜晨星影 顺移到异兽身后 如法炮制 直击命门 五将近七阶了 星渊也到九阶了 让我看看 解锁了什么新武器 夜晨欣喜 但太一焦急的声音传来 主人快跑 我们杀的这个 是蛟龙异族的圣子 他老爸追出来了 怕什么 我们跑路就完事了 这次不一样 空间被封锁了 主人 你快试试 能不能用星影离开 夜晨也皱眉 不过好在 星影不受到 空间封锁的影响 还行 人类 杀了我儿 就想跑 夜晨脸色骤变 马德 巴结异兽 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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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晨连续使用星影 疯狂逃队 太一 我怎么被锁定了 我们刚才 击杀了他的儿子 身上沾染上了 蛟龙异族的气息 我们异兽中 血脉高等的种族 都能做到 这种天赋秘法 直系亲属 会一直感觉到 类似一种诅咒 若是你当时杀了我 麒麟虎异族的组点 也会立马 遭到我父王 或者母后的追杀 蛟龙异族 生性本营 可这营 却不是他们本意 而是蛟龙异族 血脉高贵 越高贵的血脉 诞生子四越南 这位蛟龙帝兽 如此疯狂 恐怕那只蛟龙 是他的独子啊 他一猜测不错 这只蛟龙 生育困难 好不容易老来得子 唯一子四被杀害 他彻底疯狂了 我抄 什么情况 八戒帝兽发疯了 这不是蛟龙帝兽吗 谁去惹这个杀星了 无数武者遭殃 八戒帝兽相当于武帝 只有这座战场的最强者 才能抗衡 一道声音响起 老蛟龙 你想破坏战场规则吗 叶辰逃到了 快接近安全基地附近 蛟龙帝兽还追 就是破坏了规矩 我破坏规则 又如何 你们人族不讲武德在先 杀了我独子 这个人类 必死 你敢 你们人族 潜入我蛟龙圣地 就不是破坏规则了吗 你人在另外一个区域 赶到这里 需要几分钟 杀子之仇我必报 我只是杀一位武士而已 顶多受点惩罚 我是八戒地径 兽皇顶多惩罚我 叶辰本来以为事情结束了 听到老蛟龙的话 他想要顿头 但已经晚了 蛟龙献出原形 龙爪在虚空一握 庞大的青色龙爪 将叶辰和太医 像抓小鸡仔一样 给我死吧 报 零四七 一个一一秒就没了 好喝的豆汁 我服了 非要比我 老雕猫 我会回来报仇的 记住你虎爷 太义嚣张无比 你们两个小东西 被我的笼爪抓住 嚣张什么 我的这招 你即便想自报都难 我知道你们有空间密法 但是逃得掉吗 我已经封锁了方圆千里 一切生物都湮灭 还有你们这些人类 死了就怪他吧 是他害死的你们 其余人快速逃顿 而叶辰丝毫不慌 他们是无辜的 我杀你的孩子 你干我有理由 可是 若是伤及无辜 就算我死了 你也会遭到我人族的勇士追杀 老骄龙哈哈大笑 这么淡定 是在拖延时间吗 可是那位人族统领 最快赶到这里 也来不及啊 没多久 方圆千里内的其他舞者 全部逃开了 因为自信 所以老骄龙不着急动手 我这招 八阶以下的任何密法 道具 都无效 而你 不可能有超越八阶的逃命类宝物 所以 给我儿子陪葬吧 死吧 报 龙爪狠狠用力 老骄龙凝聚的这一爪 倾泄出无尽怒火 老邓 下次见面 就是我杀你的时候 报吧 行冤 没想到 刚解锁的九阶舞技 就这么用了 九阶 金枪脱鞘 顾名思义 就在龙爪 要把一人一壶给狠狠捏爆时 剧烈的爆炸声 将龙爪给炸飞 哈哈 死报了 老骄龙捂着被炸飞的手臂 眉头紧皱 不对 没有感觉到生命死亡的气息 在他疑惑的时候 愤怒的声音传来 老 骄 龙 你找死 刀光 仿佛要将半边天空给遮蔽 大日金轮 金色的刀光 砸向老骄龙 我靠 你来真的 杀我人族 撕毁协议 我有权利在战场上处死你 马德 怎么碰到 你这个刀疯子 你听我解释 他们 老骄龙后面没死两个子 被灵力的刀给打断 废话这么多 死 老骄龙粗大的鼻孔喷出浊气 你惹我的 我儿子被你们人族杀了 还不让我出气 不讲理事吧 黑龙将士 老骄龙也怒了 儿子死了 手给被炸断了一条 他都委屈谁能懂 一位武圣和八阶圣兽 扭打在一起 停手 很快 被炸断一条手臂的老骄龙 不是刀锋子的对手 落入下风 刀锋子 等等 终于给老骄龙 找到喘息的机会 一爪子和刀锋子的战刀 刚在一起 两人都被强大的威力给弹飞 拉开距离 那位舞者没死 就算死了 一名武师而已 战场上死得差这一个吗 就是抓着我不放 刀锋子笑了 就是拿你来使刀的 我人族天骄厉害 武师竟炸断武圣一条手臂 都自爆了 还能活着 你在搞笑 真真的 你 看到刀锋子眼里细血的样子 他露出惊恐的表情 这是局 你是武圣 你能感觉到他生命气息还在的 刚才自爆的 只是他手里的兵器 老蛟龙疯狂逃遁 但是那把刀 却散发出镇压万谷的气息 将它狠狠地定在那里 可恶的人族 你们太狠了 既然杀我射局 我一定会回来报仇的 老蛟龙心一狠 斩下自己的尾巴 甩向刀胜 他愤怒的声音飘远 可恶 可恶 我修炼数百年的修为啊 人类 是你们挑起争端的 龙骨所有异兽 全面出击 不死不休 刀胜没有攻击断尾 而是拿出一塔类质宝 朕 原本能量四散的龙尾 不断阵战 和空中的玲珑宝塔 进行对抗 最后那狂暴的能量被压制 龙尾 可是好东西 赚大了 刀胜将还留有活性 不断挣扎的龙尾 扔进了宝塔中 他带着灿烂的微笑 可惜了 没能把他留下 斩杀一位武圣 军功就够我晋升到 一星上将了 也好 不用提前退休了 刀胜飞回基地 走了吗 那位少年 可惜用枪 但也不是没法改 枪已经没落了 用枪都能爆发出那种战斗力 和我学刀 只会更强 他一脸可惜 叶辰和麒麟虎太医 已经离开了战场 他边走边骂 一晚上的辛苦白费了 还搭上了 我空间戒指里的宝物 九节枪技 是消耗大量宝物 心冤自爆 然后叶辰可以无伤逃命 只是 重新凝聚心冤 需要大量的宝物 价值相当于一个亿级分 相当于叶辰一个月 努力白费了 叶辰面色苍白 身体凌厉 还被掏空了 麒麟虎更虚 缩小体型 粘了八肌的 趴在叶辰肩头 燕京第一人民医院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穿过窗飞 照在苏雪的脸上 他好看的眉头紧紧皱起 缓缓睁开眼睛 叶辰 第一眼就是关心叶辰 但是 病床上空荡 空无一物 让苏雪瞬间慌了 他连忙拨打叶辰手机 嘟嘟嘟嘟 挂断了 房门被推开 叶辰提着早餐回来 我买了豆汁 你尝尝 老板说这是燕京特色 盛情难缺啊 苏雪焦急无比 叶辰 你去哪里了 你 他忽然想到什么 捂住嘴巴 震惊开口 叶辰 你怎么能下地走路了 昨天医生才说了 你全身206块骨头 碎了175根 五神之力 会阻挠你复原 你怎么 难道真有医学奇迹 嗯 对呢 医学奇迹 我今天早上起来 就感觉浑身疏痒 身上的伤势都痊愈了 叶辰一本正经地 胡说八道 苏雪将信将疑 却也没法得到一个解释 先吃早饭吧 人好好的 追究什么原因呢 也是 看到痊愈的叶辰 苏雪难得露出笑容 她把包子 油条都吃完了 唯独留下那白色 冒着热气的豆汁 你怎么不喝 最好的留给你 我来烟精一个月 已经喝过了 太医嗡声嗡气地说道 老大 苏雪大嫂子 对你真好啊 最好的都留给你 那我喝咯 喝吧喝吧 零四八兰号的质问 叶辰单枪入虎穴 扑 只是一口 叶辰脑中 把最难吃的东西 都回忆了一遍 萧雪 我好像看见我太老了 咯咯喽 苏雪眼嘴 笑得花枝招展 大雷乱颤 苦是苦了点 但眼睛想浮了呀 真有那么难喝吗 太医不屑地说道 主人 你太low了 这点苦都受不了 那你喝 叶辰直接将剩下的豆汁 灌入太医嘴里 啊 这什么东东啊 狗喝了都摇头 太医伸出舌头 嘴里的苦涩 一时之间无法消除 难喝是难喝了点 也没啥营养啊 退钱 这玩意 还五块一碗 奸伤啊 一阵嬉笑过后 苏雪将地上的豆汁 清扫干净 叶辰 你和蓝冰学姐联系过了吗 她应该挺担心的 电话打不通 叶辰躺在病床上 翘起二郎腿 将一颗阳光玫瑰 轻蹄扔进嘴里 忽然房门被狠狠推开 蓝昊冷着脸 将一瓶墨绿色的玻璃瓶 放到了叶辰身边 这是八阶基因药水 我妹妹替你求情 你竟然悠闲地在这里 被另外一名女孩子投喂 你对得起我妹妹吗 蓝昊的话里带着怒气 然后忽然注意到了叶辰的异样 什么 你明明被那位阎罗剑神给打残 怎么满血复活了 没有满血 我还没好拳呢 叶辰使用金枪脱壳武器 身体有些发虚 这才有了苏雪投喂的一幕 会哭的小孩 才有大糖果吃啊 不是 这个不是重点 你 你你伤势都好了 蓝昊开始用手观察叶辰身上的伤势 真的恢复了啊 一点拔痕都没 而叶辰缩进了角落 抱紧自己 不是 我不是电话本子 你别过来啊 我抄 我有未婚妻的 你在想什么呀 我只是好奇你的伤势 既然你都恢复了 那我妹妹 蓝昊咬牙切齿 愤怒地握紧拳头 叶辰不再开玩笑 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 大舅哥 不是 昊哥 蓝冰怎么了 你刚才说蓝冰求情 是什么意思 蓝昊内心挣扎了一会儿 但想到离开时 妹妹那种不情愿的眼神 还是忍不住爆发了 她本来找我爸要巴结基因药水 可是 我家的那瓶 给另外一位武神用了 而刘家有药剂 但是 刘家和我蓝家 因为一件事闹掰了 刘家和我蓝家 本来是世交 刘家家主和我爸也是 战场上的生死战友 我妹和刘家长子 定下娃娃亲 那位刘家长子 却是个不折不扣的顽固子弟 不想着修炼上战场 而是摆烂 只愿意享受 我妹妹蓝冰 自然是不肯和这刘家废物结为连礼 她的性格应该也知道 对待陌生人看似温柔 实则上 内心相当坚持 自然是据理力争 死不肯嫁 原本 她应该过上大小节一般的生活 锦衣玉食 但她在12岁那年 就进入战场中 18岁那年 就独自一人拿下四星军衔 回来第一件事 将上门提倾的那位刘家少爷 手指斩断了一根 至此 婚约取消 叶晨听着 心中难免动容 苏学也是对蓝冰佩服不已 同为女子 她陷入了沉思 若是自己碰到这种情况 会怎么做呢 叶晨皱眉 浩哥 你讲这些事 是为什么 为什么 蓝浩抓住叶晨的衣领 愤怒的吼道 就是因为 你小子 她这么一个敢爱敢恨的姑娘 为了你啊 为了你亲自向刘家道歉 讨要了这瓶药水 她一直是我们蓝家的小公主 我 还有我爸 我爷爷 都是把她捧在手心里宠着 可是为了你这么一个男人 她违背了自己的意志 我答应偶媚不说 可是 看到你在病房里 什么事都没有 身旁还有一位女子在照顾你 我就 忍不了一点 叶晨如遭雷击 大脑差点当机了 玄杰 叶晨露出苦笑 傻姑娘啊 你怎么这么傻啊 为什么不信我 我真的没事啊 太医焦急无比 那主人 蓝冰姐姐很危险啊 她斩断了别人一根手指 那若是进入刘家 蓝冰姐姐那么漂亮 那个顽固子弟 肯定垂涎她的美色 不然 也不会蓝冰姐姐去了战场几年 还对她念念不忘 嫁给这种废物 不是蓝冰姐姐的意愿 更可怕的是 这种废物 可能还会家暴蓝冰姐姐 主人 我们 太医话没说完 叶晨正开蓝号的手 她朝着蓝号鞠躬道歉 对不起 大舅哥 蓝冰对我的心意 我不可能再逃避了 她陷入于水深火热 是因为我 我不能坐视不管 最难销售美人 嗯 叶晨不能再装作看不见了 蓝号哥 带我去刘家 我不能走 我一现身 那意义就不一样了 这种情况 只有你一个人去才行 但 刘家可不比严家好相处 你真的 做好准备了 叶晨将八阶基因药剂 收入空间戒指中 眼神坚定 她一个女子 为了我做到这个地步 纵使是刀伤火海 我若是皱一下眉头 就配不上蓝冰的对我的感情 我把刘家位置发给你 谢了浩哥 我一定会把你的妹妹带回来的 叶晨离开 前往刘家 等到她走后 蓝号露出欣赏的目光 是个男人 我妹妹没看错你 然后她转头望向苏雪 道歉道 抱歉了苏雪姑娘 我本来答应了我妹妹不告诉叶晨的 可是她现在伤势痊愈 就有义务知道这件事 我这是在帮我妹妹 对你可能不太公平 蓝号又不是那种钢铁直男 怎么会看不出来苏雪对叶晨的好感 她这是助攻自己妹妹 那对苏雪来说 青梅的优势将荡然无存 而苏雪却摇头 语气中充满了对蓝冰的钦佩 蓝冰姐姐敢爱敢恨 若是我我也不敢保证 置身于她的位置 能做得更好 不必道歉 感情这件事上 蓝冰姐姐又没做错什么 你也没做错什么 哥哥自然心疼妹妹 叶晨的性格 也一定会拒救蓝冰姐姐 希望蓝冰姐姐别出事就好 零四九 临山小区 傍上富婆勺走一辈子弯路 那我先走了 蓝昊哥慢走 有消息了通知我 蓝昊点头 离开后 他回到车里 点起了一支烟 老门 哥能帮你的 就到这里了 若是叶晨没有清醒 我不一定会告诉他 可是他身上的伤势竟痊愈了 和我猜测的一样 他重情重义 肯定会前去救你 蓝昊熟练地吐出一个烟圈 叹气道 你这傻姑娘 若是我不说 叶晨怎么会知道 你为他牺牲这么大 不过 蓝昊掐灭了烟头 目光眺望医院的方向 你的对手也强得可怕啊 苏雪 江南是苏家的独生女 苏家 不是十大家族 但苏雪的父亲 也是武神 苏雪也称得上大家闺秀 身上那种气质 也很吸引男生 这种小家碧玉的女生 而且他考上了五道指挥系 心思细腻 适合当贤妻 老妹 蓝冰 爱得轰轰烈烈 为喜爱的男子牺牲自己 可是这份爱 却更沉重一些 一边热情似火 另外一边温柔似水 到底叶晨会更喜欢哪种呢 蓝昊已经尽力 但感情的事 谁又说得准 经过蓝昊的提醒 叶晨不想连累任何人 一个人乘坐出租车 前往留驾 高档的别墅小区内 灵气好浓郁 不愧是高级小区 蓝昊把资料发给了叶晨 燕京有三处高档小区 十大家族的蓝家 选择居住在偏远郊区 蓝将军身在军部 比较低调节俭 而刘家 选择居住在经过改造的灵山之上 云雾缭绕 周围依附着其他的小家族 整座灵山小区 坐落47栋山间别墅 真是够奢侈 首先实力或者军工达到五胜级别 才拥有购买资格 达到资格 也需要到时间进行摇号 才能住进去 现在有47栋山间别墅 山景房 海景房 云景房 三种级别 最便宜建立在山脚处的山景房 也需要十个亿以上 而刘家 是居住在灵山小区内 三大顶级家族之一的其中一个 住在二号云景房 叶晨抬头 云雾缭绕的灵山之上 已经被完全改造 山峰处 若隐若现的云海中 矗立着三座小别墅 其中一座建立在山顶 刘家的位置 蓝号已经告诉叶晨了 山顶往下靠左一点的云林别墅 就是刘家花888亿购买的住宅 原本只要886亿 刘家反倒是倒贴2亿 凑个吉利的数字 大家族真是不把钱当钱 山脚下的保安 都是五黄镜 身材高大 1米85以上 身材壮硕 身穿黑色五道制服的刘峰 从保安亭走了出来 他上下打量叶晨 看叶晨穿着朴素 露出一丝鄙夷的表情 喂 小子 没事不要在这里闲逛 我找人 找谁 这一句话把叶晨问住了 你等一下 叶晨来得匆忙 只记得不要连累朋友 可这临山小区大门都进不去 和谈入刘家 就蓝宾于水深火热之中了 他拨打蓝号的电话 电话被接通 浩哥 我进不去临山小区 你等一下 我找下我朋友 我问问他在不在 那不是会连累你朋友吗 刘家查到的话 蓝号哈哈大笑 没事 他应该不在乎 我先打电话问问 你有没有结交什么朋友 也可以让他帮忙 临山小区内的家族子女 很多都在星空第一舞蹈学院上学 说完后 蓝号挂断电话 去找好友了 叶晨无奈 我才刚来燕京啊 也就认识三个室友 秦峰 和蓝家交好 不能找 王莽 他爸只是武圣 在燕京王家武馆 还算出名 之前和他聊天 在星空第一舞蹈学院上学的舞者 所在的家族 基本都在临山小区 临山小区距离星空第一舞蹈学院最近 子女在附近上学 有财力的家族都会在临山小区 起码购置一套山景房 即便是海景房家族 也不好得罪刘甲 十大家族的影响力 很强 蓝号哥给我找的朋友 肯定是十大家族之一 住在临山小区的三大家族之一 小胖子更别说了 有钱 但是他们家就是暴发户 三个社友 叶晨一个都不打算找 太医忽然道 叶晨 那位见到细细花 就是十大家族之一 顾家顾建神的孙女啊 你找他说不定能行 或者 找与飞学姐啊 他能借到空间戒指 家族绝对不简单 都姓刘 还有可能就是刘家呢 叶晨叹气 我本来想把空间戒指 还给与飞学姐的 可是 自从我把他借给我的 一百万还给他 他就不理我了 太医白了一眼叶晨 没有说话 暗道 有小富婆包养 你还把钱还回去 活该啊 但太医也知道 叶晨的性格 不喜欢欠人情 这是他从小良好的家教 教育出来的 他有一个亿了 就不需要这一百万了 保安刘峰不耐烦地赶人 臭小子 你是想混进去吧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这种小年轻 在想什么 只要能进去 就能傍上富婆是吧 这个月 我已经赶走 三个不走正道的年轻人了 你是第四个 叶晨有点猛了 他内心直呼 卧槽 现在的年轻人真有想法 傍上富婆 少走一辈子弯路是吧 刘峰一边推荡叶晨 一边内心暗道 你小子 确实有几分姿色 比那几个帅多了 但 我都没成功 还能轮到你 刘峰也就二十出头 不算小帅 但也耐看 身强体壮 刚来几个月 也想着傍上富婆 当保安 只是少走三十年弯路 而傍上富婆 就可以直接躺平摆烂了 嗯 你小子 推不动 刘峰震惊 他一名武皇 虽然没用力 可面前的少年 却站如松 纹丝不动 你再不走 别怪我动手赶人了 他嘴上说着 却不给叶晨解释的机会 拿着棍棒 要将叶晨碾下山 忽然身后 传来一声娇和 刘峰 你在做什么 零五零白送空间戒指 不要就绝交 看到来人 刘峰连忙松手 内心一阵忐忑 脸上露出殷勤讨好的笑容 表妹 我什么都没做 这小子 明显不是我们小区的住户 我赶他走呢 叶晨也转过头 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面前 宇飞学姐 刘宇飞穿着 紧身运动舞蹈服 黑色的紧身服 凸显出了 其曼妙的身体曲线 刚运动完的他 香横淋漓 叶晨 你怎么在这里 刚问完 接着他便咬牙 然后朝着刘峰说道 表哥 我不认识这个人 赶出去吧 好嘞 刘峰看出来了 刘宇飞认识这个小白脸 但 他们之间似乎闹了什么矛盾 我就知道 你长这么帅 不是什么好东西 表妹身材这么好 却不好好珍惜 这就是最大的捷径啊 年轻人 路走窄了 宇飞学姐 你听我解释啊 刘宇飞露出狡黠的笑容 她只是想捉弄一下叶晨 她内心暗倒 谁让你把钱还我的 刘宇飞不知道叶晨赚了一个亿 都说了好 这些钱给她 她又把钱还给自己 是几个意思 刘宇飞就是要亮一下叶晨 让她以后 不能再拒绝自己 等到刘峰 真的对叶晨动手 刘宇飞又于心不忍了 住手 怎么了表妹 我让你把她赶出去 没让你那么粗暴 刘宇飞挽住叶晨手臂 轻松手指点在叶晨脸上 她只有我能欺负 你算老几啊 刘宇飞刷卡 带着叶晨进入小区内 刘峰面色难看 我抄了 感情我就是你们 小情侣 play的一环是吧 她一最后进入 在旁边补刀 报告蝙蝠侠 小丑找到了 刘峰气得想动手 但她知道 自己只是靠刘家的关系 才能混进来 当个小保安 这个岗位 可是很多人盯着 六显一斤 不用上战场 没有生命危险 工资 也比寻常武皇要多 偶尔还有小费 这种美差 她肯定不愿意丢掉 算了 人 得罪了那个小子无所谓 可是把这位脾气火爆的表妹 惹毛了 我哭都都来不及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刘峰重新做回去 但是 你小子 也别想好过 刘峰面前的控制太少 有数十个按钮 数量正好47个 每个按钮对应一处别墅 她按下三号按键 刘峰 什么事 雷少 雨菲表妹回来了 刘峰 表妹是你喊的吗 你是什么东西 摆正自己身份 不要对雨菲有什么非分之想 刘峰被骂 却仍然露出谄媚的语气 放心 雷少 我怎么敢动你看上的女人 只是 大小姐她回来的时候 旁边还跟着一个小白脸 小白脸 有照片吗 有的 我把监控拍下来的画面 调出来给你看 看完后 雷震感觉到了压力 你等我 我马上过来 这么亲密 这小子 虽然穿得一般 可是雨菲 是严控啊 两人进入小区后 刘雨菲松开了手臂 环抱双臂 叶辰都失神了一下 小老虎太医 在暗中排名 蓝冰姐是B级 苏雪大嫂子是C级 雨菲学姐 是 雷神啊 叶辰差点没忍住 小太医 你从哪里学的这些 刘雨菲不满地捶了一下 叶辰的腰子 愣着干嘛呢 不打算解释一下吗 呃 你说的是 还钱那件事吧 在你离开之后 我赚了一亿积分 哦 刘雨菲听到叶辰的解释 语气舒缓了许多 那证据呢 我把一亿积分 换成战斗力了 叶辰打开空间戒指 太医提醒道 主人 你自报心冤 兑换的一亿道具 全都消耗掉了 你拿呀 怎么了 撒谎 也找个好点的理由 一个亿怎么可能 刘雨菲就像是 抓住了叶辰的尾巴 仰起头 像只骄傲的孔雀 我记错了 放在家里了 过几天 拿来给你 算了 那我收了你一百万 过几天 再给你看呗 哼 一百万 你现在要我还不给了 叶辰苦笑 都怪那头老蛟龙 空间戒指 先还你 这个戒指太贵重了 贵重 你不要一百万 那你这个空间戒指 必须拿着 你要是敢还给我 我们就绝交 我现在就让人 把你赶出去 啊 你要把空间戒指给我 嗯 这个人情这么大 你以后 起码要十倍还我 太一惊讶了 我抄 还有这种好事 那行 我先用着 十倍吗 问题不大 看到叶辰愿意 收下空间戒指 刘雨菲暗喜 你这个大木头 一百万你还得起 这枚空间戒指 起码要十个亿 十倍就是一百亿 都能买一套 临山小区的海景房了 五圣都要奋斗几年 嘿嘿 你小子以后 没法拒绝我了 叶辰着急 解决蓝宾的事 便答应了 刘雨菲的要求 而且 一百亿 对叶辰来说 实力强了 也没那么难搞到 这一点自信 叶辰还是有的 刘雨菲疑惑地问道 叶辰 你来临山小区干嘛 你有朋友住在这里 是来找哪个小姑娘 还真被刘雨菲的 第六感猜到了 叶辰额头上 出了点小汗珠 没有直接回答 说是来找蓝宾的 而是问道 雨菲学姐 你认识刘龙吗 哪个刘龙 刘雨菲皱眉 叶辰难道 和自己那个 游手好闲 好色的哥哥认识 十大家族 刘家的刘龙 还真是 刘雨菲面色难看 你和他什么关系 我奉劝你一句 少和那种人在一块 沾染上恶血 你要是去那种 封尘之地 我会去那里 找人把你 作案工具没收了 叶辰忍不住感觉 一阵凉风 这种事情 刘雨菲真的会做得出来 叶辰连忙解释 雨菲学姐 你误会了 我不认识刘龙 只是我的一个朋友 和刘龙有关系 需要去刘家一趟 那走吧 去哪儿 刘雨菲露出狡黠的眼神 你不是要去我家吗 051 出生刘龙 雷震的穷追不舍 整个下国 刘姓太多了 住在灵山小区的家族 姓刘的 就有九个 叶辰下意识地问道 刘龙是你哥 你别提他 这种废物 不配当我哥 提到刘龙 刘雨菲就没好气 我恨不得杀了他 他不配当哥哥 意图对未成年的妹妹下手 他就是个畜生 要不是身体里流淌的血脉一样 我早就 亲自手认他了 刘雨菲提起刘龙 满脸厌恶 眼神中 杀气十足 太医 在旁边忍不住开口 那真是太好了 小魔女抓住小猫体型的 麒麟虎太医 两手钻拳 将太医的脑袋 夹在其中 疯狂蹂躏 你这个小老虎 幸灾乐祸什么 主人 救命啊 你快帮我解释一下 叶辰直接无视了 太医那可怜兮兮的眼神 让这个平时 嘴里没把门的小家伙 受点教训也好 等到差不多了 叶辰开口 雨菲学姐 太医不是嘲讽你 而是 这次来 我们就是帮你教训你哥流龙的 刘雨菲惊讶 把太医松开 叶辰 你疯了 他可是刘家长子 他对我做出那种 违背家族伦理的事情 我也只能将他揍一顿 你不是刘家人 你敢对他动手 你不怕遭到十大家族的报复吗 还打上门 我爸不在家 但是 家里有数十位武圣啊 刘雨菲对叶辰大胆的想法 表示无比震惊 而且 叶辰稀疏平常的语气 仿佛 这件事微不足道一般 太医揉着发红的耳朵 不屑地说道 劳大 他又不是没打过武神之子 虎爷我 也咬断了武神之子的胳膊 太医十分骄傲地抬头 看两人的表情 不像作假 刘雨菲本来还想带着叶辰 去他闺房参观呢 可听到叶辰此行的目的 他对叶辰的精神状态 十分担心 为什么呢 叶辰 你不是那种鲁莽的人吧 见识过叶辰在战场上的疯狂 这个家伙的胆子 确实像是 能做出这种事的人 说来话长了 总之 你相信我吗 拜托了 刘雨菲眼神不断挣扎 最后 感性战胜了理智 我了解你的性格 就算我不答应 我也没法阻止你吧 但是 事情办完后 你一定要告诉我原因 不能骗我 好 叶辰微微一笑 先答应了再说 他内心十分担心蓝冰 因为刘雨菲描述后 那个刘龙 就是个畜生 蓝冰已经到了刘家 身边都是刘家人 而刘龙是刘家独子 去晚了 说不定蓝冰要遭受欺负 叶辰 你怎么在这里 还有 雨菲学姐 刘雨菲惊讶 顾曼 你认识叶辰 嗯 我带她去新生处报到的 这要巧啊 顾曼羞涩一笑 你们刚好站在我家门口啊 等我一下 我换件衣服 马上就出来 刘雨菲没有问叶辰 而是抓住太医 小老虎 给你三秒钟 把顾曼和叶辰认识的全过程告诉我 否则 太医没有任何隐瞒 将两人的故事告诉给刘雨菲 顾曼绑着丹马尾 脸上露出 些许潮红 也是在家刚锻炼完 白色运动T恤掩盖不住她的身材 太一惊呆了 俺弟亲娘要 虎神在上 雷神要换人了 雷神是顾曼 不过 在气质这块 刘雨菲上过战场 那股英姿撒爽 顾曼比不了 她在叶辰和刘雨菲面前 更像林家姑娘一般 刘雨菲是她的学姐 而每次见到叶辰 顾曼就自带紧张 我们还有点事 下次 刘雨菲打断了叶辰 小曼 一块去我家吧 叶辰疑惑 刘雨菲凑进叶辰耳畔说了一句 人多点好 你小子 到处沾花惹草 顾曼在我们面前不是这样的 我第一次看到她这么害羞 女人的直觉很准 刘雨菲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顾曼的异样 她找到小老虎 而太医感觉到一股寒气袭来 小老虎 撒谎的孩子 可是会遭到惩罚 雨菲姐 我没有撒谎啊 主人当然对顾曼没有想法 但是顾曼对劳大有想法 这是不可抗力啊 有点道理 但是 你不阻止 就怪你 太一心好痛 以后 不能再让主人 随地散发魅力了 远处 又有一人小跑过来 雨菲 好巧啊 雷震 你怎么在这里 我刚好出来锻炼 就看到你们了 雷震这个理由 完全站不住脚 刘雨菲无情拆穿 锻炼 穿着睡衣 雷震低头 看到黄色斜眼小人 下面大胆二字 他老脸一红 找了个角落 换上武道服 重新走了出来 走得太匆忙了 太爱锻炼了 各位别见怪 太特么尴尬了 但雷震展现出了 身为富家公子的气场和镇定 他内心暗道 我这波抢救 应该很完美吧 刘雨菲继续拆穿 你家就在我家隔壁 我刚回来 你就马上过来了 刚才给我发消息 还在五分钟之前 从上面到下面 你是得到了某人的通知 才过来的吧 被拆穿的雷震仍然淡笑 于菲 你也知道我的心意了 一回来我就过来了 哼 但是 我有喜欢的人 就是他 刘雨菲挽住叶尘手臂 旁边的太医 在刘雨菲眼神威逼下 胡指指着雷震 你是什么东西啊 不看看自己长得啥样 也配得上我雨菲姐 只有我家主人 勉强才有资格 和雨菲姐在一起啊 叶尘失笑 这老虎 叛变得真快 不过 他倒是无所谓 刘雨菲 把他当作挡箭牌 叶尘 你敢拒绝我 我就不让你去我家了 我现在就喊我那个保安表哥 然后喊我刘家的武圣赶你出去 叶尘朝着雷震自信一笑 抱歉了 雷兄 两情相悦 你死了这条心吧 你追求了这么久 也应该知道 雨菲学姐的脾气吧 知难而退吧 小子 你在威胁我 我雷震 得不到的东西 你凭什么能得到呢 雨菲你要找也找点好的 是真饿了呀 就他穿的这一身 都不够 我烫一次头的消费 零五二妹 眼如丝的蓝冰 别冲动 钱不是养人吗 你他妈花了这么多钱 颜值比不上我主人一根掉毛 说明我主人颜值远远在我之上 还有雨菲学姐不是物品 你得不到 就不让别人得到 这算爱 你只是想满足内心的战有欲 真的喜欢雨菲姐 你就主动滚 成全才是爱 我主人比你帅还比你大 你出了钱都是个毛啊 雨菲学姐本来就有钱 缺你这点三瓜两枣吗 看到没 这枚空间戒指 是刘家的 雨菲学姐找他爷爷要的 送给我主人的 你觉得穿成这样 买得起空间戒指吗 说话的是指高气昂的麒麟虎太医 这一套连招 让雷震脸色变得铁青无比 谎言不伤人 真相才扎心 雷震想要晚尊回嘴 忽然一道气势 威压降临 叶辰 你怎么进来了 你是 君叶哥 你也认识叶辰 这么多熟人啊 一名气宇轩昂 身背一把长脊的男子 温文儒雅 我哥们拜托我来帮忙的 看来 现在没有帮忙的必要了 刘雨菲朝着君叶说道 君叶哥 我们要去留假 你要一起来吗 君叶沉吟了一会儿 行 蓝昊没和他说是什么事 但他觉得 今天的事情 肯定会很有趣 麒麟虎太医 朝着身后说道 你这丑逼 怎么跟来了 大胆 顾曼 刘雨菲 忍不住眼嘴偷笑 若是夜晨嘲讽 那威力还没这么强 可被一只小老虎 指着鼻子嘲讽 雷震是真在破坊边缘了 游喝 红温了 你不会想对我动手吧 雷家少爷 我只是一只 人畜无害的小老虎 你那么凶 我好怕怕 顾曼憋着笑 刘雨菲不给雷震面子 还把太医抱在怀里 把太医吓了一跳 还好这次 是摸头杀 表扬太医 刘雨菲瞪眼 你要是对我家太医动手 你试试 雷震气得浑身发抖 但有刘雨菲罩着 他不能拿太医怎么办 只能强颜欢笑 我家也是这个方向 我回家不行吗 四人一虎 朝着刘家的方向 前进 小老虎有了刘雨菲兜底 是完全放飞自我了 一路上 发挥了自己的毕生所学 展现了一波优美的国粹 雷震气到多次想动手 但最后都忍住了 还是夜晨看不下去 让太医住嘴 主人 我还能站呢 正心头上呢 马上到刘家了 正式要紧 麒麟虎已经看到了 刘家别墅的位置 听下了自己口吐芬芳的狐嘴 小姐 两名守卫看到刘雨菲 眼神中有些慌张 开门啊 我回来了 怎么大白天锁着门 刘雨菲已经感觉到 事情不对了 刘家别墅周围数千米 都是他们的领地 平时大门 都是开着的 可今天 这两名守卫的反应很不对劲 雨菲学姐 快让他们开门 开门 你们难道都不听我的话了吗 其中一名守卫 战战兢兢的开口 少爷他在里面有点事 小姐 你和各位客人 先到偏厅等一会儿吧 刘家有专门招待客人的府宅 老子数到山 不开门 明天你们就可以不用来上班了 其中一位实眼色 愣着干嘛 快给小姐开门啊 可少爷吩咐了 马德 你傻呀 惹恼少爷 那也是之后的事了 现在不开 铁饭碗都没了 蠢货 一名寿高的守卫 直接掏出钥匙 打开大门 里面传来了打杂声 叶辰化作一缕流光 冲入其中 军夜眼里闪过一丝赞赏 好快的速度 姑瞒 叶辰的步伐好精妙 我的剑技 恐怕无法伤他分毫 刘宇飞眼前一亮 这家伙 又进步了呀 这速度 比身为武宗境巅峰的我 还要快了 他可不是原地踏步 有刘家的资源 他进步速度并不慢 雷震愕然 那头嘴臭的老虎 说的是真的 难怪 这小子又帅还有实力 对我的威胁太大了 屋内 蓝冰浑身无力 一身修为 实不存一 他拼命朝着刘龙 扔握室内的东西 蓝冰虚弱 语气却十分冷冽 别过来 刘龙 你以为 有用吗 你中了七阶的魅药 是不是浑身无力 这只是第一阶段 你会保持意识 等会儿 你就会把我想象成你 最爱的男人 然后主动爬到我面前 刘龙丝毫不着急 他就享受这种 等待猎物上钩的从容 没想到 你会为了别的男人 主动来我刘家求药 但你没想到 当年我被你废了 我还要感谢你呢 刘龙坐到蓝冰身边 贪婪地吸了一口蓝冰周围的空气 从那天之后 我父母愧对于我 对我百依百顺 变成了我的女人 我父母求之不得 虽然我是废物 但我身体也有 刘家的血脉 你蓝家 也是十大家族 我们两家的血脉 但生下子嗣 天赋不会太差 生米煮成熟饭 若是我死了 你成了寡妇 以后别想再嫁了 你喜欢的那位天娇 恐怕也不会再喜欢 你这破鞋吧 哈哈 刘龙迎邪的笑声 让蓝冰如坠冰叫 你这废物 整天不想着变强 就在研究这些歪门邪道 我就算自问 也不会让你得逞的 这 可不是你说的算的 你现在 连自杀都做不到 蓝冰在魅妖的作用下 表情妩媚 可内心却绝望 无助 可他不后悔 若是早知道 他还是会为了夜沉 进入刘家 碰 房门被一脚踹开 看到满乌狼藉 夜沉的眼眶 瞬间布满血丝 体内的愤怒 再也压制不住 虎爷心领神会 一个恶虎扑石 将流龙扑倒在地 其余四人 也走进了卧室 刘雨飞看到这一幕 暗道不好 夜沉你别冲动 这件事 我会给你和蓝冰姐 一个公道的 053 不信公道 我只信我手中的枪 公道 你要怎么给呢 夜沉逐渐冷静下来了 眼里的血丝褪去 夜沉冰冷的声音 让刘雨飞都感觉到害怕 我 我会转告我父亲的 武神会公正的 听到这里 夜沉眼神更冷 声音更沙哑 哪来的公平 雨飞学姐 这个世界本身就不公平 像你们 一出生就是 十大顶级家族 有人出生在罗马 而大部分人 天生就是牛马 所谓正义 不过是拳头和道理 蓝冰望见夜沉 便瞬间 投入到了夜沉怀里 蓝冰的身体 因为魅邀 极其滚烫 而夜沉 夜沉身体却无比的冰冷 他比任何时候都要冷静 蓝冰虽然意识已经模糊 整个人都快要揉进夜沉体内 可他留有的 一丝理智告诉他 这样是错的 他抓住夜沉冰冷的手 夜沉 你不要冲动 我也没受伤 你杀了这个畜生 后果会比上次还要严重的 这是在刘家 你废了刘龙 你今天就走不出临山小区了 不要 夜沉 你带我离开就好了 你们帮我拦住夜沉 不要让他冲动 蓝冰咬破自己的嘴唇 让自己保持一丝清醒 夜沉温柔地抚摸蓝冰破了的嘴唇 心疼无比 他从空间戒指中 取出巴结恢复药剂 将其灌入了蓝冰嘴里 一股冰冷清凉的感觉 瞬间让蓝冰恢复理智和清醒 他发红的皮肤 变得白净通透 回归了原来冷白皮的肤色 蓝冰震惊地说道 夜沉 你怎么还有一瓶巴结药剂啊 我不是让我哥把药剂带给你了吗 这瓶就是你带给我的 蓝冰内心有许多疑惑 但他知道 现在的自己要做什么 就是阻止夜沉 我们走吧 今天的事 会有人来解决的 解决 夜沉叹息一声 昨天的事 已经让我明白了 过了一整天 有关于那位 严谊被处罚的消息流出吗 夜沉凶狠的话 让蓝冰手足无措 他也懂 正是因为懂 他就要阻止夜沉 蓝冰直接当着众人的面 紧紧地抱住夜沉 将身体贴在他身上 你若是想吠刘龙 那就先伤我吧 与飞表妹 君业哥麻烦请你们 帮我将流龙带走吧 君业没动手 饶有兴致地望着这一幕 刘与飞和顾曼 特别是雷震 最勤快 第一时间 就要将流龙带走 这个场面 他喜闻乐见啊 嘿嘿 原来 蓝家小姐 为了这位这么拼命 太好了 这小子狗运真好 这么多极品女人喜欢他 算了 就让他们狼情惬意 我追求刘与飞机会就大了许多 得赶紧把大舅哥给拉走啊 我要好好表现 在大舅哥面前 刷一波存在感 雷震想着 早就提前来到了流龙旁边 太医 拦住他们 夜沉还暗中传音 给这个雷家少爷一点教训 若不是我观察仔细 人被他带走 我的计划就实施不了了 嘿嘿 不用主人你说 我也早就看这家伙不爽了 什么玩意 竟然敢把主意 打到我劳大的女人身上 夜沉此刻 也没在意麒麟虎太医说话的细节了 太医施展空间秘术 直接跃迁到雷震和流龙旁边 一爪子将雷震掀飞 同时还加了一些按劲 雷震被击飞的同时 躺在地上哇哇大叫 雷震浑身苏麻 太医在将他击飞的同时 还在找机中添加了一丝雷霆之力 他五接的实力 对付雷震不要太简单 雷震在地上不断抽搐 口吐白沫 太医 你做啥了 别闹出人命 刘雨飞想说 太一竿的漂亮 但雷震好歹也是 十大家族雷家的次子 没事的 雨飞姐 我只是小师成剑 他吐个半小时就差不多的 不会出人命的 刘雨飞面露同情地望着 在地上像得了癫痫不断颤抖的雷震 能抖这么久 就代表没死 等不抖了 再说吧 他知道这小老虎腹黑 但不蠢 肯定不会给自家主人找麻烦 他就把目光放在夜晨身上 夜晨的决定才是重点 小姐 少爷 你们没事吧 刘家的护卫全都出动 将整个卧室围绕成一圈 快 救我出去 望见自家护卫都来了的刘龙 眼里露出欣喜 少爷 我们已经通知家主回来了 听到自己的武神父亲要回来 他在地上装死的刘龙瞬间充满了底气 夜晨是吧 你死定了 等会儿我父亲回来 你和伤我的那只死老虎都要完 我会让你进入牢狱中 你的宠物必死 看到身旁护卫保护着自己 刘龙直接狂起来了 刘宇飞立声道 闭嘴 你这废物 你还敢激怒夜晨 他率先冲过去 给了自己这个废物 且好色的哥哥 一个大嘴巴子 我会把今天发生的事 都如实告诉父亲的 刘宇飞转过头 夜晨放心 我刘家 蓝家 军家的子嗣都在 我们会给你作证的 你别理会这个废物的话 他内心紧张无比 看到夜晨没出手的打算 内心中松了口气 快把我哥带走 是 小姐 慢着 太医拦住了众护卫 太医你让开 我的话你都不听了 太医露出无奈的表情 刘宇飞就知道 是夜晨暗中指挥了太医 平时日常不涉及大事 夜晨不管 任由刘宇飞使唤太医 可现在 太医肯定要无条件 站在夜晨这边 夜晨没有和任何人说话 而是转头望向在看戏的军夜 在场众人 那些护卫 最高也就五王敬 这种只能看家护院的五王 不值一提 而军夜 年纪比他们年长一些 和兰昊是同龄人 他的实力 是全场除了太医之外 最强的存在 夜晨朝着军夜拱手 军夜大哥 我拜托你一件事 你能否答应 想让我不出手吗 嗯 军夜摸着下巴 思索了一番 然后笑着说道 有意思 好 那我答应你 刘雨飞 蓝兵两女面色突变 军夜哥 你 军表哥 你阻止夜晨啊 两女朝着军夜恳求道 而军夜摇头 我刚才一直在想 若是我站在夜晨这个处境 我会怎么做呢 你们考虑夜晨的安危 可曾想过 他的处境呢 他要是冲动早就下手 何必等到现在 来的时候 我就答应过蓝兄 今天就让这小子 闹一闹吧 十大家族的风气 也应该震一震了 军夜眼里 也透露着一丝疯狂 夜晨爽朗笑道 军夜哥 事情解决之后 我请你吃酒 那我肯定要来 两人默契一笑 而夜晨冷漠的语气 席卷全场 太医 拦住他们 是 主人 太医将几名护卫掀开 夜晨低头 温柔地将蓝兵扒拉开 顾曼 蓝兵体内毒素还没好全 你照顾一下他 顾曼神色复杂 朝着夜晨乖巧地点着脑袋 他的眼里满是崇拜 什么家族利益 和他有什么关系 他只觉得 此时的夜晨 好似一个发光体 谁也遮盖不了他的光芒 旁边的军夜提醒道 夜晨这架势 肯定要废了刘龙 等会儿刘家家主回来 就难搞咯 顾曼听到这里 也不顾军夜的身份 担心地指责道 那军夜表哥 你还答应夜晨 你是想害了他啊 军夜笑笑没说话 也不在意顾曼的责备 而顾曼小天使 瞬间着急了 完蛋了 我得喊我爸来 这是顾曼唯一能想到的办法 众护卫被太医拦住 夜晨手中幻化出星渊 朝着刘龙逼近 那冒着寒气的枪令 刘龙害怕极了 你 你别过来啊 刘龙不断朝着身后后退 而夜晨跌步 往前走 直到 刘龙被逼到墙角 你你要干什么 你说 我要干什么呢 夜晨带着恶魔般的微笑 手中的心冤 在刘龙的眼中不断放大 054 废了刘龙第三条腿 幕后黑手 旁边的太医捏住鼻子 好骚的味道 听到这话 众人才看到 刘龙坐在地上的位置 逐渐出现一滩黄色的液体 夜晨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冷眼相对 你在做坏事的时候 可曾想过自己的下场 觉得自己是刘家长子 仗着武神父亲 就可以为所欲为对吧 夜晨一枪斩下 当初的气刃 精准的命中刘龙的第三条腿 我代替那些 被你弃辱过的少女 没收你的作案工具 以后 这世上会少很多士族少女 夜晨的枪 斩杀了数十万亿兽 而刘龙的枪 祸害了数千少女 君业的笑容都凝固了 这小子 好狠 这比杀了刘龙还要难受吧 啊 你怎么敢的 我要杀了你 给我杀了他 谁杀了夜晨 我给他十万下币 不 一百万下币 无数护卫眼神火热 杀了夜晨 少干起码二十年 而太医凶狠地 将一名护卫 轻松压制在地 这些刘家护卫 瞬间清醒 这钱 也得有命拿啊 事情已经发生 刘雨飞看 都没看他那个废物亲戈一眼 而是焦急地提醒夜晨 快走啊 不用走了 刘雨飞转头 一股庞大的威压 瞬间降临 爸 你回来了 刘家家主没有理会自己的女儿 怒吼道 谁干的 敢伤我儿 而刘龙望见父亲回来 连滚带爬的 到了刘山的身边 爸 就是那个拿枪的小子 杀了他 好痛 我的小弟弟没了 刘山知道刘龙的德行 但他和阎罗不同 刘龙如此废物 身为刘家长子 平时根本不修炼 只吃灵药 到现在 也才武将进初期 而这种武将进初期 也就武士巅峰战力 来人 带着少爷包扎伤口 君业贤职 你也在 把情况告诉我 发生了什么 而君业 将自己到这里之后 发生的事 如实告诉了刘山 他朝着众人说道 都去大厅说吧 刘山遣散了那些护卫 将众人带到了大厅中 刘雨飞手中抱着太医 坚定地朝着夜晨说道 夜晨 我爸平时最宠我 我肯定是站在你这边的 等会儿 我说我干的 夜晨没说话 跟着众人到了大厅中 刘雨飞直接开口 爸 是我干的 而刘山没有理会女儿 平静地开口 龙儿的伤口处 没有你的灵力 哎 女儿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呢 爸 真是我干的 你惩罚我吧 把我关押到祠堂吧 我早就想这么做了 以前我就和你说过 他不配做我哥 试图对亲妹妹欲行不轨 我没收他做案工作 是为民除害 也是报仇 当着其他人的面 刘雨飞这么讲 刘山整个人感觉苍老了许多 他叹息一声 那件事我知道 但毕竟他是你的亲哥哥 龙儿变成现在这样 也是我的错 蓝冰是个好孩子 我也知道 忽然 刘山表情严肃 蓝冰你从我刘家 拿到了八阶恢复药剂 我也同意不及前嫌 龙儿对你下药 是他不对 但你也答应 成为龙儿未婚妻 这件事龙儿有错 但是罪不至于成为阉人 他身上武神的气势 压制在场众人喘不过气 而叶辰和麒麟虎太医 由于心冤的原因 仍然泰然自若 小子 你天赋很不错 竟然能在我武神威压下 如此镇定 就连武尊敬的军业 也面露难色 刘山惊讶 心中升起一股爱财之心 可很快 那一点的赞赏 就被他抛在脑后 叶辰 你可知罪 心冤只是起到保护作用 但当刘山增加压力 叶辰就扛不住了 刘山要用武力 威胁叶辰贵符 压断他内心的尊严 太医骂道 老东西 就你也想让我主人跪 刘山抬手 一指头 就把太医弹飞 一指 武界一兽瞬间重伤 叶辰将受伤的太医 直接收回宠授空间 刘武神 你们武神都是如此吗 我叶辰 跪天 跪地 跪父母 跪我敬佩之人 跪师长 就你 道貌黯然 包庇自己儿子犯罪 你 也配 叶辰幻化出心渊 插入地面 杵着长枪 吐出一口鲜血 鲜血喷洒出十米远 叶辰 叶辰 爸 你在干嘛 三女不分先后 都来到叶辰身边 帮他分担压力 看到自己的女儿过去了 刘山才收手 旁边的雷震目自欲猎 刘雨飞 你为什么能为他做到这种程度 你怎么这么见 那个蓝冰都那么护着他了 他是来找蓝冰的呀 还有那个顾曼这件事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上去凑什么热闹 雷震内心歇斯底里的吼道 极度已经使他面目全非了 雷震忽然站出来指着叶辰 刘伯父 我刚才都看到了 是叶辰干的 叶辰撇过头 眼眸中的冰冷 把雷震吓得后退了一步 哈哈 没错 就是我干的 雨飞 你不用说谎了 你口口声声的尊严 却要让女人挡在前面 叶辰审笑一声 这就更搞笑了 武神 我从头到尾没有否认 可也从未承认过 这件事是雨飞干的 让女人挡在我面前 更是无稽之谈 你要怎么惩罚 就来吧 爸 你不准 刘雨飞着急 刘山轻轻一挥手 刘雨飞就跌坐到沙发上 刘山抽出一把盘龙棍 狠狠地往叶辰肚子上抽打 盗飞出去的叶辰 只感觉胃里面翻僵倒海 一瞬间 强忍着疼痛 叶辰心晕中 获得了许多关于刘山的信息 武神进三阶 擅长武器 棍棒 绝学武技 打神棍法 擎天一棍 昨晚袭击过我 在星渊的面前 和叶辰战斗过的武者 他的一切都无所遁形 偷袭我的武神 就是刘山 我第一次来燕京 从未得罪任何人 这位刘山武神 与非学姐的父亲 恐怕和高家离不开关系 刘山神色很利 抬起手中盘龙棍 要对叶辰下死手 叶辰抬起手中星渊 准备自爆逃跑 谁知 顾曼竟然挡在了叶辰面前 叶辰脸色俱变 顾曼你干嘛 快躲开啊 顾曼脸上 却没有任何恐惧 他心疼地望着叶辰 不断流血的腹部 那棱角分明的八块腹肌 不是 顾曼你在想什么呢 叶辰肯定很疼吧 军夜望着这一幕 悬着的心放下了 还好 我这一步棋走对了 就在棍棒 要敲打在顾曼的后背上 一声叹息 伴随着剑鸣 裹挟着棍棒 击穿了刘家别墅的一面墙 055顾剑神的承诺 报仇不隔夜 一名身穿白衣 手持青色长剑的翩翩剑仙 轻盈地跃入刘家大厅 顾曼埋怨地说道 爸 你早就来了吧 要不是女儿舍身出来 你就一直站在旁边围观了吗 这是你爸 顾叔说 叶辰等人震惊 顾剑神看上去 也就比叶辰年长几岁 站在军夜旁边 两人看着像兄弟 只不过顾剑神气质 更加风流倜傥一些 顾剑神无奈一笑 小曼 你不懂 不过 我既然出现了 老刘住手吧 今天这人我保下了 刘山皱眉 手中盘龙棍没放下 你保不下 顾剑神 从怀中 取出一个信物 这是老万交给我的信物 看到此令牌 犹如看到国主 刘山瞪眼 然后半跪在地 旁边所有人都半跪伏在地上 顾剑神笑了 刘山 你还有意见吗 没有 那人我带走了 顾剑神将叶晨 顾曼 单独带走了 叶晨跟着顾剑神 一起进了顾家 一回到家 顾曼便直接开口 爸 你为什么在旁边看戏 要是我不拦着 你就眼睁睁看着叶晨被打死了吗 他不理解 但是在外人面前 他和刘雨飞不一样 刘雨飞早就对自己的父亲不满了 而顾燕 顾剑神 他对自己的父亲 一直是很崇拜的 他不理解 顾曼阴阳怪气地说道 顾剑神 你一向自诩公平正义 站在旁边看了那么久 连道理都分辨不出了吗 袖手旁观 就是您的剑刀吗 顾燕没有生气 只是古怪地望了女儿一眼 关心则乱啊 小曼 剑刀不只是练剑 修心也很重要 你的心境 还不够沉稳啊 小曼 你浪费了叶晨的一张保命符 叶晨 就算我不来 你也有保命的手段吧 顾曼转过头 叶晨缓缓点头 顾剑神观察仔细 瞒不过你 只不过 代价有点大 叶晨露出大白牙 安慰顾曼 我这代价 和万将军留给顾剑神的国主令 也差不了太多 顾曼瞬间脸红 爸 你不早和我说 当时情况紧急 我怎么会知道 你这么冲动 而顾曼 不仅是脸红了 耳根子都烫得很 他直接跑回了房间 太丢脸了 在自己最尊敬的父亲面前 为了喜欢的男子 阴阳怪气他 而在叶晨面前 还害得他丢了重要的保命国主令 顾曼将自己脑袋塞进枕头中 暂时无言面对两人 顾剑神 顾曼没事吧 不必理会 他犯下的错 我会不给你 这次小曼 害你失去国主令 你可以让我无条件出手一次 叶晨也没客气 那顾剑神 可要说到做到 自然 我若是不遵守诺言 我的武道就会受损 叶晨对剑道有所了解 这一道 修心 修剑之人 意气正直 对承诺极其看重 他不怀疑 顾剑神这句话的真实性 剑神之言 必定遵守 叶晨 你还有什么事想要问我吗 没了 既然无事的话 我等会儿派人送你回去 叶晨知道 顾剑神这是送客了 离开灵山小区之后 太一不解地问道 主人 为何刚才不让顾剑神出手 杀了刘山 顾剑神比刘山强几分 但同为五神镜 顾剑神杀不了刘山 而且 顾剑神不会答应这么无理的要求 麒麟虎太一撇嘴 你们人类真是麻烦 不像我们 看不惯 杀就完事了 拳头就是硬道理 叶晨笑了 若是不遵守国规 那我们人族和试杀的野兽 有什么区别 那刘山是害主人 没法考上新一大学的幕后黑手之一 为什么不让顾剑神调查此事 刘山是幕后黑手其中之一 但他也是被指使 对偷我学历的事情不知情 叶晨朝着学院走 继续解释道 让顾剑神调查高家 更不好 打草惊蛇 万将军早就知道 我被调换学历 却没有任何动作 此事牵扯不小 万将军不想让我知道 有他的用意 顾剑神一次出手拳 比国主令有用 国主令也就顾剑神拿着有用 我拿着国主令 实力微弱 怎么震慑得了那些五神 来到燕京短短几天 他已经见识到了 这些五神的作风 拳头大才是硬道理 一个随叫随到的顾剑神 可以在关键时候保密 留着这个出手拳 他不香吗 叶晨带着麒麟虎太医 回到星空第一五道学院中 主人 不回宿舍吗 我们去干嘛 叶晨朝着军训操场的方向走 当然是报仇了 来了燕京 自然是为了报仇 隔夜只是因为发生了一点意外 叶晨始终没忘记 自己为了什么 如此努力 来到燕京 差点被炸死了 我们这仇怨更深了 看到有一名女学员 坐在旁边休息 她便坐到了 那名长相普通的女舞者旁边 帅帅哥 你有什么事 叶晨微笑 露出大白牙 看起来俊朗又帅气 女学员紧张的手 都不知道往哪里放了 我想问一下 五道指挥系的高天赐 在哪个方阵 高天赐 好熟悉的名字 哦 你说的是那个高天赐啊 我有点印象了 看不出来他哪里厉害 但是没想到 这种看着很猥琐的家伙 军训第一天 就获得了天道馈赠 女学员感觉 叶晨的眼神冷了许多 她眼里的狠力一闪而逝 又恢复了阳光般的微笑 那能麻烦你带我去找他吗 我是他的朋友 好 我带你去 056单纯恋爱 脑丝图情 仇人相见 星空第一舞到学院 西院操场 十多个方阵 穿着统一的深蓝色学院制服 数千名舞者 站在烈日下 承受着暴晒 高天赐 站在比他高出一个脑袋的舞者后面 躲避着大部分的阳光 他朝着旁边的舞蕾抱怨道 我都获得了天道赐福 为什么还要来军训啊 旁边的吴磊是高天赐的同班同学 别抱怨了 你这几天说了817回了 获得天道赐福的学生不止你一个 各个基地是排名前十的舞者 都有机会获得天道赐福 这是学院成立之初 一直延续到现在的规定 除非你身体残疾 或者不能晒太阳 才有可能不来参加军训 就连当初的那几位武神 也是军训的优秀学员 吴磊疑惑地忘了高天赐一眼 我真怀疑 天道怎么会选中你 就你这么懒散 也能被天道选中 真是瞎了眼了 高天赐被说中软肋 稍微站直了身体 你敢质疑天道 我是质疑你 不是质疑天道 呵呵 我懒怎么了 还不是江南是第二 获得天道赐福加深 说明我有天赋 旁边高天赐的狗腿子 也是附和道 吴磊 你是嫉妒了吧 精灵基地是第一 却没有引动天道 努力有什么用 人早就在出生的时候 就被划分三六九等了 我黄天骑 早就知道自己平庸 愿意当天赐哥的跟班 高天赐露出不懈的目光 我见过很多天才 而他们都称我为天才 吴磊被说的都红温了 他的确不服 就这个顽固子弟 军训了半个月 每天都躲在队列后面 仗着自己获得天道赐福 教官也给了他特权 所有人几乎都黑了八度 就高天赐 脸上肤色比女生还要白净 吴磊捏紧双拳 我就是不服你 如何 天道看重你 可我却只看出你好吃懒做 即便有天道赐福 好吃懒做 你未来的前途也不会高 高不高关你屁事 不服 军训后 练一练 高天赐眼神里透露着不屑 每天高强度的训练 这个吴磊 每次都是按照要求完成 军训结束 他走路都不稳 高天赐有天道 赐福加成 还有金榜气韵加深 不修炼 也一样可以把吴磊吊起来打 其他同学 纷纷出口劝道 别说了 吴磊 高天赐加入了执法司 你要么挨打 要么打伤了高天赐 被抓到执法司里面 进行审问 清泽受到处分 甚至退学都有可能 忍了吧 我们谁不是看不惯他呢 几人小声地劝阻 咚咚咚 忽然 远方传来悠悠的钟声 为首的教官宣布 解散 休息十分钟 等会继续 所有人才敢放松下来 吴磊也是 勉强站着 但心神松懈下来的那一刻 身上的学院制服 完全被打湿了 围栏上 一名青春可爱 绑着双马尾的少女 一路小跑过来 天赐哥 累了吧 我专门给你买的饮料 你昨天说 玉米波波太甜 以后我也不喝那家的了 这是最新出的薄牙绝衔 我特意早起 给你买的 高天赐揽住 穿着短裙的少女 当着众人的面 搂住女孩纤细的腰肢 那手不老实地摸索着 隔壁文学系的司徒勤 又来给高天赐送奶茶了 羡慕啊 司徒勤的爷爷 是我下国闻圣 便宜这个臭小子了 不就是天道赐福 这司徒勤真是恋爱脑 高天赐一点都不努力 除了武道天赐确实出众 我实在想不到 他有什么优点 司徒勤小声提醒 天赐哥 这么多人 你的手 不好意思 军训太累了 小青 我不是故意的 司徒勤点头 天赐哥你辛苦了 高天赐眼里露出贪婪的目光 内心暗道 文圣的孙女啊 身上那种文学优雅的气质 实在是太吸引人了 只是 太保守了 我软磨硬泡 他最多也就答应 和我搂搂抱抱 就连小嘴都不让亲 身材真不错 这个涉事卫生的小姑娘 真好骗 基本上我撒得谎 他都信了 过几天 找个机会 给他下药 生米煮成熟饭 他家里的势力 也能对我有更大的帮助 几天的相处 司徒勤害羞 但也接受了这种 稍显亲密的举动 爷爷说过 能得到天道赐福的舞者 都是心性纯良 天赐极高的舞者 天赐哥 虽然有些好色 但也只对我一人 男生终究是对女性身体 充满好奇的 天赐哥 在高中时期 经常被欺负 他表面这样 私底下却极其自卑 希望我能将天赐哥的个性 给改过来 司徒勤就是恋爱脑 已经被高天赐的谎言 给骗得五迷三道的 忽然一男一女 来到两人面前 女学员给夜诚指导 帅哥 那个就是高天赐 我知道 他的模样 化成灰我都不会忘记 主人 就是他 这小子 长成这B样 竟然有如此漂亮 可爱的女朋友 天道赐福够好的 本来 天道赐福是属于主人的吧 麒麟虎太医 直接当众变大 恢复原来的形态 司徒勤皱眉 你们干嘛 找天赐哥什么事 而高天赐 露出震惊的目光 他夜诚怎么会在这里 这不可能 而且 还有一只会说话的宠物 看到麒麟虎太医 血白的毛发 鹦鹉霸气的模样 高天赐不解震惊 心里却怨毒无比 若是我没获得他的天道赐福 这小子 恐怕比我现在还要风光吧 不行 绝对不行 我现在的一切 你别想拿走 高天赐躲在了司徒勤身后 投入司徒勤的怀中 装作害怕 身体开始发抖 小青 这就是我和你说的那位 高中时期 一直霸凌我的夜诚 057 新冤进阶一新 夺回S级天道赐福 你就是夜诚 司徒勤脸上露出厌恶的表情 指着夜诚的鼻子 一顿输出 天赐哥都告诉我了 你仗着自己实力强大 在学校霸凌他 每天都要求天赐哥 给你500块钱 然后拿着他的钱 去当那位苏学女神的田狗 如果天赐哥不给你钱 你就揍他 他身上的伤口 触目惊心 现在他终于熬出头了 你这个高考作弊的小人 最后落榜 就是最好的事实 我没想到 你竟然还有脸 赶来学校找天赐哥 现在的天赐哥 获得了天道赐福 经非西比了 天赐哥 你要自信点 这种高考作弊的霸凌者 你现在一根手指 就能轻易灭杀他 夜诚的武道境界 只有武将进武阶 而高天赐 在获得天道赐福之后 加上家族的帮助 不用怎么修炼 已经提升到了武宗境了 躲在背后的高天赐 忽然意识到这点 我靠 我为什么还要怕夜诚啊 虽然他不知道 走了什么狗屎运 竟然能修炼到武将境 还获得了一只 这么帅的白虎宠物 但我现在武道气韵加深 武道境界也比他高 我怕他的锤子啊 别心虚 高天赐 虽然哄骗司徒情的那些话 都是谎言 但 高天赐露出阴险的表情 只要我在这里 将夜诚教训一顿 那么我曾经说的那些话 就没人会怀疑了 武道世界 只信拳头 还有司徒情这个文圣孙女 给我作证 他们肯定更相信我 把夜诚给摁在地上摩擦 然后再把他那个宠物抢过来 高天赐的眼神 炽热地看着麒麟虎太医 成功地让太医虎驱一阵 主人 这货看我的眼神不正 马德 我忍不了了 好恶心的眼神 什么时候干他 别急 马上了 司徒情一番说辞 给了高天赐自信 他立马站出来 底气十足地骂斗 夜诚 你还有脸来星空 第一武道学院 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 忍辱负重三年 小青 这三年 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 高天赐一把鼻涕一把泪 这演技 要不是夜诚知道内情 差点就信了 不去奥斯卡当影帝 真是太屈才了 旁边单纯善良的 司徒情真的信了 天赐哥 一切都过去了 这里 是星空第一武道学院 他再敢欺负你 我们都不会放过他 旁边吴雷等人皱眉 这小子还有这种过往 可是平常没看出他自卑啊 也许 好吃懒做 只是他的伪装 我听说被霸凌的人 精神方面会和常人不同 而那些 不知情的学员 直接愤怒了 他们狠狠地共情了 霸凌者 滚出我们学院 武道第一学院 是我们年轻一辈的圣地 不容许你侮辱 原来如此 高天赐 我之前错怪你了 原来 你有这样一段过往 你能当众说出来 也是一种勇气了 叶晨都被气笑了 流言真是可怕呀 仅是一面之词 便可以让人陷入万劫不复 高天赐 几个月不见 你是越来越无耻了呀 偷我学历就算了 现在还想用我的身份 来欺骗他们吗 叶晨的眼神 直击人性 高天赐被这犀利的眼神 看得有些慌张 但很快 便强行压制内心的不安 快滚出星空第一武道学院吧 你不是我们学院的学生 你怎么进来的 叶晨拿出学生证 谁说我不是了 这不是吗 的确是学生证 他也是我们学院的学生 司徒卿疑惑 天赐哥 你不是说他高考作弊 被各大学院给拒收了 可是 为什么他拿着我们学院的学生证啊 高天赐脸不红心不跳 一本正经的开口 假的 叶晨 你竟然敢伪造我们学院的学生证 我要亲自 将你伏法 高天赐也是暗精 他的家里人 帮他调换成绩 他因此获得了叶晨的五道机缘 入学院第一天 新生仪式上 我直接获得S级的五道赐福 提升了我的五道基因 加上家里帮助 我不用怎么修炼 就快速踏入五宗 以后我的未来将是青云直上 失去了五道赐福 竟然还能重新崛起 叶晨啊 你真是天才啊 你成长起来之前 我一定要杀你 高天赐杀意十足 叶晨在放榜日那天 受不了打击昏迷 现在肯定对自己恨之入骨 既然如此 那就装作控制不住情绪 将他杀了 高天赐取出扩建 装作气愤的表情 朝着叶晨杀去 你还恶人先告状啊 来得好 麒麟虎太意都没有动 叶晨叮嘱了他 这仇 他要亲自报 只是一名武宗罢了 这种货色 还不需要他帮忙 真骂啊 听说你获得了天道赐福 叶晨的声音 在高天赐耳边响起 吓了他一跳 他根本就没看清 叶晨的动作 但废物 一样是废物 偷的东西 终究是偷的 自欺欺人 也只是掩耳盗铃 垃圾 就应该待在垃圾堆里 叶晨一枪 把高天赐钉在地上 粉怎么会 你明明财武将剑 叶晨斜眼看着他 我在军营里 见过很多天才 而他们都叫我天才 真正的强者 不需要依靠偷来的东西 你的眼界也就如此了 心无大志 你获得了天道赐福 不属于你的东西 这颇天的富贵 你把握得住吗 吸收天道本源之力 心渊进阶 一心 解锁一心天赋计 剥夺 可剥夺S级五道赐福 天道酬情 天道好轮回 高天赐 不属于你的东西 那就不是你的 拿来吧 本就属于我的五道赐福 一股深入骨髓的疼痛 让高天赐哇哇大叫起来 杀猪般的叫声 响彻天际 叶晨 你在干什么 好疼 握我的五道赐福 没了 你对我做了什么 还我五道赐福 高天赐撞弱疯狂 被叶晨一脚踢开 被强行剥夺天道赐福 跌落树径 无法承受叶晨这一脚的高天赐 像条死狗一样 蜷缩在地 身体止不住抽搐 角落中 冲出数名舞者 将叶晨和太医团团围住 别动 叶晨 你当众重伤同学 用邪术抽离对方五道赐福 把他抓起来 零五八峰魔阵 滥用私刑的惩罚 你担得起吗 叶晨皱眉 这学院执法队 来得也太快了吧 自己刚把高天赐废了 他们就冒了出来 这不是提前等待在旁边 叶晨都不信 麒麟虎太医 朝着执法队众人 呲牙咧嘴 露出凶狠状态 刚才没见你们出来 现在我主人打人了 立马跳出来 为什么刚才不阻止呢 你们就是故意的吧 执法队几人 面色铁青 一副被说中的样子 为首的执法队长 朱宇航 冷着脸说道 叶晨 你是要拒捕吗 证据确凿 我们执法队的行为 不需要和你们解释 我们路过就看到 你将高天赐的五道天赋剥夺 我可从未听说过 有这种天赋秘书 这种损毁对方五道根基的功法 一律被称为邪术 在我们下国 是明明禁止修炼的 你的罪名 已经很严重了 现在还要违抗我们执法吗 朱宇航一番话大义凛然 有理有据 周围的执法队员 就要动手将叶晨击拿 太医正要动手 被叶晨拦住了 主人 他们明明就是故意陷害你啊 别冲动 轻者自轻 太医你这样 反倒弄巧成拙了 太医不理解 但还是强忍怒气 乖乖听从叶晨的命令 这样不就对了 而叶晨却是拿出心冤 在地上画出一轮圆月 你干嘛 嘴上答应 但你手里的枪 是要把我们都废了吗 叶晨掷地有声 眼神清冷无比 我同意和你们走 只是为了解释 洗清我莫须有的罪名 我从头到尾 就没认过罪 你们有什么权利 对我动用私刑 难不成 是想先将我抓捕进去 驱打成招吗 叶晨不懈地冷笑 拿出自己的五星军衔 我叶晨 下国五星战士 你们有资格抓捕我吗 什么 叶晨是五星战士 难怪 虽然叶晨境界只是武师 可是能获得五星战士军衔 起码也是武宗巅峰实力 甚至是武王实力 恐怖如斯啊 他才武师境 这种天才 怎么会考不上 星空第一武道学院 无为等人开口 果然是这样 我猜测没错 我们是和高天赐一块 军训武者 他每天都是在 方阵后面偷懒 威胁同学的武者 怎么会是被霸凌者 他仗着自己天赋 骄纵懒散 完全配不上天才之名 我相信这位夜晨军官的话 我哥也是军人 他身上那种 从尸山血海杀出来的气质 不会骗人 旁边女武者附和 对 如此气宇喧昂的武者 绝不会是那种 动用邪术之辈 颜值不会骗人 颜值 嗨嗨 说错了 他身上刀刻般的肌肉 魔鬼般的身材 八块腹肌和公狗腰 绝对不会骗人 忽然两名武者 也从人群中站了出来 我们是夜晨 在江南基地市的校友 夜晨在武馆指点过我 他绝对不是那种人 他事无巨细 很有耐心 这种无私分享 自己武道感悟的武者 怎么可能会是霸凌者 夜晨他家庭困难 在我们江南基地市 基本上你找 同届的武者询问 都知道 而高天赐 在我们当地是地头蛇 整日出入风月场所 除了他父母 谁敢去招惹他 原本站在高天赐那边 不明所以的武者 听到这些话 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了 朱宇航皱眉 取出执法令 五星战士执法犯法 最佳一等 动手 你若是敢反抗 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先把人抓起来再说 五星战士 能唬住别人 可吓不到他执法队的执行长 禁魔阵 开启 队长 这禁魔阵 可是对付穷凶极恶 邪修的手段 这对付一位军官不妥吧 朱宇航神色冷峻 夜晨屡次抗拒执法 特殊情况 用特殊情况 天塌下来个高的顶着 你们怕啥 加入执法队 执法手册没有说吗 执行命令是第一位 出事了我负责 还不快开禁魔阵 等了半天 朱宇航不见手下动手 他转头 怎么还没 刚想开口怒斥手下 却望见一名头发花白的慈祥老人 站在他的身边 一瞬间 他的后背全湿透了 额头上的汗水 如同瀑布一般 继续啊 老人带着笑意 说话语速不快不慢 而朱宇航 却不敢再动手 方校长 你听我解释 这位白发老人 正是星空第一舞蹈学院的校长 方博 不用解释 我想看看 你怎么顶着 老人仍然是带着笑意 语气却如同刀子一般锋锐 禁魔阵 又名为风镜妖魔大阵 此阵法 需要同时修炼此功法的五名以上舞者 共同催发 少一人不可 被困在禁魔阵中的舞者或者异兽 会被封锁所有灵力 并且 此阵还同时伴随着一股钻心碎骨的折磨之力 是我星空舞蹈第一学院执法队 才能修习的阵法经术 这是用来惩处犯了重大错误的人族舞者 才会启用的残忍阵法 我想问一下 方队长 这位同学犯了什么错误 要让你使用这种残忍阵法 他是背叛了我人族 还是 杀了人 朱宇航腿都软了 不负之前的引起 他语气支支吾吾 不太有底气地回应道 方校长 此人名为叶辰 使用邪术剥夺那位入学时 被天道赐服的舞者 并且屡次拒捕 我怀疑他 勾结一族 也有可能是邻国间谍 来偷取我下国的天道赐服 这两个罪名 无论是哪一个 都足以让叶辰陷入万劫不负了 勾结一族 是背叛整个人族 死罪 邻国间谍盗取天道赐服 会降低下国气运 同样是重罪 方博皱眉 若是如此 你使用此证 倒也合理 朱宇航提起的那口气 刚要舒缓松口气 方博一句话 差点把他吓死 只是怀疑 你有证据吗 若无证据 你就是滥用私刑 这惩罚 你也负担得起吗 059 顶状方校长 带着数千名师生 回江南基地市 像邻家老爷爷一般 慈祥的方博 忽然生腾出一股气势 他慈祥的笑容 收敛 这一刻 属于武神的气势 瞬间降临 全场师生 无疑色变 只有夜晨一人 受到的压力最小 方博惊讶地轻移了一声 你叫什么名字 朱 朱宇航 你们呢 夜晨 天道赐福被剥夺 那种疼痛 相当于一身至尊骨 被挖去一般 他得到天道赐福的诸多好处 都被抽离 一身神骨 被降为反骨 承受不住他现在的境界 骨头全部碎裂 筋脉寸断 欺瞒天道的下场 便是如此 高天赐疼得在地上 一直哀忧 哇哇大叫 司徒勤代替他回答 他叫高天赐 朱宇航忍不住开口 方校长 我 你先住嘴 我先问夜晨 夜晨朝着方伯拱手 晚辈一定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可是你废了高天赐 是我动的手 为何动手 他现在的成绩 是偷来的 他的天道赐福 本身也是我的 方伯感觉到 夜晨语气平静 不似撒谎 而他眼神锐利 如阴笋一般的眼神 像一杆冲天起的长枪 直指夜晨的灵魂 你确定没有撒谎吗 晚辈没有撒谎 方校长身为武神 并能看出真假吧 我夜晨 当众殴打同学 甘愿受罚 但勾结一族 荒诞至极 夜晨眼神冷漠 将律法盗背如流 根据下国律法312条 若诬陷他人勾结一族 按律法 最少三年以上的监禁观察 根据军部律法1002条 冤枉五星军衔以上的战士 我有权对你进行处罚 若你违抗 到军事法庭上 至少关押军部监狱十年以上 主队长 你诬陷我 若是不能给出证据 就准备接受制裁吧 方校长愣了一下 好小子 我都不知道这些律法 旁边爆发出一阵喧哗声 军部律法我不知道 但是下国的法条 确实有这一描述 有没有调大的 说一下 军部律法是对的吗 有 我哥也是军官 是对的 卧槽 牛逼 千万别惹学霸啊 方校长听完周围学生议论 轻笑一声 转头来到高天赐身边 别装了 起来吧 高天赐忍着疼痛 缓缓起身 在方校长面前 他不敢继续伪装了 疼是真的 骨头也碎了 但舞者身体强悍 还不至于影响战力 我问你 叶辰说的 可有半点不属实 叶辰 他撒谎 校长 你别听他胡言乱语啊 高天赐忍着疼痛 委屈地抱着方伯的大腿 好 既然如此 校长我愿意相信你 你毕竟是我星空第一舞蹈学院的学生 叶辰皱眉 但没说话 而太医 忍不住喊道 不公平 老东西 为什么不相信我主人 我 麒麟虎太医想要骂方伯 被叶辰堵住了嘴 方校长的情况 和之前的那些武神不一样 叶辰内心疑惑和不满 却还是一手捂着太医的嘴 朝着方伯道歉 方校长 我家宠物脾气有点急 你别怪罪他 方校长没有生气 反而是笑道 有句俗话 敬朱者赤 敬末者黑 宠物和主人待久了 性格是不是也会相同 那么 你心里是否也有怨 叶辰沉默了一会儿 抬起头 学生心中自然委屈 为何你不信我 信高天赐 但方校长您是武神 你的决定 我能反驳吗 疯了 竟然敢公开驳斥方校长 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我开始相信叶辰了 若是不是真的有怨 真的被偷走天道赐福 叶辰怎么会如此坚定呢 如此软弱怯懦怒的武者 会被天道赐福 我反正不屑 吴磊望着敢于和方伯针锋相对的叶辰 他也鼓起勇气 挺身而出 方校长 我愿意为叶辰做担保 你脚下这位舞者 根本配不上天道赐福 他就是一位好吃懒做的舞者 吴磊上前 他的身后又冒出许多声音 我也作证 之前我被威胁不敢说 高天赐曾经在私底下 对我做那种不雅的事情 甚至想要 说话的是一名长相不错的女舞者 他哽咽着 眼里止不住落下小珍珠 我早就看他不爽了 原来是个废物 我常乐 是木墙 只是看在高天赐天赋好 才跟着他 这货天天带我去泡酒吧 根本不是个好东西 原来 你就是特么一个废物啊 我呸 司徒情 你真是个蠢娘们 这家伙 还想着过几天 在你面前演一出英雄就美的戏码 然后吓要带你去开房 司徒情震惊了 说话的是 一直跟在高天赐身后的根班小弟 天赐哥 这是真的吗 当然不是了 别听他们胡说 高天赐想要伸手去安抚司徒情 却被他下意识地避开 司徒情是恋爱脑 但在大是大非面前 幡然醒悟了 高天赐面沉如水 好吧 你不相信我 那我们就分手吧 方校长 所有人都不信我 但只要你相信我就行了 方博回头 神色怪异 我当然相信我的学生 不过 这么多人不相信你 既然你如此自信 我带着你们 回江南市五道石碑 探查究竟 这一句话 把所有人都搞猛逼了 高天赐开始慌了 抱着方博大腿的手 忍不住发抖 方方校长 五道石碑不会出错 为何要回去 直接给叶晨定罪了就行 而方博一脸正色 我知道五道石碑不可能出问题 但我一定要给我的学生一个公道 方校长日理万机 不必了吧 不行 绝对不行 我不仅要去 还要带着各位一起去 我不能让我的学生蒙愿 愿意去的 现在开始报名 等会儿我带着大家 传送去江南基地市 我会还你一个清白的 嘴上这么说 方博的却是带着盈盈笑意 盯着叶晨 060左千蓝兵 右卧苏雪 误会方博校长了 太医 你太冲动了 现在看来 方博校长是在帮我 表面上 方博校长说 要给学生喜悦 而叶晨也是他的学生 一语双关 麒麟虎太医 反射虎有点慢 在叶晨的提醒下 也反应过来 我靠 你们人类太难懂了 那现在怎么办 我要找校长道歉吗 不急 等到事情解决之后 再专门找校长吧 现在方博正在收集 要报名参加的舞者 太医朝着叶晨说道 要不要通知苏雪 蓝兵姐姐他们 你看着办吧 我去找万将军 叶晨早就给太医买了手机 好嘞 主人可能不在意 但这么大的事 肯定要让苏雪姐姐她们知道 这可是大事 其他嫂子可以不在 苏雪姐姐肯定也会来的 太医就挨个打电话 众女 几乎都答应了 就连刘雨飞都偷偷跑来了 方博笑着说道 传送阵允许五千人通过 先到先得 校长 我报名 算我一个 我相信叶晨 我们星空第一五道学院 不允许有作弊小人存在 若是叶晨同学 真的被冤枉 那一定要还她一个清白 感谢叶晨 下午军训取消了 还没去过江南市基地呢 就当免费做传送阵去旅游了 报名还是很快的 在操场上的大部分新生 都参加了报名 这就二 三千人了 他们还通知了自己的好友 一些学长 学姐无聊 也跑来参加 叶晨的三个社友 自然是来了 王莽义愤填意地说道 叶哥 还有这档事 我绝对相信你 秦峰 我军部舞者 做不出这种事 那个高天赐一看 就不是什么豪鸟 小胖子 竟然对我叶哥做这种事 你放心 叶哥 事情结束之后 我们会所 不可能再招待这种人 谢了 叶晨心里 还是暖暖的 有这么多人 相信自己 但他知道 这件事 只是个开始 高天赐背后的势力 才是重点 苏雪等人 也陆续到场 他站在叶晨身边 担忧地开口 这件事 恐怕没那么简单 高天赐背后的势力 能操控五到十杯 进行作弊 你能确定 方校长 能还你一个清白吗 苏雪没有那么乐观 蓝冰也皱眉 苏雪妹妹分析得不错 你找万叔叔了吗 叶晨点头 我找万将军了 你们别太担心 若是方校长对我不利 没必要做这种事 反而弄巧成招 万将军 已经给我答复了 你们放心吧 叶晨安慰众女 蓝冰 你没事吧 毒素 还有刘家 没有再为难你吧 听到叶晨的关心 蓝冰身体一震 他感觉到 叶晨语气里的那么温柔 自己的努力 没有白费 没事 我八街恢复药水 包治百病 若不是我自愿前去 刘家怎么敢逼迫我 我们蓝家一门三五神 他刘家怎么敢呢 叶晨笑道 那就好 几人站在一块 叶晨目光眺望远方 虽说高天赐背后的人 没有完全挖出来 先将这件事解决了 之后 我就进入战场 提高实力 等到实力强大了 再开始一个一个复仇 事情没这么简单 但自己沉冤的血 高考的事情 也算是叶晨的心结 他整个人身上的那层枷锁 也开始松动 比起心情大好的叶晨 高天赐 不仅遭到了身体上的沉重打击 更是慌得不行 我现在拥有的这一切 我肯定不能丢掉 他连忙打电话给自己老爸 然后 把今天发生的事 都告诉了自己的父亲 什么 你说你天道赐福 被叶晨夺走了 方校长 要带你回江南基地市 爸 方校长 是我们的人吗 废话 肯定不是啊 那位执法队的朱宇航 是我们这边的 方伯这个老校长 可是出了名的亲政连结 我没考虑过拉拢他 那么 就说明 方伯早就看出来猫腻了 他这是要帮叶晨 你先别急 事情败露 不仅对我高家是灭族的危机 他们也没法独善其身的 高天赐的父亲 高家家主 高卫明 挂断电话 开始给高天赐想办法 五千人 很快就凑齐 方伯朗声道 诸位 跟我来 众人来到学院后山 没想到 这里还有一处传送阵啊 能进行这种大范围的传送 费用可不低 确实 这耗费的金钱 起码数千万 当然 对于方校长来说 千万根本不算什么 方伯开口 各位学员保持安静 我一会儿 会把各位 传送到江南基地市 扬州城 夜城和高天赐所在的高中 要保持组织纪律 我们是下国最高学府 诸位要展现出我们星空 第一武道学院学生的素质 是 校长 明白 在学弟学妹面前 我们肯定不能丢人 方伯点头 能考上星空 第一武道学院 可不只是 只有武道要求 文化水平也不低 管理这块 只需要提醒一句就行了 走吧 夜城 拉住我的手 蓝宾主动开口 夜城点头 这么大型的传送阵 几位舞者需要手拉手 才能保持稳定 否则 有可能在空间加层中迷失 而苏雪没说话 不声不响地拉着夜城的手 夜城转过头 而苏雪翘脸微红地 低着头玩手机 他没有戳破 蓝宾比较主动 苏雪平时 绝对不会这么大胆 很明显 是被蓝宾的主动刺激到了 做出了行动 表明自己的决心 夜城的三位室友 只好各自嫌弃地 拉着对方的手 然后羡慕地 看着牵着两位 极品美女的夜城 我靠 夜城这是人生赢家啊 两位美女都亲爱她 夜城牵着两位 极品笑花的手 自然逃不过众人的眼睛 她本身就是 处于风暴的中心 自然是焦点 这两位我认识 一位是同样来自江南基地市 我们舞蹈指挥系的细花 笑花榜 排名第五的冰山 美人苏雪 他们两位我不疑惑 毕竟来自一个地方 可是两位一位 是大二的蓝宾啊 卧槽 蓝宾 蓝家的那个蓝宾 她的背景可牛了 一家三位武神 蓝家相当低调 在十大家族里 排名却相当靠前 她竟然愿意和其他女生 共享男友 061 玩这么大 高天赐主动开直播 苏雪出生 书香世家 若是叶晨没有真才实学 怎么会看上她 你要说 一位笑花看上叶晨 那是眼瞎 可如果是两位 阁下该如何解释呢 这两位家里长辈都是武神 叶晨敢欺骗他们感情 尤其是蓝宾 她家里三位武神 我可从来没听说过 你为燕京的青年才俊 能拿下她 我更相信 是高天赐偷走了叶晨的学历 我负义 看到叶晨左右各一位笑花 在场的男同胞都很激动 而这 只是刚开始 远处两位笑花小跑过来 没来晚吧 刚好 刘雨菲和顾曼两女 姗姗来迟 刘雨菲也没介意 直接抱住叶晨强壮的左臂 顾曼健壮 也是握住叶晨的右臂 四女都凑在叶晨身边 我抄 还有高手 两个已经够过分了 笑花榜十位笑花 四位都认识叶晨 这可不仅仅是认识啊 都牵手 抱胳膊了 你觉得我相信他们只是朋友吗 实力强大的舞者 可以娶多位妻子 可我从来没听说过 可以娶四位武神之女啊 我要举报 叶晨占用公共资源 叶晨无奈 在众多男同胞想要杀人 羡慕的目光中 被传送回来江南市基地 在传送到江南基地市的时候 叶晨发现 众女都贴在了自己的身上 教练 球太多了 我想学控球 这句话是太医说出来的 众女害羞 纷纷弹开 这就是烟雨江南吗 好美的城市 比我们烟精的空气好多了 好熟悉啊 这就是五到十杯 方伯早就通知了江南义中的校长 他们五千人到场 也丝毫不觉得拥挤 忽然 高天次来到方伯面前 大声喊道 校长 我想开个直播 开直播 嗯对 这次事件太过恶劣了 叶晨不仅高考作弊 还夺走我天道赐福 这种家伙 就应该被公开处刑 否则 心里有气 公开直播 也可以体现我 星空第一五到学院的公正 校长您的权威 和对我们的关爱 也可以被全国舞者看到 这样更能体现我 星空第一五到大学的人文文化 方校长 您同意我开直播吗 高天次接了个电话之后 整个人都感觉飘起来了 他言语间透露出无比的自信 似乎已经认定了 叶晨就是用了邪术 并且高考作弊 而苏雪 有种不安的预感 他望向叶晨 担忧地问道 刚才高天次打电话联系家族了 叶晨他忽然之间这么自信 不对劲 玩这么大吗 方伯皱眉 望向叶晨 叶晨 这件事你怎么看 你同意开启直播吗 叶晨自信一笑 开背 轻者自轻 高天次 你要自己找死 我不拦着你啊 在全国舞者面前 你没法抵赖了 高天次却是冷笑 叶晨 你到现在还敢嘴硬啊 我要让全国舞者 都知道 你这个小人 说完 他开启了直播 标题都早已定好 看来是早有准备 不仅如此 高天次背后的势力 还专门投了斗家 直播间人数 一下子就上了几千人 没多久 直接破万 顾曼悄悄打开手机 惊呼出声 高天次还买流了 直播间已经十万家人数了 蓝冰皱眉 这事情是真闹大了 高天次这么自信 我怀疑五到十杯被做了手脚 他刚才那么慌张 现在却这么镇定 十分有十二分不对劲啊 节奏太大了 已经三十万家人 都在骂叶晨 可恶 这杯比的家伙买水军 还带节奏 刘雨飞露出厌恶的表情 我和叶晨在军部相处许久 他这人我太清楚了 我之前借他一百万 他有钱了 就马上还我 他怎么可能是高考作弊的人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他是被陷害的啊 甚至还有人在评论区 找出了叶晨高考作弊的新闻 这也太巧了 刚开播直播间 就这么多人 还拿出了这种抹黑的证据 绝对是高天次背后势力 花钱找的水军 顾曼担忧无比 那叶晨哥 不是很危险了 两人站在方博身边 方博面朝五到十杯 拿出一块令牌 我手里这块令牌 是可以控制五到十杯的武神令 拥有五到十杯的部分权限 我要让五到十杯 再次扫描一遍两人 五到十杯 是检测舞者的灵魂气息 每个人的灵魂气息 是独一无二的 天道赐福 属于谁 一世变之 你们两人准备好了吗 高天次在镜头面前 自信无比 得意地说道 赶快开始吧方校长 我要让这个 偷走我天道赐福的小偷 受到应有的惩罚 你呢 叶晨 等一下方校长 怎么了 再等一个人 高天次皱眉 叶晨 你要干嘛 拖延时间 害怕了 方校长 赶紧开始吧 不急 此事关乎 你们二人的五到前途 便再等一等吧 呵呵 叶晨 你要搞什么花样 既然方校长说了 那就让你再多等一会儿吧 高天次内心暗道 父亲告诉我别担心 我的背后 起码是七位武神 叶晨 你拿什么和我斗 七位武神 不是你能忤逆的 方校长向着你 可是并没有提前准备 五到十杯 是由我下国所有武神 共同控制的 七位以上的武神 想修改五到十杯的判定 那就容易多了 叶晨 就让你多活一会儿吧 我的 还是我的 这可是牵扯了至少七位武神啊 自己被选中 能继承叶晨的天道赐福 高天次觉得自己幸运无比 他才是天选之子 努力 努力哪有选择重要 因为自己父亲的选择 他才能得到天道赐福 等五到十杯检测出 我是赐福拥有者 会将属于你的天道赐福 再次转移给我 叶晨 你也享受一番 被抽筋波谷的滋味吧 062成员得雪 天道赐福提升为SS级 好了没 叶晨 你在拖延什么时间 让这么多人在这里等你 是什么意思 高天次已经不耐烦了 开始压力叶晨 别急 你这么急着想要当众出丑吗 我出丑 笑话 叶晨 等会儿 你就要身败名裂了 来了 忽然 一股庞大的威压 降临 抱歉 来晚了 各位 我是坐镇江南市基地的五星上将 万圣伟 万将军朝着镜头面前 从容地打了个招呼 他穿着一身军装 肩膀上五颗金色的星星 在太阳下熠熠生辉 好帅啊 五星上将 牛逼 第一次见到活的五星上将 弹幕飞快滚动 方伯也是朝着万圣伟笑道 老万 你来了呀 你就是叶晨要等的人 万圣伟正色道 叶晨是我蒙虎营的将士 军人尊严 不容侵犯 他神色肃穆 弹幕上的黑子都少了许多 叶晨背后可是五星上将 也是一名武神镜的人物 奋斗在前线的军神 可比那些大家族里的退役武神 强悍得多 值得尊敬 我又相信叶晨了 万圣伟的道场支持 让叶晨的风评瞬间又变好了许多 你到了 那我们就开始吧 方伯以为 叶晨请来万圣伟 是给他撑场的 而万圣伟 连忙出手 等等 方校长 用我的军神令吧 我权限更高 我的军功是五星级 拥有五到十杯 最高的权限 我还借来了蓝家 军家等 十个家族的军神令 若是发现不对 我会立马知晓 听到这里 高天赐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什么 叶晨蛋笑道 方校长 可以开始了 高天赐 你不会慌了吧 我 我才没有慌 那就开始吧 万圣伟拿出十个金色的军神令 加上方校长手中的无神令 十一道光线 照射在五到十杯上 十杯缓缓运转 十杯 检测二人的灵魂气息 正在看直播的几位武神 神色都变了 啥情况啊 这万圣伟太狠了 这是把军部的军神令全都借来了 马德 本来以为我们七个武神令够狠了 方博的一块武神令查不出来 赶紧啊 取消 都给我撤销修改啊 来不及了 特么 你们不知道 直播有延迟吗 几位高天赐背后的武神 看到万圣伟开始操控十杯的时候 事情已经发生了 这些武神中包括刘山 他接到电话之后 赶紧撤销自己的控制权限 但已经为时已晚 巨大的十杯冒着红光 什么意思 五到十杯红了 红温了 有没有掉大的 告诉我这是什么情况 究竟是代表什么 十杯发生错误了 被人动手脚了 万圣伟和方博对视一眼 十杯被某些武神动了手脚 把高天赐抓起来 旁边方博早就暗中通知好的护卫队成员 将高天赐给架了起来 你们干嘛 高天赐心虚 但嘴上还是强硬无比 死不认罪 证据确凿 我要通知全国武者 江南基地市的五到十杯 被有心人进行了修改 我现在将十杯恢复正常 万圣伟利用军神令 将那些等级权限更低的武神指令抹除 五到十杯恢复了金光 两道金光将夜晨和高天赐包裹 正在修正 五到十杯忽然开始显示一份名单 原本的名单第二 名字是高天赐 过了几秒 便为了夜晨的名字 啊 高天赐再次被强行剥夺五道奖励 一团金色的光团 如同一颗小太阳一般 耀眼夺目 被强行剥离五到赐福的高天赐 承受了他这个年纪 不该承受的钻心刺骨之痛 隐瞒天道的武者 也将遭到反噬 而夜晨目遇在金光中 他却没多少喜意 这原本就是他应该拥有的 只是从高天赐那里夺回来了 这道赐福改善夜晨的体质 两道磅礴的气息 从夜晨身上连续传来 连生两镜 五将近七接 成 原本他夺回的五道赐福并不完整 这回 五道赐福还从S级提升到了SS级 天道酬情 SS级赐福 努力者的殊荣 五道境界 五道感悟大幅度提升 补偿吗 也不错 一开始获得 只是S级 现在更高等级了 夜晨现在的心境 早已不是之前 十分淡定 内心欣喜 却不形于色 获得天道赐福提升的一瞬间 夜晨感觉到 自己吸收灵气的速度更快了 脑子变得更加清明 就差一丝 精神力就可以固化了 而反观高天赐 两次剥夺 天道赐福 根基受损 若无灵药 高天赐直接废了 方伯朗声道 高天赐 开除星空第一武道学院学籍 抢夺他人高考成绩 情节恶劣 我身为星空第一武道学院的校长 同时也是武神 内心极度厌恶 但还是请万将军进行处罚吧 万圣伟神色严肃 点头 方校长是教育机构的 无权执法 但下国的军方 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 拥有执法权 小郭 把高天赐给我弄醒 是 将军 一名将士来到高天赐面前 强行给他喂下一颗蓝色的小药丸 嗨嗨 高天赐咳嗽两声 被枪醒了 但他的眼神害怕无比 醒了 还不如不醒 装死 给我打 别 哥 别打脸 我醒来就是了 好疼 你们是要我段子绝孙啊 军方的军人 手段相当狠辣 他们和普通的武者不同 能杀死异兽 活命就是好手段 下手自然比一般人狠 万将军问你话 他问你什么 你就回答什么 知道了吗 063 死无对证 国主老师 我 我都说 我说了 你们可以放过我吧 我是无辜的 万将军 方校长 你们一定要保护我 我只是鬼迷心窍 被诱惑了 你们也知道 本来武道成绩只能上技校 能够有一次逆天改命的机会 铤而走险 我也乐意啊 能上星空第一武道学院 就差一点 我就把文圣的孙女给办了 高天赐不断诉苦 就想把自己说惨一些 可以争取宽大处理 弹幕疯狂了 我擦 这是能说的吗 文圣孙女 司徒情 还挺漂亮的 身材也不错 出声啊 司徒情冲出来 给了高天赐一巴掌 本来我应该喜欢夜诚哥的 被你这种小人给轻薄 对不起 对不起 一时顺口了 弹幕 姐妹 爽了 手撕扎男 我爱看 司徒情出了气之后 然后羞涩地跑到了一边 他才记起来 这是在直播 我不是故意的 我是实在气不过 我平常才不是那种人 弹幕 好可爱 爱了 爱了 我要报考星空第一五道学院 司徒情学姐等我 太单纯了 怎么好妹子都喜欢渣男啊 可恶 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你以为 高天赐继续卖惨 我真的知道错了 都是我爸的主意啊 我平时虽然泡夜店 去会所 洗脚三天一次 两天泡一次吧 我也是花了钱的呀 是我爸 那天 让我顶替夜诚的名额 我只是个孩子 前几个月 我也才当高考 我不答应 我爸就把我银行卡冻结了 我肯定得听他的呀 几个月前 我还未成年 哪有辨别是非能力啊 万将军皱眉 那名郭姓士官 直接一脚踹在高天赐身上 废话真多啊 谁让你说这些了 说重点 你背后是哪些人在指使 我 高天赐要开口 忽然像是被人掐住了人中 面目表情变得十分扭曲 猙獰 弹幕 妈爷 吓死了 我靠 啥情况 直播间关闭 血腥暴力 这种场面 审核直接把直播间封了 万圣伟和方伯对视一眼 死无对证啊 我第一时间已经派人去高家了 万圣伟低头看短信 我派兵去高家了 你猜怎么着 高家提前撤离了 高家家主 高天赐的父亲 也离奇自爆了 其他人呢 其他人没事 他们恐怕对这件事不知情 方伯点头 这直播 让他们也早有防备了 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来 为什么选择夜晨 他家没有任何背景 父母都只是底层 他们觉得 事情不会败露 可没想到 夜晨的天赋 能如此迅速成长 现在重新拿回天道赐福 将来 必定也是我下国的支柱之一 方伯和万圣伟 两人 开启了武神领域 他们之间的对话 附近没有人知道 你刚才用了军神令 应该知道 牵扯其中的武神有哪些吧 这件事很棘手 你要屏蔽对话 方伯皱眉 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万圣伟表情凝重的点头 这件事 恐怕不只是这么简单了 只是换学历 用不着惊动八位武神 八位 方伯都惊了 我下国名面上 也就十几位武神 加上没有曝光的那些 也就三四十位吧 他们都是谁 方伯不只是震惊 语气中也十分愤怒 他们图谋不小啊 是想要控制 垄断我下国的教育系统吗 这次 调换江南基地是第二名 就是一次试探 万圣伟更冷静一些 我更怕 是另一种可能 这些武神已经被收买 若是想要控制 让自己的子女 进入好学校 没必要这么做 高价 还没这么大的本事 方伯皱眉 难道 夜城有什么特殊吗 有可能 彻查五到十杯 将近几年的记录 都调出来 大夏的天 需要变一变了 方伯继续问道 老万 你知道 那些人是谁吧 牵扯很深 我查到有八道气息 但他们是看了直播 提前就销毁了记录 你也知道 我们在超脱之前 都没有资格查看 我知道部分名单 可那位 却没有任何动作 他在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 万圣伟的回答 让方伯陷入震惊 就是说 国主不想让我们知道 是哪几位 难道 别瞎猜了 毕竟 他已经不是当年 和我们一块的那位了 超脱 也许是另外一种枷锁吧 老方 你听过一句话没 什么 万圣伟眼神伶俐 屠龙者忠诚恶龙 大夏是我们共同拼下来的 可自从他超脱之后 开始变得独裁 当初说好的民主 共同治国 现在已经逐渐变成 他的一言堂了 只不过 我们几人 还有制约他的实力 方伯沉默了 他叹息一声 我老了 可没有糊涂 你说的对 五道石碑 是他的本命质宝 分出来的一个榜单 他怎会不知呢 少年强则国强啊 方伯口袋里的手机震动 我先走了 我教出来的学生 他不敢对我怎么样 这里就交给你善后了 万圣伟点头 老方 替我转道一句话 你说吧 当年你就有怨 现在这么久 还是一样 花无重开日 人无在少年 当年的事 我不计较了 我就一句话 万圣伟眼里 带着快意的笑 他自诩公平 爱名如子 他的孩子 被欺负了 他要怎么做 方伯浑身颤动 露出无奈的表情 这可不是一句话了 您是他老师 应该不会怎么样吧 他的王权之道 孝子当先 老师如父 他敢 064 一定是打开方式不对 多做五人份的饭 方伯叹气 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 你还怨他 还有一句话 来人至死是少年 吕布只是老了 不是死了 叶辰是我看好的年轻人 薪酬就怨 若是您不帮我讨要一个公道 那我就自己去 万圣伟 眼里流露出莫名的凶光 我不想把事情闹大 就由您出面 方伯先生 拜托你了 方伯忽然正色 异国之主 确实应该以身执法 治国之道 无法面面俱到 可 某些原则上的事情 不容有失 那件事 是他不对 你的话 我会带倒 万圣伟爽快地笑了 先生一辈子搞教育 教书育人 我很信任先生的承诺 建修 重承诺 叶臣不认为顾建神会撒谎 万圣伟 也不认为方伯老校长会撒谎 我终究是讲理之人 你们啊 总是让我难做 方伯离开了 叶臣带着几女 来到了万圣伟面前 万将军 多谢了 若是没有你 晚辈这次 恐怕还要被冤枉 叶臣朝着万圣伟拱手 感激他的做法 我谨慎的行事 本来以为多此一举 没想到有意外收获 不过 我想知道 若是这次真被冤枉 你会怎么做呢 众人望向叶臣 而叶臣淡定无比 将军 你会信任我吗 不信任 我就不会出来帮忙 那就够了 我会选择回到江南基地市 寻求将军帮助 在前线上厮杀 若被冤枉 叶臣愿以战待罚 在边疆战场铸守十年 待到我与一丰满 再次杀回来 寻求一个清白 万圣伟笑了 好 有谋有略 蓝兵忽然说道 万叔叔 这次的事情恐怕不简单 高家 背后还有其他人吧 万圣伟点头 嗯 叶臣 你应该猜到了吧 叶臣无奈点头 此事牵扯恐怕极大 将军不想说 恐怕也是有自己的打算 我现在实力太弱 我没想着马上复仇 将军 我还想留在星空第一武道学院 前往魔都战场 在最前线厮杀 实力提升最快 留在江南基地市 确实安逸许多 可也少了许多魔力 万圣伟露出欣慰的笑容 烈火出真惊 每一位武神 都是经过厮杀魔力而出 我不反对你的做法 但要小心 蓝兵侄女 太熟了 这位是苏武神家的千金吧 苏雪礼貌点头 见过万将军 端庄大气 果然是我们江南水乡的美女 万将军夸奖了 刘家的闺女 我记得你 你当初也在江南基地市吧 参见万军神 刘宇飞也是军部系统的舞者 英气十足地 朝着万圣伟行了的军礼 他对万将军这种军神 相当尊敬 女孩子若非有保家卫国的大志向 又怎会参军 好 还有一位顾剑神的女儿 伯父好 其他三女转头 看来顾曼和万将军 关系匪浅 哈哈 以前那个爱哭的小姑娘 都长这么大了呀 你们别惊讶 我爸和万伯父 是生死之交 老战友情义 以前经常来我们家 叶辰倒是不惊讶 顾剑神当日出手 也有万将军的授意 四位气质各不同 美人恩最难销售 叶辰啊 你小子真是 我看了都极度啊 万将军的声音飘远 调侃完了之后 就跑路了 留下己女 红着个脸 叶辰更是尴尬无比 麒麟虎太一 不敢笑出声 憋得慌 太坏了 我也想说 但是怕被主人揍一顿 嘿嘿 小雪 你带着他们逛逛吧 我先回家一趟 叶辰想要逃跑 这万将军 那一句话 杀伤力 比叶辰站在几位武神面前 压力还大 己女害羞 但还算默契 都是武神之女 性格身材虽不同 可某些事情上 却看法一致 苏雪先开了头 叶辰 不准跑 蓝冰双手插腰 想当甩手掌柜吗 我们都来了 买点礼物给叔叔阿姨吧 刘雨菲举手 我同意 就去叶辰家 这小子 想跑 不可能的 顾曼在旁边 也言嘴偷笑 他是和叶辰关系最淡的 不过 己女也没有刻意排斥他 我们先去逛商城吧 我听说 江南这边的商城 建设得很大 叶辰 你给我们拿衣服 叶辰无奈苦笑 最后只好陪着众女 逛了商城 他也让众人给妹妹挑选了衣服 一听到这个 众女眼睛放光 比自己选衣服还要伤心 逛道快要日落 己女跟随着叶辰 回到明月小区 星辰小区 叶家 万将军照顾叶辰 给叶辰他们家 留了一个好位置 做北朝南 超过二百平的小富士 这个点 小月应该放学了 谁啊 智能对讲机 传出一声脆脆的声音 你够我 回来了 叶如月愣了一下 然后打开门 本来想扑进哥哥的怀里 好久没见面了 叶如月还挺想哥哥的 接着 他看到叶辰身边站着的 四位气质各异的角色美女 愣住了 一定是我最近修炼太努力了 出现幻觉了 一定是打开方式不对 我再来一遍 叶如月降门关上 去屋子里洗了把脸 内心默念尽心绝 再次打开 老哥 这是什么情况 叶如月猛逼了 他看到了苏雪姐姐 蓝冰姐姐 还有另外两位 长相气质 都不属于两人的大美女 谁啊 小月 哥回来了 小陈 你回来了呀 妈 他还带女生回家了 那我多做两个人的饭 少了 妈 多做五人份的 只听见 厨房里 过碗瓢盆摔在地上的声音 络绎不拒 065 报名高校联赛 枪神的考验 阿姨 我来帮忙 这是给你们带的礼物 叶母望着四女 这对于质朴的她 冲击力太大了 四女会做饭 不会做饭的 都在帮忙打下手 这顿饭 吃得叶臣心惊肉跳 好在 最后什么事都没有 只是吃完饭 送了礼物 四女就离开了 叶父点了一根烟 说吧 什么情况 可爱的妹妹 也是凑到叶臣面前 老哥 没想到 去大学没多久 就学坏了 叶母担心地说道 小臣啊 我们是正经人家 可不能学那些 大家族的顽固子弟 你天赋很好 可也不能在生活作息上 如此 如此 那个词 叶母说不出口 叶臣刚加进嘴里的红烧肉 都喷了出来 这件事说来话长 你们听我解释 好不容易回家一趟 叶臣享受着难得的温馨 第二天 带着父母等人去商城购物 他没想到 这么快就能实现自己说的话 不用他出手 女生最懂女生 昨天 苏雪等人 已经把叶如月的衣橱给填满了 叶臣只是去商城 给叶如月换了个更大的衣柜 父母二人过习惯了苦日子 舍不得花钱 叶臣直接给父母买了一堆补品 并嘱咐妹妹 小月 这些补剂对父母身体有好处 虽说住在星辰小区安全无比 哥哥的敌人不是一般人 你要好好修炼 父母身体素质提升 花再多的钱都不过分 你哥我 现在不缺钱 叶如月牵着叶臣的手 两人吃完饭 在公园里散步 哥 苏雪姐姐他们 你选哪个 你问这个干嘛 八卦是女人的天性 叶如月也不例外 没想到 老哥你女人缘这么好 不正面回答 你不会全都要吧 小孩子关心这个干嘛 你哥我现在还有重要的事情要解决 而女情长之后再说吧 感情这东西 看缘分吧 有时候 被太多人喜欢 也是一种幸福的烦恼 你这丫头 我明天就回魔都了 啊 这么快 不多待两天吗 叶如月挽着叶臣的手臂 不舍得撒娇 你看直播了吗 看了 这事情没那么简单 哥必须要提升实力 看到叶臣眼神里的凝重 叶如月也没再巧皮 哥 你要加油 我也要考到星空第一舞蹈学院 好 我等你哦 两人在月色下约定 一日 叶臣吃完早餐 和苏雪乘坐摩岛飞机 回了燕京 怎么学校门口这么多人 苏雪和叶臣并肩走在一块 蓝冰等人 提前回家了 两人难得回江南市基地一趟 在家好好陪同父母 看看去 高校赛 以我们星空第一舞蹈学院为主 燕京其余四所名校 加上江南第一军官学院 洛阳五大 魔舞学院八大名校举办的高校联赛 除了大四学长不能参加之外 大一也能报名 叶臣参加吗 肯定参加呀 如果是新生赛 那没啥意思 但是这种高校赛 可以和那些学生进行交流 比叶臣多修炼了两年的学生 高手很多 有挑战性 这种高校联赛 奖励也特别丰富 那我也报名了 两个月时间苏雪 我先走了 去燕京九号战场报到了 小心点 这个给你 苏雪给叶臣戴上一个手环 他就害羞地跑开了 这手环 叶臣神识探入其中 发现 这手环 竟然是地级装备 佩戴上 能镇静心神 还能操控其中灵力 形成防御能量 可以抵挡一次 递进强者的保命装备 难怪说 美人恩最难销售 先带着 这次进入战场很危险 离开之前 我先去找 那位梁威老师 来燕京之后 一直有事耽搁了 解决完高天赐的事情后 叶臣要进入战场 自然是将自身实力提升 更有把握一些 按照方校长告诉自己的地址 叶臣来到后山一处清幽之地 年轻人 身上好重的煞气 一名长相普通的中年男人 正在木屋前 浇花 等我一下 叶臣安静地 坐在旁边的石墩上 一等 就是两小时 梁威浇花之后 又开始照顾自家的果园 叶臣来到这种清静之地 整个人的内心 也平静了许多 干完活 梁威回到木屋中 换上了一身干净清爽的衣服 拿着两把木头枪走了出来 没有言语 一把长枪就击射而出 叶臣早有准备 单手接下 只感觉虎口发麻 好沉的力道 这年头学枪的不多了 年轻人更喜欢用剑 剑 帅气 我下国剑神占据一大半 或者刀 直接 暴力 用枪的武者不多 我知道你来找我的目的 老万的面子 在我这里没用 不过 你的心性倒是沉稳 第一关算是过了 叶臣带着淡笑 那老师是要说我为徒了 刚夸完你 一天的时间 用这枪打败我 我会把我的境界 压制在和你相同 打败你 叶臣吃惊 而麒麟虎太一不满了 太过分了 你身体素质是武神境 精神力强度 也是武神境 就算压制境界 这也不公平啊 根本没机会 小老虎 凡事都有机会 梁威 用木枪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 你只要能让我退出这圆圈 或是击倒我 都算你赢 叶臣没着急出手 武神境 即便压制境界 体力也在我之上 打持久战 我一定输 说是一天的挑战时间 在摔三尔节 其实给我的机会 只有前几次 既然是考核 不可能一点机会都没有 两种获胜方式 一种是击倒KO 这个不太现实 武神之躯 要是用心冤还有机会 这破木枪 材料倒是坚硬 可威力不够 将老师击飞出圈子外 才是唯一正解 梁威一身白衣 将木枪背在身后 枪到宗师的气质 油然而生 不急不急 你慢慢想对策 零六六击败武神 枪神传道 嗯 这么急就朝着我攻过来了 梁威以为 叶臣会深思熟虑一番 没想到 叶臣却是莽夫 空间封锁 梁威面色一变 望向不远处的麒麟虎太医 太医张牙咧嘴 露出可爱的虎牙 梁老师 你可没说 不允许战虫出手 战虫本身 也算是我战力的一部分 梁威轻轻点头 算 龙落惊雷 给我震 在众多枪法中 叶臣选择了 控制力最强的一招 好想法 不过 梁威正要出手 却感觉身上 如同被枷锁困住一般 原来如此 但后出手 却不代表 我不能挡下你这招 梁威的出手 被叶臣和太医 同时给减缓了 确实如此 老师你身为五神镜 即便是后出手拳 我也不敢保证自己 能一击将你击飞 什么 梁威这次是真的被惊讶到了 叶臣的声音 从他的背后传来 战场上 对付不同的敌人 那就用不同的办法 对付普通敌人 直接以利破敌 对付强者 就预判他的操作 老师身为五神 战斗经验自然丰富 我才有了这种设计 新颖 惊雷 震 梁威已经出手 想要抽枪 需要时间 他若是现在还是五神镜 叶臣耍手段也没用 我若是用其他手段 就是作弊 爆发出超过五将镜的实力 这场切磋 我就自动攀附了 只能硬扛了 叶臣高高跃起 枪出如龙 宛若雷霆倾泻而下 枪身引起的雷霆 化作一只巨龙 将梁威拍起 五神之躯 自然是没有任何损伤 只是 被叶臣拍起 他的目的已然达到 行冤爆 这招威力巨大 叶臣将所有威力 集中于枪间 计划完美 所有的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叶臣身上所有灵力被掏空 这一击 相当恐怖 利用枪间灵力 爆炸的威力 将梁老师击飞出小圈子 应该问题不大 爆炸能量扬起地上的尘土 叶臣甩了下木枪 卷起狂风 将烟尘吹散 梁威不愧为武神 在被击中的一瞬间 将木枪插在地上 他的脚步 未曾离开圈子一步 什么 太医震惊 武神 这么强吗 叶臣皱眉 却露出无奈的表情 还是 没能成功吗 梁威松开手 亲自走出圈子 他身上的衣服 早就被强大的灵力撕碎 变得衣衫褴 露出一身的剑子肉 和身上的刀疤伤痕 不 你赢了 梁威露出满意的笑容 哈哈 刚才那招 威力很强 可以轻易灭杀武王强者了 甚至武皇境的武者 一不小心 都会受伤 这还只是使用木枪 用上更好的武器 威力能更上一层楼 我刚才 动用了领域 已经不是公平对决了 叶臣欣喜 手中持着长枪作一 弟子叶臣 拜见师父 哈哈 不必如此 是我占了便宜 收了个好徒弟 你的枪法 大开大合 威力刚芒 在枪道 不如说是武道上 你的天赋很强 战斗素养很好 能在这么短时间内 想出这种对策 我本来都没想过 你能完成考验 叶臣问道 难道 师父一开始 没想着收徒吗 两位没有撒谎 点头 你在武道上天赋很强 在枪道的基础上 却十分薄弱 根本就不是 从小就练枪之人 你学枪 不到一年吧 你的握姿 完全是错 挥枪 完全靠的是5G的强大 你能击败我 靠的是本身丰富的 战斗经验 和敏捷的反应力 叶臣挠头 瞒不过师父 我转学枪 仅一个多月吧 你说什么 一个月 轮到梁威震惊了 一个月的话 那你能练成这样 就相当不错了 叶臣笑了 他天赋不可能差 心冤是枪中之王 他的传承中 自然有枪法傲义 叶臣这一个月的进步 相当于别人三年 五年的学习 本来是为了遵守承诺 哈哈 没想到 叶臣 你真是枪道天才啊 好好好 你这枪道 赚得好啊 既然拜师 我就送你一把武器 梁威翻手 一把青金色龙蚊长枪 出现在手中 好重的煞气 老伙计陪着我在战场上 斩杀的一兽 没有千万 也有八百万了 这把枪名为龙影 经过我多次锻造 现在是地级神病 跟了我许久 英雄配好枪 有了他 你在战场上杀敌 效率更高 本以为 叶臣会欣喜若狂 他和身边白虎 却表情诡异 不满意 不是 师傅 我有更好的神兵了 叶臣也翻手取出新冤 超越地级 叶臣点头 嗯 可梁威却看不出 这枪的厉害之处 你确定吗 老师你小心了 我全力出手 您就知道新冤的强横之处了 刚才同样的新冤报 叶臣再次朝着梁威施展 什么 原本漫不经心的梁威 被强大的威力 炸退了好几步 起码圣集 在不使用的时候 根本就看不出来 这把武器的强大 确实比我的龙鹰好 不过 你要切记 不要过分依赖武器 碰到强大的武者 也许会抢夺 弟子明白 叶臣和太医对视一眼 神识传音交流 主人 你隐藏新冤的威力 是怕你师父会抢夺吧 防人之心不可无 我这位刚拜的师父 我和他感情不深 我实力又弱 别说他了 我要是转化身份 知道新冤的强大 我也会毫不犹豫动手抢夺的 确实 太医想了想 是这个道理 那我就送你一套功法吧 本来配合龙鹰使用 能发挥出完整的威力 不过 你这把武器 也有圣级 也能发挥出80%的5G威力 梁威一直点出 一道青色的龙鹰 没入夜沉石海 他没有反抗 梁威真要杀自己 不需要这么麻烦 一道功法的记忆传承 刻入进夜沉脑海中 这是 067 1300斤负重铠甲 准备打劫异兽护送队 龙鹰枪决 总共7重 一重强于一重 师父告诉我 先学会第一重龙抬头 再出发前往战场 我有新冤 领悟枪类5G 速度很快 而且 新冤能发挥出龙鹰枪决 更强的威力 夜沉也不着急进入战场 留在学院后山 研究枪法 枪印 他的内心 前所未有的平静 三日后的某个清晨 梁威被枪棒的挥舞声吵醒 我这弟子 够勤奋 希望别是三分钟热度 正好当闹钟了 大下枪神梁威 穿好衣服 睡眼惺忪 准备按照日常惯例 开始浇花种田大叶 忽然一道暴鸣声 吓了梁威一跳 他练枪 枪法是很需要准头的 他第一次 将胶水壶里的水 喷洒在了外边 顾不得他心爱的花草灵直 梁威一个大跳 来到夜沉面前 师父 早上好 你继续吧 不用在意我 怎么可能不在意啊 夜沉 将龙影第一重 龙抬头 在梁威的注视下 完整地展示了一遍 枪尖上凝聚青色龙手 一个上条 将一人大的十吨碾碎 再一个横扫 旋风将碎石给盘起 缓缓落地堆叠在一块 好枪法 三天就学会龙抬头 你的资质 还要超越我当年 差点就错过一个好苗子了 在我有系统的指导下 你的枪到基础进步也很快 夜沉谦虚一笑 老师你再夸我就飘了 都是您教得好 一部分是SS级的天道赐福 让夜沉的领悟力 达到一种惊人的程度 还有心渊加成 梁威的指导 也占据一部分的作用 我暂时没什么能教你的了 我想你也迫不及待要进入战场了 在你龙颖枪爵踏入三重 枪到步入大城境界之前 不用来找我 这套东西 你穿着 除非遇到绝境 不可拆卸下来 梁威从空间戒指中 取出一套铠甲 扔到了地上 她拿着轻松 可放到地上 碰 巨大的声响 将地面砸出一个大坑 这多重啊 师傅 你让我穿着这个 夜沉和太医 合力将铠甲从坑里取出 穿戴上之后 夜沉整个人都不好了 不重 也就一千三百多斤吧 负重修炼 对你帮助很大 得知是修炼 夜沉就不让星渊帮助抵挡重力了 压得夜沉 差点跪下了 太沉了 负重修炼 除了睡觉之外 你都需要穿戴着 除非等你身体素质强大到五皇境之前 你都需要分出自身灵力 去对抗这部分压力 对你身体和灵力 是双重考验 夜沉适应了一阵子 便可以进行自如的行动 多谢老师 能将一千三百多斤的合金打造成普通一甲 这种高密度金属 相当珍贵 价值恐怕不弱于地极的装备了 夜沉测试了一下 这套铠甲 防御力也不错 小老虎过来 我也有吗 两微笑着点头 然后将两对脚环扔到了麒麟虎太一面前 这是一套蕴含空间密法的指环 缺点就是这种能承载空间大到的脚环 很沉 而且 受力完全是在四肢上 虽然是有夜沉那套铠甲重量的一半 但全身发力和四肢发力区别很大 太一 比夜沉更加狼狈 他可没有夜沉这种努力的心态 直接用心冤来抵抗这种恐怖的重力 太一 你也太偷懒了吧 老大 本虎血脉高贵 不需要做这种事 我自然修炼 就提升很快 夜沉也没要求太一必须这么做 但他自己 却没有半分偷懒的心态 我的敌人 是那几位武神啊 提升 抓住一切可以提升的机会 变得更强 熟悉了穿着铠甲的身体 夜沉已经可以挥舞心冤 师父 我去战场了 为时知道你进步心切 那我走了 等等 这几天我也打听到了 你做的那些事 孩子 你不容易 正常进入战场 恐怕你暗中的敌人 设下埋伏 跟我来吧 我们学院 有一条另外的入口 除非我们学院出了叛徒 你从这里进入 没人会知道 燕京战场的某处入口 就在夜沉平时锻炼的石桌下方 阵法很隐秘 除了学院里几位武神 没人知道 那师父 我走了 有危险 你可以捏碎这块玉佩 直接传送回来 但为师父希望你这么做 生死压力 才能得到历练 夜沉自信一笑 放心吧师父 这块玉佩 我不会用的 夜沉离开了 去了战场 哈哈 虎爷我又回来了 小心点 燕京战场很危险 你说话这么大声 万一引出强大的异兽 别忘了 我们在九号战场 还得罪了一名地兽蛟龙 太医十分狂妄 小小蛟龙 何足畏惧 我们一人一虎 就能跨境界杀敌 这老蛟龙 等主人你提升到五黄境 我提升到七阶 这种杂血蛟龙 便可轻易斩杀 麒麟虎太医意气风发 夜沉何尝不是如此 拥有心冤 还是进入战场厮杀 提升境界最快 师父给了我一份完整的燕京战场地图 这可是好东西 这种完整的战场地图 除了某些异兽城池 没有标注出来 算是特别全的了 这种战略资源 只有拥有底蕴的家族才有 落入异族和敌对国家的手里 那可是灭顶之灾 我们现在所处的 是九号战场的578号区域 九号战场 是我下国最大的主战场 划分出998个区域 578号区域 算是中等偏下 距离我们上次 去的城郊附近的102号区域 有一段距离 老蛟龙感应不到我们的所在 这块区域大部分都是五 六阶异兽 还有部分七阶异兽 正好适合我们锻炼 叶辰正在查看战场地图 麒麟虎太医忽然开口 有一只异兽小队 经过我们这里 嘿嘿 主人 这只小队 貌似是在护送一批宝物 我们 068调虎离山 大丰收 这批货物 绝对十分贵重 何出此言 叶辰对异兽的规章制度 不是很了解 通常 只是押运普通的货物和异兽尸体 犯不上出动这么多强者守护 二十名五阶兽王 七名六阶兽皇 还有一只七阶异兽尊者 他们押送的马车里面 肯定有好货 不光是太义两眼放光 叶辰何尝不是眼热 不管是高阶异兽尸体 还是特殊宝物 对我而言都有好处 高阶异兽尸体 可以换取大量的军功 这一票干了 嘿嘿 主人 我有空间秘术 你有新颖 打不过也可以跑啊 但是他们会警惕 我们的机会 只有前几次 他一点头 必须做好规划 那主人 我们怎么办 听我指挥 看准时机 我们就出手 第一次 他们最没有防备 尽量多的 偷东西 整个异兽车队 有条不紊的朝着城池前进 狭窄的峡谷下方 异兽队伍正在聊天 你们说 这次运送的是什么啊 要我们这么多异兽出手 连尊者都专门坐镇在队伍中 我也不知道 别问那么多 安心护送就行 这一票干完 回去喝酒 其中一名六阶兽皇黑黑笑道 这次运送报酬真多 我也是拖了朋友的关系 才要到这种美差 不用去战场上 和狡猾的人类战斗 这一车运送完 顶得上一个月的努力啊 别废话 小心人类的偷袭 放心吧 这条路线相当隐秘 我都参与运送十几次了 没有一次出过问题 尤其是 这一次 是兵力最强大的一次运送 想出意外都难 忽然 一阵空间波动传来 谁 有嫡媳 趁着他们聊天的时候 麒麟虎太医 在夜城的指示下 瞬间发难 不好 保护马车啊 空间法器 货物都被锁刮走了 掌握空间大道的强者 别给他跑了 喊陆林大人来啊 啊 对对对 陆林大人 也是修炼空间大道的强者 几人不会空间大道 只能干瞪眼 虽然实力比太医强 可太医却没打算和他们纠缠 他们不会空间封锁 只能任由太医离去 嘿嘿 你们比我境界高一阶 二阶又如何 还不是只能看着小爷从容离去 都是我的 都是我的 太医拿了一个大箱子就跑 但这一条车队 起码几十个货箱啊 太医才不满足 贪 枉死贪 抢劫了一车 又换了一车 没开始通知的时候 太医就抢了四车了 可是 就算他们知道也没用 太医拥有心冤的感知功能 能够轻易的就利用空间秘法 顺移到无人看守的车厢 就这样 如法炮制 太医洗劫了十三个车厢 直到他感觉到 空间被封锁 天赋秘法无法使用 被压制了 对方的空间大道 比我更强 你是空间尊者 太医手里的箱子 被瞬间吸入脚环空间中 抬起头 一只长着鹿角的中年人 出现在自己面前 原来我们这只精锐 被一只五节兽王给戏耍了呀 空间大道 不愧是顶级大道 陆灵露出笑容 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老是接受我的心灵奴役 当我的奴仆 第二 誓死不从 那就死 成为我的奴役 我还会帮助你修炼 天生的空间大道啊 你的血脉比我还要强 若不是我踏入尊者 恐怕还没法压制你 陆灵修炼到八阶 在一族内 也有自己的势力 麒麟虎太一死了 对他没好处 收尾布下 好处不少 而且 他还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将这只白虎收尾布下之后 让他带着这些货物逃离 丢失货物 罪不知死 惩罚虽然严重 别人没看到这只白虎的模样 也不知道他的实力 我一口咬死 是比我空间大道 还要强横的存在 没人会知道 我只需要遭到一些惩罚 也许会丢了这个职位 可好处更多 陆灵的算盘打得很好 太一面色难看 你非要逼我 不怕我自爆 将这些货物也炸毁 我足血脉高贵 怎么接受被逆奴役 太一愤怒无比 但陆灵却仍然是一副 蜘蛛在握的模样 别和我提什么血脉 我能修炼到尊者 也是空间强者 就算血脉比你差点又怎样 你能保证 你能修炼到八街吗 血脉尊严 比命还重要 而且 别想用这个威胁我 装在这些货物的箱子 可是特殊材质 你自爆之前 我也能控制附近空间流速 降低爆炸时间 你死了就是白死 我也会吞噬你血肉 炼化提升空间大到 陆灵平静无比 他比麒麟虎太一年长太多 修炼到八街 他早就见惯了这种场面 最后的结果 站在他面前的白虎脸上的表情 纠结无比 快点 不臣服 就死 若是其他人赶到 被发现 陆灵的计划 就没法实施了 我我臣服 太一咬牙切齿 满脸不服的低下高傲的头颅 陆灵尊者 我太一 臣服 陆灵内心冷笑 你现在不服 成为我的奴仆之后 你只能对我百依百顺 陆灵开始施展奴役之法 在他施展的过程中 忽然无数道传音 在他耳边炸响 陆灵大人 有人劫掠主车 不好了 大人 霍威 速归 这是阴谋 调虎离山之计 陆灵尊者 他们真正的目的 是为了您看守的 那辆车上的东西 陆灵脑子炸了 靠 你小子骗我 奴役 奴役也失败了 你认主了 偷我东西的 就是你的主人吧 可恶 可恶 可恶啊 淡定的陆灵愤怒了 快告诉我 你主人在哪里 不然我就杀了你 空间封锁下 陆灵不担心太一能逃跑 走吧 太一 到手了 得到主人传音 麒麟虎太一 收起自己的眼镜 拜拜了 陆灵尊者 还想奴役我 我记住你气息了 等着我回来报仇吧 在陆灵诧异的目光中 太一引动心冤之力 发动削弱板 心影 从容逃走 无声无息地消失在陆灵面前 069 清点奖励 价值50亿以上 吓死宝宝了 麒麟虎太一 一阵后怕 还好那个八阶尊者 够贪婪 你别说别人了 你不也是 风浪越大 鱼越贵嘛 告诉老墨 我想吃鱼了 这不没事吗 主人 快看看 我们这次收获 麒麟虎太一 期待地说道 叶辰也是激动不已 先看你的吧 把大的留到最后 好 太一把脚环空间里的东西 一股脑地扔出 他也没具体算 总共洗劫了13个车厢 47个空间箱子 怎么打开 还怎么拆开 直接暴力破解啊 一个一个打碎 打碎箱子里的东西 里面的物品 自动飞入夜城的空间戒指中 老大 都是什么 我这一箱 全是异兽的尸体 哦 麒麟虎太一满脸失望 你先别失望 这箱子里的尸体 起码有数百六阶兽皇 数千五阶兽王尸体 一只兽王 大概一万军功吧 一只兽皇十万军功 这 我靠 一个箱子 数千万军功 不止 这里面的尸体 大部分都完整 一只兽王一万军功 那只是身体部分的价值 兽王的兽和 这里面就有不少 一般到了五阶 被击杀都来得及自暴 可这里面都是 完整的尸体 那可是相当值钱啊 听完夜城的解释 太医的呼吸 变得急促起来 我敲 那就是说 这一箱子尸体 获得的军功就能破亿 夜城点头 起码一个亿以上的价值 具体多少 要到兑换处才知道 一个意义 只是夜城的保守估计 快开下一个 发达了发达了 这个我来看 开箱子出宝物 会上瘾的 太医跃跃欲试 一爪子 将一个不同颜色的 蓝色箱子给打爆 主人这个箱子 颜色不一样 里面的东西 你猜对了 这个箱子里 全是兽和 刚才的箱子里 一些兽和事 藏在尸体内部 大部分都是破碎的 这个箱子里 所有兽和都是完整的 听到这里 太医变得 眼神里 仿佛闪烁着 可怜兮兮的光芒 好了 好了 夜城无奈 我知道兽和 对你来说更重要 哪些兽和对你有用 一兽吸收兽和 成长更快 但不同的兽和 转化率也不一样 有些属性的兽和 只能转化10%能量 那就太浪费了 不如让夜城 拿去兑换军功 然后换取更好的宝物 嘿嘿 空间系的肯定更好 我之前还兼修案 属性大道 和风系大道 主人共享心渊给我之后 我自动领悟火属性 和雷属性大道 优先级是空间 风 暗 雷和火 五系一兽 共享心渊之后 太医的野心极大 夜城丝毫不反对 太医五系同修 无他 夜城现在很富裕 完全养得起 修炼五系 进入六阶 可以和一般的七阶尊者 打一打了 当然 难度也会更大 太医血脉高贵 又有心渊加持 提升也并不是难事 我再打开一个蓝色的箱子 这47个空间宝箱 总共有17个 都是蓝色宝箱 16个之前的黄色宝箱 还有一种是黑色宝箱 不知道里面装着的是什么 确实 蓝色的箱子 全是寿盒 主人 让我来 开箱子 那种宝石碎一地的感觉 好解压 那你来吧 夜城倒是不介意 太医说起来 其实才刚出生没几年 确实是个小孩子 夜城就像照顾自己弟弟一样 虽然他也很想开箱 等一下其他箱子 我自己来开 一个箱子 1万颗寿盒 16个宝箱 16万寿盒 其中 基础元素寿盒比例较多 麒麟虎太医主修的空间 暗属性大道 是非常稀有的大道 尤其是空间属性寿盒 16万颗寿盒 只有123颗 但质量都很高 都是6阶以上的寿盒 还有6颗是7阶寿盒 暗属性 也有1431颗 雷属性5891颗 封 火属性的寿盒就多了 分别是2万多颗和1万多颗 剩下的十多万寿盒 太医修炼效率低 夜城就都收走了 准备拿去卖钱 黄色箱子 果然都是异寿尸体 光尸体可以兑换的军弓 就可能有20个亿了吧 夜城点头 哈哈 寿盒卖的也差不多 可能还更贵一些 寿盒里面的能量 也适合一些修炼兽族大道的武者使用 一些稀有属性的 就不对换成军弓了 我拿去黑石兑换 能卖出惊人的价值 加起来 起码40个亿啊 只是 没法在短时间内兑换 发达了发达了 主人 我早就 看中一件极其适合我的东西 能不能帮我兑换 什么东西 空间系的兽神之星 不贵 也就25个亿 等你兑换完军弓 打折之后 只要25亿 好小子 你早就盯上了吧 嘿嘿 主人给我买呗 我强大 就是你强大 一样的 再说再说 还有一个黑颜色箱子没开呢 这回我来开 这次夜城无视了太医卖萌的眼神 选择让自己爽一把 好爽 这么多武器 金铁相撞 乒乒乓乓的声音 太过瘾了 都是武器啊 异兽本身就对宝石和金属更感兴趣 这么多 好在星渊可以判断这些武器的强弱 拥有星渊 夜城可以看到 这些武器装备的好坏 越是强大价值高的 武器上的光团就越大 数万把武器 有异兽能用的 星渊也有显示 太医你自己挑一套吧 剩下的 我拿去卖了 夜城很快筛选出来20多把武器 还有一百多件各种散件 还有几件套装 剩下的 全部贡献给我下国人族 赚妈 40个亿 加上这些武器 武器可比那些东西还要好 对异兽无用 但这被异兽缴获的数万把武器 可是能打造一支军队出来的 贡献值更高 主人 我知道 还有一个紫金色的箱子没开 一人一虎 呼吸急促 0709接紫金玉 星将传承魂珠 一个紫金色的宝箱 出现在平原上 好玄妙的空间法则波动 里面封存的东西 绝对不简单 太医迫不及待地洞爪 蕴含着各种法则之力的四天一爪 拍在箱子上 箱子立在原地 毫发无损 什么 我用了七成力都不行 主人 我们一块发力 好 叶尘点头 手中凝聚心渊 我们一块攻击一个点 这样威力最大 明白 太医也凝聚削弱版的长枪 枪引重叠 集中在紫金宝箱上的一点 猛然爆发 我敲里瓦 这都不行 叶尘失望摇头 我们无法独立打开了 但同时也证明了 这宝箱里的东西 一定极好 太医有点着急了 那怎么办 主人 要找人吗 找你师父 还是万将军 他们一定有办法 破开这种宝箱的禁止 叶尘沉思 还有个办法 精神力再次固化了 直接再次自爆精神力 加上你我二人合击 没准有心 刚说完 叶尘就否定了这个想法 算了 就算打开 里面的东西 若是对我没用 那就有点亏了 还是找师父 让他帮忙吧 思索再三 叶尘带着太医 重回学院后山 这东西 留着无用 先解锁了 转化成战斗力 才是重点 十鸟在铃 不如一鸟在手 不带思考 叶尘直接捏碎玉佩 传送回学院 梁维刚搬来藤毅 沐浴着阳光 吹着微风 毫不自在 嗯 这么快就遇到危险了 难道 梁维脸色难看 看着叶尘和小老虎 出现在自己面前 遇到危险了 是谁 我们学院的叛徒是谁 谁要设计陷害你 一连串的问话 让叶尘猛逼不已 他知道 师父是误会了 连忙解释道 师父 我没发生危险 没发生危险 你回来干嘛 梁维翻了一个白眼 不对 你的性格 只有到山穷水镜 才会使用玉佩吧 发生了什么 瞒不了师父 你看这个 叶尘从空间戒指中 将紫金宝箱取出 一股繁杂的空间波动 让梁维心金 空间静置 起码九阶的空间静置 十阶圆满 可称为静咒 九阶 说明 这个紫金宝箱的防御力 攻击力 必须要达到圣静的威力 才能破开 还好没有强行破开 不然亏妈了 到时候 固态精神力小球没了 也破不开箱子 我就亏大发了 还好叶尘选择了球吻 不到十阶 九阶的空间静置 这紫金 也是一种九阶金属 相当坚硬 法术和物理 双九阶保护 一般人也没有办法破开 不过 还拦不住我 你回来 就是想让我帮忙打开对吧 叶尘点头 师父 拜托了 哈哈 问题不是很大 你先让开一下 我先弄个保护罩 梁维捏碎一个金色小球 生成一个椭圆形的防护罩 将它和紫金宝箱罩住 接着手中凝聚一杆漆黑长枪 枪出雷动 看似朴实的一击 却将整个后山完全震动 啥情况 地震了 不对吧 燕京已经很久没发生过地震了 学院内法阵相当稳定 恐怕是某位强者导师在修炼吧 叶尘和太医 在旁边盯着 太医皱眉 没动静吗 而保护罩已经散开 梁维收回了枪 将手背在身后 不对 太医 你看宝箱上的裂纹 梁维是正对着叶尘 所以他们 看不到宝箱背面 枪间戳穿了宝箱 裂纹逐渐扩散 宝箱炸开 化作了碎片 梁维的声音传来 好图 这宝箱是九节材料紫金玉 为师不多要 一部分我收了 剩下一部分 我托朋友打造一个散件 制作散件装备之外的材料 就当为师的辛苦费了 如何 没问题 师傅我想打造一个空间戒指 我现在的空间戒指太小了 那几十个箱子里的东西 早就把刘雨飞赠送给叶尘的空间戒指 给填满了 踏一脚环内的空间 也不够用了 哈哈 你倒是聪明 这紫金玉本身质地坚硬 能封存九节空间 禁制阵法 倒是制造空间戒指的好材料 不过 用紫金玉封存的这个宝物 我从来没见过 但能用如此昂贵的金属封存的东西 恐怕相当不凡 你先留着吧 你不知道什么作用 可以去战场上兑换处进行兑换 战场武道系统 会根据其蕴含的灵力和价值 进行判断 你可以兑换军弓 换取自己想要的 叶尘暗耐住机动 将那颗看上去和篮球一样的金色圆球 收进了空间戒指内 梁卫不认识 那可太好了 而叶尘拥有心冤 这东西的资料 他一下子就知道 还好老师不认识 新将传承魂珠 这可是对武神都有作用 出售军弓 傻子才卖 这可是能获得星空中传承的质保啊 多少钱都不卖 叶尘朝着梁卫问道 老师 那传送玉佩 您还有吗 有 不过 不多了 我是不想让你过分依赖这种保命道具的 这是最后一款 当然 你想要随时回来 也可以用一亿军弓 兑换一款 叶尘吃惊 一亿 这 他一旁边补充道 怎么不去抢啊 这也太贵了 梁卫解释道 定向传送 可比随机传送蕴含的空间法则 复杂百倍 一亿不贵 原材料就要三千万 而且 制作一块血玉 需要请九阶锻造师 我也只有三块 一块已经在战场上 遭遇生死危机时 使用了 这是最后一块了 不过 紫金玉对锻造师的吸引力很大 九阶材料 已经是最顶级的耗材了 十阶材料 都可以直接被精神念师 当作念力兵器使用了 叶尘没犹豫 老师 你给我一个空间 能容纳十万亿兽的空间戒指 就行 不用太高级 紫金玉对我无用 然后麻烦老师请锻造大师 再给我打造一块传送玉佩即可 071 圣地最高洗礼奖励 兽族彻底疯狂了 没问题 我的空间戒指给你了 我没仔细计算过 但容纳十万只异兽 问题不大 这次算老师 我占你便宜了 这么多的紫金玉 足以打造一把圣级神兵了 甚至若是融合更好的材料 这把圣级神兵 可以出现一丝神威 叶尘疑惑问道 老师 您不是有一把神兵了 这把黑龙枪 已经是圣级巅峰武器了吧 而且 您预养了许久 新武器 并不一定能强多少 哈哈 我不是自己用 我下国剑修居多 三十多位武神 就二十位剑神 好几位武神 别说神兵了 圣级武器都没有一把 武神和十阶兽神对战 胜败就在毫厘之间 一把强力的武器 也许就能改变战国 两位带着弹笑 叶尘 这紫金玉 算是你贡献给国家的 你没有意见吧 弟子暂时用不上紫金玉 能增强我下国国力 自然甚好 那弟子先前往战场了 望着叶尘离开的背影 梁威忍不住点头 我这弟子 心怀山海 我把紫金玉贡献给国家 他没一句怨言 世卫爱国 而回来之后 马不停蹄前往战场 比我当年还要勤奋努力 我收了的好弟子啊 梁威拿着紫金玉 前去寻找锻造大师 锻造一把神兵 叶尘踏入战场 早就迫不及待 想要接受传承了 他将神识探入其中 可惜了 不是强盗传承 但 叶尘也是满脸欣喜 其实不是强盗传承也行 强盗是我第一选择 但这个传承也不赖 这是精神力念师传承 我不用系统性学习了 我一直纠结 要不要成为精神力念师 毕竟叶尘还有一个底牌 可以自爆自己的固态精神力小球 当然 获得传承 就不需要犹豫了 直接接受传承 传承水晶破碎 化作星芒 涌入叶尘的石海中 叶尘脑海中固态的金色小球 逐渐圆满 拨的一声 那个小球 就像气球一样 破掉了 叶尘脑海内 一片金色光辉 那金色的光辉 化作水滴 会成一片汪洋 精神力成海 我成精神力念师了 精神力成海 这是精神力念师 成为四阶的标志 我现在已经成为精神力念师 四阶精神力念师 对我舞者 战力增幅达到四倍 精神力念师 可以进行战力增幅 在下国 精神力念师 稀少无比 这种珍贵的资源 若是在高考 直接成为精神力念师 可以直接保送进 星空第一舞蹈学院 会成为全国所有高等学府 各大势力 疯抢的存在 四阶精神力念师 更是稀有的 和快要灭绝的大熊猫一样 同届 精神力念师无敌 我精神力和舞者双修 需要的心渊之力 就更多了 还有个太医 要分走一半的心渊之力 舞蹈境界提升 任重道远啊 叶尘也走了和太医一样 全都要的道路 寻常舞者双修 那是作死 而我 只要杀敌够多 也并不难 太医的声音忽然传来 主人 战场暴动了 什么情况 叶尘在接受传承的时候 将意识完全投入进去 根本没在意到战场的变化 星渊上 无数的亮点 庞大的气血之力 如潮水一般 疯狂移动 隔壁区域的异兽 也都在朝着我们578号区域涌入 太疯狂了 15万大军啊 而且 数量还在疯狂增加 异兽这是撕破脸了 怎么会 忽然叶尘想到什么 我靠 是因为我们吧 没错 恐怕就是主人接受的 新疆传承了 确实 新疆传承 不论是人族 还是异族 都能接受 异族应该是知道传承水晶的 可惜啊 被我用了 这若是落入异族之手 又要诞生一强大兽神啊 大军压境 叶尘没有丝毫慌张 反而兴奋无比 我正愁 怎么快速升级呢 异族 这是在我瞌睡的时候 送枕头来了 忽然 整个人族战场 响起红钟声响 578号区域 战场上的所有武者 拿起你们手里的武器 对抗异族 支援马上到 你们撑住 叶尘有心冤 比他们知道的更多 而在战场边缘 许多人族武者 已经被大量的异兽 用兽海战术给冲烂了 庞大异兽的气息 降临578号战场区域 兽神的气息 我抄 我们这个战场 最强的人族武者 也就武尊吧 这不是作弊吗 十阶兽神 可以灭杀我们整个战场 578号战场区域的人族武者 满脸绝望 叶尘倒是淡定无比 兽神一找 就要灭杀他们 忽然一道剑光闪过 你的对手是我 一道青色身影 出现在战场上空 抵挡住了那一道 遮天蔽日的兽爪 可恶 怎么这么快 我接收到手下命令 货物丢失的一瞬间 就马上前来了 也就是说 人类剑神 你早就待在此地守护了 那位青衣剑神笑了笑 关你屁事 可恶 那兽神面色难看无比 那可是战场遗迹重要传承 这地方早就有武神 不过 人族应该不知道传承水晶 这份传承 只有我族中有记载 即便是武神 站在传承水晶面前 也无法认出 抢夺货物的武者 实力不高 现在应该还没离开战场 这名猎豹兽神 直接下令 发现骑程白虎的人族 将他杀死 上交他的所有宝物 直接奖励圣地最高洗礼 什么 圣地最高洗礼 就是那个 无任何副作用 兽族最高贡献者 才能享受的待遇 只要接受最高洗礼 改善资质 血脉会提升为 纯血之下最强 实力会被强行提升到 八阶以上的最高洗礼 兽族 彻底疯狂了 麒麟虎也震惊了 我敲 最高洗礼 主人 要不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072主动出击 武宗进城 你别想了 新将传承我都用了 一族想要的 就是这传承 可比你们什么圣地 最高洗礼重要多了 我就开个玩笑嘛 我当然 早就想到这点了 夜晨笑了笑 跟着我吃香喝辣 不比那什么 最高洗礼好多了 也是 我迟早是能修炼到八阶的 原来此地 一直有五神强者 还好 刚才十阶兽神的一招 被挡住了 不然我就又要自报心冤了 现在的夜晨 对自报 已经没那么心疼了 一次一亿 他能自报几十次 还想去兑换处 换一波积分 只能等到这次兽巢解决之后 再去兑换军功了 天穷之上 青衣剑神和豹子头兽神 扭打在一块 青衣剑神 还要被压制一头 因为 他内心中有守护之人 要分出一部分的精力 保护底下的人族之中 五神之战的余波 都不是夜晨他们这些舞者 可以抵挡得住的 哼 和我战斗 还敢分神 找死 豹子头兽神不爽了 心中若无守护之物 和畜生又有什么区别 对付你 足以了 呵呵 那你吃我这一招 青衣剑神虽然处于下风 但一人一兽 实力相当 暂时还顶得住 等到人族之缘到达就行 青衣剑神的目的 就是拖延 他的剑斗 是守护 守护一方城池 夜晨内心涌起 敬佩之情 这才是剑神该有的模样 而某些武神 根本就不配武神 这个名号 太医 你怕吗 怕什么 虎爷 没怕过什么 太医有些莫名 主人 为何忽然这么说 刚才你也听到那名兽神说的话了吧 这次受朝压境 就是为了抓捕你我 既然你不怕 我们就玩个大的 嗨嗨 主人你意思是 太疯狂了吧 这次是个好机会 数十万的大军啊 还有其他人族支援 其实 危险没那么大 但收益很高啊 麒麟虎太遗忘 像夜晨那淡定的脸 果然 不能惹这家伙 干啊 怕个毛 反正遇到危险 可以自爆心冤 对啊 除了亏点军功 这次武道境界 提升会很快 太医也热血道 那便 站 那冲了 好 太医以为 只是正常的冲 而夜晨 却比他想象的 要疯狂太多了 呵呵 你们这些畜生 要找的是我吧 我 白虎枪王 来了 夜晨一枪轰出 携带着九天雷霆之力 垫死 砸死了一大片异兽 心冤之力涌入体内 但并不过瘾 主人 你 这么忙的吗 直接晾出身份 就完事 这样 才能达到最大的活力吸引啊 话是这么说 比起异兽的凶狠 麒麟虎太医 觉得自己的主人 对自己更狠 太医 难道你怕了 我怕个毛 主人你要操作好了 要是自爆慢了 我们俩就真的在了 安了 我的手速 你放心 保稳的 夜晨和太医对话 手里动作一刻也没停 时间就是金钱 他两眼放光 面前这些异兽的 很近他直接无视 在他眼里 这些都是他成长的养料 大笔的心冤之力啊 雷 火之力 漫天绵延 枪雷之力 震撼战场 异兽群 被打了得措手不及 而看到夜晨骑着白虎 他们瞬间眼里露出贪婪之色 踏破铁鞋无觅处啊 这人族武者真蠢啊 我以为大人悬赏之后 阴险狡诈的人族 就会躲起来 还是太年轻了 这不是找死吗 别管其他人了 骑着白虎的少年出现了 一瞬间 就连穹顶之上 和轻衣剑神 扭打在一起的豹子头兽神 都收到了消息 这么快就出现了 不能和这家伙 再纠缠了 传承重要 给我破 轻衣剑神皱眉 攻击的频率 加大了许多 让开 想杀我人族 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吧 豹子头兽神 再激动也没用 一时半会 他是破不开 轻衣剑神的剑神领域的 他望向下方 被异兽包围 骑着白虎的少年 原来如此 轻衣剑神皱眉 这 枪出震云霄 星渊横扫 大片的异兽被击飞 好爽 主人 我快生静了 杀啊 杀得痛快 叶辰如同枪神在世 越杀越勇 兽海战术对他无用 反而让叶辰 更好地补充体力 若是在98号战场 恐怕他们不敢这么打吧 这些异兽 根本不知道 我的战绩 被我杀穿了 他们就会躲起来了 这一次 是最好的机会 大片的异兽尸体 被叶辰空间戒指吸收 一枪下去 风卷残云 便有大片数千的异兽 被叶辰收割 他的灵力 不可能无穷无尽 包围他 而异兽 本来就生性凶狠 前仆后继 来得好 龙翔八荒 龙落惊雷 一招下去 一兽不死也重伤 一枪死不了 就两枪 麒麟虎太医 也在旁边 使用削弱版的心渊 进行收割 我靠 主人 给我留点啊 最后一下收割 能分到的心渊之力更多 死吧 死吧 心渊之力 哈哈 主人 我升级了 我六级了 麒麟虎身上 一道光圈升华了 好 我也快了 五将近巅峰 这一枪下去 应该就够了 这些异兽 还没怕 这些异兽 还没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他们完全被圣地 最高洗礼 给洗脑了 满脑子 只剩下兽性 只想着 如何将夜尘击杀 一枪 涌动万天雷霆 一股枪翼席卷全场 灵力外放 五宗成 异兽 被大片收割 已经达到数万 只不过 从四面八方 不断涌入异兽 加上 异兽尸体 瞬间被夜尘 给吸收进空间 借着空间 所以看起来 战局没什么变化 可苍穹之上的 两位武神境强者 却察觉到了异样 073 自爆谁还不会了 疯狂的夜尘 不对 十分有十二分的不对劲 这位少年 和白虎 气势怎么更强了 暴子头兽神 内心疑惑不已 这都战斗了十分钟了 若是寻常的武者 早就被兽海给淹没了吧 越战越强 太不对劲了 轻衣剑神默不作声 内心也是十分震动 骑着白虎的少年 我从未听说过这好人物 战场突破 太狠了 他的灵力 储备很强 强到强者 更加难得 轻衣剑神暗中点头 清连剑影 漫天剑影 连续朝着庞大的异兽 发动斩机 把你的话还给你 和我战斗 你也敢分心 可恶啊 可恶啊 卑鄙的人类 轻衣剑神冷哼道 被你们异兽因死的人族强者 不在少数 你们异兽 不配骂我们人族阴险 小子 我能帮你的就这些了 尽量拖延住了 杀吧 杀得异兽越多 越好 豹子投兽神 开始急了 你们这些蠢货 别再送了 这少年 根本就不是普通的武宗镜 不会动脑子 你们确实是愚蠢 能动脑子 就不会这么蠢了 指望你们 算我傻了 豹子投兽神 开始指挥大军 他们异兽数量多 但脑子不如人族好用 不然这么多年 依靠数倍于人族的兵力 却只能和人族打成平手 别用群海战术了 每支小队 起码要派遣一名七阶以上的强者 都别给我上头 听指挥 叶辰杀得正爽 精神力念师的等级 也要进入五阶了 忽然一到兽后 挡住了叶辰手里的枪 太医传音道 七阶尊者出手了 我们现在最强一级威力 也就堪比七阶 而大范围的杀伤技能 也就相当于六阶巅峰的威力 异兽群终于发现了 他也有些不知所措了 你呀 变通啊 发现又如何 这么多异兽 我们直接换位置 不就完事了 叶辰笑道 你有张良技 我有过强踢啊 只是没法战装输出了 效率降低一些 照样可以杀个痛快 而异兽忽然发现 面前的白虎少年 消失了 不见了 是空间异能的波动 还会使用空间之力 没错 确定就是劫车的武者 一定要抓住他 叶辰顺移到异兽群中 一枪轰出 大片的异兽倒下 消耗的灵力大量补充 星渊不愧是战场神兵啊 对付持有星渊的武者 用群海战术 是最蠢的 叶辰就宛若战场上 可移动的大杀器 战争机器 都没他效率高 什么 他来我这里了 快抓住他 抓个毛啊 必须要修炼空间大道的尊者 才能拦住这人族少年 马德 一方面 被人族轻衣剑神拦住 手底下的兽族 被叶辰大范围收割 抱紫头兽神 心在滴血 都退 全部退 不要再进入战场了 现在 除了尊者境的兽族 低于七阶十里 不要再进入战场了 他当机立断 叶辰无语 靠 现在没有低阶异兽进入战场了 太医更无语 主人 你都杀了半小时了 这兽神之前可能不清楚 但能修炼到兽神 脑子肯定好使 该及时止损了 罢了 剩下这些 就留下吧 启动B计划 真的要这样吗 我确定 不要在乎那些损失了 行吧 他也有些惋惜 但 叶辰做了决定的事情 他肯定拉不住 机会就这一次 将这些战场上的异兽杀完 应该也不亏 他们退 叶辰反而杀得更凶狠 疯了 他赶来我们这个小队 我们可是 有两位空间尊者的 封锁了 叶辰的凶狠追杀 不躲开那些七阶异兽 自然就遇到了一只 拥有两名七阶空间异兽的阻击 空间封锁 给我锁 别想使用空间异法逃顿 什么 没用 他们错愕的脸蛋 让太医很爽 哈哈 刚才都是 故意使用空间异法 进行逃顿呢 星渊的星影技能 可是凌驾于空间瞬移的一种 真正瞬移技能 叶辰是故意露出破绽 只是为了给异兽一点希望 空间封锁 对星影无用 他施展星影 就无异兽可以拦住他 什么 不是空间瞬移 死子 必死啊 战损已经达到了两万异兽了 两万都被这一位少年杀了 我手下的所有异兽 也就百万 豹子头兽神 肉疼不已 不能再这样了 拥有神秘的瞬移秘书 七阶以下必死 逃也没用 那只白虎 也是六阶 速度堪比七阶异兽 逃不了 战场外围人族支援赶到 既然如此 豹子头兽神眼神阴冷 下达命令 遇到白虎少年 低于七阶 直接自报 若是人族 不一定会答应这个要求 而兽族 控制欲极强 他手下这些兽兵 很多早就被洗脑 叶辰瞬移到一个小队 忽然发生大范围的爆炸 自报 逃 叶辰望向天空 面色难看 怎么会这样 这些异兽 就这么水灵灵的自报了 他们修炼到六阶 很容易吗 他一转头 朝着叶辰解释 主人 你猜 为什么我 那么想要兽神之星呢 异兽修炼到十阶 会诞生适合自身的兽神之星 比如我 五系同修 可以拥有五颗兽神之星 对于兽族 兽神之星 可以控制低阶异兽 他们对兽神之星 是绝对的服从 这是血脉上的压制 只有一部分 像我们麒麟虎这种高贵血脉的种族 才能抵抗这种影响 主人 他们不是心甘情愿自报的 兽神的命令 他们无法反驳 叶辰却也不甘心 这么多心冤之力 从眼前流失 呵呵 你们会自报 我就不会了 太医色变 主人 你这是要 信我太医 军功而已 迟早可以赚回来 只要把战场上这些异兽吃下 绝对不亏 我倒要看看 是你们自报快 还是我心冤自报更狠 0742心心冤 仇恨锁定 白虎枪皇一战成名 他在干嘛 这人族找死 特么的 离我远点啊 他朝我们这边过来了 几只异兽面色突变 谁都不想死啊 可豹子头兽神 已经下了死命令了 只要叶辰所在之处 低于七阶的异兽 都必须马上自报 兽神之令 必须绝对服从 靠 没办法了 他们自报之前 叶辰的速度更快 报 心冤自报 威力可不是他们可以比的 叶辰的身影 出现在另外一个方阵 一亿多的积分 就这么没了 太医心疼地说道 你小子 我知道你担心 我钱用多了 给你买不了 兽神之星对吧 叶辰转头 一眼就看穿了 这只小老虎的内心系 我虎爷 我怎么可能是那种人 你又不是人 你是虎 放心 兽神之星 我肯定给你买 你自己看这心冤自报 根本就不亏 这炸死的异兽 提供给我们的心冤之力 已经回本了 用心冤自报 击杀这些异兽 相当于每次使用 一颗一亿的火神经 来炸毁这些异兽 等于说是花钱来升级 也能享受一次土豪的待遇了 其实 实际上 只相当于花费几千万 一亿的自报资源 杀死这些异兽 叶辰会快速用空间戒指 吸收那些被炸的残肢 老师 给我的空间戒指 还自带强力吸收功能 不愧是武神出品 就是不一般 一次爆炸 大概亏损七千万左右的 军工资源 但好处也很多 无数心冤之力 涌入体内 强化叶辰的身体 增加叶辰的精神力 同时还充沛叶辰的灵力海 再来一次 叶辰马不停蹄 早就挑选了一处 异兽聚集之地 炸 给我炸吧 不要 可恶的白虎枪皇 太狠了 这位人族的白虎枪皇 真有钱 这两次自爆 相当于自爆了两颗火神经 起码两个亿 爆炸的杀伤力 相当于七阶尊者自爆 离谱 真有钱 不仅是人族在讨论 异兽更是无比惶恐 火神经自爆 比我们自爆还快 根本反应不过来 而且它可以随时顺移 防不胜防 异兽群 慌了 别怕 一个七阶火神经 相当于一个亿 这名人族枪皇 虽然是人族天骄 但能拥有两枚火神经 已经很夸张了 难道他不需要使用军弓 换取其他好处吗 他手里的枪 还有弓法 都十分不俗 我可不信 他还能连续释放 刚说完 连续的爆炸声响起 叶辰带着弹笑 我这心冤自爆 确实类似火神经自爆 可是 你们低估了我的身价 而且 这些资源 也是劫掠 你们一族的 我根本就不心疼 心疼得另有齐虎 太医暗自道 主人啊 别上头了 留点给我买兽神之心啊 麒麟虎太医念念不忘 但不敢忤逆夜晨的举动 连续两声爆炸 炸死了三万多一族 哈哈 精神力念师 已经五阶了 五道境界 也提升到了五宗境二阶 若不是还要将一部分 心冤之力 分给麒麟虎太医 收获可能更大 勾巴的 刚才谁说的白虎枪皇 火力不足的 我服了 这是在砸钱啊 玩不过 真的玩不过 白虎枪皇 没听过呀 真有钱啊 用枪的武者 从未听说过 这一战 白虎枪皇 要一战成名了 穷顶之上 一族受神愤怒无比 可恶的小子 怎么动作这么快 将截略我一族货车资源 转换成人族的军功 直接兑换火神经 太狠了 这次 我吃大亏了 无数的求救声 哀嚎声 从战场上传来 受神大人 我们不能白死啊 大人 打不过 对方拥有无限的火神经 叶辰 根本就没有任何怜悯和停顿 短短的几分钟 叶辰就已经自爆心冤九次 九亿的军功 让一族胆寒 人族舞者直呼 豪气无双啊 这特么水顶得住啊 千万不能和白虎枪皇为敌 他不仅能自爆火神经 还能从容离开火神经的爆炸范围 白虎枪皇本身的枪法实力 就达到了六阶威力 搭配上神出鬼没的顺移身法 比七阶武皇还要难缠许多 不是武皇 胜死武皇 白虎枪皇这一战 打出了自己的名号了 豹子头兽神 被手下烦得要死 兽心散了 队伍带不动了 可恶的人族小子 白虎枪皇 我带来的二十万大军 被他用火神经自爆 杀死了十二万 肉疼啊 我的兽神之心 都快要出现裂痕了 手下兽兵死得多 他心疼 可最重要的是 他的兽神之心 能进步如此迅速 就是依靠手下这些兽兵 提供的信仰之力 再杀下去 我要陪了五分之一的兵力 兽神之心 也许还会出现裂痕 这才是最伤的 豹子头兽神一咬牙 他的声音 响彻整片战场 可恶的人族 这次算是我栽了 我兽族从未怕过你们 这次 你们故意设局 太过阴险 撤退 剩下八万兽族 大喜 而夜晨却不干了 他的声音 从盔甲下传出 你这死豹子 刚才不是还想为杀小爷 被我杀怕了 就要跑 还有这种好事 给我报 我杀不死你 就杀死你的部下 又是一声自爆传来 夜晨第十次自爆杀敌 久违的新冤升级 令夜晨心情大好 进阶目标达成 新冤二星解锁 仇恨锁定 仇恨锁定 在一定范围内 对你有敌意的舞者 都将在新冤上显示 并且 新冤对仇恨锁定的目标 会造成百分之五百的增伤 哈哈 二星锁定计 太强了 就算是单挑 只要引起对方的仇恨 我就能爆发出六倍战力 再加上精神力念师的加成效果 那我真的不惧气劫了 零七五海量军功结算 江北严格的标准 新冤提升星级的同时 夜晨的舞蹈境界 也顺势 踏入五宗境四阶 这么好的机会 下次就没有了呀 夜晨望向其他异兽的眼神 就像是狼看到了杨一般 小子 你敢 豹子头受神的一招 再次被轻衣剑神拦住 怎么 你还想杀我人族天骄 攻守一试 轮到轻衣剑神不慌了 他只要拖住 让夜晨把异兽杀光 支援一道 这次人族大胜已定 渴望 渴望 你还要拦我 豹子头施展神通 可却仍旧无法逃脱 轻衣剑神的拦截 你这算哪门子剑修 剑修杀法果断 你修炼的剑刀 错了 错不错 不需要你们 一族来评判 轻衣剑神道心 丝毫没有波澜 你急了 我的守护剑刀 就是用在这种时候 一时半会 你有办法突破 我的守护剑阵吗 只能眼睁睁看着 自己的手下异兽 被我人族天骄 白虎枪皇 给轻脚湮灭 豹子头兽神愤怒的声音 响彻整个578战场 白虎枪皇 你真要赶尽杀绝 要得罪一名 十阶兽神强者 叶辰根本就不理会 那种威胁之语 你算个勾巴呀 若是人族强者 我还要忌惮一下 你一个一族 我就算不杀光你所有手下 就不得罪你了 可笑 是你蠢还是我蠢 仇恨值达到第三阶段 额外增伤300% 增伤了 我也打不过呀 不过吸引对方仇恨 我就能枪枪暴击 心解锁的二心锁定计 也是神计 被叶辰自爆杀到胆寒的一族 害怕到都忘记了兽神的指令 叶辰不需要自爆心冤了 现在异兽都开始分散逃窜了 再用心冤自爆 收益不高了 杀 异族的威胁不必理会 欺负我人族无神 叶辰完全无视了 豹子头兽神的威胁 骑着太医 在剩下几万异兽中 七进七出 如同枪神一般 手里的枪落下 便是一片异兽倒地 完了 缺完了 豹子头兽神 已经没了再战斗下去的兴起 撤退 他一挥手 将剩下的异兽 全部卷走 叶辰可惜道 还有一万多异兽没杀完呢 太医无语 这十节兽神太蠢了 不过也多亏他蠢 我们才能杀这么多 最后一枪 叶辰的武道境界 来到了武宗境武街 这次收获太大了 花了十亿 不过回报更多 叶辰按捺不住激动 连忙朝着军功对换处出发 这个时候 人族联军才姗姗来迟 啥情况 谎报军情 易兽呢 有一股大战的气息 可是易兽尸体 怎么没看到多少 空空如也 这里刚才发生过大战吗 人族数万联军 在战斗结束后 才赶到战场 轻衣剑神 缓缓落下 刚才确实发生过战斗 你们这来的速度 也太慢了吧 他有些不满 若不是白虎枪皇以一己之力 灭杀易兽十万大军 恐怕这片战场的所有武者 都要死亡 白虎枪皇 谁 五皇境 一人灭十万易兽 离谱 有人录像了吗 恐怖如斯 白虎枪皇呢 三分钟内 我要他的联系方式 所有人都在找这位 骑着白虎的少年 而叶辰 早就在战斗结束后 立马前往了军功战场 他脱掉了 沾满了鲜血的铠甲 换上沉重的负重铠甲 身体上疲惫不堪 可精神上却仍然十分亢奋 真是期待 一会儿能兑换多少军功啊 即将到达军功兑换处的时候 一通电话拨打了过来 叶辰看了下通讯录名字 马上接起 那头传来一声兴奋的声音 差点把叶辰的耳膜给炸穿了 我靠靠靠 叶辰 你太牛了吧 十万易兽啊 江大人 你小声点 生怕别人不知道吗 我太激动了 你放心 我这附近就我一人 你小子刚进战场 就干了件大事啊 我什么都没说啊 江北直接翻了个白眼 不用装 骑着白虎 还用枪的少年 根本没几个 这才多久啊 白虎枪皇 白虎枪王 我一听就知道是你 你的积分肯定要处理 我在123号区域任职 你在我这里兑换军功 不会暴露自己的身份 这下 叶辰也不用装了 你等我一下 我马上过来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 还真是你啊 你炸我啊 不过 还是找你兑换 可靠点 叶辰没想到 万将军早就 把江北给安排过来了 123号战场区域 距离857号区域 有一点距离 叶辰让太义不断使用 空间跃迁 才在半小时内赶到 谁啊 我 叶辰 白虎枪皇 你你怎么这么夸 这战场区域之间 跨度极大 叶辰花费 好几个小时过来 都正常 你这只白虎 易兽厉害 空间密法啊 江北脑子一动 便瞬间明白 江北大人 麻烦你 帮忙兑换积分了 叫什么大人 叫我小江 小北都可以 叫我大人 你这才没多久 就成枪皇了 实力提升速度 比我升职速度还快 我这走后门 完全因为你 若不是你 我没法通过 万将军这层关系 在九号战场 站稳脚跟 江北不断搓手 十万易兽 虽说被你炸死了不少 但这次的业绩 够我摆烂好久了 能不能当上燕京 分部主管 就全看你小子了 这怎么行 你比我年长 对于曾经帮过自己的人 叶辰还是很客气的 要不 你不介意 就喊我江北哥吧 行 江北哥 我这次确实有些收获 你看 叶辰拿出几个兽盒 让江北眼前一亮 他悄悄收进袖间 叶辰老弟客气了 我一定 按照最严格的标准 来判定这些战利品的价值 我会很仔细看的 嘴上这么说 叶辰就知道 这波稳了 076 兽神之心 被提前购买 交易陷阱 好了 你把东西 都拿出来吧 叶辰皱眉 江北老哥 这间屋子太小 恐怕放不下 这里是特殊空间 放心吧 你确定 我确定 那好吧 一瞬间 魔兽的尸体 还有兽盒 堆满了整个房间 我抄 这么多 这不止十万异兽吧 不止 异兽之所以疯狂地追杀我 还有其他原因 江北没继续追问 他知道叶辰在战场上的战绩 叶辰杀了十几万异兽 但大部分是用火神经字爆炸死的 就是说 根本不会有十万异兽尸体保存下来 而且有好多都是完整的 叶辰坐在椅子上 江北哥 这些异兽尸体 要清点多久 他不客气地 自顾自泡茶等待 麒麟虎太医 也装作很懂的样子 喝了一口浓茶 呀 好苦 小家伙忍不住扎实了 不用像江南基地市那样等待 帝都燕京 用的是最先进的治脑系统 结算很快的 不到十分钟 就可以结束 那挺好 大概五分钟 结算的积分 就已经到账了 叶辰看了一眼积分结算 比我预估的 多了百分之四左右 叶辰 你是不是还有想要兑换的东西 我都可以帮忙的 不管是在军营里 还是在外面 叶辰犹豫了一下 江北看叶辰犹豫 给自己点了一根烟 你的资料 万将军早就给你设置了绝密集 你自己 把东西放到地上 自动结算 我都按照最优质的那档给你了 你还想要寄存的东西 可以找他 江北拿出一张名片 上面是燕京黑市 一名商贩的联系电话 叶辰收下 然后把一些没用的兽盒 放到地上 结算军工 劳大好了没 江北哥 我要换一颗兽神之星 兽神之星 给你这白虎做其换的吧 你现在的军工等级 是七星级 原价五十亿一颗 你购买的话 二十五亿一颗 我还可以给你点优惠 二十三亿一颗 那就多谢江北哥了 空间系的兽神之星还有吧 我看一下 麒麟虎太医激动不已 已经迫不及待了 本来有 三分钟前被别人买走了 太倒霉了吧 太医失望无比 有钱却买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真是悲哀啊 谁买的 墨家的一位小辈 没听说过名字 墨家 有他联系方式吗 我家家购买 行 你去找他吧 还要买啥吗 叶辰击杀十万亿兽 赚了三十个亿 兽和家完整亿兽尸体 打劫到的物资 出售了六十多亿 加起来 九十六亿 接近百亿 这么庞大的积分 不消费放着也没用 叶辰沉吟 他留下了十亿积分 到时候在战场上 有十次保命机会 剩下八十六个亿 留了三十个亿 准备兑换兽神之心 江北哥 我要花那本功法 战神策 你可真会挑啊 这战神策 确实不错 但门槛极高 你确定要兑换 江北望向叶辰 挑选这个功法的 足以证明叶辰的野心 你购买之前 我先提醒你 五十亿 能够买前三层的功法 后续还需要你继续加钱投入 这功法 修炼难度是最高的SSS级 你若是无法入门 售出不退换的 而且 你也没法分享给别人 叶辰点头 我明白 那行 等会儿 就会有专门的人送功法过来 效率很高 一分钟不到 一个大箱子 就运输了过来 麻烦您签收一下 有些注意事项你要知道 该功法 绝对不能够外传 严禁倒卖获利 若是发现 绝不姑息 叶辰点头 我明白 江北哥 我先走了 慢走 下次再来 江北送走叶辰 翘着二郎腿 在办公室 黑黑笑着 这一单 将近百亿啊 我才刚来 叶辰一人 就帮我刷了半年业绩 若是 今年内 叶辰再给我 贡献一笔大的 我第一年 就有可能成为 管辖五十块区域的总管 江北心情舒畅 而叶辰拿到战神诀开始 就开始研究 他就在这123号区域 花费几千积分 租下一间零食的住所 半小时后 叶辰身上 生腾起一股气势 恭喜主人战神 绝出窥门境 不愧是顶级功法 但我有天道 赐福和新约 想要领悟不是很难 但也花了我半小时才入门 也仅仅只是入门 战神诀第一重 战神之躯 我现在精神方面有新约 肉身实力最弱 我的攻击力 还有精神力都很强 唯独身体方面 还达不到五皇实力 战神诀最适合我 第一重分为五个阶段 入门就已经可以增负我的身体 大概0.5的实力 第一重完全领悟 起码增幅三倍 很不错 叶晨起身 太医 你联系那位墨凡了吗 联系了 你刚才在修炼 我不想打扰你 我们约好了 十分钟后 在198号区域酒馆进行交易 主人你苏醒得刚好 我们出发吧 叶晨知道太医等不及了 原价购买价格50亿 对方买走 不一定有我拿到手那么便宜 我要拿下 也许会一价 只要不太过分 35亿也行 再多 就算了 到时候 再给太医找到另外一颗 受神之心就行 叶晨是想要 但也不会蠢到当冤大头 一人一虎 按照约定来到酒馆 交易意外的顺利 叶晨带着头盔 莫凡根本不知道 叶晨真实的身份 虎王兄 抱歉 有事当个来晚了 无妨 虎王兄联系我 我就知道 你是想买来给爱宠使用了吧 叶晨点头 开个价吧 我一价收 虽然我也有作用 不过 就当交个朋友吧 我30亿购买的 你出31亿意思一下就行了 毕竟 我这也是拖了家里的人情 不过分吧 不过分 谢了莫凡兄弟 叶晨用白虎枪皇的身份 和莫凡互换了联系方式 没啥问题 这位莫凡对我没有敌意 但是 这忽然多出了这么多小红点 若不是我拥有新冤 恐怕被坑惨了吧 077这盛事如你们所愿 14.8倍加成的一枪 莫凡刚离开 安全基地周围 就冒出来那么多仇恨目标 这不是串通好的 叶晨都不信了 太医愤怒无比 狗娘养的 这莫凡搞我们心态啊 先是让我们多花了将近十亿 拿下兽神之心 还喊人来偷袭我们 胡爷忍不了 我要骂回去 叶晨阻止了太医 别冲动 不要打草惊蛇 对付莫凡 秋后再算账 不要惊动了 在外面蹲我们的那些人 真是看得起我啊 数十名武皇境 还有五位武尊 叶晨难难道 不知道是夺宝 还是因为叶晨本身的身份 高天赐背后的势力 不管如何 敢招惹我 在战场上 无者死亡是很正常的事 太医不急 你先炼化兽神之心 让他们先等啊 麒麟虎太医 已经迫不及待地 去炼化兽神之心了 而叶晨也修炼起了战神诀 一整天的时间 叶晨都泡在安全基地内 基地外 莫凡 白虎枪皇没发现吧 没有 我说我替族里购买的 他没有怀疑真实性 好 听说他这次杀了十万一族 一族那边放出消息 叶晨截略了一族的重要资源 价值高达数百亿 这可是好机会啊 一伙人 围坐在一块 眼里都是写满了贪婪 这样 不太好吧 不好个啥 匹夫无罪 怀疑必其罪 白虎枪皇 他终究只是皇者静 百亿军功啊 干这一票 可以少在战场上奋斗多少年 至于得罪他 他虽然怀疑你莫凡 却也没有证据 这白虎枪皇刚踏入战场 连真面目都不敢暴露 肯定是没什么背景 我们又不杀他 等他出基地 给他一闷棍 然后威胁他 交出军功保命 那他在自爆火神经怎么办 呵呵 我们提前布局了 风魔大阵 他没法自爆火神经 计划天衣无缝 让我们这些战场老鸟 给新人上一上课吧 几人在外面蹲了几天 却不见叶辰出门 什么情况 叶辰就窝在里面了 他刚买了兽神之星 应该要让宠物白虎练化 各位别着急 没事 不差这几天 要着急的 肯定是叶辰啊 我们进入战场许久了 干完这一票 可以休息大半年了 这几位老兵匹 根本就不念 急什么同胞情义 而叶辰的声音 从他们的头顶上传来 你们是在找我吗 背后议论别人 可不是什么好事 众人惊恶抬头 望向空中骑着飞虎的叶辰 小太医吸收了兽神之心 血脉发生了一变 太医虎背上 生出了一对雪白羽翼 扇动着翅膀 悬浮在空中 骑着白虎的叶辰 带着淡笑 低头有一种 叽逆众生的感觉 什么 叶辰 你什么时候到的 怎么会 我们没发现叶辰 叶辰举枪 冷然道 人族就是有你们这些蛀虫 发展才会停滞 不想着在战场上杀一族 却窝里横 我白虎枪皇 今日就教育 你们一顿马 他居高临下 站在道德制高点的一番话 令底下众人愤怒 武皇进亮坤 对你仇恨值达到第一阶段 你对他额外增伤100% 武尊进皇天祺 对你仇恨值达到第一阶段 你对他额外增伤100% 你们太菜了 一起上马 武尊进皇天祺 对你仇恨值达到第二阶段 你对他额外增伤200% 武尊进中院 感觉被冒犯到 对你仇恨值达到第三阶段 你对他额外增伤300% 大胆 你一个武皇 有了封号 就嚣张了 一个人打我们二十多人 真是飘了呀 众人瞬间被激怒 他们可是充当猎物的角色 可没想到 夜晨这么嚣张 竟然敢对他们口出狂言 夜晨暗道 真是一群沉不住气的家伙 太浮躁了 这种只知道投机取巧的舞者 果然一点就着 目的达到 夜晨不再废话 一枪轰出 在精神力舞被战力 和新渊锁定计的加成中 这一枪 威势被放大 枪出 天地色变 充满雷弧的枪 引动天地苍穹 这等天地异象 让众人震惊 黑云中 凝聚出数道雷龙 呼啸盘旋 随着新渊狠狠落下 龙落惊雷 plus版 随着我五道境界和战斗力提升 新渊武技 才能发挥出最强的威力 四条雷龙 席卷全场 武尊镜以下的舞者 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二十多人 只剩下三名武尊 还能站着 但也满身狼狈 什么 他 只是一名武皇 怎么会这么强 这是什么武技 相当于武尊镜的一击了 夜晨轻蔑一笑 什么武技 你也配知道 武尊镜中远 最看不惯你这种装逼犯 对你仇恨值达到第四阶段 你对他额外增伤 百分之四百 中远是己人中的主谋 这个计划 就是他提的 拿剑的那个 你说我 中远指了指自己 还站着的舞者 只有他中远 是一名剑修 不然呢 你蠢吗 就三个人 你连剑还是刀都分不清 我奶奶都听清了 你耳背 太医附和道 不要侮辱奶奶 就连五岁小孩都羞武 主人你说话 这么大声都听不见 我看 此人恐怕是个笼子 你骂谁 中远对夜晨和太医的怒火 达到了极点 武尊敬中远对太医的仇恨值 达到第五阶段 你对他额外增伤百分之五百 太医的嘲讽效果 比我更好点 毕竟 被宠物给嘲讽了 夜晨起码十个人 可太医 就是只老虎 被老虎给看清 生而为人 更难接受 这一枪 心冤九倍 精神念力五倍 战神诀零点八倍加成 修炼之后 又提高了零点三 我都不敢想象这一枪 会如何恐怖啊 这盛世如你们所愿啊 心冤 爆吧 零七八 军功全都给我拿来吧 皇室的影子 血色能量 滔天不绝 不 不只是十四点八倍 心冤爆 本身就是九十倍的加持 但这加成的基础 不是相成 而是相加 即便如此 威力也不容小觑了 一百零四点八倍的攻击威力 我本身百倍的杀伤力 龙落惊雷只是十几倍 加上原本八十倍的增幅 不到一百倍 就能引起天地异响 这招夜晨目前的单体 最强武技 枪出 摩擦空气 发出爆鸣 怎么会有一股令人心技的感觉 这小子只是武皇吧 中远 整个人仿佛被上古凶兽锁定了一般 愣住在原地 手中的剑 对上夜晨凌厉的枪 被霸到澎湃的血色杀气 直接先飞 长枪即将贯穿中远的瞬间 剧烈地爆炸 片刻过后 中远像一条死狗 在地上抽搐 夜晨的枪抵在他的喉间 你们大声密谋 谋取同胞军功 这件事我全程录音录像了 只要我上船 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听到这里 另外两名还站着的武尊 脸都绿了 你你要干嘛 别冲动啊 虎王 我们只是口汗 没真的那么做 两人根本不承认 在战场上对同胞下手 若是被发现 那惩罚可是相当严重的 把你们的军功 都交出来吧 你 这里这么偏僻 我等会儿把你们打残了 直接丢到魔兽阵营里去 不用怀疑 我的虎兽会用空间秘书 不是什么秘密 直接顺移到魔兽大本营 也不是我杀的 我有录像 我只是正当防卫 若是 你们被异兽杀死 和我一点关系 也没有 叶辰的话 让旁边的太医 听着都发毛 主人 真是把事情 想得面面俱到 这是阳谋啊 叶辰手中长枪 扎进忠远的大腿 快点 别想着逃 在空间大道面前 你们所有人都逃不掉 好的 我给你 我给你 别打了 忠远先拿出自己的军功卡 交给叶辰 快滑走 别打了 忠远不断拍着地面 他现在很后悔 怎么就惹了这个杀心了 这是你求我划走的 叶辰小手一挥 直接将十九亿积分 划到自己账户 满受神之心损失的军功 又回来了 真穷啊 一名武尊 才赚这点 你们 叶辰抽出心冤 眼神锐利地扫过众人 连他们中实力最强的忠远 都被轻松重伤 其他人也是交出自己的军功卡 叶辰一次性将军功转移 加起来就五十亿积分 虽然不多 但也算小收获吧 滚吧 都特么是穷鬼 难怪要抢我的军功 加起来 还没我赚的一半多 众人连滚带爬的离家了 你莫凡 我让你走了吗 莫凡整个人被定住在原地 他知道 拥有空间秘书的叶辰 他逃能逃到哪里去呢 叶兄 我也是被逼啊 我实力才武皇 不听他们的 我要被打个半死啊 莫凡脸上可怜兮兮 可内心中的恨意 早就暴露了他 别给老子废话 要不是我留了个心眼 就被你们阴了 叶辰主动出击 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若是没有心冤 自己就要憋屈了 那 那你要怎么样 不怎么样 叶辰脸上带着淡淡的笑 可在莫凡眼里 却像恶魔一般 埋伏在这里的 不止他们那批人 不过 在我展现出实力之后 都跑了 快告诉我 都是谁吧 莫凡瞳 孔孔微缩 内心暗道 他他怎么会知道 莫凡内心有许多疑惑 可没人给他解答 五 我不知道 叶辰吩咐麒虎 把莫凡胖揍了一顿 被揍成猪头的莫凡 被麒凡虎爪子 提在手中 两人飞在空中 距离地面 有千米 下方 是一族的覆点 密密麻麻的一族气息 莫凡只是低头 差点就吓尿了 虎王 你来真的呀 麒凡虎太医 就用一根爪子 勾着莫凡的衣领 但凡他的衣服质量差点 就已经掉下去了 那种悬空 随时会被 数千亿兽撕碎的危机感 不断腐蚀莫凡的大脑 在这种危险面前 没几个舞者能扛得住 还不说 你以为我在和你开玩笑吗 说了 你还能留一条小命 不说 就是死 莫凡望向夜晨的眼神 写满了恐惧 他的仇恨值都没有了 愣得怕横的 横得怕不要命的 蔓延他内心的 只有无尽的恐惧 我真的不知道 没有底气的话 让太医直接松开爪子 被打成残废的莫凡 哪有力气挣扎 他也不会飞 下降的速度很快 没多久 他距离那些异兽 只有几百米距离了 内心害怕不已 但莫凡 顶不住了 夜晨 我说 我什么都说 他还心存侥幸 可是这个如同恶魔一般的男人 是真的内心很到极致 莫凡整个人狼狈不堪 全身被汗水淋湿 裤子那块 更是散发着一股骚臭吻 说吧 我 给你三个数 这次你即便说出来 也得死 我的耐心有限 我说 是是南公家 三皇子命令我做的 我哪敢反驳南公家的命令 说完之后 莫凡直接逃离了现场 要离开这个恶魔的魔兆 太医朝着夜晨说道 要不要把他抓回来 没必要了 他没有撒谎 原来背后还有下国皇室的影子 难怪 一切仿佛都合理了 原来是皇室在背后针对自己啊 他们是知道星渊的存在 还是另有隐情呢 一切的一切 开始扑朔迷离起来了 而夜晨却是吃笑一声 那又如何呢 皇室 也是人 无非利益二字 针对我 肯定是利益 星渊的可能性很大 变强 才是最重要的 太医 走吧 战斗去 嘿嘿 主人 我早就迫不及待了 这处异寿城池 原本就是两人 选定的历练之地 夜晨骑着太医 深入敌学 079500亿 购买战神爵中间三层 白拉梅拉S系列跑车 兽神之心给力啊 嘿嘿 主人 兽神之心 相当于你的精神力念是能力一般 多亏了主人啊 不然我想要获取一颗空间系的 兽神之心呢 还是你们人族消息流通 只要有钱有渠道 基本上 啥都可以弄到 我们一族啊 有好东西 都藏着野掌 想获取一颗兽神之心 难度太大了 太医骄傲道 兽神之心 我现在已经修炼到一重了 加成三倍 也不比你精神力念是加成差了 不错 继续加油 一人一虎 已经进入战场一个半月了 太医的兽神之心一重 夜晨的进步更快 那不是白虎枪皇吗 快跑啊 前几天 我已经听说 他独自一人和尊者打成平手 平手个锤子 我看到白狼尊者 被打得狼狈不堪 逃回助地休息了 不管怎样 这位白虎枪皇 起码有尊者实力了 我们才六阶 直接跑就完事了 夜晨的威名 在这一片区域 已经打出来了 夜晨朝着身下太医说道 你们一兽 都嘴硬得狠了 上次太可惜了 那头白狼够狡猾 牺牲数千手下 捡了一条命 不过这样也好 我的实力 没被吹嘘得太严重 不然恐怕要遭到一手针对 哼 老大 他是他 不要扯上所有一手 我太医可没那头白狼那么阴险 白狼一族 本身就喜好群居 即便是尊者打武皇 也要带着一大批的手下 我十分不耻 太医还是很骄傲的 越是骄傲的舞者 就不屑于和他人一块行动 夜晨回到123号基地 朝着兑换处前进 看到夜晨的时候 江北两眼都在放光 那眼神仿佛像是看到了赤果的美女一般 江北哥 你看我的眼神不正啊 嗨嗨晨啊 不是 夜哥啊 你终于来了 这都一个多月了 你终于来了 这次恐怕不少货吧 包你满意 夜晨可是攒了一个多月的异兽尸体啊 也是因为空间戒指满了 不然他还在战场上厮杀呢 这次真是 差点把兑换室塞满了 我靠靠靠 好啊好啊 满地的异兽尸体 让江北震惊无比 嘴巴张大 能吞下一颗鸡蛋 清点军功都花费了15分钟 324亿积分 已经打到你账上了 太狠了 夜晨 你这赚取积分的效率 别说武尊敬强者了 就算是武帝静 也不过如此 而且 武帝静虽然能做到 可是 帝静气息一暴露 根本就不可能正常获取军功 江北惊讶无比 有些奇遇 也就那样 江北承认 也就是他 不然否则 要被夜晨装到了 太欠揍了 还好 他早就对武道 没那么高的追求了 江北哥 我要兑换战神诀的 四 五 六三层的功法 江北一口茶还没咽下去 就喷了出来 什么 战神诀前三层 你已经修炼完了 夜晨点头 麻烦江北哥了 你呀真是怪我 这才一个多月 怎么这么快 这很奇怪吗 我主人是得到 天道赐福的天才 修炼宽那么一点也 确实是一点 不过夜晨天赋越高 越强 他江北也就可以跟着喝汤 真稳了 三百多亿的大单子 今年业绩提前完成 也可以升值了 夜晨 你挂在黑市上 售卖的那几颗特殊售盒 这张不记名银行卡给你 这黑魂卡 不仅全国通用 即便是放到下国境外 一样通用 黑魂商会分发的 黑魂银行卡 全世界通用 夜晨接过黑魂卡 军工只能在军部系统中使用 他想购买其他的东西 还需要用黑魂卡才行 谢了 江北哥 小事 哥都要升值了 托你的福 以后120号到170号区域 都是你哥我负责的了 恭喜江北哥了 我先回去了 不在军队里待着了 嗯 高校联赛 还有两天就开始了 哦哦 我都差点忘了 米特吗 才大一啊 这次应该有机会 进入前百 大一就进入前百 够忙 前百吗 夜晨淡笑一声 没有回应 拿到了战神绝之后 就离开了军营 四 五 六中间三层 刚好五百亿的军工兑换 后三层 需要五千亿啊 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这阵子的努力 加上之前从那些想要打劫自己武者身上打劫到的军工 正好凑够战神绝中间三层 该回去了 夜晨没浪费血雨 从正常的城门走出 战场内还是太压抑了 出来之后 感觉就放松了许多 难怪 大部分人都无法在战场中停滞太长时间 不过夜晨没有这种感觉 他拥有心冤 血腥之气和杀气 对他的作用小了很多 出了城 顾曼小姑娘穿着一身靓丽的白色连衣裙 等着夜晨 他转头望向太医 打车多麻烦 有美女姐姐接送不是更好 太医直接钻进了顾曼怀抱中 诺 夜晨 给你买的奶茶 谢谢 走吧 上车 我带你回学院 我靠 大美女亲自接送 身份卡里面 积分刚好付门票钱的舞者 竟然认识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那车是白拉梅拉最新款的S系列 一般人有钱都买不起 跟着顾曼 自然是得到了周围人投来羡慕极度的目光 夜晨哥 你黑了好多 确实 天天在战场上杀敌 紫外线很强 不过 还是挺帅的 顾曼小声地说道 有黑皮肤的夜晨 和白皮夜晨相比 多了许多男人味 尤其是 击杀无数异兽 身上那种如同钢筋铁骨胶筑般的身躯 冰哥哥那种阳刚的气质 凸显无疑 你说什么 我没听清 嘿嘿 主人我都听到了 我来 太医想要说话 被顾曼给摁住了 顾曼微红着脸 没事 夜晨哥 我们到了 080 高校联赛在即 秘密特训 夜晨哥 这件衬衫怎么样 我感觉很适合你 不错 那这件老头背心 感觉你穿上会很man 也行 和女生逛街 比跑图还要累 顾曼却乐此不疲 结账 顾曼把卡掏出来 准备给夜晨结账 旁边一个不和谐的声音 忽然传来 这妖巧啊 在这里遇到你 曼曼 亲爱的 帮我买单 没问题 一名高大帅气的舞者 帮娇妹的女舞者 付了款 没想到 曼曼 我们燕京一中的校花 竟然包养了小白脸 不像我 我的男朋友帮我买单 那名男舞者 揽住女舞者的腰肢 柔情密意地说道 宝贝 只要你开心 把整座商城 买下来 我也乐意 旁边的其他女生 羡慕无比 顾曼皱眉 夜晨凑到顾曼面前问道 什么情况 没啥 夜晨哥 之前在燕京一高 他暗恋我们学校的校草 只是那个校草更喜欢我 不过 我对那头发情的野兽 没什么感觉 好像是 顾曼表情古怪 因为他们在酒店里 在打扑克牌的时候 那个男的还在喊我的名字 从那时候开始 他就对我怀恨在心 我只觉得恶心 没什么事 夜晨哥 我们去别的出口结账吧 也不知道 他在炫耀个什么 我只觉得很烦 我根本就懒得和他争什么 而夜晨笑了笑 同样搂住顾曼 顾曼还要感谢那个女生 不然 他哪里能享受到这种福利 顾曼只觉得有些晕乎乎的 夜晨辞性的嗓音 声音不大 却贯彻全场 小曼 都说了 出门在外 让我来付钱 夜晨拿出黑魂卡 引得那名男舞者震惊 是 黑魂卡 亲爱的 什么是黑魂卡 尊敬的黑魂卡用户 对不起 我不应该让前面那个舞者插队 服务员冷汉直茂 他刚才竟然以帽取人了 这可是黑魂卡用户啊 而原本还在秀恩爱的那名男舞者 朝着夜晨道歉 对不起兄弟 我刚才插队 都是因为这个女人 多有得罪 亲爱的 你 要是早知道是黑魂卡用户 我绝对不会帮你 若言 我们分手吧 为什么 你爱慕虚荣 我怕你以后 给我惹是生非 不就一个银行卡 你发什么疯 黑魂卡 只有对我下 果有重大贡献者才能获得 你知道获得的条件是什么吗 那名男舞者历声道 七星级战士 还需要至少三百亿的军工 这些条件都要同时满足 且黑魂卡 必须本人持有 才可以使用 你说 你刚才做了什么 竟然当众说 人家是小白脸 这条件 还需要当小白脸吗 说得夜晨都不好意思了 他都不知道 获得黑魂卡的具体条件 而他刚好达到这个条件 江北就帮他申请了 夜晨本意 只是想帮顾曼找回厂子 店铺经理 接到了服务员的求救 从店里走了出来 你啊 竟然得罪一位 持有黑魂卡的舞者 经理 我 算了 我来解决吧 这位尊敬的客人 这是我们店的紫金VIP卡 以后你过来 都打六折 至于这些衣服 就免费送您了 很抱歉 给您带来不愉快的体验 这一顿操作 给夜晨整得猛逼 不过 白送的东西 不要白不要 行 没事 你们店隔局还不错 下次我还会带着我女伴来 夜晨搂着顾曼 朝着那名女舞者 轻飘飘一句话 下次 不要在小曼面前蹦跶了 若是被我发现 后果 夜晨身旁的太医 释放出了庞大的六阶巅峰 一手威压 那名叫若言的女生 感受到凶兽气息 腿脚一软 跌走到地上 狼狈极了 两人走出了商城 小曼 以后 她应该是不敢来激怒你了 而顾曼 完全没在听夜晨说什么 脑袋晕乎乎的 开车 都差点撞到护栏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酒驾了 两人回到学院里 夜晨换上一套 干净清爽的舞蹈服 直奔后山 刚到后山 一赶长枪 便呼啸而来 夜晨取出心冤 精准地用枪尖 对上了那枪尖 两者力量互相抵消 好 一声带着惊讶的声音 传来 老师 枪神梁威 满意地站在夜晨面前 不错 过几日 你要参加高校联赛 怎么了 这比赛 很重要是吗 连自己的老师下国枪神 也注意到这个比赛 全国性比赛 这是你很好的一次历练 若是同龄人 压力不大 但这比赛有许多 比你起码多修炼两年的舞者 两年 对于天交来说 提升巨大了 夜晨点头 我给你定的目标 前十 老师对我期望这么高 夜晨也不知道 自己实力的定位 两年时间 确实可以发生很多事了 前十奖励才够好啊 还能获得一个 提前进入战神营的名额 自然无比重要 我收到战神营邀请了 两位摇头 不一样 可以申请到的战神营名额 只是B级 这个是A级战神营名额 若是能进入前三 拥有S级战神营资格 可以和全世界天交一块 进步飞速 夜晨眼睛亮了 确实是B级的 你虽然天赋不错 可这是我们下国的规定 老万只能给你申请到B级 你现在展现出来的 申请一个A级的不难 但为师更希望 你的A级战神营资格 是靠自己一枪一枪打出来的 夜晨点头 弟子尽力 我给你准备了一套训练流程 这几天 严格遵守 临时抱佛脚 也不是没一点用 现在就开始吗 夜晨两眼放光 他可没有闲下来的心思 刚才陪顾曼逛街 他都觉得在浪费时间 哈哈 开始吧 首先 081男生宿舍的轰动 雷震的死缠烂打 三天时间 夜晨整个人感觉 度过了三个月一般 真是地狱训练啊 夜晨身体无比疲惫 精神却亢奋无比 提升也很显著 依靠心渊提升 速度太快 导致我的部分基础不够扎实 老师给我的 都是基础训练 这几天的地狱特训 都是一些枪道基础上的训练 梁威身为枪道武神 一眼就看出来了 夜晨现在的缺点 那就是基础 由于武道境界提升过快 夜晨掌握了很多强横的武技 可自身的枪道基础不匹配 他遇到的对手 都不是天才 都可以靠着强大的武技碾压 枪道基础的夯实 无形间提升了夜晨更多的自信 基础不可断 老师让我之后 每天也要保持这些基础的锻炼 地基稳 才能建筑高楼 现在我境界低 还看不出来 等到境界越高 就可能会崩掉 这些都是前辈的经验 太医抱怨道 我不需要啊 为什么我也要接受特训啊 夜晨倒是无所谓 这对他来说不算辛苦 可太医却懒散无比 这训练对他而言 简直就是噩梦 对你也没坏处吗 老大 我不管啊 你要补偿我 行 想吃啥 我给你买 嘿嘿 太医 不过就是想借此 要一些好处罢了 修炼讲究劳逸结合 特训两天半 最后半天自然要休息 让身体达到最佳状态 起床后 夜晨接到电话 夜晨哥 说好了今天来我家 我已经到你们宿舍楼下了 电话那头 是顾曼田田的声音 夜晨还有点迷糊 马上来 他抬起头发现 设有几人都盯着自己 我都听到了 夜哥 你这是要对我表姐使乱中气吗 勾搭上顾笑花了 还要去他家 我酸了 夜哥带我一个 众生扣把夜晨吓了一跳 刚起床的起床气都没了 我靠 你们别离我那么近啊 我是去干正事 顾曼只是喊我 一块去他家 参加线上海旋比赛罢了 又不是只有我们两人 还有其他人 夜晨没理会这些羡慕 极度恨的三人组 穿好衣服 就下楼 还有半小时 就要开始海选赛了 熟悉的白色超跑 停在楼下 只是 宿舍楼下 聚集了一大批男同胞 我靠 顾笑花等了半天了 传闻是真的 顾笑花真的已经名花有主了 长得还行 就比我差点 这不是前阵子那个被冤枉的夜晨 没想到 她是顾笑花的男朋友 听着周围男生宿舍的男学员 指指点点 顾曼脸色微红 夜晨哥 快上车 好 此地不宜久留 小曼 你别理会那些男生 他们就是爱起哄 没事 而夜晨手机响了 他家的一个群 疯狂爱特他 尤其是 他的几个好兄弟 在群里疯狂造谣 都是夜晨和顾曼同框的画面 顾曼可是他们大衣这一届的女神 顾曼平时打扮火辣 我还以为是辣妹 在夜晨面前竟然那么娇羞 你懂什么 女为悦己者容 这是在心上人面前自然害羞 我酸了 传闻 夜晨还和其他几位校花纠缠不清 这下实锤了 消息太多 夜晨直接屏蔽了 而太医 在旁边玩着手机 太医 你在干嘛呢 这么投入 嗨嗨 没事没事 太医有点心虚 这节奏 和他也有点关系 太医内心暗道 这还不算什么 要是他们知道 等会儿主人要和四位大美女共处一事 恐怕这个群就不是九九家这么简单了 他疯狂吃瓜 作为夜晨身边的战宠 他知道的内幕很多 但是 这些消息肯定不能散布出去 他看着众人聊天 吃瓜吃到飞起 跑车速度很快 几分钟就回到了临山小区 两人来到顾曼家门口前 一道熟悉的身影 恰巧路过 嗯 顾曼 你怎么带着夜晨回家 我刚听说你们 难道 说话的是雷家的那位 雷震 看到保安的时候 夜晨就知道 这货肯定会来 关你啥事啊 太医对道 嗨嗨 夜晨老弟 其实吧 我们之间也没那么大的仇怨 当时武神在场 我太紧张了 之前的事 多有得罪 雷震真诚的道歉 在夜晨这里 只显得非常多余 太假了 雷震对夜晨的恨意 根本不减 迟来的道歉比草还贱 雷家少爷 虎爷我不接受 旁边顾曼眼嘴偷笑 夜晨一直不回话 让太医去和雷震对话 简直就是 对雷震的羞辱啊 但是 雷震捏紧拳头 脸上皮笑肉不笑 今天是高校联赛 海选日 你们应该都报名 参加线上赛了吧 我刚好去轩云斋 买了一些卤味和小吃 不介意的话 就一起 夜兄 我这次是真心知道错了 你骂我也好 我参加过一次高校联赛 我有经验 这才是雷震的目的 他早就知道 刘宇飞也在顾曼家里 他就是想和刘宇飞亲近 虽然夜晨不一定要收了刘宇飞 可 这家伙人品不行 夜晨不会让他接近宇飞学姐的 顾曼这个时候开口了 雷少 今天恐怕不太方便 雷震仍然不死心 真的很抱歉 我就开门见山了吧 我知道宇飞在里面 夜晨 你和顾曼 还有青梅竹马 你一人霸占多少人都无所谓 我就喜欢宇飞 只要让我进去 给宇飞道歉 解除误会就好 这点要求都不行吗 就当给我一个面子呗 眼睛不大 抬头不见低头见 你也不想无故多出一个敌人吧 这对你来说 只是一个点头的事 尽管雷震把姿态放到很低 但 夜晨无视了他 朝着顾曼说道 快点吧 与飞姐他们等急了 雷少爷 还有几分钟比赛就开始了 你也不想 因为过了时间 被直接淘汰吧 大门关上 这一声重响 仿佛是在打他雷震的脸 082 黑丝和白丝 这谁顶得住啊 快快快 比赛马上就开始了 三女已经坐在房间内 看到夜晨到来 就戴上了虚拟头盔 顾曼也火急火燎地戴上对战头盔 距离比赛开始 只有三分钟不到了 粉色的闺房中 传来不同味道的辛香 四种味道 代表着四女不同的性格 夜晨咽了下口水 你们真是对我不设防啊 穿着居家服的脊女 展露出自己娇好的身材 这简直是勾人犯罪啊 四女开了个小裙 姑慢 你们说夜晨哥会不会 刘雨飞 正常男人 哪里顶得住这种诱惑 当然 夜晨这种呆子 不好说 蓝冰 黑丝 白丝都穿了 他顶得住吗 苏雪 好像有人在摸我的大腿 苏雪害羞不已 一双手 正放在自己的白丝大腿上 他害羞不已 然后摘下头盔 偷偷瞄了一眼 转头就气愤地捏了刘雨飞一把 两女的叫声 令人脸红心跳 夜晨差点要摘下头盔 看看 究竟是个怎么回事 好在 很快 战斗就开始了 几女不再打闹 海选赛开始 一道机械女生 开始介绍海选赛规则 这次比赛 总计十万人报名 海选赛将进行三天 个人赛 采取双败淘汰的赛制 上半天是个人赛 下半天是团队赛 团队赛单败淘汰 规则很简单 就是每名舞者 有两条命 可以允许输一次 单败者组 需要比胜者组 多对战好几轮 开干吧 舞者们加油 热血沸腾的声音响起 正在给你匹配旗鼓相当的对手 很快 夜晨的第一战来到 您的境界比对方低 拥有选择战斗地图拳 夜晨的五道境界 在五宗境五阶 对方 五皇境三阶 相差了几乎快两个大境界 对方拿着一把湛蓝色长剑 坐在地上 等待着夜晨选途 他的神情中 露出一丝轻蔑 第一把 他来轻松拿下了 两个大境界 对面拿什么赢我啊 太医和夜晨 也是如此想的 只是五皇境 我没必要上场吧 夜晨点头 这把 让他一挂机就好了 两边都是绝对的自信 我选择 五道场吧 简单点 五道场地图选择完毕 对面猛逼了 哥们 你既然选择五道场 地图选择是对弱者的照顾 你既然选择这种 没有任何遮挡的地图 你也真是太看不起我了吧 那名五皇近天骄 感觉自己被侮辱了 十秒钟后 可以自由移动 夜晨已经从那位天骄身上 感觉到了怒气 他反而是内心平静无比 因为 这种实力的舞者 他在战场上 杀得太多了 五皇境 也就相当于六阶兽皇 也就一枪的事情 倒计时结束 夜晨一枪轰出 引动九天雷霆 原本怒气冲冲的舞者 瞬间被这威势给震撼到了 什么 这枪威 怎会如此之重 不可学 这合理吗 五宗境 怎会如此强 他的剑被震飞 弹出手 虎口还一阵酸麻 剑已经崩飞 掉出擂台 还不错嘛 不愧是高校联赛的天才 比寻常的六阶要强 既然一枪不够 就两枪 第二枪 失去了武器的他 已然没有还手之力 被夜晨的长枪 给撕碎 第一战胜 等待系统安排对手 预计时间十分钟 要等这么久啊 夜晨有些无聊 他虽然在对战空间里 但可以和顾曼等人聊天 你们第一战结束了吗 我结束了 夜晨回应 夜晨的获胜 没有出乎己女的意料 几人中 只有顾曼还在战斗 总共十万人参赛 第二轮要等所有人比完才行 但中途不要摘头盔 摘下头盔 相当于气赛 头盔可以调整透明度 反正没进行比赛 夜晨直接将视角切换到外界 这一切 就看到了福利的一幕 己女完全都放开了 之前的一阵嬉闹 有的人衣服被掀起 雪白的景色 美不胜收 没多久 顾曼也出来了 不过 距离下一场 还有好几分钟的时间 几人讨论起来 顾曼 我运气太差了 第一战竟然遇到了武宗镜 浪费了我不少时间 苏雪 我还行 第一战对手只是武将 要是碰到武宗 我应该机会不大 众人里 苏雪只是大一新生 在大一里 他不算太差 但也只相当于普通的大二水平 顾曼也是大一 不过 看起来 他现在已经有了和武宗镜对战的实力 见到戏笑花 实力比苏雪这个武道指挥系强一些 不过 苏雪的优势不在这里 他以后是要上战场指挥的 他也不在意 自己实力弱一些 下午的团战 指挥是苏雪 蓝冰已经是六星战士 过海选问题不是很大 还行 前阵子刚突破到了武皇境 这次比赛 我的目标是前五百 五百强 也不算弱了 刘雨飞不甘示弱 我也差不多 五百强吧 众人将目光投向了叶晨 虽然他才大一 可并不是普通的大一 他的实力太过妖孽了 虽然和顾曼一样是武宗 可没人把他当武宗看 刘雨飞和蓝冰很熟悉 几个月之前 在战场上 叶晨就被称作白虎枪王 这次从战场上归来 实力肯定又有极大的提升 尤其是蓝冰 他在战场上 知道了更多关于叶晨的消息 他穿着宽松的休闲服和黑丝 往叶晨的身上靠 碰到了 碰到了 叶晨怀疑 他是故意的 但是没有证据 他一低头 深邃的勾壳 便出现在眼前 叶晨 白虎枪王是你吧 白虎 然后枪 肯定是你 你小子 有点变态啊 还好吧 十万亿兽啊 蓝冰知道的时候 整个人都被吓到了 很危险的啊 你竟然一个人被十万亿兽包围 不小心就 他的话语中 带着关切 那你这次目标是什么 前十 083被安排了 雷神一下子就被发现了 其他妹子也都围坐了过来 叶晨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看哪里了 顾曼 叶晨哥 前十啊 你还真敢吹 就连刘宇飞也不屑撇嘴 前把就撑死了 还想着前十 前十就没出现过大一的 不 连大二都拿不到前十 那些家伙 天赋不比你差 还比你多修炼了两年 不可能的 从来没人 再大意能进入前十的 叶晨的后宫团 没一个信任他的 我不信 就连一向沉稳的苏雪 穿着白丝的她 双腿内巴 用土下做的姿势贵坐着 露出可爱的怀疑表情 蒙爆了 其他女生 同样是表情各异 刘宇飞双手环抱在胸前 轻蔑的斜眼 撇着叶晨 负义 固慢歪着脑袋 露出可爱的小虎牙 不信加一 蓝冰的不信非常直接 上半身压在叶晨的手臂上 那惊人的压力 和美妙的弧线 不信的力度最强烈 嗨嗨 比赛要开始了 这个氛围 还真是很难解决啊 第二场战斗 马上开始 手臂上的触感 却未曾消失 蓝冰脸上微红 却没有松开 挽着叶晨胳膊的手臂 叶晨动了动手臂 调整到一个舒服的位置 然后继续接下来的战斗 就让你一直左手吧 小子 你别太嚣张了 你一个小小武宗 竟然还敢大放厥词 刚进来 对面那名武皇镜 直接红温了 小子 你已经有取死之道 你难道姓唐 你怎么知道 别管 叶晨还是一如既往 选择了演武场 战斗开始 两道毒针朝着叶晨飞来 因为我的装束 看不起我吗 若是同级武者 看不起我还说得过去 你一个武宗 比我低了两个大境界 你算什么东西 瞧不起我这种毒系武者吗 虽然确实相比于 其他类型的武者 他这种玩暗器的不帅 可毒 沾染上 却足以致命 叶晨说 让一只手 就让一只 单手持枪 一道横扫 直接将两根毒针震飞 什么 我的毒针这么细 你一名武宗 怎么会有如此引力 你究竟是谁 唐四震惊 他从未见过 如此强悍的武宗进武者 叶晨不介意和这家伙多玩玩 各种暗器 层出不穷 可是 叶晨自微然不动 一只手拿枪 枪很长 很大 挥舞着长枪 却每次都可以将 从四面八方的暗器给阻拦 无意失手 唐四内心郁闷无比 只好用这招了 一个毒瓶被扔出 叶晨仿佛被定身在原地 无法动弹 中毒了 哈哈 你小子 等死吧 没想到 对付一名武宗 也要用这招 隐身 唐四隐秘身形 消失在叶晨的面前 而叶晨无奈苦笑 这么大的瓶子 你当我是傻笔吗 前面的暗器 我都悉数接下 怎么可能躲不过去 他是被场外因素针对了 本来只是被两团棉花之物 给禁过了左手 可在刚才 自己的右臂 也被磅礴的大海给淹没 没办法了 太医 你来解决战斗吧 叶晨的状态越来越差 这毒 还挺难办的 对面那个阴险的打法 就是为了耗光叶晨的血量 然后躲起来 等到时间结束 就算胜利 先不说 你在我眼里无所遁形 在演武场内 只要火力充足 你也得输啊 至于选择哪种方式 就让你充满疑惑的战败吧 叶晨选择了第一种 正躲在叶晨身后的 不远处的唐四 平住呼吸 角落是最危险的 这名武者 十分冷静 最大概率会轰击角落 那么我现在身处的位置最安全 战斗 有时候要靠脑子 但是 在挂臂面前 没啥用 叶晨没动 唐四也没动 而他忽然感觉自己背部被拍了一下 唐四整个人感觉如遭雷击 浑身汗毛竖起 他快速跳跃 只见 背后一只带着剑啸的白虎 帅气和剑兮兮 同时出现在一只白虎的身上 让人觉得诡异 这白虎 成精了 你才成精了 虎爷我要灭了你 什么 你看得见我 不可能 我这秘法 曾经待在八阶异寿巢穴 都无受发现 你才六阶 怎么看穿我的隐身秘法的 太医咧嘴笑 没有解释 一把追上唐四 一爪子夹杂着空间波动 撕裂了空间 唐四 四 海旋 海旋 第二站 胜 我这运气 连续两场都碰到武皇 若是蓝冰或者苏雪碰到 根本就没有机会 叶辰感觉不对劲 第一场淘汰掉了不少弱者 战斗进度加快了许多 叶辰刚结束没多久 就进入了第三场战斗 战斗开始不久 他感觉到了陌生的脂肪球 不对 这是谁 换人了 叶辰可以确定 这个比之前两位的胸襟 都要宽广 按照肉眼的判断 应该是顾曼吧 太医认可的点头 这可是他虎爷也认可的雷神 没错 正是顾曼 他悄眯眯看了其他几女两眼 他们都陷入苦战 而自己这轮的对手太强 运气不好 碰到了武王 直接秒杀了他 呼 还有一条命 他们都在战斗啊 顾曼望向了叶辰 然后鬼使神差的 来到了叶辰身边 刚才他就看到了 蓝冰姐和雨菲姐 一左一右的 坐在叶辰旁边 而且还 我偷偷的 叶辰哥应该不会发现 他不知道 只是刚接触 就暴露了 084 大一心生男生宿舍暴动 宿舍三人组 一点都不怂 顾曼抬起头 就望见叶辰睁开眼 吓得他赶紧缩回去 叶辰哥 这么快就结束战斗了 对手太菜了 一枪秒了 我也差不多 对面太强 我被一枪秒了 确实是差不多 都是快速结束战斗 只不过 两人最后的结局不同 顾曼倒是不在意 我本来就是参加积累经验 能撑过第一天 已经不错了 两人坐着聊了一会儿 其他几女也结束了战斗 苏雪妹妹 怎么样 苏雪嘴角苦涩 神情平静地说道 败了 虽然同境界 但对方是大二的 我的战斗经验 还是差了 没事 小雪妹妹 已经很棒了 叶辰也是鼓励道 下次再加油 蓝冰 雨菲 你们呢 蓝冰 还行 还选最后一战 险胜 刘雨菲傲娇地说道 嘻嘻 问题不大 四女中 苏雪和顾曼 都是大一 估计过不了海选了 而蓝冰有机会过海选 刘雨菲实力最强 通过希望很大 中午吃啥 肚子饿了 刘雨菲摸着平坦的小腹 露出精致的马甲线 雨菲姐 你干嘛呢 蓝冰直接将刘雨菲的衣服拉下来 刘雨菲反应过来 只见夜沉愣愣的 眼睛都看直了 被瞪了一眼 才信心回头 刘雨菲表面镇定 却独自一人 跑到卫生间洗脸 等到他出来后 闻到一阵饭香味 好香啊 在做饭吗 需要帮忙不 刘雨菲撇嘴 夜沉呢 这家伙 偷懒了 他唯独没看到夜沉 夜沉哥呀 他是主厨 啊 夜沉还会做饭呢 忙活了一个多小时后 一桌子的家常菜 众女对夜沉赞不绝口 吃完午饭后 大家围坐在一块 对名怎么说 四女家夜沉 报名了团队赛 团队赛也很重要 前三名的冠军队伍 同样可以获得 S级战胜营的资格 女侠队 女侠里面 还有个男大侠呢 晚安公主队 会不会太搞笑了 众女想了半天 都没有得出一个满意的方案 夜沉去厨房 给自己做了一个鸡蛋灌饼 刚才吃饭 她根本就抢不过四女 都没怎么吃饱 她低估了这些女生的战斗力 吃这么多 还不胖 她刚一进门 就望见 众女都齐刷刷地盯着她 还是她手里的手抓饼 她连忙两三口 把手抓饼给解决完了 有主意了 鸡蛋灌饼战队怎么样 那干脆 就干犯人战队吧 可以 通过 我举双手赞成 夜沉倒是不在意 战队名什么的 无无所谓 个人赛目标是前十 那团队战 夜沉的目标是前三 不过 第一天还选赛 貌似没她什么事 她的任务是坐镇后方 四女可一点都不依赖她 战斗全程 由苏学指挥 不愧是指挥系的才女 她对战术的研究 比她们 所有人都透彻 实力最强的刘宇飞 担任前排 鼓舞家族 剑阵一开 对方被拦截 苏学主要是战场指挥 待在后方 夜沉倒是没上场 太一当作刺客职业 空间大到恐怖如斯 可以随时顺移到对方的身后 出手 就是重伤敌人 顾曼 蓝兵两女 承担输出位置 剑与漫天 她们这个组合 名字看起来娱乐 战斗力一点都不弱 而且 夜沉还从未出手 她就这么躺赢了一下午 傍晚 顾剑神处理完下国公务 回到家里 好香啊 这是哪家的外卖 新开的店吗 顾剑神知道自己的女儿 并没有什么厨艺 顾叔叔 顾伯伯 顾剑神 吉女和夜沉起身 小雪姑娘 你做的饭 苏雪摇头 她倒是会做一点 但远远不及夜沉 爸 是夜沉做的 哦 你做的 我尝下可乐鸡翅 顾剑神虚空一家 盘子里的鸡翅 就进了她嘴里 嗯 不错 小夜啊 没想到你还挺会的 顾剑神连吃几个菜 望向夜沉的眼神中 带着一丝岳父看女婿的味道 还行 吃完饭后 夜沉准备离开 要不 你今晚和我睡吧 这么晚了 可能很危险 顾剑神知晓内情 现在的夜沉 独自一人在外 恐怕很危险 几女都不打算回去 顾曼的房间也很大 足够睡四个人 在家的某人 也绰绰有余 只是 当着顾剑神的面 给夜沉八百个胆 她都不敢 不用了 既然要回去的话 我们送你吧 我们这么多人 要是真有人敢刺杀你 那绝对是得了失心疯了 确实 夜沉点头 顾剑神也没反驳 真有危险 她可以随时赶到 在下国境内 真敢如此做 那就休怪她顾某翻脸了 顾曼开着抄跑 载着几女 送夜沉回了男生宿舍 众女都没想到 男生宿舍 此时灯火通明 一众狼面 看着夜沉下车之后 眼神都能杀人了 宿舍三人组 知道一些内情 可 卧槽 夜哥 你牛啊 蓝冰表姐我知道 你那个小青梅 我也知道 顾曼对你好感我也知道 已经有三个了 凡事不过三啊 大二的剑刀戏剑刀部部长顾曼 兼任学生会副主席 那朵紫金花 你也拿下来啊 那可是我女神啊 王莽露出夸张的声音 她的女神可太多了 夜沉倒是没在意 可 众多浪面那杀人般的眼神 让夜沉无奈 夜沉皱眉 你们什么意思啊 看看热闹就差不多了 还不让我回去休息了 原本以为 众人只是吃瓜 可看这个架势 这些男生 已经不只是极度那么简单了 宿舍三人组 互相对视一眼 他们调侃归调侃 可是剑拔弩张的架势 不只是夜沉 他们三人表情 也变得严肃起来 一个将门之子秦峰 商会之子贾亮 还有在燕京全国连锁武馆的 五二代王莽 他们三个 从小在家族影响下 耳濡目染 哪会看不出来 现在的情况 不对劲 夜沉 怎么说 你说干就干 你来做决定 我们几个 反正都不是损货 085学生会来了 照打不悟 好兄弟 都不怕被处分吧 怕个毛 我来学院 只是来镀金 我毕业之后 肯定还是加入军部 表姐还有姐夫 你都是军部之人 学院的处分 根本无所谓的 秦峰推了下眼镜 丝毫不在意 我经商的 处分 花钱就能搞定了 只要别闹到退学 这都不算是 夜哥 放心 别弄出人命就行 王莽 靠 小胖子 逼都让你装了 哈哈 夜沉等人相视一笑 那就听我指挥 夜沉朝着那带头的男生走去 夜沉 我知道 你要干什么 难不成 敢在这里当众对我行凶吗 他长得倒是人母狗样 故作镇定地安抚其他人 王哥 夜沉这狠人 可是直接在军训操场上 直接把别人给废了 直播我看过了 你们收了我的好处 就按照规矩办事 他这么做 也是收了别人的好处 给这些家伙的好处费 只是九牛一毛 他身为带头人 也是这一届 除了夜沉之外 男生宿舍的红人之一 秦峰等人 比较低调 夜沉朝着身旁三人组问道 这货是谁 在男生中 还挺有威信的 几乎整个大一男生宿舍的 都听他的 他叫王南望 虽然不是十大家族的 但家里也有一位武神烈士 他的父亲 也是一名武圣 加入了学生会 我们学院的学生会 将来一般都能成为人族高层 有学生会 还有家族撑腰 自身实力也还行 武宗境巅峰 夜沉点头 比起苏雪 顾曼等人 这位王南望 武道境界 倒是挺不错 放在大一里 也是佼佼者了 不过 夜沉并没有放在眼里 学生会背景吗 夜沉走到王南望面前 学生会的任务 让你来针对我 王南望一脸正气 和学生会没有关系 我单纯看你不爽 有问题吗 欺骗己女的感情不说 你对高天赐那件事的处理 也不符合我 星空第一武道学院的风格 就算你站立 也应该走正规程序 这件事 有我们学院执法队 还有军部审判司 也有武神司可以进行处理 你过于余举了 王南望一套说辞 早就准备好了 他没想到 夜沉的拳头 让他反应不过来 我与你马勒隔禁 动手 给我打 王满和秦峰双眼放光 早就忍不了学生会这些出生了 好大的官威 什么年代了 还让我们叠豆腐快 我特么的 救你是吧 我特么花钱找隔壁优秀宿舍 帮我叠的豆腐快 一模一样 隔壁被评选为优秀宿舍 我们宿舍分都扣完了 原来 夜沉不在的这段时间 宿舍三人组 早就被针对了呀 只是三人不当回事 也不屑于这种小事和夜沉说 夜沉两拳 直接把王南望打猛逼了 你 你先别急 等会儿收拾你 夜沉直接单手拎着小昆仔一样 把王南望当作人肉盾牌 拳拳倒肉 别打了 停 王南望原本端正俊俏的容颜 早就被揍得亲妈都不认识了 衣衫凌乱 早就失去了刚开始的风度和硬气 夜沉 别说话 惹我就要知道下场 你们不动事吧 那我来 夜沉把王南望当作枪 一顿挥舞抡扫 没多久 整个大衣男生宿舍都被夜沉打趴下了 夜哥 我来帮忙了 王满刚将风济步的一人狠狠教训了一顿 转过头 想要帮夜沉 然后他就张大嘴巴 我靠 射就结束了 夜哥 你真猛啊 几百人 躺在地上 嗷嗷喊疼 有人只受了轻伤 却不敢爬起来 刚才有人不服 站起来 直接被爆头了 夜沉下手 可不分轻重 反正 又不是拿着心冤 拿着武者身体荡枪 夜沉就没那么多顾忌 夜哥 你够狠 怎么了 你们不怕吧 当然不怕了 这么猛 夜哥 我要是有你一半猛 泡妞就不愁了 王满佩服不已 夜沉逼也装了 妞也泡了 她可太酸了 你小子 你真要勾引 吸引女生 就先不要浑身散发着主动的气息 泡妞不要主动 装逼也不要抱着装逼的想法 好高深 夜哥 叫我把妹 夜沉笑笑 她就瞎急把乱说几句 将王南望放下 揪住她的衣领 拍了拍她的左右脸 别装死 谁让你来针对我的 是不是学生会 这两巴掌 聚疼 因为 王南望对夜沉的仇恨值 已经达到三级了 这两巴掌 掌掌暴击 我 我不知道 夜沉还要下手 忽然一声大喝 想要制止夜沉 住手 怎么回事 一群人将夜沉四人围住 王南望嘴角一血 露出笔窟 还难看的笑容 不用问了 她背后就是学生会了 王南望死不承认 就是等待学生会前来 她这顿打 也是故意挨的 看来 你受了不少好处吧 啊 恶魔的低语 在王南望耳边响起 她的手指被夜沉掰断 心冤的仇恨锁定加持 让王南望受到的疼痛加倍 混蛋 我们学生会到场 你还敢行修 夜沉 你好大的胆子 夜沉镇定无比 学生会 你们怎么认识我 你现在可是我们学院的名人 我也看了直播 认识你不正常吗 正常 但是 我们只是切磋 犯不着如此小题大做吧 对吧 难望老弟 啊 痛苦的声音 响彻速射 两行热泪 顺着眼角滑落 仰望天空四十五度角 也止不住 她的腰彻底弯了 脊椎骨被夜沉一脚踹断了 086 王南望认怂 也王哥哥需要鼓励 若是不想被废 你懂的 我不知道 是你的嘴快 还是我的枪快了 夜沉平静的语气 让王南望几倍发寒 那名学生会的干事 朝着王南望问道 真的是这样吗 不用担心 学生会一定会秉公执法 被威胁了就说出来 我可不信 这只是 简单的切磋 学生会干事 义正言辞 眼神里的暗示 明显倒不能再明显了 王南望抬头 望了一眼学生会干事 我和夜沉只是切磋 没想到他这么强 我们男生都嫉妒他可以 和女神在一起 都是切磋 只是切磋吗 穿着黑色制服的干事 神色愈加阴冷 你告诉我 数百男生倒地 只是切磋五道这么简单吗 不然呢 学生会难道要安插个 莫须有的罪名给我们吗 夜沉嘴角带着笑意 王南望还是怂了 他这么年轻 还不想当个废人 五道修炼 每一个阶段都相当重要 虽然知道 被废之后 很大概率有机会得到补偿 可王南望是有野心的舞者 才不想沉寂一段时间 最终 他选择了妥协 夜沉朝着那位学生会干事 露出微笑 这次和背后势力的交锋 是他略胜一筹 部长 现在怎么办 要抓人回去吗 旁边的其他干事 朝着为首的男人问道 他眉头皱起 最终挥手 收队 既然当事人说没事 这件事就算了 所有人 警告一次 若是大半夜 再发生这种巨重喧哗的事 直接记过 学生会等人来得快 去得也快 没几秒功夫 就收队离开 小伙子 很有眼力劲吗 夜沉拍了拍王南望的后背 将他打趴下 然后眼神示意擒风等人 回到宿舍内 夜哥 牛啊 哈哈 过瘾 打了人 还不用受到惩罚 不愧是你 姐夫 这件事 不算完 欺负到我们燕金四虎头上 这件事 就交给我来调查吧 燕金四虎 你们自封的 夜沉思毫不在意 若是王南望敢说也行 那就直接入局 他手里还有万将军 和顾剑神俩张底牌没出 他反倒有点可惜 学生会算个毛啊 背后谋划我的 绝对是武神 可惜了 王南望太耸了 这件事先这样 夜沉回到宿舍 就准备睡觉 刚才还没察觉 现在几人凑近夜沉 你们干嘛 我取向很正常 几人凑近夜沉一顿秀 要不是刚才的战友情 他都要打人了 夜哥 你身上好香啊 兄弟很香这个梗 夜沉这个网络冲浪达人 怎么会不知道 你们不会 我抄 夜哥你误会了 我想说的是 你是不是和女神亲密过了 你身上香得过分了 有四种不同的味道 薰衣草香水 香奈儿牌子的 还有一个是鹰匠牌子 Glass名牌的 最后一种香水没闻过 也很高级 王莽如数家珍 把夜沉都给震惊到了 你小子这么懂 那肯定 纵横情场 了解女人 自然要从他们的喜好下手 其中两款我亲自买过 当然清楚得很 夜哥 你承认了 夜沉表情淡定 没有 承认什么 我去洗澡了 他承不承认 都不重要了 宿舍三人组 羡慕得不行了 两天后 夜沉舒服地 躺在顾曼的床上 床上有一股 好闻的少女体下 夜沉哥 那个王楠翁 没有找你麻烦吧 顾曼跪坐在地上 担心地问道 其他几女还在战斗 他第一个被淘汰了 反而是苏雪 还剩下一条命 夜沉暗道 我们江南市灵气 本来就稀薄 苏雪的天赋丝毫不差 我是江南基地 是高考第二 苏雪是第三 来到燕京 苦修之后 苏雪有五神父亲教导 还败入冰雪剑圣的门下 进步迅速 在前几天 也踏入五宗境 天才妖孽 是可以越阶战斗的 苏雪的天赋 只比没有心冤的我 差一丝 也就刘雨飞和苏雪差不多 蓝冰也是妖孽 不如刘雨飞和苏雪 蓝冰算是努力型的天才 雨飞雪姐 之前修炼蓝散 但是遇到我之后 努力了许多 叶辰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他的存在 像是链鱼笑影一般 刺激疾女成长 顾慢撇嘴 叶辰哥 你在想什么呢 怎么笑得那么猥琐 哪里猥琐了 没啥 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 王南望哪敢招惹我 他怂得很 第二天就登门 买了一堆东西 道歉求和了 算这小子实相 既然认怂 就怂到底 被打了 还要马上道歉 王南望深知 大丈夫能屈能伸 叶辰也不在意 就算他想要干啥 也翻不起水花 忽然 苏雪高兴地 从地上蹦了起来 太好了 赢了 蓝色的 叶辰的眼神很敏锐 小雪的穿搭 和她的性格一样 转过头 就看到顾慢腮帮子 吹起了气 鼓起来 小声地娇称了一句 叶辰哥 大色狼 唉 不可抗力 我也不是故意看到的 小雪 恭喜了 蓝冰姐和宇飞学姐 还在战斗 宇飞学姐 应该问题不大 叶辰刚说完 刘宇飞就睁开眼睛 那得意的表情 一下子就知道 她赢得了胜利 蓝冰姐之前运气不好 碰到一位武皇进天骄 遭到克制 没了一条命 希望她能顺利通过 几分钟后 蓝冰摘下头盔 面无表情 蓝冰姐 别灰心 没事 下次再努力 嘻嘻 我过了 蓝冰故作深沉 骗了其他人 好啊 你这个妮子 几女嬉闹在一起 那画面 嘖嘖嘖 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们四人都五百强了 最后一场比赛 决定前摆了 苏雪摇头道 我尽力冲击更高名次 不过前摆很难了 大家加油 蓝冰姐 宇飞学姐你们两人 很有希望 加油冲 宇飞姐 你冲的排名越靠前越好 之后摆墙战 越有力 嗯 刘宇飞身上一股战意 冲天起 叶辰躺在角落玩着手机 那我呢 昨天团战 全靠我一人杀穿对面 是不是应该给个爱的鼓励 野王也需要鼓励一下呀 零八七前十 各大五胜的反应 叶辰就是随口 开了一句玩笑 若是几女单独和她相处 说不定真有福利 可四女 再一块 用脚想 都不可能啊 正是因为四女连坐 她才敢口嗨 可令她没想到的是 众女面色羞红 一人给了叶辰一个 叶辰都猛逼了 不给叶辰反应的时间 他们都戴上头盔 最后一场比赛了 叶辰也进入试炼空间 恭喜各位 进入高效联赛前500强 你们都获得了 B级战神塔的邀请资格 接下来 是极其残酷的天骄试炼 进入前百的舞者 可以获得A级战神塔的邀请名额 最终在百强战中 成为前十的舞者 可以获得S级的战神塔邀请名额 试炼开始 倒计11分钟 各位请调整到最佳状态 所有人屏幕上出现血色的倒计室 叶辰淡定地等待着倒计室结束 试炼开启 第一关 击杀面前怪物 获得积分 当前第一层 这次高效联赛 下国各方势力都在观看 众人也都知道 这最后一场试炼的意义 全都在卯足了力气 在冲击榜单 刚开始前几层 看不出来差距 半小时后 榜单上拉开了差距 苏雪闯到了第39层 他咬着牙 继续坚持 上一关 我已经很吃力了 用了最强杀招 千里风雪 才勉强过关 苏雪看了一眼排名 他的闯关速度不快 他本来就是稳健型的舞者 擅长打后手和控制 我现在排名201 有不少舞者 冲塔速度很快 我最后应该也有前300那样 一上来 他就争取利益最大化 用了大招 先收割一波积分 排名来到183名 最后倒下的时候 他的排名定格在164 但他知道 自己应该也就200多名那样 还有不少人 还在继续冲锋 苏雪被淘汰了 而下国一大半 有空闲的强者 都在关注此战 各大高校和民间势力的 五胜级强者 围坐在一块 不错 这个女娃娃 才大一 这次排名在前300内 是个好苗子 冰雪剑上 你真是瘦了一个好弟子啊 表情冷淡的蓝发女神 也是露出了笑容 本来给她定的目标是 前一千名 这次真是令我惊喜 她在冰之大道 说不定走得比我还要远 若是再给她一段时间 前百都可能 其他武圣按经 那可惜了 苏雪 苏武神之女 果然不同凡响 将来 也有可能成为 兵戏女武神啊 若是说到大义新生 同样是星空武道学院的夜晨 更夸张 她已经进入前50了 苏雪只是吸引了 小部分的关注 几乎所有武圣 都盯着夜晨的排名 夜晨冲得很猛 她惊喜地发现 这虚拟空间不一般 击杀虚拟空间中的异兽 我竟然也能吸收到 少量的心渊之力 虽然不如在现实中 击杀获得的心渊之力多 但也大概相当于 正常血肉生命的10%左右 知道了这点之后 夜晨就开始猛猛杀 可以获得好处 还保留啥实力 反正 前路已是荆棘 那不如便直接接受考验 苏雪淘汰的不久 蓝兵也出了对战空间 他的武道境界更高 勤能捕捉 古武家族的底蕴 也不容小觑 87名 还有57位舞者在对战 排在我后面的 还有50人在战斗 前摆 看运气了 蓝兵已经尽力 他的实力 大概就是在前面左右 百强守门员 既来职责安置 已经结束了 他就不纠结了 又过了十多分钟 刘宇飞摘下头盔 他的红发 已经湿透 整个人就像是 争了桑拿一般 恭喜宇飞学姐 排名47 前摆稳了 蓝兵 你现在96名 不过排在你后面的 都已经淘汰了 蓝兵悬疾露出一抹笑容 现在 整个试炼 就只剩下9人 还在浴血奋战 其中 叶辰就在里面 叶辰 他还在坚持 他才武宗啊 我本来以为有武皇实力 就已经够变态了 这 前十 基本上 都有武皇境巅峰 甚至武尊境战力 叶辰 他可以横跨三个大境界 众女惊讶 昨天团队战 他们四个被秒杀 叶辰一人 一虎一川四 代飞全场 绝境翻盘 大家以为 叶辰应该有武皇实力 毕竟 麒麟虎太一 也十六阶 试炼空间 不允许携带战宠 除非本身是 修炼兽之大道的武者 也就是说 观战士 众武圣面面相去 冰雪武圣亲生开口 诸位不用怀疑了 叶辰能通过第一百层 已经证明 他爆发的最高力量 已经达到了五尊 叶辰及其擅长群战 给叶辰成长起来 又是一名风华绝代的 军神人物 群战厉害 不过 之后的百强赛 却不好说 众武圣点头 他们明显能看出来 叶辰的持久力 绝对是所有高效 武者中最强 叶辰的功法 极其适合在战场上搏杀 击杀异兽之后 就能补充自身 这种试炼 对他而言 太有利了 这种人物 确实适合在战场上 建立军功 我提议 就算叶辰之后 无法进入前十 也应该给他一个 S级战神营的邀请名额 其中一位武圣冷冷说道 怎么给 这次给我下国的名额就十个 难道 你愿意 让你的势力 给出一个名额给叶辰吗 这话 堵住了那名武圣 叶辰是军部的人 军部名额恐怕 因为军部武圣摇头 军部向来公正 可惜了 暂时申请不到名额给叶辰 不过 叶辰也不是没机会前十 若是各位 谁看好叶辰 可以用S级战神营名额拉拢他 叶辰属于军部 但都是下国势力 他也可以进入 星空第一武道学院 谁愿意资助叶辰 说不定也能获得他的好感 这次高效武者 本身就许多学生 挂名在我军部中 并不影响 088 连破两小径 武圣诋毁组上线 叶辰已经完全投入到试炼当中 昨天晚上 才突破到武宗进六阶 原本从战场中出来 就已经武宗进五阶巅峰了 天道赐福 加上叶辰不断战斗修炼 终于是突破了 不到一天 叶辰还真希望 试炼不要这么快结束 这可比战场上 要安全得多 这算是卡爆格吧 就算再试炼空间死亡 我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叶辰又有了炼极新思路 他斜跨一步 挥动心渊 横扫出一道强刃 将大片的试炼元兽击杀 每一枪 都视大力尘 霸道生猛 吉女就在叶辰旁边 经过叶辰的同意 共享了叶辰的视角 这也是为了下午的团队赛做准备 叶辰展现出来的东西 方便苏学指挥 枪道 原来如此的帅气 这臭小子隐藏得好身 这一枪 若是击中在一点爆发 绝对有五尊敬强者的威力 吉女 沉醉于叶辰华丽的枪法之下 已经闯过110层了 叶辰哥 现在排名第六 顾曼小脸红扑扑的 眼神里全是小猩猩 好极限啊 感觉 每次都要被异兽巢吞没了 却每次都能残血反杀 每次的惊险局面 其实都在叶辰的掌控之中 我有心约 可以随便浪 既然是试炼 就不炸了 要是使用自爆技能 简直就是作弊 而且收益太低了 能获取大片心渊之力 这只是试炼空间 没必要为了排名虚荣心 浪费资源 随着叶辰五道境界的提升 每次爆一次 需要花费的资源就越多 龙落惊雷 烈火燎原 一兽越多 叶辰就等于无限蓝条 一枪下去 就能把气血给抬上来 这也太过分了吧 一个人就是一个军队 一人一成也不过分吧 111层 通关 这 下国五胜 全部瞠目结舌 我抄了 试炼也能突破 军部真是运气好啊 若是今后不陨落 又是一尊军神诞生 叶辰的表现 他们都看在眼里 一股磅礴的气息 从叶辰身上升腾而起 他的突破 都和别人不一样 五尊境七阶了 继续 叶辰战役十足 这只是开始罢了 他的目标不仅于此 第112层 110层之后 每一层 都已经达到了五尊境的难度 炼狱一般的熔岩火山中 空气已经肉眼可见的扭曲 火系一寿 叶辰没有任何优势 没有优势 但也不虚 叶辰枪出雷洞 仿若惊雷炸响大地 对付火 叶辰选择雷系 风系会助长火势 枪身携带万千雷霆 电弧营绕枪身 叶辰宛若雷电枪身 在火海中 如同战神附体一般 七进七出 杀伐无双 又过了 叶辰连续闯过 1亿1211万3114层 但一众五胜 却没有夸赞叶辰 叶辰的枪 还有不少瑕疵 确实 过刚一蛇 他仗着自己特殊的功法 看似强大 实则很容易被针对 叶辰最怕数量少 但单体强大的敌人 众五胜不夸叶辰 反倒不断挑着叶辰的毛病 爽 连过五层 叶辰才刚提升的境界 已然稳固 目标 五宗进八阶 试炼每十层 难度不会超出太多 叶辰能连续突破五层 十层也问题不大 他手里的枪 早已沾满鲜血 虽然只是模拟试炼 却相当逼真 120层 只有一只巨大的野猪 等待着叶辰 硬仗来了 叶辰眼里战意十足 暴露实力就暴露吧 先让这野猪 对我的仇恨之拉满 太医 靠你了 明白 太医点头 空间大到发动 顺移到了巨型野猪的身后 虚空凝聚一把蓝色星渊 狠狠地入 啊 野猪的身后 止不住地泄流 画面过于残暴 极女不忍直视 几位武圣严厉批评道 太阴险了 这不是我们大下舞者 应该使用的打法 既然是试炼 就应该堂堂正正迎战 叶辰可不管那么多 在战场上 谁和你讲道理 自古套路得人心 卡卡西的千年杀 果然好用 愤怒吧 越愤怒 你在我眼里 就越是破绽 招式不论阴险 好用就行 野猪冲撞 看着来势凶许 可叶辰只是一个侧身 便轻松躲过 并且一枪刺出 无尽雷狐注入野猪体内 庞大的躯体 被电抹了 趁他病 要他命 叶辰趁着野猪 被电晕的几秒钟 刺出数百枪 快到 无数的枪影都好似重叠了 苏雪和顾曼 完全没看清 宇飞姐 叶辰的手速好快 这到底多少枪啊 数百枪吧 刘宇飞也不确定 而叶辰的手速 在五圣眼里 却无所遁形 1096枪 手速倒是不错 但是 伤害却不高 没把心思用在正途 枪的威力 比频率和出手次数更重要 却是 没啥用 若是换作我 一枪便可将这野猪一手击杀 旁边的五圣没说话 只觉得无语 那可不 你压五圣境 不能秒了七阶翼兽 那不如找块豆腐撞死算了 而那些嘴上批评叶辰的五圣 眼里满是赞赏 叶辰已经将自身优势 发挥到极致了 七阶翼兽 整体防御力和攻击更凶猛 叶辰胜 胜在灵活 太医 一起 麒麟虎太医 和叶辰一人一虎配合默契 七阶野猪一兽的气息 越来越虚弱 观战的众人 大气都不敢出 他们等待着奇迹的发生 就是现在 叶辰和太医的心冤 开始重叠 枪间爆发出庞大的血色能量 这一击 达到五尊境的威力了 可惜了 平局 不 都死了 不过 野猪一兽的攻击更快 试炼空间判定叶辰败 刚才 好像有一道闪光 是我看错了吗 冰雪五圣没看错 叶辰 踏入五宗境八阶了 老弟 还是不太行啊 就这 也不过如此 若是叶辰战胜了七阶一兽 我还高看他一眼 在座各位 应该没有人做不到这种程度吧 五圣们疯狂诋毁 表面上 这些五圣在诋毁叶辰 而私下里 叶辰收到了来自各大势力的嗜好 有十五个势力 都发了短信给我 就算这次高校联赛 没有进入前十 只要加入他们所在的民间势力 也可以获得支持 还有三位五圣 以个人的名义资助我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啊 叶辰早就猜到 这场对战 一定会有下国高层围观 所以 他最后才选择 和野猪元兽同归于尽 叶辰躺在床上 刷着手机 等待着团对战的开始 顾曼穿着小熊黄色睡衣 端着一盘切好的水果 朝着叶辰走来 叶辰手里拿着手机不方便 顾曼就亲自用牙签 喂叶辰水果 叶辰也丝毫没有觉得 有什么不对 对战表出来了 你把对战表发我手机上 我康康 今天的团队赛输了 就打入败者组 然后要和其他五支队伍 争夺最后一个晋级名额 是吗 叶辰忽然随意地说道 那我们故意认输 进入败者组吧 为什么 因为 我看到了讨厌的家伙 那就不给他们 进入团队决赛的机会吧 败者组的名单上 有一支来自 星空第一武道学院的队伍 这支队伍在海选赛 就被夺冠热门给击败了一次 恰好 这支名叫星光的队伍 所有成员都来自 星空第一武道学院学生会 大家 没意见吧 毕竟这个队伍 不是叶辰的一言堂 他需要询问贤女的意见 反正 好几把都是叶辰你代飞了 我是没啥意见 刘雨飞聊起头发 我早就看学生会那些家伙不爽了 好大的官位 不就是一个破学生会吧 太喜欢当那些大人物的走狗了 这次必须狠狠地将他们淘汰 贤女 也是同仇敌忾 那天晚上 男生宿舍的事情 他们也听说过了 下午的团队赛 叶辰他们的干犯人战队 选择了认输 直接进入败者组 团队赛败者组赛制就是 六支队伍 两两对决 最后三支队伍 进行循环赛 其中一支队伍获得两胜 就晋级团队决赛 叶辰等人 等待着比赛开始 第一站的对手 是雷霆小队 没提前遇到 真可惜啊 叶辰有点遗憾 不过 也就是等会儿的事情 几人被传送到战场 由于干犯人小队 整体舞蹈境界低于对方 你们拥有优先选途权 我们应该是进入决赛圈 舞蹈境界最低的队伍了吧 毕竟我们队伍有三个一年级新生 永远的选途权 还是老规矩吗 无所谓 那就那个吧 遇事不决 就选择常用地图 冰雪峡谷 几人进入蓝色冰雪的世界中 环境恶劣 但对几人影响都不大 苏雪本来就是兵戏建修 在这种环境中 还反而有加成 古武家族 庞大的抵御 几女长辈父亲 都是武神 身上的好东西不少 对叶辰而言 拥有空间秘书的他 丝毫不影响他行动 他的移动 都是瞬移 好冷啊 怎么选了这个破地图 第一次遇到这种队伍呢 听说过 这只小队 似女一男 千万不要被他们小队的名字骗了 甘饭队听起来很娱乐 要不是上一场战斗气拳 应该已经晋级决赛了 高校联赛全程进行直播 他们这种特殊配置 自然引起了别人注意 队名极其具有欺骗性 甘饭人小队 听起来很娱乐 结果却一路暴冷 队伍配置也相当奇葩 四名剑修 一名枪簧 全都是输出职业 也就刘雨菲和叶辰 经常互相当前排 而叶辰就是个bug 自带续航 不需要辅助职业 大部分队伍 都是一到两名坦克 然后起码需要一名辅助 对面那个雷霆小队 也很奇葩 五名雷系法修 五个脆皮舞者 拿着法杖 以雷霆击碎黑暗马 雷电法球 引雷阵 五人所有攻击 都是雷系法术 他们崇尚最好的攻击 就是最佳的防守 但这种极端的打法 叶辰等人并不惧怕 因为 他们队伍的获胜 都是靠着他一人 只是一个空间秘法 叶辰和太一等人 就来到雷霆小队 所有人的身后 老大 小心啊 敌人绕后了 是空间秘法 他们有修炼空间大道的强者 什么 难怪是空间秘法 那完了 雷霆小队的舞者 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他们就是依靠着超强的爆发 才能一直击败对手 当然如果秒不掉别人 那么 死亡就是等待着他们唯一的宿命 结果就是 刘雨飞他们 没有被秒杀 而冰雪给雷霆小队 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他们的反应和动作缓慢 叶辰却没有被削弱太多 一来是已经习惯了 这个场景地图 二来 空间大道 一动是依靠撕裂空间 并不会受到太多的影响 长枪宛若 进入无人之境 精准收割走了五人人头 又是一个武杀 给点人头啊 抱歉抱歉 上走了 武杀的感觉 还是很爽的 等待了半小时之后 最后一轮比赛 即将开始 而他们第一站的对手 就是星光 终于来了呀 叶辰嘴角勾起 他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场景 开始模拟 该场景为星空 第一舞蹈学院 男生宿舍楼楼底 系统开始评级 该场景等级为C级 符合收入标准 已录入系统中 该场景由干犯人小队提供 请为其命名 那就叫 星空宿舍楼吧 089 接下来 轮到你了 星空宿舍楼 啥玩意儿 没听说过这个地图 星光小队 三男两女的配置 其中 上次前来处理男生宿舍 围殴事件的两人 赫然就在其中 这支干犯队 也是我们星空第一 舞蹈学院的学生 要小心他们队伍里的 那名枪皇 击杀榜排名第一 他还有一只白虎宠物 空间系 雷系 火系枪皇 实际上不逊色于 一般的舞尊镜强者了 上次负责调查的 叶晨的那名舞皇镜 私庸 惊讶地回道 我星空第一舞蹈学院 派出三支队伍 没听说过这个干犯队啊 星空第一舞蹈学院 派出三支队伍 都是精锐 夺冠热门 星舞小队 全员舞皇镜以上 三舞皇镜 二舞尊 第二支小队 星盼小队 也进入决赛圈 是他们学院执法小队 组成的队伍 四五皇 一五尊 他们学生会 组成的星光小队 运气不佳 在海选赛 就遇到同学院的星盼小队 听说他们在晋级赛的时候 弃拳了 我们打那只 同为燕京的帝都学院 那些少爷和小姐 气势三开 这样 决赛二十支队伍 我们星空 第一舞蹈学院四支队伍 全部晋级 多好啊 同为我们学院的学生 不可能怯场 不会是 被那支帝都大小姐战队 给收买了吧 四拥皱眉 他们星光的队长 唯一一名五尊敬强者 大三的弦奏 摇头道 应该不是 我们星空第一舞蹈学院的 还不至于干出这种事 更何况 他们五人中的四女 都是武神之女 也没有必要让着皇族 四拥皱眉 四女 都是武神之女 还有一位少年用枪 白虎宠物 我们学院那名少年 叫什么名字 弦奏校道 这位学弟 倒是年轻有为啊 才大一 就已经可以越阶斩杀其他天骄 未来是属于他的 击杀榜第一足够耀眼 能证明他逆境的实力 心态很稳 总共对战十一局 击杀数量34 平均一把他能杀三个 这也说明他们的队伍 实力并不强 这位叶辰学弟 未来是他的 不过 现在属于我们 玄奏不知道 思庸和叶辰的恩怨 听到这个名字 思庸瞳孔放大 这个时候 比赛正巧开始 熟悉的身影 出现在自己的队里面 叶辰独自一人 走了过来 学长们好啊 好家伙 这场景 不就是我们学院的 男生宿舍楼吗 我敲 星空宿舍楼 原来如此 悬奏忍俊不惊 这个学弟 真是人才 而思庸 却是脸色难看 叶辰朝着其他三人握手 唯独思庸和另外一位 武皇进学长 他面色冷峻 你逗我干嘛 思庸没说话 另外一名学生会干事 不满道 其他三人更是疑惑 他们属于学生会的 另外一个派系 对于那天晚上 发生的事情 并不知情 叶辰却是冷笑 他们是学长 我尊敬他们 你们两个 是什么玩意 也呸 说完后 叶辰平静转身 只留下思庸二人 脸色难看 但叶辰转身 极其迅速 根本就不给 两人还嘴的机会 悬奏这都看不出 叶辰和思庸的恩怨 他这个学生会 副主席 就白混了 思庸 怎么回事 旁边的两女 也不太舒服 他们来自不同的派系 无关派系之争 两女的话语间 也更站在叶辰这边 这位学弟 不像是没有礼貌的样子 你们恐怕是 做了什么事情吧 选奏会长 之前不在学院中 我可是看过直播的 叶辰含冤 被高天赐抢走学历 可是不卑不亢 那名学姐 滔滔不绝 对叶辰了解颇深 将叶辰被冤枉的事情 添油加醋描述了一番 接着便站在叶辰这边 语气质问地说道 叶辰的比赛 我也有关注 他的腔道 不卑不亢 带着一股 一往无前的锐利 这种勤奋努力 被冤枉 仍然能坚守内心的少年 我更愿意相信 至于你 思庸 我们学会生 早就和以前不同了 我们外联部 可是准备邀请叶辰 加入学生会 你们纪律部 是什么意思 执掌学院学生纪律 可别月组带袍了 思庸冷笑一声 南宫雅 还轮不到你这个皇族之女 来质问我 南宫雅倒是露出浅笑 怎么了 我虽是皇族之女 可我加入学生会之后 可从来没借用过 我皇族的势力 更没有将学生会的力量 用为己用 依我看 叶辰选择这个场景 就是为了内涵你吧 南宫雅又不傻 为何 叶辰要选择 如此特殊的场景 还特意对待他们 和思庸差异化 究竟怎么回事 你们在男生宿舍楼 发生了什么 玄奏继续问道 思庸不再和南宫雅争论 解释道 我和这位叶辰无冤无仇 只是当日 接到有人举报 叶辰在南宫宿舍楼 聚众斗殴 我身为学生会干事 才特意前去处理此事 也许 他并不是南宫雅 你口中那般不卑不亢 我反倒是觉得 他十分小度机长 他还威胁了我们 学生会一年级的干事 这就是你看好的后辈 我看 只是一位目中无人 欺负同学的舞者罢了 两人各执一词 玄奏一时之间 无法判断 这件事之后再说 我们先别内哄了 不管怎样 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最重要 另外一名私庸派系的学生会干事 信心十足 我们这配置 怎么可能会输啊 对面三个大一新生 就算叶辰称死有五皇进实力 我们也不可能输吧 这个时候 南宫雅和私庸达成了一致 直面实力 叶辰他们干犯人小队 根本就没有希望能赢他们 而看过叶辰单人试炼的成绩 四女比对面那几人更有信心 我浪输了 不怪我吧 叶辰朝着急女问道 没事 反正这个成绩 基本上也是你拼出来的 无所谓 但是将学生会的队伍淘汰 会很爽 你要做什么 我们都全力支持你 叶辰笑道 那就行 等会儿你们听我指挥 这场战斗 本来就是叶辰故意认输设计好的 他从苏雪那里接过指挥拳 战斗马上开始了 两方都是星空第一武道学院的学生 谁都没有着急动手 叶辰等人能看出对面几人的松弛感 不仅松弛 可以说是轻敌了 也难怪 他们队伍 武道境界最高的 也就与非学姐一人 武皇境 带两名武宗 两名武王 对面呢 全武皇境 最低境界 都是叶辰这边的最强 还有一名武尊压阵 学弟 你是故意要对上我们的吗 星光小队 无人动手 队长悬奏 朝着叶辰问道 叶辰手握长枪 星红的血色从他的手指缝流出 没错 叶辰给了玄奏一个笑脸 接着 他整个人消失在原地 我突袭 你们随意 随意 星光小队五人都猛逼了 这是什么战术 难道是传说中的陷阱流 可是 命只有一条啊 四女早就习惯了叶辰的鲁莽 他们四人 早就有了自己的体系 无差别攻击应该没问题吧 刘宇飞小声地朝着苏雪问道 苏雪点头 问题不大 这家伙早就习惯了我们的功法 我们全力出手 才能帮叶辰秒掉一到两人 虽然用处不大 少一个 胜算就大一分 刘宇飞撇嘴 我好歹也是五黄金吧 单换一个 那你们起码要换一到两个 莫的问题 零剑阵 开 冰封 刘宇飞开剑阵 对其他三女加成不小 苏雪手中的湛蓝长剑 爆发出一股寒气 宿舍楼整个地面 结上一层厚厚的冰霜 地 好滑 学弟学妹 还真有两下子 南宫雅 惊叹道 武宗静学妹 竟然可以影响到他们武皇静 虽然有剑阵加持 但也足以自傲了 玄奏学长 你我二人单挑如何 行 玄奏露出淡笑 手中双连祭出 挡下了叶辰的一枪 好尘的枪威 武皇静巅峰的战力 学弟 你还真是优秀啊 玄奏内心震动无比 表面上 却要摆出身为学长的从路 这界出了一个怪物啊 武宗进八阶 跨越了两个大境界 两人将战场分割开 四女队上四位武皇 果然 这些学长 真是轻敌 叶辰给我们创造了这个机会 那我们就改变目标 争取团灭对面 刘宇飞眼里露出兴奋的目光 而其他三女点头 哼哼 学妹 你们真是异想天开啊 说得这么大声 我们四位武皇 你们怎么杀啊 闹呢 就连一向谨慎的南宫雅 也是不免小事对手 看来 对方看不起我们呢 叶辰哥那么争气 我们也不能丢脸啊 己女笑颜如花 剑气长城 固慢的剑 磅礴大气 卷起一道龙卷 蓝冰的剑 挥舞漫天杀力 两人利用地形 形成一道合击 被几人轻易躲开 就这 速度这么慢 这不是随便躲开 私庸不懈道 而另外一位同伴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小心 他们转头 发现己女 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身后高耸的宿舍楼 轰然倒塌 一名武皇镜 直接被砸死 我靠 还没结束呢 轻敌 就是这样的下场 星光小队为他们的轻敌大意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叶晨瞥了一眼旁边的战局 真是能干啊 和我交战 还敢分心 悬奏手中的双连 如同锁命的镰刀一般 勾住叶晨的长枪 可印象中 将他勾回的局面 却不存在 两人在力量上的交锋 竟然完全平局 叶晨浑身一阵 空间密法发动 顺一道 不按套路出牌啊 竟然从头顶进攻 弦奏以一个别扭的姿势 顶住了叶晨手里的枪 但他的虎口 被震得发麻 什么 头顶 坠落下来的力道最强 什么背后袭击 已经过时了 叶晨 以弦奏为支点 长枪挑起 心冤的枪身韧劲十足 完全到快九十度 化作一张弓 龙落 惊雷 雷霆一击 被玄奏挡住 但他也被电麻了 而叶晨并没有给 玄奏喘息的机会 高手过招 一招压制 就招招压制 怎么会这么灵活 明明是枪 不是剑 也不是刀 叶晨的枪到基础 早就以一个惊人的速度 不断提升 学长 接下来 更猛烈哦 这只是开始 玄奏愣了一下 被叶晨捕捉到 和我对战 也分什么 这句话原封不动 还给你 长枪贯穿了玄奏的身体 其实是叶晨 用了空间秘法 玄奏下意识的格挡 却被叶晨无规则的进攻 给骗倒了 不好 果然 长枪穿过虚空 出现在玄奏身后 接着 玄奏的防守节奏 完全乱了 叶晨的长枪 犹如狂乱的拳头 框框 砸在他的身上 他 还是第一次被比他境界低的舞者 压制得这么惨 漫天 都是叶晨的残影 好爽 学长 终于有人能让我这么痛快地出手了 而太一 在宠寿空间中 充当叶晨的灵力补给 否则 叶晨哪有这么绵长的灵力海 支持他压制玄奏 哄 玄奏被狠狠地砸到地上 引起了其余等人的注意 另外一片战场 结束得更快 战局还算惨烈 刘雨飞 一打二 还反杀了一位武皇 最后 干犯人小队 团灭 四皇 剩下一位私庸 而叶晨的长枪 直接落进坑中 无数火龙 宛若漫天星辰 砸进坑里 私庸收到了队长阵亡的消息 接下来 轮到你了 零九零 帅 是一辈子的事 无尽连招后 一击中锤 最后的火龙灭杀大招 让众女都热血沸腾 我靠 好帅啊 好装啊 这小子 在背后练了多久啊 吉女出局之后 就进行观战 而玄奏 直接被砸猛逼了 一套连招 控得玄奏头皮发麻 最后一下 他只觉得眼前火焰冲天 接着便被淘汰出局 队长 你成背景板了呀 这小子 真是怪我 竟然以武宗之躯 逆伐武尊 关键是 不仅赢了 还特么这么帅 不过 我看他也是强弩之末了 确实 玄奏术的心服口服 有自己的大意在里面 可夜晨的硬实力 绝对达到武尊境的战力了 私庸简直就是全胜状态 而夜晨 浑身武道服 没有一块是完整的 露出里面 精瘦完美的肌肉线条 夜晨长枪插在地上 整个人倚靠在长枪上 一副脱力的样子 私庸被那气势吓了一跳 缓过来的他 发现战场一片狼藉 只剩下他和夜晨两人 虽然不知道 你究竟怎么把队长打败的 但就到这里为止吧 私庸 举起手中的长颈 若是 他连这种残血状态的夜晨 都杀不了 回去 也没脸面对学生会的其他干事了 太医 夜晨根本不自己上 对付你 只需要我宠物 上阵就行了 太医从宠兽空间轰然出现 六阶巅峰 相当于人族的武皇境巅峰 并且 他可是武系同修的异兽 这家伙 太医之出了一肘 就将私庸的长颈先飞 把他摁在爪子下 私庸只觉得一阵无力感 而夜晨没着急杀他 他蹲下身子 羞辱性地拍了拍私庸的脸 私庸瞬间怒了 但也只能无能狂怒 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给我设局 就要付出代价 私庸没说话 直接选择投降 不再让夜晨羞辱 意识回到学院 他直接掀翻了 整个房间里的所有东西 混蛋 你一个武宗 凭什么 私庸发泄完 却意识到了什么 这个时候 他的几个队友 也来到了房间 接到举报 私庸 你利用公职 秉公训司 和我们走一趟吧 私庸表情平静 跟着几人离开了教室 夜晨意识回归 只觉得整个人 昏昏沉沉 无力地 倒进了留在房间里 苏雪的大腿上 息枕成就达成 他的脸朝着地 就这样窝在了里面 感受到热气 苏雪害羞不已 却没有乱动 没多久 一阵平稳的喊声传来 让苏雪松口气 趁着几女没回来之前 他赶紧把夜晨 放回了床上休息 而他 盯着自己的丝袜 上面 夜晨战术性装睡 不然这妮子 要害羞地晕了吧 不过 他刚才是真的 没一点力气了 真的 一滴都没有了 好累啊 帅就完事了 反正 我狼狈的样子 只会留给我亲近的人 累归累 但帅 可是一辈子的事 这次身体透支严重 夜晨直接睡了一整天 睡到了第二天下午才醒来 真舒服 星空第一五到学院的宿舍 待遇绝对不算差 但顾曼家里的床 特别软 特别舒服 一看就是使用特殊异售的绒毛骨架 所制作而成的 夜晨你醒了呀 再不行 我就要 把你强制开机了 几女已经穿上了学院制服 准备出门 蓝冰 你要怎么个强制开机法 强人所难 还是 长腿所记 蓝冰面色微红 好啊 夜晨弟弟 你都敢调戏我了 这几天 我们对你态度太好了 你是不是 以为可以随意 拿捏我们了 夜晨信信一笑 开玩笑的 他低头拿起手机 已经是下午2点03分 2点半 就要开始进行高校联赛 百人决赛 快走了 夜晨 马上 男生换衣服的速度 可是很快的 这么快 这才三分钟吧 夜晨哥 你真是快难 顾曼表情中 带着惊讶的神色 语气却是一副调侃的样子 我怀疑你在内喊我什么 而且我也有证据 几天的同屋言下相处 夜晨胆大了许多 他竟然还敢将手 放到顾曼柔软的腰之上 毛痒痒 不过 他也只是 敢偷偷这么做 看到其他三女不在 他才敢做出如此亲密的举动 当着其他人的面 他要是敢 以后就别想拥有这种福利了 换好学院制服 夜晨坐着顾曼的跑车 和几女前往星空第一舞蹈大学 决赛就在他们学院内举办 不在操场举办吗 夜晨好奇 你抬头看 夜晨抬头 云雾之上 穷顶之下 一处漂浮的演舞台 就这么漂浮于空中 我们上去吧 我们团队赛进入前二十了 都有资格观看比赛 要怎么上去 你是参赛人员 只需要进行红魔扫描就行了 灯龙台会自动进行识别 夜晨就站在下面 眼睛只是那根赤龙盘旋的冲天之柱 一道祥云就落在他的面前 身份验证通过 十道金色光芒化作石块令牌 出现在夜晨手里 这是邀请函 你们需要吗 四女摇头 我们多重身份 都可以获得门票 五神之女 可以获得观看门票 参与高校联赛 获得前一千排名 团队赛前一百 都可以免费观看 夜晨点头 这次高校联赛 可没那么简单 获得靠前的排名 能得到各种势力的青睐 说是高校联赛 其实 这次比赛 可以打出自己的身价 出现在下国各个势力眼中 海选赛 出赛 曝光度不高 几人乘坐白云 没多久 就进入了灯笼台中 苏雪朝着夜晨问道 这十张门票 可以给夜伯父 还有小琴妹妹入场 今天的比赛 要进行一整天 他们现在赶过来 还来得及 不用了 线下赛和线上赛不同 武者厮杀 刀刀见血 我不想让父母和妹妹太担心 而且 他们待在江南基地市 更安全 万将军坐镇江南基地市 我放心 苏雪忽然有些慌乱 表情露出歉意 对不起夜晨 我欠考虑了 没事 小雪 毕竟 谁不想成为父母眼中 骄傲的孩子啊 让他们通过直播观看就行了 无数无人机 围绕着灯笼台进行拍摄 四女一帅哥的组合 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 不少烟精专门报道的记者 将摄像头拍向夜晨这里 夜晨 我们院的院长 喊你过去 苏雪把手机 拿给夜晨看 她惊鸿一瞥 看到了平保图案 竟然是自己的睡颜 这姑娘 什么时候拍的啊 恐怕是趁着自己睡觉的时候吧 真是 我们舞蹈指挥系的院长 我们星空第一舞蹈学院 还是和往年一样 这次入选决赛的舞者最多 有23人 我们学院的院长 作为带队导师 你还是过去一下吧 夜晨点头 朝着他们学院所在的方阵走去 还有十分钟 个人赛摆强决赛就要开始了 他正要走到 星空第一舞蹈学院代表队的队列中 几名大二生 拦住了他 小子 这里是学院代表队 你一名大一新生 凑什么热闹 就是 还有几分钟比赛就开始了 观众席在那里 几名摆强学员 傲气十足 学院的制服 等级是有区分的 大一新生 胸口上的徽章 只有一道心芒 一眼就能看出 大二 大三学员 也很好区分 分别是两道心芒 和三道心芒 这两位说话的 正是大二生 而夜晨 却淡定一笑 我就是来参赛的 别开玩笑了 大一的 进入百强赛 你在逗我吗 这次进入百强赛的 大一新生 还真有一个 我们学院武道指挥系的夜晨 长得倒是俊俏 可 你别停留在这里了 夜晨表情怪异 我就是夜晨 你就是夜晨 你知道我名字 不知道我长相 当然不知道了 我只是知道 你怎么证明自己 就是夜晨 不需要证明 那就 不要捣乱了 说话间 那名大二生 想要一掌 将夜晨推开 可夜晨 只是站在那里 伸出手臂 那名大二生 就仿佛撞在了铁板之上 你 真是夜晨 这个时候 他怎么会不相信 自己 可是百强选手 武皇进强者 竟然被学弟 轻松震飞 足以可见 对方的实力在他之上 怎么了 你们莫及什么 会长 原来是夜晨学弟啊 我们正在找你 夜晨抬起头 看到了熟人 选奏学长 上次多有得罪了 选奏嘴角抽了一下 你小子 这次遇到 给我留点面子 上次还好 观看的人不多 要是 当着大庭广众之下 被学弟嗅到 毫无还手之力 还充当了背景板 这要是 被其他人看到 他这个学生会副主席 恐怕要沦落 成为笑柄了 以后队伍就不好带了 夜晨很清楚 放心 同样的招式 我不会施展第二次 我的操作不会重复 两人的对话 落在那两名大二生耳朵中 我没听错吧 选奏会长 刚才 是承认自己输了吗 不可能吧 应该是限定实力的切磋 会长一定是让了 夜晨一只手 然后夜晨不讲武道 趁机欺负了会长 一定是这样的 没错 会长可是五尊进三阶 出赛排名13的强者 不过 其中高手男子 忽然想到什么 夜晨 好像出赛排名第六啊 这你也信吗 试炼空间 对弱者是有几分加成的 官方已经出来澄清 网上不是也有一段视频 夜晨的作战风格 更加适合那种试炼团战 个人战 他的优势就没有了 不过即便这样 一只手捏死我们还是很容易的 才大一 真是怪我 夜晨 旋奏和那两名大二生 前往集合 他还看到了老熟人 压线通过的私拥 排名79 基本上 二轮游的角色 看到夜晨的时候 他的表情不喜不悲 夜晨也没有上前 只是和旋奏 还有另外一位漂亮的气质美女 南宫雅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南宫雅 一只白皙的手伸出来 夜晨轻轻握住 然后一触击分 没想到 夜晨学弟 这么绅士呢 和战场上的你 判若两人 南宫雅的气质 和战场的蓝冰相似 只是蓝冰 其实是个反差妹子 南宫雅 身上透露出一股雍容华贵的气质 皮肤白皙的 好似漫画中走出的人物一般 看似亲切的笑容 却让人感觉 很有距离感 南宫 南宫学姐 你是 没错 我是皇族 按照辈分 应该是七皇女 不过 我更喜欢你韩伟雅学姐就行 不要看我这样 皮肤白净 看似娇贵 这是我的一种体质 我也很烦恼 我经常在战场烈日下 击杀异兽 反而让皮肤更加白皙 没办法呀 我已经尽力了 选奏无奈 你这样 让其他女生听到了 又要孤立你了 哼哼 反正 我身边也没什么女性朋友 夜晨可以理解 就刚才那句话 对于长相不如南宫雅的女生来说 简直就是贴脸开大 和男生不同 南宫雅这种直接的性格 适合在学生会当干事 领导其他人 可能接近她的朋友并不多 夜晨学弟 有兴趣加入我们外联部吗 外联部 雅学姐 不像是擅长社交的人吧 此外联当然不是那种外联 是真正和其他国家社交的部门 我们学院 作为下国顶级学府 能加入学生会的 基本上都是以后下国的中流砥柱 五神 五圣预备役 加入我们外联部 每年都有机会 交换到国外 进行五道交流 南宫雅忽然凑到夜晨身边 而且还有机会接触到 你们男生最喜欢的 樱花国爱情动作女五神哦 充满诱惑的声音 在夜晨耳边响起 091凡是得罪我的人 我必诛之 我考虑下 但绝对不是因为学姐说的 那种奇怪理由 我是个正直有为的三好青年 外联部听上去不错 他当然不可能因为 南宫雅的一句玩笑话 就随意进行选择 夜晨对南宫雅的印象也不错 三人都进入了百强正赛 比赛马上开始了 加油 夜晨轻轻点头 大场面啊 灯笼台 来了许多燕京的大人物 皇族也立临到场 夜晨倒是没觉得紧张 一会儿动静 可能会很大 闹吧 这种场面 正是我想要的 夜晨望着皇族 和下国十大家族 就是这种大舞台 夜晨才能以身入局 战斗开始前又是无聊的开幕仪式 夜晨却不觉得无聊 他把主持人介绍的那些大人物 默默记下名字 这些都是要考的 以后也许 幕后去去我的那些人里面 就有这些人之一吧 我宣布 第193届高校联赛 正式开始 开幕战 是由星空第一舞蹈学院的 大义新生夜晨 和帝都皇家学院的三皇子 南宫奥 夜晨根本没收到内幕消息 但他手里的长枪 却饥渴难耐了 三皇子啊 这开幕战 还真是为我搭建好了舞台 三皇子南宫奥 长相俊秀 那张脸比女生还要秀气 他举手投足间 都带着皇族的从容 这就是三皇子啊 好帅 三皇子妥妥人生赢家 出身皇室 长得又帅 听说他已经担任一处基地的军团长了呢 年轻有为 谁嫁给三皇子 等于说是过上了锦衣玉石的日子了 无数年轻女舞者 惊呼出声 而夜晨也是 踢着长枪 骑着白虎 一跃而上 进入了擂台上 怎么 比赛还允许 携带战宠 当然可以 这战宠 是人家凭本事契约的 也算是本身实力的一部分 难道 剑修 不让戴剑了 确实很有道理 这白虎也很帅啊 夜晨的上场 呼声不如三皇子南宫奥 但他的后援团 质量很高啊 蓝宾 顾曼和宇飞学姐 甚至南宫雅还凑热闹 夜晨学弟 给我按着三个打啊 夜晨 是什么来头 大一新生也能参加百强赛 这一届百强赛这么水吗 还放到了开幕式 要是被隔壁樱花国 知道我们这届高校联赛是这个水准 恐怕要笑掉大牙吧 走后门 可是皇族已经是最大的后门 那夜晨难道是国主私生子 这话可不能乱说 国主这次亲自作证 你怕是疯了 台下一阵哗然 夜晨作为开幕式的主角登场 受到了无数人的质疑 夜晨低下头 摸了下太医的脑袋 太医 看来大家都不看好我们呢 一个小小的五黄镜 我一根小爪子就能轻易拿捏 不过 开幕式 我不能抢了主人的风头 而对面的三皇子 南宫奥望向夜晨胯下的麒麟虎太医 他的眼神满是贪婪的神色 好 如此一寿 才配得上我的身份 南宫奥静止朝着夜晨走来 麒麟虎太医 张牙咧嘴 想要给这个三皇子一点颜色看看 但被夜晨给制止了 小不忍择乱大谋 现在打脸还是太早了 比赛战斗都还没有开始 提前下手偷袭 那是会被直接取消参赛资格的 三皇子 你要干嘛 南宫奥眼里的比翼一闪而过 这种土包子 竟然可以契约如此气瘦 他尽量保持着皇族优雅的笑容 朝着夜晨问道 夜晨学弟可否忍痛割爱 将这只白虎转卖于我 放心 我不会亏待你的 你的这只白虎 是六阶巅峰一寿 我就花八阶一寿的价钱 来购买 如何 此话一出 无数舞者羡慕地盯着夜晨 我靠 这小子 走了 狗屎运了 皇族出手 自然是阔气十足 夜晨赚大了 夜晨却拍掉南宫奥 伸出想要抚摸太义毛发的手 三皇子殿下 夺人所好 可不是皇族所为 南宫奥愣了一下 然后笑容更盛 夜晨学弟 我这是在帮你 这只异兽 血脉高等 你带着它进入战场 会引起很多人的觊觎 匹腹无罪 怀必其罪 我拥有就不同 这只异兽我甚是喜爱 它修炼火属性 极其适合我 你拿着资源 也能快速成长 不是两全其美之师 太医忽然开口 你压的 还想用脏手碰你虎颜 你也配 就你这种废物 不配给我主人提显 太医忽然爆粗口 震惊了众人 会说话 不得了 这只异兽 原本造型就威武 还能口吐人言 相当不凡啊 南宫奥没有生气 反而眼里对太医 是更加的喜爱 好 好啊 好 这个信对我胃口 我愿意出九戒异兽的价格 并且 由我皇族 亲自供应 你到五帝境 你在提升到五帝境之前 所有的资源 我皇族都提供 你不用怀疑 我有这种能力 夜晨笑了一声 指了指自己 三皇子 你未免太看清 我的异兽了 太医不仅修火系 还修空间系 雷系 风系 暗系 武系六阶异兽 你培养得起 但你那点资源 还不够给我和太医塞牙缝的 夜晨直接当面拒绝了南宫奥 相当于 打了他南宫奥的脸 你不给我南宫奥面子可以 你不给皇族面子 你算老几 国主说话了吗 你只是皇子 有权力代表整个皇族 而且 皇族有你这种强盗皇子 倒了八辈子 血没了 夜晨这是直接撕破脸了 路走窄了呀 早就听说夜晨很狂 之前在学院里 直接废了同学 连皇族都不放在眼里 格局小了呀 南宫奥 很生气 但脸上仍然保持笑容 熟悉的人 都知道 南宫奥这是怒到了极点才笑 你当真要与我作对 而夜晨却是轻飘飘一句话 反对了回去 不是 三皇子先与我作对的吗 夜晨手里长枪斜披在南宫奥脚下 凡是得罪我的人 我都会亲手诛之 疯了 夜晨竟然敢挑衅皇族 开幕战这么真实 据如本 放心 夜晨现在越嚣张 最后三皇子获胜的时候 就越轻松 这样才能体现皇族的威严 我靠 兄弟你在第五层啊 这都被你想到了 明天来 我们UC震惊部报道 夜晨的那一枪 就像挑衅一般 三皇子面色铁青 那句 先与我作对 让南宫奥 面色难看 他都知道了 南宫奥不确定 但玄疾又恢复了原本镇定的表情 知道了又如何 夜晨就一介草根 拿什么和我皇族斗 就算父皇知道了 也不会拿我怎么样吧 南宫奥不是夜晨 他是三皇子 不可能公开和夜晨撕破脸 继续保持着他身为皇子的气度 夜晨更是不在意 他就是要把事情闹大 随着倒计时结束 战斗铃声响起 夜晨伸出手臂 轻轻一勾手 新渊重新回到手中 南宫奥 举出一把火焰长枪 都是枪盗舞者啊 那谁输谁尴尬了 用脚响都知道谁会赢啊 夜晨才大一 五宗进八阶 三皇子可是五皇进巅峰的舞者 相差两个大境界 根本就不可能赢 刚才多嚣张 实力才是一切 没多少人看好夜晨 但吉女和南宫雅等人 却对他信心十足 尤其是弦奏 小伙子 这是要搞事的节奏啊 按照夜晨的风格 在碧莹的比赛前挑衅对手 恐怕 这位三皇子和他有恩怨 就像之前的私庸一般 玄奏猜的没错 火焰长枪 火焰铠甲 南宫奥 此时化身火焰战神一般 烈焰焚天 一枪轰出 奉鸣声乍响 别一枪就倒下了 这一枪 若是武尊进步躲避 也危险吧 火焰铠甲和赤皇长枪 对武技加成不少 这就是皇族的抵御 本身 南宫奥的境界 不到武尊进实力 可皇族赠予他的武器和铠甲 让他的这一枪 达到了武尊进的枪威 可夜晨 骑着太医 轻轻一跃 整个人奔向火海 可他整个人身影 却出现在南宫奥的后方 没有使用任何的武技 一枪 将南宫奥挑起 铠甲不错 不知道能不能拦得住我的进攻 玄奏望着此时腾空的南宫奥 一股熟悉的记忆涌上行头 这完了 武者腾空基本上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控制 而南宫奥身上的赤焰铠甲 没那么简单 身后流光火翼从背后展开 南宫奥吃惊于夜晨的反应 他的打法也很激进 没有选择躲开 而是迎着夜晨接下来的一枪 他的火焰长枪 对上了夜晨的雷霆长枪 结果很残酷 雷狐瞬间将火焰吞噬 南宫奥被麻痹在原地 而夜晨丝毫没觉得意外 太弱了三皇子殿下 你这修炼 都修炼到哪里去了 浑身都是破绽 身上的铠甲不错 还带飞行功能 夜晨失望 这位皇子 战斗素养太一般 他根本判断不出来 夜晨这一枪的威力 只是先入为主的 以为夜晨的实力是武宗 接下来便是夜晨 狂轰乱炸的压制 而且 他直接将星渊 切换成火焰模式 让我来教你 火焰是怎么玩的吧 夜晨 开始了自己的个人秀 枪身上的火焰 正好灼烧到 南宫奥铠甲之外裸露的部分 而他那俊秀飘逸的长发 也已经被夜晨烧毁 整个人像个球一样 被夜晨在空中 进行不断的打击 那急速的长枪 夜晨威力 也控制得恰到好处 不致命 但枪枪见血 而且 南宫奥最为满意的脸蛋 也被夜晨的枪身不断击打 这场单方面的羞辱殴打 持续了整整五分钟 大部分观众 都看不清夜晨的动作 而夜晨控制得很好 南宫奥没有失去作战能力 因此 裁判也没法判定 南宫奥出局 他整个人都快碎了 这个时候 他才开始后悔 自己为什么要戴一身神装 若是没有火焰铠甲的主动保护 他早就可以认输 而现在 被夜晨那凌厉快速的长枪 不断碾压的他 连认输都做不到 只能 不断遭到羞辱 皇族阵营 国主 如同一名普通的中年人 坐在守卫 他没有开口 表情平静 就好像认真观看 比赛的一名老汉 忽然 三皇子的母亲 朝着国主 焦急地说道 清风 二 他这样下去 会被打死的呀 国主忽然转头 这才开口 既不如人 若是出现意外 我们也不能插手 比赛正在进行 小傲没有主动认输 我们不能破坏规则 我们是皇族 被下国推崇出来的 主动破坏规则 会含了民众的心 南宫清风 表情不喜不悲 却望向了夜晨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南宫澳的母亲 焦急万分 可是国主已经开口 他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是 内心的担忧 完全写在了脸上 夜晨的动作 丝毫不减 这场战斗 确实是单方面碾压 他碾压南宫澳 鲜血开始飞溅在演舞台周围 靠近舞台的一些舞者 纷纷避让 夜晨丝毫没有手软 剑血 仍然还是保持之前的速度 他还有心思 观察周围 刀剑无眼啊 你们还不低头 那就迎接一具尸体吧 夜晨根本不在意 南宫澳死活 他只想用他来 亏测皇族太多 果然是皇族啊 够狠 皇室利益 绝不低头 被揍成猪头的南宫澳 快失去意识了 他已经无法开口 嘴被夜晨的枪 给砸烂了 掉落到地上 南宫澳整个人狼狈 面目全非的形象 暴露在全国观众的面前 夜晨眼神冷冽 枪身追随着南宫澳的身影 这一枪若是砸在南宫澳身上 他必死无疑 092 三皇子死 国主亲自审判萧飞 夜晨可丝毫没有惧怕皇族的意思 但他原本刺向南宫澳心脏的一击 却因为特殊阻力 斜着砸向南宫澳不远处的地上 这原本很帅的一枪 落空了 一道声音 传进了南宫澳的耳朵中 声音十分熟悉 快认说 这是身边亲近之人 他立马就要照做 但夜晨没说话 第一时间 抽动枪身 一枪直接抡在了南宫澳的肚子上 疼得他呲牙咧嘴 太医 把他嘴给我堵住 夜晨的指令 只有一人一虎听得到 而太医 直接一个乌鸦坐飞机 直接坐到了南宫澳的脸上 这种羞辱 差点让南宫澳昏死过去 不是因为气顺不上来 而是因为在全国观众面前 被一头畜生 坐在脸上 太过侮辱人了 这下子 南宫澳想主动认输 就没可能了 夜晨不会傻到 别人作弊 他就主动举报 那么 就会第一时间失去 以性命威胁皇族的好机会 皇族 你们真是不要逼脸了啊 在场不只有皇族的 这么明显的 枪头被变像了 却没人出声 也就是说 在场的其他五圣 五神进强者 默认了皇族在场外所做的一切 那夜晨 自然就不客气了 而他已经笃定了 皇族不可能任由 夜晨将南宫澳击杀 他的枪 对准了南宫澳的胸口 枪上 爆发出滔天的血色能量 那股杀气 隔着老远 所有人都能感受得到 三皇子的母亲 三皇妃 急了 住手 三皇子可没认输呢 我住手干嘛 你也得给我说话的机会啊 夜晨 你别不讲理 当真是要杀我 给我皇族一个面子 三皇妃 怒不可遏 既然你们不作为 那他肯定不能眼睁睁 看着自己的孩子 被别人杀了 夜晨冷然的声音 传遍了整个神龙台 你们也没讲理啊 违背舞者自身意志 干扰比赛 难不成我刚才自己手抖了 枪的准度偏差值那么大 夜晨的枪 明显不正常的偏移了 其他武神不可能看不出来 但他们保持沉默 而夜晨的心冤 之所以对南宫奥伤害这么高 就是因为 他对夜晨的杀意 仇恨早就达到了五级 这一枪 夜晨没有因为皇族的场外阻挠 直接一枪贯穿了南宫奥的心脏 三皇子气息没了 死死了 现场死一般的寂静 三皇子的母亲 萧飞心痛如脚 他愤怒地飞起 手中的绸缎不断延伸 攻击的目标正是台上的夜晨 一股猛烈的杀意 习向夜晨 三皇子的母亲 竟然是一位五圣 夜晨若是在第一时间自爆 也能躲避 但 完全没有必要 如果夜晨 在这里 被五圣打伤 那星空第一武道学院 要成为整个燕京的笑话了 裁判直接动身 一剑斩断绫罗绸缎 住手 夜晨并没有违反规则 皇族 你们三皇子死了 在规矩内 拳脚无眼 但 私自动手 萧飞 国主在场 我不会审判你 国主 请您进行定夺吧 主持这场战斗的裁判 也是一位五圣 他说完 转过头朝着夜晨说道 公道 我给你 萧飞 私自出手 影响对战 国主 请您现场进行评判 压力 给到了国主 而国主 仍旧是不悲不喜 似乎 死了一个儿子 对他而言 不算什么大事 毕竟 像这种儿子 他还有十几个 不过他还是叹气一声 望向了愤怒的萧飞 向于 你是我众多妃子中 最漂亮的那个 我平时很惯着你 也给二 几乎上是最多的疼爱 也许是我太过骄纵 才害的你 还有二 是那种张扬的性格 你们在皇族太久 可知 平民一怒 血溅三尺 这件事 夜晨 你没错 不用担心任何报复 国主朝着夜晨笑了笑 可夜晨 却不觉得开心 仇恨值没有增长 但夜晨却能感觉出 下国国主语气中 那抹深长的意味 太医朝着夜晨传音 主人 这位国主 看似气重你 实则 却根本没感觉到什么善意 这些话 都是表面功夫 你不要在意 夜晨点头 我知道 我杀了他儿子 已然是得罪他了 他是国主 也修君主之道 君主 江山社稷为重 明是治国之本 不能含了民众的心 否则他的道 将遭到明的反噬 可他对子女也有爱 若是真正为民如此的君王 怎么会在刚才做事不管呢 夜晨内心无比清醒 国主的不满 还没到仇恨的地步 可却并没有看中自己 没错 就是不在意 夜晨天赋绝伦 可南宫清风 当年还不是冠绝同代 才能被拥护为下国之主 没有成长起来的天才 只是天才 还不是强者 南宫清风 还没把夜晨放在心上 他淡默地开口 萧妃 身为下国国主的妃子 知法犯法 破坏正常五道对决在先 这是奇异罪 儿子被杀 恼羞成怒 蓄意谋杀我下国天骄 这是其二罪 萧妃面色骤然变化 她 是国主最宠爱的妃子 容貌无双 生了孩子之后 身材依旧没有任何变化 站在众皇子身边 好似兄妹一般 比起其他妃子 她萧向瑜 年轻貌美 陛下 下国国主继续宣判 身为一位母亲 儿子被杀 情绪激动在所难免 所以 罪不至死 但身为皇族 不应该犯下如此错误 我宣判 萧皇妃 萧向瑜 入七星雷狱 百年择罚 但她身为武圣 被关押太过浪费 我下国前线战事频繁 入雷狱之前 进入星空第一武道学院管辖的区域 任由拆使两年 叶辰 还有星空第一武道学院 你们对这个惩罚 可否满意 国主的反问 旁边的那位武圣禁裁判 都感觉发出 所有人都觉得 叶辰太勇了 而叶辰却镇定无比 我没意见 叶辰不仅回复 还笑了一下 卧槽 他好帅 我身为一个外人都紧张 叶辰竟然 还笑了 牛逼 以后整个学院 都会流传关于叶哥的传说 而南宫清风也笑了 那星空想第一武道学院 有没有意见 没有 那名武圣 已经收到了院长 和学院高层的指令 代替星空第一武道学院 进行了正面回复 那没问题的话 比赛继续吧 萧飞被星空第一武道学院的武圣 给抓走了 临走时 他倒是反而平静无比 只是深深地望了南宫清风一眼 而经过叶辰的时候 他那个院读的眼神 让人难忘 太医直言不讳 主人 那个女人的眼神 好像想当众杀了你啊 叶辰也笑着回应 不 他已经动手了 若是现在无人阻拦 他绝对第一时间就要咬我 萧向瑜被气得浑身发抖 儿子被杀 他还要被当众羞辱 也没法报杀子之仇 臭小子 你最好别上战场 否则 萧向瑜对叶辰的仇恨值 达到了历史最高的奇迹 杀子之恨 牢狱之恨 丈夫抛弃之恨 那血红的进度条 叶辰觉得再提高个几级 他能和这位武圣单挑 威胁我 我的军功不低 上了战场 你可能要任由我驱使啊 叶辰的眼神在萧向瑜 玲珑有致的身材上 大胆地观察 不愧是人气 这身材 不是少女可以比的 萧向瑜一愣 那怒火之 直接冲刺到了八级 但他也只能被带走 工作人员 开始清理战场 南宫傲的尸体 被国主派人带走了 国主和叶辰 仿佛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过一般 两人在这点上 意外地相似 国主是国主 可叶辰 还能如此淡定 得到了许多人的敬佩 尤其是太医 主人啊 牛逼 我在异兽领域 可不敢 和兽神这样说话 叶辰 没有正面回应 而是摇头 那位皇妃萧向瑜 并没有参与幕后 为什么 他都对你那么仇恨了 从战场上那位口中得知 三皇子应该知情 但这位萧妃 一开始 对我并没有什么仇恨存在 那主人 你为什么要杀了南宫傲 他也不会说的 杀了 已深入局 叶辰下了擂台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眼神望向国主方向 国主这个决策 看似对我有利 实则 是不想让我入局啊 有两种可能 一种 是他也参与了幕后 所以不想 让我进入乱局 若我入局 其实才对我有利 敌人一直在岸 而且涉及 多位武神 第二种 他不知情 是那种良俊 可直觉告诉我 并不是 叶辰低头分析 排除了那个不可能的选项 那么 就只剩下一种可能了 叶辰学弟 厉害啊 叶辰做回选手席 忽然感觉到 自己的脖子 被一双雪白的手环住 陌生的感觉 不属于四女 而且 脑袋上传来的绵软触感 也是新鲜的感觉 叶辰想要转头 那么就不可避免的 学弟 你干嘛呀 男工压满脸 羞涩地躲开 一开始 他只是因为太激动 下意识地举动 而叶辰转动脑袋 他怎么可能没有感觉 没想到 学弟是这样的人 经不起考验 雅学姐 若是我说 我不是故意的 你信吗 天地良心 叶辰真是下意识地回头 想要确认 一下是谁 男工压坐到了叶辰身边 他微红的脸蛋 想要假装不在意 可内心却十分波澜起伏 你可是杀了我 同父一母的哥哥 竟然能这么悠哉地 坐在这里 不害怕皇族的报复吗 男工压真挺佩服叶辰的 竟然如此大胆 也竟然全身而退了 不怕 国主不是答应了 至少明面上 他们不敢报复我 叶辰拿着手帕 擦拭着心冤 皇族 可没你想得那么简单 你要小心 多谢 雅学姐提醒 我的敌人不少 不在乎多一个 似乎是这样没错 男工压想到了 之前叶辰和私庸的恩怨 他转头望向这个男人 真是够神秘的呀 雅学姐 到你了 快去吧 学姐加油吧 我看好你 别人的加油我不屑一顾 但是 你的话 嘿嘿 我倒是真有点动力了 男工压临走时 还摸了叶辰腹肌一把 收个利息 扯平了 叶辰摇头失笑 自己这是碰上一个女流氓了吗 女人心真是难猜测呀 这些个女神 笑花级的人物 高冷和优雅的气质 只是展示给外人看的呀 她一转头 就看到了四女 朝着她走来 前后左右 将她围住了 叶辰哥 你没事吧 顾曼担忧地说道 她坐在叶辰后面 差点就碰到了 最后 还是碰到了 叶辰这次学会了 默默享受就好了 不要做多余的举动 刘雨菲亲握粉拳 放心 不要怕 有危险 我第一时间站在你后面 而叶辰 却是不敢回应 因为她知道 刘雨菲的父亲 刘山 可是幕后黑手之一 到时候 她要对刘山动手 还要让刘雨菲 选择立场 亲情面前 什么都不好说 蓝冰温柔一笑 只是轻轻握住叶辰的手 千言万语 都藏在那一笑之中 蓝冰姐 你太狡猾了吧 这 另外三女没想到 蓝冰竟然这么大胆 而她毫不在意 这有什么 我当初都能上刘家 而且小曼 你别以为我没看到 顾曼支支吾吾 我我什么都没干啊 苏雪 悄悄地伸出小手指 勾住了叶辰的大手 坐在叶辰前方的刘雨菲 093主动入局 众女表明心意 当然不可能了 若是私下 还有可能坐在叶辰大腿上 调戏一番叶辰 可 他们四女 可是星空舞蹈第一学院的 十大校花 都在绑 随便一个 都是在座的男舞者 内心渴望的对象 他们四女一过来 瞬间形成了 靓丽的风景线 吸引了无数人目光 刘雨菲还没大胆到 可以当众坐到 叶辰腿上的程度 只是 被四女包围的叶辰 又是惹得一阵 骚动一轮 我靠 这四个美女是谁啊 是叶辰的姐姐妹妹吧 一定是这样的 怎么可能啊 这四女你不认识啊 三位十大家族之女 另外一位也好有气质 原来是吃软饭的吗 难怪这么有底气 太医也在旁边调侃 主人 他们说你吃软饭啊 这是夸我吗 能吃软饭也是一种本事啊 叶辰思毫不在意 反而引以为荣 他们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这年头能白烂 谁想努力啊 叶辰的视线 放到台上的南宫雅身上 女生都喜欢用剑啊 南宫雅 同样还是一位剑修 风系啊 爆裂旋风 风系舞者 以速度为主 刚才那招只是打个控制 雅学姐 赢了 果然 接下来的走向 和夜城预测的一致 南宫雅 一套爆发 连续的快速剑影 秒杀了对手 看上去十分轻松 第一轮一百进五十 结束 刘宇飞 玄奏 南宫雅等人 都打败了各自的对手 星空第一舞蹈学院 二十三人 就一人被淘汰 五十人名单 有二十二位星空 第一舞蹈学院的 顶级学府 恐怖如斯 这次的冠军 很大概率 从我们学院中产生 当然 不是夜城熟悉的这几人 那几名大三 散发着一股 生人物竞的气息 第二轮比赛 夜城 仍然是首发 你接下来的对手 是我们同学院的天骄 思庸 他 还没被淘汰啊 夜城嘴角露出笑意 入局的机会 来了 四家天骄啊 同样是 武皇进巅峰战力 本来还挺看好他的 但夜城已经有五尊进实力了 武皇进巅峰 够呛 可能只是 三皇子比较菜呢 连武宗都打不过 废物 看好思庸的人不守 即便 夜城击杀了南宫奥 看来一场战斗的胜利 还不够啊 思庸开口 夜城 上次的羞辱 我会加倍奉还的 哦 思庸身上 忽然生腾起一股气势 突破了 那思庸包赢啊 武宗镜 怎么可能打得过武尊啊 藏着这么一手 武尊镜 网剑 前十强 稳稳的 不过 今年竞争太强了 但打一名武宗 问题不大的 确实 武皇进巅峰 和武尊镜 是两个事件 思庸为何忽然有信心了 正是如此 可夜城的一枪 直接碾碎了他所有的骄傲 什么 他只是武宗 为何 会这么强 一枪轰出 思庸 直接被摁在地上 秒杀 不仅如此 这一枪 透过空间裂缝 直接贯穿了 思庸的心脏 死了 这是所有人 都没想到的结果 说了就算了 夜城 竟然直接下狠手 将思庸杀了 好毒辣的孝子 你竟敢杀我 思家的天骄 同院舞者 竟然下此狠手 众人 对于那个身材单薄的少年 又有了新的理解 而夜城 却是不顾任何人的流言蜚语 拖着长枪下了演舞台 南宫 哑神色复杂 夜城的身影 忽然变得落寞 但 当吉女走到夜城身旁的那一刻 她房 若又有了后盾 夜城挠头 我说我就是故意的 你们会怎么看 顾曼拿出了 裙摆中的小剑 我们顾家 有一个传统 押裙剑 是女剑修最后的底线 这是我的本命押裙剑 若是要站 我随时可以 将它交给你 夜城明白 对于剑修来说 本命短剑 意味着什么 蓝宾还是没说话 他不需要再次证明什么 只是站在夜城身边 当众牵起她的手 便剩却世间无数承诺 刘雨菲淡漠道 谁敢多说一句 我给你骂回去 她小声在夜城耳边说道 那天 在军营里 我已经是你的人了 如果你不信 晚上回来 来我房间 你就知道了 夜城果然没看错 少女说出那句话的时候 脸红胜过了 一切千言万语 三女都用自己不同的方式 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她的目光 望向内站在身边的柔弱少女 一头蓝发的苏雪 拉开小皮筋 一头秀发 柔顺劈散在肩头 她把小皮筋 带在了夜城手里 当时 我犹豫了 这一次 我很坚定 我不想再后悔了 那天其实我想说 我相信你 相信你可以涅槃重生 苏雪把手背在身后 露出俏皮的表情 我忘不了高三那一年 你对我的教导 其实那件舞蹈服 是我买给你的 夜城咧嘴轻笑 我知道 我知道你知道 你还是一袭白衣 你的性情我了解 很委屈吧 你的身后有我 便是有了两位武神 两位 苏家不简单 苏雪也主动牵起夜城 另外一只手 你们不介意吗 原本介意 但那又能如何 姐姐们 还有妹妹 都对你有益 而以你的性格 恐怕那也证明了 你的优秀 其余己女 也是点头 夜城此刻 不再孤单 她的身后 已然背景强大 你们相信 我就足够了 那我不需要解释 夜城的枪 挺拔而倔强 而夜城 和己女的感情 也让众人震惊 能被这么多 优秀的女生喜欢 夜城她 不像是那种 性格暴力之人 难道另有隐情 众女的选择 让吃瓜群众 内心中的天平 开始偏移 这是意外之喜 夜城本来就要入局 那今天就杀个痛快吧 094 事情闹大 成功入局 嘿嘿 那我就吃软饭了 这煽情的时刻 夜城竟然 直接将四女揽入怀中 几人一愣 皆是面色羞红 臭弟弟 你想得真美 我只是支持你而已 你别妄想 我能这么快 就接受这种设定 刘雨飞直接红着脸 正拖出去 其他三女 没她这么直接 但也都掐腰 怒垂夜城 夜城反倒松了口气 刚才气氛实在是太严肃了 现在这样 又恢复到了从前 但夜城知道 几人的关系 已经升温了许多 比赛继续 夜城已经进入了25强了 刘雨飞 只不在了50强 她本身就武皇进出七 能走到这里 已经是足够出色了 她本人 对这个成绩已经满意了 玄奏 南宫雅等人 都晋级25强了 两人 看到几位武神之女 对夜城青睐有加 也选择相信了夜城 下一轮有人轮空 是星空第一武道学院的穆迪 是她 本来她就是这次的夺冠热门 她轮空 也很合理 而夜城 抽到的对手 是一名武尊敬武皆的武者 穆迪 教训一下这个家伙 加油 穆迪 不要让这种暴徒太嚣张了 在座的 基本上都是学院里的学生 夜城的行为 让大部分人都接受不了 谁都不想遇到这种狠辣的武者 然后被杀死 大家只会相信自己 眼睛看到的 而夜城 现在 却没法解释 因为 她下一战的对手 又对她有仇恨值 两人之前根本就不认识 那就是 又是一位 需要击杀的对象 夜城手里的心冤 正在不断颤鸣 渴求着杀戮 激怒她 而面前这位穆迪 早就已经是武尊 她同样 对夜城杀意十足 当然 在这之前 穆迪不认识夜城 这是家族的命令 她身为十大家族的优秀弟子 必须要在这里 将夜城伏法 有点难办 我和这家伙 之前没有交集 想要靠言语 来激怒一位武尊 基本上是没希望了 那么 夜城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她有主意了 战斗马上要开始 穆迪 决定给夜城迎头一击 而夜城轻飘飘的声音传来 你不是我的对手 这原本只是简单的挑衅 穆迪不以为意 可夜城接下来的举动 惹怒了她 对付一名高傲的舞者 就是从她最骄傲的地方击溃 你的武道境界 在我眼里 不值一提 连续击杀两名舞者 夜城直接发动最强一击 血光滔天 夜城发动心影 穆迪根本感觉不到空间波动 眨眼功夫 夜城就消失不见 一条手臂横飞 然后在空中炸开 手臂 这就戳爆了 无敌了 夜城真的只是武踪吗 穆迪对你的仇恨值达到三级 这才对吗 夜城这招 让其他高效的舞者 都瞳孔一缩 好快的速度 若是我不知道夜城这招的前提下 恐怕 也要失去一条手臂 她竟然还有留守 没有空间波动 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顺移密法 穆迪脸色铁青 你赢我 她才明白 夜城在战斗开始前 对她说的话 可她也是一名武尊 夜城 我承认 你激怒我了 这一道 你看好了 穆迪身后 一道冷峻青年的身影浮现 武魂虚影 穆迪竟然将刀刀修炼到这种地步了 穆迪有前十十力 断臂重生不难 不过在这场对决里面 穆迪的刀 战斗力就要打折扣了 夜城脸色凝重 原本就是五尊敬五戒的穆迪 召唤武魂虚影 战斗力直逼五尊境巅峰了 武魂虚影 通常是修炼到五圣境才会领悟 只有个别天才 能提前领悟 穆迪就是那种天才 以武宗对抗五尊 已经是逆天而行 这一刀 夜城悬了 穆迪 下了死手 夜城 你该感到荣幸 这是我准备 留到决赛圈的底牌 死而无憾了 没错 他就是要让夜城死 全力出手 不给夜城认输的机会 一瞬间 夜城就反应了过来 被锁定了 身体 被武魂虚影影响了 武魂虚影 对低境界舞者 影响太大了 不过星渊 瞬间化解那种停滞感 连武神 都不配让夜城跪 躲过这一刀 还是 应接这一刀 我当然选择躲开 能躲开 为什么要应接 夜城发动心影 不断顺移 但刀光 却紧追不舍 有本事 你别躲呀 你有本事 就打刀我 夜城骑着太医 不断顺移 速度够快 那武魂刀光 始终追不上他 随着时间推移 断臂的目的 越来越焦躁 愈发愤怒 有本事 就堂堂正正和我对战 只会逃避 你这个老鼠 目的开始用言语激将夜城 你的逃避 让目的感到不爽 仇恨值达到四级 差不多了 我不是躲避 而是在等待时机 接你一刀 又如何 你的骄傲 你的天赋 在我眼里 屁都不是 夜城一枪 化作万千虚影 碾碎刀光 目的武魂 真身被夜城的枪 彻底击碎 遭到反噬 吐出一口鲜血 怎么可能 这么强 敌人对夜城越恨 夜城的枪 越猛 目的已经想认输了 可夜城 不给他机会 我 你什么你 这一枪 我就击败你 夜城没给目的 认输的机会 他受了重伤 底牌也被夜城化解 舒适必然的 而他也和幕后黑手团 有关系 那么夜城就不可能放过他 枪身贯穿目的的丹田海 将他钉在擂台上 好恶毒的小娃娃 你想毁了我吗 目的的父亲 目武圣 飞驰而来 就要踏上擂台 夜城露出笑容 终于有武圣下场了 我这招已深入局 已经成功了 抱吧 当着目武圣的面 他的儿子 丹田被废 轻易地抱伤 就能让他脆弱的凡人之躯 爆炸 血 飞溅到目白的脸上 他抬起头 布满血丝的眼睛 对夜城是滔天的恨意 095连杀四位天骄 国主下场 这一声质问 夜城却置若罔闻 他并不打算解释 禁止走回选手席 只留下愤怒的私家武圣 握紧双拳 愿毒地望向夜城 可他 却不敢打破高校战的规矩 全场寂静无声 而另外一边 知道内清的其他天骄 已经聚集到了一起 他们的实力 没比目的强多少 夜城杀的两人 都有一个共同点 都是参与了在背后 调换夜城高考学历的舞者 进入决赛的 还有其他四人 这次比赛 我们早就给夜城安排好了 夜城是对付我们 我们低估了夜城的成长速度 他竟然再武宗静 就可以击杀武尊静的舞者了 怎么办 我们中有几人 实力还没目的强 若是碰到那个疯子 岂不是也要死 不如 气赛吧 有人打了退堂鼓 连武尊静武界的目的 都被夜城给杀了 他才武尊静一阶 才刚突破 也比私庸强不了多少 碰到夜城 被杀的概率很大 而此时 一名武神来到他们面前 大人的命令 不允许认输气赛 你们知道 在这种场合 气赛 给家族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窃战者 和战场上的逃兵 有什么区别 放心 夜城他不敢再杀人了 官方已经警告他了 他再敢杀人 后果很严重 得到了武神的回复 他们心安了不少 而夜城那边 确实收到了 官方赛事组的警告 但也只是口头警告 25近12 夜城已经拿下了 其中一个名额 加上轮空的那位 13人晋级 南宫亚 倒在了25强 而弦奏 艰难战胜他的对手 13人进行残酷的排位战 最后前两名 进行决赛 这个赛制 大家都知道 而夜城 从开始到现在 都作为首发出场 这次还是一样 他抽到了一号号码牌 成为了官主 他的第一个对手 正是十大家族之一 慕容家的四子 慕容轩元 慕容轩元 知道不是夜城对手 可得到命令 他是绝对不会认输的 其他人 可以认输 我是慕容家的子嗣 慕容家是十大家族之一 我认输 就是直接给十大家族蒙修 十大家族的舞者 从未有过不诈败的道理 他望着夜城 内心有些害怕 可和夜城战斗一起之后 却发现 夜城也没那么厉害 就放松下来了 蠢货 敢在我面前放松 竟然敢设计陷害我 就要做好 被敌人击杀的准备 你 慕容轩元脖子处的一道鲜红 他捂着脖子 生机不断一散 失去了生命的前一刻 他都没想到 夜城竟然敢无视 组委会的警告 再一次杀人 慕容赴拍案而起 夜城 你杀我慕容家的天骄 在高校联赛上 连杀三人 这不是战场 你面对的也不是异兽 我以武神身份 要当场将你这种 没原性的舞者 缉拿 慕容武神 直接以武神身份 想要压夜城一头 直接将他当场定罪 可笑 国主在这里 都没有对我进行制裁 国主 您认为我有罪吗 举已入 夜城这个时候 还要将国主也拖下水 夜城 无罪 一切符合规矩 比赛继续 国主无悲无喜 但却站在了夜城这边 慕容武神 也只能冷哼一声 拂袖怒而离去 还有人上台吗 我 马卫国 马家二子 不是十大家族 但也能排进前二十名的家族 他的父亲 是武圣 也是烈士家族 家族曾经出过武神 比起一般家族 要高上一头 正统的君二代 他的声音洪亮有劲 看上去一身正气 也只是看上去 夜城一枪 将他钉在地板上 这位很有勇气 但武道境界 只是武皇境巅峰 心脏被夜城的枪间搅碎 死得不能再死 为什么啊 夜城 规则是如此 可这些都是 你的同胞 为何无故杀人 不仅是那些死去武者的亲属 台下的观众 完全看不下去了 若是之前 己人和夜城有恩怨 他们都是烈士子女啊 这么做 也合理吗 国主没有说话 就是默认了夜城的行为 国主 请你给我们一个公道 若是 这种行为都被认可 那强大的武者 就可以随意杀人 我们这些弱者 在强者面前只能惶恐 谁没有实力卑微的时候 若是 只要实力强大 就可以欺辱随意滥杀别人 那要国法何用 国主 人情道义 大于规则 规则是死的 人是活的呀 无数武者 都在为那些死掉的武者发声 夜城连杀四人 将事情闹得比天还大 而他覆手而立 丝毫没有负罪感 下国国主 就这么 被夜城逼宫了 他犹豫的瞬间 那君王之道 已经不圆满了 南宫清风 没法做事不管了 他站了起来 顺移到了夜城身边 没有激动 没有愤怒 他没有对夜城动手 夜城露出略带疯狂的笑意 抱歉了国主 我无法确定你是否是幕后黑手 不过似乎 我并没有冤枉任何一个人 若是慕容清风没有参与 他不必纠结 而他既然纠结 就是不想让夜城入这个局 他的君王权贵之道 条件极其苛刻 私心凌驾于王道名声之上的时候 他的道 自然产生了不可弥补的裂痕 哈哈哈哈 你不敢动手的 你的道 心怀山河 若是对弱者出手 必定大到摧毁 在我的立场上 我做的一切 都是对的 国主 你果然是知晓内情的 这一连串的话 让众人迷惑 南宫清风叹气 孩子 太聪明 有时候不是什么好事 不 枪到一往无前 我没您那么多顾忌 而我夜城 并非是杀之人 国主你出面 我就将一切河盘托出了 096 道罪名 少年掷地有声的质问 国主你不说话 我就当你默认了 夜城不是在征求国主的意见 只是通知他而已 然后自顾自开始讲述一切 各位 我 树子 闭嘴 还站在擂台旁边的慕容妇 直接就要冲上擂台 国主没有任何反应 没有要保护夜城的想法 没人知道 他心里在想着什么 这一刻 国主 让人觉得十分陌生 而院长 第一时间 挡在了夜城面前 你想干嘛 动手吧 今天 夜城小儿 必死 几位被夜城杀掉孩子的父亲 一同站了出来 他们身边 还多出了家族的其他一些武圣 武神 只凭方校长一人是拦不住他们的 顾剑神 麻烦您了 夜城朝着空中恭敬地喊道 叹息声 悠悠传来 罢了 顾剑神 凌空飞行落在擂台上 站在夜城身边 既然承诺 不论何时何种情况 我都会来 但这次 你冲动了 这种场面 夜城没有丝毫紧张 人不轻狂往少年 我已经是死了一次的人了 还有什么做不出 这件事 不仅为我 也为整个大厦 大厦的天 灰蒙蒙 内部不团结 黑暗肆意扩散 若是我真遭到不测 那也无妨 我之为国 牺牲又何妨 谈笑风声间 夜城身上一股特殊的气势 蔓延开来 他 竟然在这种情形 还突破了 五王镜巅峰城 这突破的架势 不若与五尊镜突破的意向了 淡淡的枪魂 在夜城身后 若隐若现 我又迷糊了 夜城论道 竟然直接当场突破 我想看看 夜城要怎么解释 若他真是坐监犯科之辈 怎么会在这种伸张道义的时候 突破呢 台下几位武神 目瞪口呆 他们都震惊于 这个少年做出的事情 夜城是刻意为之 主人 你是真的牛啊 我都没想到 杀了那么多天骄 早该突破了 我还疑惑 你为何不立马突破 而是 要压制住那股突破的感觉 原来就是为了等这一刻 夜城轻笑 正要说话 又是几道强烈的气息 瞬间降临 又来了三明武神 四家武神 四空明 慕容家武神 慕容子语 老生 慕家祖祖 慕天义 下国的武神 基本都担任要职 而这三位老人 许多人不知道 可武神他们那一辈的 几乎都认识这三位老人 我们三人 要将夜城伏法 可有人反对 顾剑神直接说道 我知道三老对我下国的贡献 那些已经是过去了 我反对 三位前辈 给我一个面子 小顾 今天就算是你 也没法将夜城带走 他当着我们的面 杀我们子嗣 我们不想以老卖老 可开国元勋的孙子 都能被杀 你这是想让魏国捐躯 魏国奋战的武者 寒了心吗 武神的立合声 让夜城之前的那些努力 都直接被翻转走向 三老示意 身边几位武神 加起来有五位之多 夜城这里 就方校长和顾剑神两位 他们竟然想直接把夜城拿下 国主 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他站在那里 就仿佛一个过客 没人在意他的存在 滚 一声熟悉怒吼声 响彻整个天穷 熟悉的身影 站在夜城面前 将所有攻击拦住 你 来了呀 国主这个时候才开口 语气里透露着些许震惊 没想到 你会再回来 弟子被欺负了 老师自然要来 你弟子 我弟子吧 一名魁梧的大汉 站在了夜城面前 轻飘飘一只手 便将两名武神虚空的手 给彻底打散 一袭白衣 长枪将一名老人打伤 欺负我弟子 问过我没有 梁威的声音 强劲有力 老师 万将军 这完全就是意外之喜了 您 夜城的目光望向万圣伟 你也算我半个弟子 弟子有难 我这个当老师的 怎么会不来 万圣伟走到夜城身边 让他内心更踏实了 万圣伟 你不是说过 不会再踏足燕镜了吗 那是之前 我破坏规矩 可是 你们何尝不是呢 老家伙 夜城这边 四位武神镜 而且 质量明显更高 这便是 他敢当众杀人的底气 夜城 你有话要说吧 放心 我们给你撑腰 你要说什么 但说无妨 万圣伟和其他人不一样 他最懂夜城 从江南基地市出来 就受到委屈 少年的委屈 就是需要发现 住口 南宫清风 让他们闭嘴 当年的事 我不再计较了 能当面这么喊国主的 恐怕不多 万圣伟就是其中一个 行 那你我就不向欠了 各位前辈 让他说吧 一个后辈 也不必太过为难他 国主都发话了 他们脸色阴沉 也不好再说什么 而夜城 一步踏出 你们问我 为何杀人 那我便告诉各位 这几人该杀 皇族之子 三皇子南宫傲 用皇子身份 欺骗数百名少女 他还沾沾自喜 他还有多重辈分 藏在自己的手机里 私庸 身为星空第一五道学院 学生会副会长 联合其他家族 将教育资源物资 以一成甚至更低的价格 贩卖给这些家族 家族的名单 我一会儿会进行公布 马卫国 慕容轩远 倒是没有做这些大事 但他们 在背后设计下国舞者 也就是我 我高考成绩被调换 和两人所在家族有关系 他们 该死 夜城一字一句 掷地有声 你有证据吗 皇族你也污蔑 几位老前辈 质疑道 哈哈 夜城爽朗大笑 接着 一双眼神 锐利如阴笋 他质问道 你们敢用自己的武道发誓 什么都没做吗 国主和几位武神都在此 你们若是武道出现波动 他们立马便能察觉 你 还有你 你们这些老灯 敢吗 这种老灯 都没做到 这种老灯 就能双眼神